完美世界第三百九十三到四百六十三章,懒人听书,只做精品,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 第三百九十三章神罚 这种气息太强了,成群的修士被震翻,就像是一群蚂蚁落入大海中,在大浪滔天间颠簸,渺小无比。 这是一种悚然而又无奈的事实,当这些强大的修士发现自己在这里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心情可想而知。 在那苍茫天穹上,一道强大的意志复苏,散发轰鸣声,那种精神力无远伏界,横扫一切。 唯一庆幸的是,他没有大开杀戒,只是掀翻了所有人而已,震撼当场。 这是什么? 连尊者都发毛了,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肯定是突破了此地的限制,超越了法则的禁锢。 狱主,一定是狱主复苏了。 有人脑子转得很快,猜到了问题的本质,御史都被杀,自然惊动了更高层次的存在。 虚神界的意志,也有高低之分,御史之上还有御主,真正统御这片区域,无所不能,在这一界他宛若神明。 天空中灰蒙蒙,一道秩序法则划破虚空,从苍穹上降落,那种光芒无比的耀眼,化成一道皮链,斩向某一处。 咦?众人不知道是该震惊,还是庆幸,这法则太强大了,但却没有落在他们的身上,直冲神秘男子离去的方向而去。 此人虽然强大,但多半微矣,在这片世界中,御主等若诸神意志在现,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根本逃脱不了。 那道匹炼发光,如一道仙剑斩落,铿腔正耳,众人挡寒,不要说亲身体会,就是感应到那种波动就已经发毛。 尊者们皆惊颤,这种力量不要说再限制他们修为的虚神界,就是在外界中也承受不住,不愧是神罚。 诸神降下意志,惩罚敢于在这里作乱的人,这便是,神罚。 这种劫难一现,一般情况下来说,很难活命,甚至可以说必死无疑。 当 下一刻,血剑五步的场景没有出现,那一脚神盘腾起,挡住这一击,这一次他没有闪耀符纹,自身平淡无波,但却抵住了匹炼。 众人一叹,也唯有这等混沌法器可以抵住神罚,不然什么都要被灭。 苍穹上,那股意志显然受到了震动,再次复苏,蓬勃出的气息比刚才还要旺盛,若一座大火炉在云层上方燃烧。 在刺目的光滑中,几道锁链垂落而下,哗啦啦作响,仿若神金铸成的宝链,要锁压犯人,擒拿归案。 神之锁链,这种东西居然真的出现了。 有人惊叹。 更多的人则是张口结舌,在上古年间,有这样的传说,生灵中的致强者在虚神界作乱,被这样的锁链侵走。 据传,大凶罪犯会被送进虚神界的牢狱中,将与无数的恐怖生灵作战,饱受磨难而终。 咦,又挡住了。 那一脚神盘发光,混沌气息一散,上面有神秘符号闪烁,最后净组成一个字,射。 这是在与御史对话吗? 众人发呆,这剑法器果然逆天,在与诸神遗留下的意志对话,强势到极点。 这让御史赦免火焰中的男子吗? 有人这样猜测? 御史无情而冷漠,与其说是一股意志,不如说是一种规则,只会严格执行当年的约定,多半不会妥协。 果然,那几根锁链垂落,依旧朝着神秘男子而去,是要将他擒拿。 哎呀,不好,遭驱逐了。 刚才还在议论,以为置身是外的生灵,全都惊惧大叫,一缕缕黑气从他们头上冒起,这些人被赶走,强行打出虚神界。 他们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不允许再踏入虚神界,唯有进风期限过了为止。 走。 其他人再也不敢乱语,全都急速退去。 事实上,有几人最快,压根就没有停留,那便是十号,魔女,月缠仙子,唯有倒霉的神秘男子被拦截,他们虽然也攫取神之印记,但并未被认定是凶手。 轰。 终于,波动在长空中爆发,几条锁链从云端上垂落,绑复神秘男子时遭到了那角神盘的反击,爆发滔天光滑。 这果然是一件逆天的神圣器物,这一界不能压制它,依旧可以散发原本的神威。 混沌光洒落,那锁链都被震飞了出去,这让人震撼,高天上的意志显然怒了,居然连续被阻,他开始暴动,一股如海般的光团降落,化成一只巨大的手掌,向下抓来。 走了,不与狱主对抗,不然即便离开这一狱,我在其他地方也进入不了虚神界了。 神秘男子露出焦急之色,再也难以保持平静。 他刺破胸膛,直接献祭,洒落下很多心头血,让混沌法器带着他离去。 吃! 一道光柱自混沌盘飞出,击穿虚空,开辟出一条通道,他转身没入了进去,那脚法器轻轻一震,跟随进去,而后封住了入口。 他们就这样消失了,留下点点涟漪,看得众人震撼莫名。 这是神迹啊,所有人都心头惊呼。 十号逃之夭夭,现在谁也没有他的速度快,一路穿行,横跨区域,他要赶回那片废墟中,因为他是从那里进入虚神界的,也得从那里离开。 然而,他突然感觉大事不妙,那天空中的宏大意志若海啸般,向着他卷来,要对他进行阵风。 神罚冲他而来,要将他解决掉。 关我什么事,我只是顺带捡了一些印记而已。 他嘀咕,急速而顿,同时对小塔传音,让他出手。 因为,刚才在逃离时,他见到了神秘男子的遭遇,正是那脚神盘出手,才让其逃过一劫。 嗯,让我出手,得拿天才地宝来交换。 小塔传音,很淡定。 这,十号头疼,外加很心疼,想动用一次小塔太不容易了,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献上神圣材料。 当年,从混沌土到天神血泥等,哪一样不是天地其真,这家伙胃口太大了。 好,那你动手吧。 十号说道。 你需要立时交纳神针,早先出手的机会都被你耗用完了。 小塔答道。 什么,十号瞪眼,而后立刻急了,他只在十国皇动用了一次,那个时候分明还剩下一次半的机会。 所谓的半次,是指小塔虽然吞食了天才地宝,却并不够出手一次。 分明还差一次半,你怎么说没了? 十号问道。 刚才,我与那脚混沌神盘交手,护住了你的肉身,自然是耗用掉了。 小塔答道。 这也算吗? 十号发呆,他分明没有要求,那是小塔受刺激后,自己复苏并出手的。 当然算,那混沌轮盘有今天的来历,我与他对峙,严格来说需要你贡献很多次天才地宝才行,那所谓的一次半根本不够。 小塔说道。 你怎么不去抢劫,不就是吐了点雾矮,发出了几道光吗,跟他都没有碰撞,便耗用我一次半的机会,还说这远不够。 十号愤问。 严格来说,就是你送上数十上百种天才地宝,也才能让我与他对决一次,而且都是世间真正的西针,并非烂于充数才行。 你已经占到了天大的便宜。 小塔一正言辞的说道。 跟那破盘子对决,要耗掉上百次寻常意义的机会。 十号发呆,睁大了眼睛,这小塔也太黑心了。 这次就算了,无需你补偿,不过再想让我出手,多献些品质超绝的神针吧。 小塔说道。 你个坑货。 十号气道。 这家伙真是个坑货,想动用他一次,真是太麻烦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想到那个神秘男子,只要献上一些生灵祭品,就能动用那脚混沌法器,十号羡慕的不得了,比这坑货强多了。 你看那神盘,再看你,同是宝具,品性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小塔很严肃的说道,这个世界是平衡的,得到多少就要付出多少,那脚神盘之所以出手,只有两个可能,一是那少年曾助他脱困,二是那少年将来需要偿还。 我也曾经助你多困,你咋不报答我? 十号问道,但却有点心虚。 小塔很平静,道,你如果愿意用将来赌,我可以考虑出手。 不知道何为,当十号听到他这样说,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仿佛这六合八荒都寂灭了,一颗又一颗大星枯寂,整片苍羽都化成了死地。 他立即摇头,每当小塔郑重说得到与复出时,他总会感觉到那种沉重,让他透不过气来。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天穷上那意志降临了,御主探下大手,抓向十号。 柳神,这已经不是魔力了,我要陨落了。 十号大叫,在这一刻。 他感觉到了一股恐怖的波动,再这样当个下去,他不是被毁灭在当场,就是要被捉走。 无声无息,虚空障开,几条晶莹的柳枝贯穿而出,笼罩着混沌雾矮,抵住了高天上的意志。 而后,这里暴动,其他人站在远处看不清,没有人敢跟着他的路径而逃,躲避还来不及呢,故此看不真切。 几根柳条绿莹莹,刺透了苍穹,轻轻浮动,与那道巨大的光团撞在一起,发出夺目的光。 轰! 这里像是发生了大溃灭,几根柳条流淌出璀璨的符号,化作一道绿光,冲上云霄,没入苍穹深处,像是化成了一道法指。 十号震撼,看得目瞪口呆。 人们看不清这边发生了什么,都想立刻逃离。 不久后,这天地竟然宁静了,没有了波动,不见了秩序神恋,一片祥和与安宁。 这让众人惊悍,发生了什么? 怎么突然平静了? 走了! 没有人愿意停留,全部飞逃。 今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太震撼了,人们心潮澎湃,需要回归现实世界去消化。 半个时辰后,虚神界宁静无比。 但是外界沸腾了,所有人都在议论所发生的事,甚至开启了一场大战。 战场就是在魔灵湖,虚神界的战局刚一结束,这里便发生激战,一些神秘强者登门,攻克这一古老禁地。 什么,只强者齐聚,再抢中同者的尸体。 虚神界的事太惊人了,整片荒域的生灵都在谈论,不可能平静,可就在这喧嚣之际,又发生了这等大事。 这一战引发轰动,很多人赶去,特别是太古神山上的致强者,摸不动身,那十亿的肉身绝对是无上宝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得其肉身,比得到几种绝世大神通都要强。 实力达到尊者这个级数以后,有一定的成功率进行换血,甚至换肉身,这样的一具宝体,可是众同家至尊骨啊,简直是价值无量。 对于很多人来说,得到这具宝体,就意味着有天下无敌的可能。 第394章 神秘女子 魔灵湖内喊沙震天,一头又一头大蜘蛛跟小山似的,沙红了眼睛,而今大敌入侵,他们危在旦夕。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太古传承下来的禁帝在今日遭遇了一场劫难,只因一具强大肉身,引来尊者觊觎。 杀进去,你我的造化就在眼前,众同者加上至尊骨,若是在手,谁还可敌。 这种嘶吼声,震动禁帝,那是尊者的咆哮,声音若惊雷般,让许多人灵魂瑟瑟发抖。 经过虚神界一战后,人们见识到了大石河等的精彩绝艳,两种天赋神通在身,正骨朔金。 若非那小时太过妖孽,未来这天下间有几人可制衡他。 事实上,这一战早就爆发了,在虚神界双十大战刚一落幕时,就有人前行而来,要夺取那具肉身,只不过遭遇了阻击。 这里毕竟是魔术一脉的阻地,有各种禁制,让入侵的强者受损严重,一直拖到更多的人赶来。 哄! 天崩地裂,各种法器飞舞,散发强大的波动,许多神殿遗迹等在暴碎,这里打翻了天。 山门早已被毁掉了,一些尊者攻入,大开杀戒,许多大蜘蛛蝶血当场,到处都是尸体。 不过魔术一族的底蕴十分强大,祖阵复苏,构建出繁复的大阵,展出冲天的光,横扫外界大地。 可恨哪! 魔灵狐之主是一个老者,他得道很多年,道横高深,亲手传了十亿很多大法,心中一直有些念头,想不到今日这么多人来讲。 他从未想过十亿会书,竟被小石斩掉,落得这个结果。 夺得众统者的肉身,自然是一场大造化,若是能与自己的精神契合,日后以此肉身修行,也许可以无敌天下。 当然也伴随着莫大的凶险,动辄就会形神俱灭,毕竟患身体风险太大了,没有多少人敢这样做。 魔灵狐之主希望可以培养起十亿,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夺这具无上导体。 可惜,今日十亿战死,没有了选择,这具肉身引来外界尊者的规觎。 都是生命无多或者自身有暗及的尊者,他们的前路早已断了,故此来此争夺。 最主要的是,在虚神界观战,他们大受触动,众同加智尊骨竟然可以那么强大。 一位大蜘蛛在旁开口道。 这对魔灵狐来说是一场劫难,若非守护大政开启,这里阴晕争腾,宝气缭绕,符文密布,早已就屠灭了。 即便如此,也有尊者杀了进来,毁灭一座又一座大阵。 杀呀! 鲜血流淌,人影纷飞,宝树惊天。 轰! 高空中,一张珠网出现,晶莹璀,点缀日月星辰,轰隆隆鸣响,将一位入侵的尊者遮拢,而后开始炼化。 不好,一位天神留下的残阵复苏,开始炼化我等。 有人大叫,虽然攻进来了,但是却步步危机,这里毕竟是魔珠一族的祖地,法阵套着法阵,符文交织着符文,后手太多了。 当年这里发生过圣人大战还有神战,在那样的浩劫中都没有毁掉,自然有其过人之处。 虽然因为年久失修,一味法阵破损,但今日毕竟非是上古那些大能来攻,故此魔灵狐并未被灭掉道统。 老蜘蛛你敢,啊! 网中的尊者大叫,浑身发光,通体冒火光,他被那交织起来的天神残网罩住后,根本走脱不了,被迅速炼化,开始焚烧。 这,众人倒吸冷气。 这也太恐怖了,有尊者将要陨落。 噗! 一道火光腾起,那里爆发出一股滔天的波动,一味真正的尊者炸碎,化成神力火光,熊熊燃烧个不停。 这等级数的人物战死,影响甚大,让很多人都忌惮无比,魔灵狐果然不是一个善地,难以扫灭。 交出那具肉身。 有人呵吼。 虽然有强大的修士死掉了,但是人们依旧不退,有些人更加疯狂,鲜血不时溅起,魔灵狐损失惨重。 尊者来犯,且不是一股势力,注定要让此地血流成河,尽管有禁制守护,但是魔猪一族一损失惨重,照这样下去会被灭族。 虽然来的不是上古大能,但现在的魔灵狐也没有那个级数的高手坐镇了,出现颓势。 扑,扑。 头颅滚落,鲜血冲天,魔灵狐被血水染红,弟子死伤惨重,被不断诛杀。 当然,外界人也损失很大。 各种禁忌法阵出现,外界又有尊者陨落,可以说这一仗很惨烈的搏杀,杀出真火,很多人眼睛都红了。 天空中,珠网密布,都是最强大的符号组成的,若一挂又一挂星河悬在苍穹,震杀四方。 战斗越发的激烈,地上鲜血点点,浮尸众多。 轰。 一座悬空的古墊炸碎,预示着有强大的尊者闯到禁区中心。 在那高空上,有一座特别宏伟的中央天空,是魔灵狐最重要之地,所有的传承都在那里,而实意的肉身亦在此。 咦,不好,那个女子是谁,有人惊呼。 战场出现一个女子,迈步而行,那阵纹不能阻挡她的脚步,一步就是千百丈,穿行过流血的古地,来到禁区中央。 这个人是谁? 连尊者都惊异,转身观看,更是有人出手。 但是,这个女子很特别,缩地成寸,几个闪灭间,就避过了那些可怕的功法,没有宝树击中她。 众人心中凛然,这个女子绝对强大,不是一般的人物,若想在这里有收获,这肯定是一个境地。 她一身灰衣,大袖飘飘,遮住了傲人的身材,带着一股神秘气息。 仔细观看,她的衣服非常古老,属于上古的样式,在当今这个年代已经很少见。 一头发丝披散,遮住了她颖白的俏脸,难以看清真容,但是微风吹起,而后露出的小半容颜,也足以令人惊叹。 那是一张如梦似幻的仙言,虽非全貌,但可以料想,一定美丽到极致,也许只有月蝉仙子,魔女可以媲美。 风吹开她的绣发,匆匆一撇肩,见到那双瞳孔,带着朦胧的水雾,偶尔流转出一种岁月的力量,让人心颤。 他迈步时,看起来不是很快,但是每一步落下都是千百丈远,整片战场似乎一下子变小了,让人震撼。 这是缩地成寸,为上古大神通。 有人眯了眼睛。 一些尊者看出,这绝非近似的神通,也非夸张的形容,而是真正的缩地成寸大神通,在世间显化。 要知道,这种宝树运转到极致,快到难以想象,号称世间最快速度之一,足以与昆蓬急速并列。 轰。 一方大银落下,流动五色锐彩,垂落千条丝韬,这座宝印划成一座巨大的神月,笼罩高天,镇压向那个女子。 镇得印。 有人惊呼,这可是一种强大的宝具,在宝印中非常有名,在古代石翻天印,镇地印等赫赫有名,焦香灰印。 然而,那女子面对这大印压落,束手一样,掌心出现一个符号,直接托起那座宏伟的山月,将它震开。 轰的一声,五色大月飞起,垂落下的锐光照亮天空,脱离战场,竟被抛飞了。 虽飞上古的镇地印,但也是难得的法器,可却被荡开了。 这个女子好厉害,到底什么来历? 许多人眉毛直跳,这引起了尊者的重视。 是她。 魔灵狐的主人老魔珠,瞳孔急咒收缩,认出那个女子,因为曾得到过详细禀告。 石亿从上古圣院脱困而出时,魔灵狐的金珠尊者曾亲眼看到一个神秘女子跟着出来,根本就看不透。 只是后来那女子失踪,不知所向,连大金珠都没有看清她是怎样离开的,回到魔灵狐后画出了样子,告知这一切。 现在魔灵狐的主人见到,自然吃惊,她确信是那个女子来了,看样子神通惊事,难以揣测深浅。 轰。 神明法阵落下,尽管残缺,但是那珠网依旧很强大,让人难以抗衡,然而这个女子身子十分柔韧,做出几个不可思议的动作,从大网的缝隙间穿了过去。 那些上古法阵的符号以及纹落,才刚刚接近,就被她体表的一层柔和光辉推开,生生化解掉了。 女子一步迈出,灯临那悬在苍穹上的中央天宫前,踩着玉石阶,就要进古殿。 众人倒吸冷气,这女子太厉害了,如入无人之境,各方尊者来攻,虽然打进了魔灵湖,摧毁了很多宫阙,但现在还没有人能登上中央天宫。 而她刚一到来,就做出了这种举动,实在是可怕之极,横穿战场,避开上古大阵,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吃! 宝光飞舞,法器乱冲,天空几乎沸腾,不光是魔灵湖的人,还有一些尊者出手,镇压那个女子,不让她得手。 然而,她在天宫前,再次施展缩的成寸神通,一会而退一会而进,看得人眼花缭乱,踏出了大道轰鸣声。 天哪,她没有触动符文,直接进阵了,走入中央天宫内。 人们惊叹,她避过众人的功伐,那些神光与法器等全部轰在天宫上,大阵复活后,反击群雄。 拦住她。 魔灵湖的老蜘蛛大吼,许多人上前,中央天宫内大乱。 古镇复苏,更有阻气轰鸣,震动天地,这里即将成为一片截土。 然而,这个女子太快了,看似轻盈迈步,但是一步落下,仿佛已斗转星移,伤和变幻,她来到一个蒲团前。 那里有一个少年盘坐,皮肤晶莹,正是十亿,只不过没有了精神波动,闭着眸子,一动不动。 魔灵湖的主人亲自阻挡,但是却被女子一甩袍袖,若腾云驾雾般,横飞而起,落在了远处,惊得她目瞪口呆。 很显然对方修为比她强,就是不知道,真正达到了何等境界,这是一个看不透深浅的神秘女子。 她大袖一展,十亿从蒲团上消失,而后她转身就走,一步千百丈,离开天空,再一次迈步,则是树里之遥,横穿战场,第三步迈出,则出了山门。 众人的法器,还有神通一起落下,全部集中向她的身体,不想放走她。 这个女子没有理会,只管迈步,一身灰衣十分宽大,当她迈出第四步时,直接从众人眼前消失,所有宝具都击空。 第395章 十四岁的王 太快了,不可思议。 一群人震惊,这个女子到底什么来头,竟然横穿这样的战场,直接带走了十亿。 不光是魔灵狐的人发呆,就是那些尊者义无言。 魔灵狐的上古法阵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曾拦住这个女子的脚步,她如入无人之境,避过了所有杀伐符文。 外界的尊者不愤,他们一路赶来,开启大战,终是杀了进来,眼看就要成功,结果却被人劫走那无上宝体。 快追呀! 有人大叫。 这样太离谱了,众人杀到这部田地,血洒魔灵狐,浮尸众多,结果半路上杀出这样一个神秘女子,带走十亿的肉身,谁能甘心。 许多道身影追去,进入苍茫大荒中,可是人影渺然,到哪里去寻? 那个灰衣女子太快了。 她一步迈出,日月山河都倒转,非人力可及,大袖飘飘,转眼间就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大月无数,山峰此起彼伏,一些尊者驾驭宝具。 若一道道流光,在各大山脉中穿行,遍寻山川,却没有任何踪迹。 就这样没了,她离开魔灵狐,像是人间蒸发。 不是我们不够快,而是她太快了,除非学的昆蓬法,只有那少数几种神通可以比肩。 有人叹息。 那些赶来的尊者垂胸顿足,就这样被人摘了桃子,当真是不甘哪。 当然,若说谁最郁闷,非魔灵狐众人莫属,十亿原本就是他们种子,被寄予莫大的希望,即便战死了,肉身也该归他们才对。 可现在眼睁睁的看着那女子带走十亿肉身,根本拦不住。 一些人快气疯了,白白忙活一场,各方损失惨重,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真是欲哭无泪。 诸强寻觅,可是这片大荒什么都没有,那灰衣女子早已离尘而去,让众人无比的失落。 啊,有一位老尊者大吼,他命不久矣,想驳出一个未来,可却这般憋气。 那是双石中的大石啊,举世难寻的无上肉身,就这么没了。 另一位身体有暗急的老者握紧拳头。 可恨,该死。 魔灵狐内,该族的诅咒声不断,愤恨那些老尊者,也对那神秘女子无比仇视。 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众人都没有收获。 不久后,外界尊者退走,魔灵狐众人脸色铁青,差一点就被灭掉道统,却什么也没有得到,让他们情何以堪。 很快,这一战的结果传了出去,各地哗然,虚神界大战刚落幕,魔灵狐便遭劫,有这等尊者战发生,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很多人十分后悔,不曾赶到现场,没有见到魔灵狐一战,实在是一场遗憾。 荒域风波起伏,难以平静,因为这一系列事件太害人了,举世皆惊。 虚神界一战,双十分出胜负,震动世间,十亿战死,十号登临绝颠,成为荒域的唯一少年至尊。 什么是至尊,自然只有一个,无人可比。 现在纵然是纯血生灵也无法与之比肩,在那一战中,十号的表现称得上神人附体,足以横推同龄人,在荒域这一代人中难有对手。 大时已是,小时横空,水与争锋。 这是人们的凯叹。 不过若是跳出荒域呢? 人们不敢确定了,毕竟双十大战后又出现了敢挑战御史的人,将来必有一场大风波。 神级擂台将真正出现,各与天骄大碰撞的时代不远了。 月缠仙子,魔女十分惊艳,也必将开始登场,足以僻逆同代中人。 而后人们又想到,荒域将乱,心中更加难以平静,世间将其纷争,也许一段十分可怕的岁月要到来了。 但参考历史,在这种年代最易产生绝代强者,所谓乱世初天骄,正是如此。 外界纷纷扰扰,一片宣沸。 可惜了大时,不谈其品性,单是这等天资,就足以傲视古今,可却英年早逝,天度英才呀。 这些风波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剧烈,各大教门都在议论,几大谷国也都在谈论,只要有修士的地方,口中的话题必然离不开这些。 小时真是厉害的离谱,战前有几人看好他,认为他先天不足,会被大使斩掉,结果如何? 所有人都看走眼了。 我听说,不仅那神秘男子想收月缠仙子,还曾听闻,小时也想将补天骄的仙子扛回他那所谓的村子。 外界沸腾很多日,始终难以平静下来,可这一切暂时与十号无关了。 他回到了石村,精神进入肉身的刹那,呲牙咧嘴,通体剧痛,将须神界的伤痕真实带入了肉身内。 这种感觉很古怪,宛若肉身经历过那样一场大战,受损极为严重,他几乎当场昏厥过去。 尤其是回归后他有些放松,在大战时,他已接近枯竭,现在自然难以动弹一下,连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太棒了,小号胜了。 石村的人在欢呼,充满喜悦,发自内心的为他感到高兴。 不能睡。 十号咬牙,强提精神来,这一战十分凶险,他遇上了绝世大敌,差点陨落,但收获也是巨大的。 他让自己清醒,并取出的自昆蓬巢的那个蒲团,盘坐在上,开始认真回忆这一战的点点滴滴。 生死相拼,势均力敌,这种决战在平日根本遇不到,这是他出世以来最为艰难的一战,他要认真体会,慢慢感悟。 石村众人了解到十号的状况,停止庆祝,给他创造了一个宁静的环境,等他站起。 就这样,十号陷入到一种奇妙的状态,沉浸在一种深层次的领悟中,眉心不断发光,体表出现各种纹落。 偶尔他会醒来,取出猴儿酒饮上那么一杯,滋养起身,治疗伤体。 他伤得很重,在悟道中恢复起身,让自己处在一种奇异的复苏状态中,整整一个月,十号都悟道,而伤体也足足用了一个月才痊愈。 当最终醒来时,他站起身,发现明文静已经圆满,真正走到了尽头,实力再次提升一大截。 我悟道一个月,疗伤也用了一个月。 十号吃惊,这次大战伤了本源,损耗太大了。 不过这种生死大决战,蕴藏有大造化,他在这一个月的悟道中得到了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他日后的修行十分有益。 不说其他,单是一个月内从明文静后期提升到圆满静,这就是一个骇人修行速度,足以震动四方。 啊,昊书醒了。 一个小屁孩跑来,高兴的叫了起来。 太好了,小昊无恙,现在恢复了过来。 村内顿时热闹无比,所有族人都赶到进前,全都长出一口气,露出笑容。 我没事,让你们担忧了。 十号很开心,族人的关心,亲人的在乎,让他心头热乎乎。 这一场大战,震动荒域。 直到这一刻,十号才真正放松下来,族人都很高兴,就在夜晚中围着篝火庆祝。 各种野味或被烤熟,或被煮的烂透,香气诱人,还有猴耳酒的芬芳,飘出很远。 村中热热闹闹,十分的喜悦,宛若在过节一般。 十号在村中住了下来,没有离去,因为他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要体会神之印记,那几道光源被收在体内。 毫无疑问,这种东西十分逆天,十号为了更加稳妥的悟道,放下了一切,沉浸在当中,整个人都快与外界隔绝了。 这些印记真是得来的太及时了。 半个月后,十号自语,有了惊人的收获,这能促使他突破明文极境。 他现在处在明文圆满境,想要突破前人的路,白齿干头更进一步,还有什么比观魔诸神的印记更适合呢? 这些印记是残缺的,并不完整,极其深奥,在这个境界难以彻底领悟,但是这是一种参考,能悟透的部分,可以给他无尽的启迪。 原来是这样啊。 每日间他都有所收获,体内神西画顶,画炉,画中,不断的变幻,最终真正开始画昆蓬,他再次开始挑战过去不能完成的事。 这若是让外人看到,一定会惊吓一跳,连王侯中的经验者都没有几人可以触摸这种画神西为各种道夫的领域。 而现在十号居然再次升华,于体内推演,造化出昆蓬形的神西,虽然不多,但是却可以让他的攻击力急速提升。 日复一日,十号回到村中一晃就过去了大半年,他已已经十四岁多了,终是彻底突破极境,踏出了明文镜的范畴,超越固有的路。 他认真检验,发现战力的确飙升,让他自己都一阵吃惊,目前无论是对上谁,在明文镜内,他都有信心可以横推。 数日后,他通体发光,浑身灿烂,开始超越明文镜,因为没有必要再当个下去了,晋升下一个大境界中。 轰得一声巨响,他踏足进另一片天地中。 至此,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王侯,确切的说,他可以封亡了,一个十四岁的王,若是传出去,必将震惊天下。 不说古来仅有,但是绝对是奸罕见,在这个年龄就站在了这个高度,可以傲视同龄人。 第396章 烈阵 斑血、纵天、化灵、明文四个境界,对很多生灵来说就是全部了,因为即便他们用一声去追寻,也难以突破。 这像是四座大山,一山比一山高,越是向前走,道路越艰难,犹如一条刻在崖壁上的小路,难于上青天。 特别是人族,修行十分不易,若非古代仙民斩荆棘,模仿他族原始符文,很可能都没有现在的路。 显然,这条路充满险阻,那是用血与汉铸成的,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开拓,终是有越来越宽阔。 对于人族修士来说,四大境几乎代表了全部,想要突破这个范畴谈何容易,用一声去冲击,也只是在路上。 十四岁,破进第五大境界,这时何其不可思议,最起码在人族中已算是壮举,传出去会震撼天下。 列阵,一个极其玄傲的大境界,能够走到这一步,大多人都已青春不在,年华流逝,哪还有什么少年。 十号站在一座高峰上,眺望无垠的大地,山脉聪裕,重鸾蝶杖,这山河十分壮阔,但是却难以阻挡他的思绪。 终于再次进阶,而今在荒域中,他绝对算是一个强者,无论在哪一族中都如是。 十四岁封王,名副其实的少年至尊,没有一点水分,放眼大慌,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 名文静后期,个别佼佼者便可成就王侯,十号脱离这一境,步入更高的层次,自然可去掉侯字,真正封王。 列阵,这一境界很特别,十分繁复奥妙,每一个人最终所获都不相同,真正明悟透彻者,才能崛起。 十号自语,越是了解,越觉得修行不易,踏入这一境界后,他深刻体会到了前路的艰难。 如果说名文静是模仿其他种族,在体内刻下符纹,并可以初步推研法,那么列阵就是更高层次的进化,真正的利用起这些纹络。 列阵,便是在体内刻阵,那是什么概念? 与前一个境界的战斗力对比的话,无疑是飙升。 真敢在体内刻下繁复大阵的生灵并没有多少,所进行的皆是种族传承,使故有的安全法阵,缺少逆天级的独创。 列阵,这一境界是一个分水岭,不少人仅是刻下一些简单的宝术法阵,就算成功了。 只有极少数一部分人在此境升华,组合出无尽杀法阵。 到了那个时候,战斗力将是天地之差。 故此,同在列阵境,最终的尽头,差距十分巨大。 有神说,真正懂列阵的生灵不多,什么才是列阵? 那是一种开创,一项壮举,绝非简单的在体内刻阵。 十号轻语,认真思量。 随后,他跃下山峰,向石村走去,刚突破列阵境,他并未急匆匆的去修行,而是很放松。 号叔,你回来了。 一个还在流鼻涕的小孩子屁颠屁颠的跑来,现在十号绝对是村中孩子最喜欢的人。 因为,他可以带着一群小家伙漫山遍野的跑,进入大荒深处,去掏凶琴的窝,去捉一种的幼崽。 咫咫。 墙头上,一只紫色的小松鼠叫个不停,眉心声有一只竖眼。 荒。 不远处,三只闪电全化成金光,快速跑来,虽然才只有半米长,但速度惊人,缭绕着电虎。 半空中,更是传来秦鸣音,赤羽鹤扑拢着翅膀,还不会飞行,从支刹上向下滑行而来,缭绕霞光。 大半年前,十号曾带着一群孩子进山,带回来这些一种,都成长得不错。 可以想象,将来真有可能会出现一只凶琴猛兽军团。 号叔,我们啥时候在进山呢? 有孩子问道,特别想去大荒中转悠,对于他们来说,那些神秘的兄弟,有太多诱惑。 不仅有老药与灵果采摘,还可能会得到一些凶兽幼崽。 你们抓紧时间修行,谁进不快,我就带谁进山。 十号笑着说道。 他为一些孩子讲解修行之法,认真指点大半日,直到吃饭时,这群活泼的小家伙才散去。 空中,传来秦鸣声,几只庞大的凶琴降落,带着强烈的刚风,正是大鹏,紫云,小青,是青林英的后代,不过他们早已变异,血脉强大。 能有这种变化与柳神分不开,三头一秦自幼就生活在柳树下,越发的神异,开启了祖先的血脉传承。 紫云,你们要记得仔细,我教你们一些东西。 十号说道。 三头一秦也算是长大了,本领颇强,但是十号却认为,他们还是没有得到太古摩擒青天鹏的终极传承,要为他们补法。 他最初的宝树就是从三头幼鸟身上得到的,受到了莫大的启发,现在该报答他们了。 青天鹏与金翅大鹏一般,属于昆鹏后代中最强悍的存在,十号现在拥有昆鹏法,自可以剥离出适合紫云他们的法。 这是祖先的法,紫云他们发呆,而后无比的激动,尽管血脉复苏,但传承只剩下碎片,早已不全,可现在却见到了这种惊世的东西。 一连数日,十号不断讲解,将剥离出的魔琴传承分解,一一烙引进他们的心中,让他们慢慢去领悟。 最后,青林鹏大神也回来了,认真聆听,感悟颇深,开始闭关。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十号一边自己修行,一边为孩子们讲道,并且将从外界带回来的宝具等分给了族人。 滋滋。 一道金光窜来,毛球回归,此外还有大红鸟与二秃子。 这三人组神出鬼没,能见到他们真的很不易,因为整日扎在大荒中,在寻找至尊神藏。 十号想起了一件事,热切的盯着毛球,自从在火足组的小红鸟那里得熄,山宝落入朱雁的手中,他心头一直火热。 毛球,你将山宝放在了哪里? 他眼神热辣辣,观察毛球体内的状况,结果发下这家伙破碎的纹落再生了一些,可却并没有其他东西。 毛球很好奇,表示不解。 最后,十号带着他,再进那十万里寂静地,当年寸草不生,一片枯寂,而今早已草木丰盛,再现生机。 这是一个干涸的大湖,至今都没有水泽,十号顺利回到这里,仔细寻找。 湖底有个窟窿。 当年毛球就是被埋在这里,十号刚一来到这里就大吃一惊,因为有人在此翻找过。 湖底干硬的泥层被掘开了,痕迹明显,地层深处都被掏空了。 毛球嘶嘶大叫,而后猛力抓自己的毛发,像是想起了什么,传出神念,道,我有东西藏在这里,不见了。 坏了,被人截足先登。 十号心头一沉。 吼,毛球发怒,虽然只有拳头大,但是散发出一股十分强烈的波动,金色毛发倒数,火眼金睛,射出两道光束。 最为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生出了三头六臂,体内骨骼伸展,想个不停。 啊,毛球大叫,怒不可遏。 十号发呆,而后露出喜色,毛球要恢复了吗,竟展露出这种大神通,仔细凝望,他体内破碎的符纹修复了一片。 朱燕宝树,三头六臂神通。 在这里没有什么收获,十号回到了石村,仔细研究毛球,他依旧没有记起过去,但是战力却飙升了一截。 毛球,教我宝树。 十号并未因山宝的事影响到心情,反而很期待。 不错,朱燕的体术绝对是最顶级的法门。 六神开口。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十号认真揣摩,仔细钻研,将毛球那片恢复过来的符纹剂在心中,开始参悟。 不说其他,单只三头六臂这一神通出世,就足以震动荒域,这一宝树十分强大,当年上古大能都十分眼红。 可惜,毛球终究是没有复原,十号只得到了部分朱燕法,但仅这部分而已,就比太古一种的宝树强很多。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十号认真修行,在石村中常驻,偶尔会带着孩子们进山,去采摘宝药,进行狩猎。 在此期间,他修成了朱燕法,又多了一门神通。 毛球,我早晚帮你复原,让你再现全部神威。 十号说道。 时间流逝,转眼间又过了两个月,十号快十五岁了,夯实了根基,实力稳中有生,所得的几种神通都被推演到极致。 号书,这是什么拳法? 一个小屁孩问道。 闪电拳。 十号答道,为他们讲解,认真传道,这是从闪电拳体内摸索出的符文,传授给了孩子们。 可惜,这种法对他用处不大,最后被融合进酸泥宝树中,增强了一些闪电威能。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神通,被他融合,增强自己的所掌握的几种重要宝树的威能。 村头,柳树粗大,八十一根柳条发光,绿莹莹,垂落下来,很是朦胧,并有混沌气流转。 在树下,十号盘坐,他闭着眸子,神游太虚,在研究一张兽皮。 那是在虚神界得到的东西,上面不仅有圣人建议,还有一个密封的小世界,他想开启,研究个透彻。 忽然,柳树摇动,散发出的混沌气更浓了,一下子笼罩了此地,并且传音。 荒域大乱不远矣。 什么? 十号睁开眼睛,他最近一直盘坐树下,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突然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这一天终于要来了吗? 第397章 一株草斩星辰 自数年前,他就已经知道,荒域将要动乱,现在终于要开始了吗? 柳树清脆,主干上的焦黑全都不见了,八十一根绿莹莹的柳条垂落,弥漫混沌气,有一种莫名的大道气象。 柳神,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 十号问道 随时会发生,最迟不过一年。 柳神平静达道,高大树体聪裕,绿霞如光,充满勃勃生机。 十号倒吸冷气,以前觉得很慢,现在动乱突然要到来,让他很不适应与吃惊,这意味着要死很多人。 他沉默片刻,而后认真想柳神请教,谈了很长时间。 自这一日后,十号开始更加认真修行,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几种宝树都被他推演到了极近。 他又另辟他土。 盘坐在柳树下,沐浴在一种朦胧光辉中,十号悟道,参悟那张兽皮,几次努力,百般揣摩,那种剑意直指其心海。 好强大的剑意。 十号没有能开启兽皮中的小世界,他便静下心来,一步一步研究,琢磨这种圣人剑意。 难怪这剑意在同境界时可以对抗他,开创者精彩绝艳,绝对是上古大能,神威阵势,这剑意包含了太多,宏大而深奥。 十号在这里推演,越发觉得心惊,隐约间,他看到天地开河的景象,这么气魄惊人的传承果然罕见。 这是什么剑法? 他心头震动,他觉得那个丢失兽皮的尊者一定后悔死了,这是一宗不是传承。 十号明雾,越发专心,沉浸在精神世界中,一遍又一遍的推演,最后天与地呈现,当中有蒙蒙云雾流转。 分明是剑意,最终却显化一片乾坤,这天与地像是才刚刚分开,故此很模糊与昏暗。 吃。 接下来,一道粗大的剑气自地面冲起,没入云雾中,贯穿高天,这是通天的剑气,乱天动地。 好强,贯穿天上地下,这是极致的体现吗,若是斩在生灵身上会如何,威力无穷啊。 十号清语 不说其他,单在虚神界一战,得到这种兽皮就值了,超出十号的想象,这是一种罕见的杀伐传承。 十号认真推演,不断的琢磨,要参悟各透彻,逐渐入迷了,这是宝术,截取各家功法手段,容炼一炉,开创自己的法。 剑阵 当体会到后来,十号心惊,这绝对是上古大能开创的,他看到了多种宝树的痕迹,采集最破人的符文,留合在一起。 我终究还是小看这剑意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啊。 尤其是,他现在身处猎阵境界,若是在体内克阵的话,这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甚至十号认为,他的十大洞天可以为此剑意留下一个,用以滋养。 十号沉浸当中,不可自拔,数十日后,他进一步理解,这剑意再变,无形中化生出新的符文与傲义。 还是蒙蒙天地,像是刚分开,缭绕迷雾,但是当中却出现了星辰,一颗又一颗,此外还有天日悬挂。 朦胧间,一株草从地上拔起,绽放符文,催发出通天剑气,斩向那些日月星辰。 这时,十号心惊,双瞳收缩,而后爆射金光,仔细地盯着,生怕错过什么。 在剑气横空之时,一些大星颤动,被剑意划过,几乎要速速坠落下来,这是何等惊人的场面。 随后,剑意再演,那株草拔地而上,一击之下,穿过一颗大星,将它剖开,神秘符号绽放,弥漫天空。 这是一种极尽演化,还是理论上能达到的境地。 十号吃惊的自语,心头砰砰跳个不停。 最后,所有剑气都消失,那天的分开,云雾消散,兽皮开始暗淡,符纹凝聚向一起,化成一株草。 什么都消失了,最终在兽皮上只留下一株草的痕迹,符号闪烁。 逐渐归于暗淡。 一株草,由它衍生的剑意。 十号惊疑不定。 最后,它又认真研究,在那株草上看到了一行字,不由的大受振动,上古剑意的主人,是一株草。 一株草也可展日月星辰,这一刻,十号气静无声,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大受触动。 这位上古大能的本体居然是一株草,但是道法高深,达到了不可思议之境,令十号顿悟,陷入到一种奇妙的境地中。 它就这样枯作,如同一座泥胎,对此时村众人早已习惯,并无人来柳树下打扰,任它自己修行与悟道。 一晃就过去了大半个月,十号终于慢慢复苏,而后十口洞天其限,闪烁霞光,流动出蒙蒙瑞彩。 尤其是,在其中一口内,符号密密麻麻,最终凝聚成一株草,在那里沉浮,洞天仰灵,而今多了一株草。 此外,在它的血肉中,它在克阵,不断演化,可展日月星辰的符号与剑翼,如同草叶般,在血肉中诞生。 最后,这剑阵开始缩小,化成一粒光点,随着十号呼吸而喷勃霞光,在血液中流动。 十号比较满意,在猎阵这一境界中修行,就是要克阵,创阵,现在它直接掌握这样一组杀阵,实力大涨。 显然,这一是一种修行,在这条路上,它在前行。 十号掌握这种建议后,越是体会越发觉的博大精深,用心去揣摩,虽然是一株草的原始符文,但是它却觉得了不得。 纯血生灵的传承也不见得能达到这种高度,也许可展它们。 最后,十号再次尝试开启小世界,轰隆一声,掀开一道缝隙,当中朦胧,它再次看到六道两个字。 可惜,终究是没有能真正打开。 柳神,这是什么? 十号请教,在树下误道,它可以随时向柳神询问。 这张兽皮好生收藏,境界达到后,它会自动开启。 柳神回答。 一时间,十号想到了很多,在这张兽皮上记载了一株草的法,而内部则自成一个小世界,绝对惊人。 十号继续修行,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巩固,最后站起身来。 这个时候,他想到柳神曾说要传他法,只是因为觉得他境界还不足,现在依旧没有提及,他便也没有问。 时间流逝,十号已经十五岁,他在村中修行了一年多,觉得该出去走动走动了,总是闭关也不好。 修行,讲究一颗心要平静,太过执拗与刻意,往往欲速不达,道法自然,很多人都懂,但有时却忽略。 现在还能出去走动吗? 十号担忧,这一遇将乱,他这一走,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呢? 去吧,域外的生灵来了,多出去走一走,跟人切磋,还是有好处的。 柳神说道,并且告诉他,一旦动乱发生,真要波及到他,可以取出那段经营的柳条,能瞬间回到石村。 当年,在去北海前,柳神曾给他一段柳条,至今还碧绿如玉,保存在身边,在昆蓬潮时未曾用到。 十号离开石村,这一次他带上了大红鸟,承若为他找师尊,将小红送给石村的那根赤鱼送给了他。 真的假的,火足技灵,豆丁大,能教我吗? 这一路上,大红鸟叽叽歪歪,磨叽个不停,因为他很激动。 朱雀的后代,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的师父,光想一想就让咧嘴傻笑个不停。 小子,你要做什么? 半途中,大红鸟惨叫,十号将一种特别的黑色颜料泼了他一身,让他通体乌黑,一身赤匣都眼俱了。 转眼间,他化成一只乌鸦,载着十号飞过大荒石,一些生灵大叫晦气。 真倒霉,看见了乌鸦精。 被孕哪,怎么看见了这样一只丧门星? 大红鸟鼻子差点气歪,不情不愿,载着十号飞出这片浩大的山脉,进入有城镇的地狱。 一个月后,大红鸟载着十号来到火国皇都,在此期间,他们一直在飞行,可见距离多么的远,大地浩瀚。 距离那座都城很还远时,他们就降落了,大红鸟很自觉的缩小,站在十号的尖头上。 连大红鸟都通体漆黑了,十号自然也变换了容貌,因为虚神界一战,震动天下,他的名至今还在流传。 特别是,他斩了几位尊者,若是大摇大摆的进城,被人知道后,容易引发乱子,最起码会有不少人围观。 毛球的宝数真不错。 十号顺利进城,守城门的战将只扫了一眼,并未在他身上过多的停留。 七十二变这种法,正骨朔金,可惜现在十号只得到了部分传承。 主街上车水马龙,到处都是人,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叫买叫卖声不绝于耳,滚滚红尘气迎面扑来。 从宁静的石村进入繁华巨城,感受截然不同,迫有一股从出世到入世的转变。 火国皇都很大,为荒域最大的城池之一,各种生灵都能见到。 十号惊讶,刚一到来就发现了一些高手,而且都很年轻。 什么族的都有。 那是什么种族,我怎么没见过? 大红鸟缩小后,站在十号的肩头,盯着几个背上洁白羽翼的少女,眼中放肥光。 十号也有点疑惑,那不像是一般的羽族,因为他们的头上还有神环,很特别,都很漂亮。 除此之外,他们又陆续见到一些种族,都不认识,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些都是域外的年轻强者。 双十大战,震惊天下,连域外的修士都知晓了,一些少年强者被吸引而来。 有人说道,域外的大教,已经在准备,要进军荒域。 当年一战,小时傲视天下,令域外一些同龄人不服,寻到了这里。 很快,十号就听到了一些传闻,不少人都知道他与火族公主关系莫逆,域外来的年轻强者想通过这条图经寻到他。 众同威震上鼓,结果在这一世却被斩落,风波席卷到了域外。 我就不信,那个十号真的那么厉害。 有域外生灵在走一起,谈论着,有些人十分自负。 十号听闻,神色平静。 双十真的那么厉害吗? 我倒是想看一看,亲眼目睹这等人物的风采。 一个少女轻语,十分的美丽,燕光晃的人睁不开双眼,在其旁边陪着几位年轻的强者。 咦,那玄狱十美中的一位。 远处,有人盯住少女,发出惊呼声。 双十很厉害嘛,我看不过如此,很希望能遇到。 另一批人走来。 小时横空,水雨争锋。 真要是遇到,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有人叹道。 城中,来了不少域外修士,都很强。 可惜,自那一战过后,小时一直不出,有人说他被虚神界的御主镇压了,也有人说他与大石一战后,已经半废,难以再现。 不知哪些消息为真。 十号亚裔,都过去一年多了,还有这么多人在谈论他。 我可以等,倒要看一看所谓的小时如何,真敢出现,我自然要去掂量一番,看他到底有几斤几两。 有人冷笑。 谁也不知道,一个年岁小的不像话的王,此时已站在他们不远处,进入了这座宏伟的黄兜中。 第三百九十八章 祭灵神术 火国都城十分巨大,战地广袤,存世悠久,从上古年间一直到现在宝经岁月洗礼,始终矗立不到。 真是可惜啊,我等来了多日,根本就没有见到一位出色的人族强者。 所谓双十大战,是真实的吗,不然何以连一个接近他们的人都没有。 有一些人怀疑,他们来自狱外,进入这座巨城有段时日了,结果并未看到一个惊艳的年轻强者。 也不能这么说,火国的公主很不简单,她似乎有朱雀血,是持续的蜕变中,我也曾见过她几次,每一次见她都比上一次强盛一劫,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街上,这些人只是短暂停住,彼此认识,交谈了片刻,就离开了。 人来人往,行人穿流不息,这座磅礴的古城非常的繁华,人口也不知道有多少万,热热闹闹,走在主街上,行人磨肩擦肿。 当然,最为令人惊讶的是,各族生灵皆有,有些更是叫上不上族类,从未见到过。 十号看到好几个种族,长相怪异,从未听说过,但是路上的行人却不敢指点与议论。 显然,这样的生灵很强,对于酒居这里的百姓来说,知道或从口出这种事。 街道两旁店铺很多,很多都是老字号,不乏丹耀阁,冰宝斋这样的店面,有很多修饰进出,生意很好。 十号很放松,四处转悠,他在大山中待了一年多,可以说十分的宁静,甚至有点冷清,现在突然进入这红尘世界,觉得颇为舒坦。 厌倦了红尘喧嚣,进入世外桃源是一种享受。 可在宁静之地待得久了,来到这繁华都城,却也有一种别样的感悟。 十号自语,心中触动颇深,一时间竟有些发症。 他联想到了修行,闭关的苦修士与逍遥红尘中的奇人,选择了两种人生,也是如此。 好大一株树。 十号吃惊,当来到这座古城东部区域后,他看到一株耸入高空中的古树,实在巨大。 他通体火红,蒸腾起赤霞,无论是枝叉还是叶子都是红色的,树冠若晴天大散,他耸立在城中,显得很特别。 这是什么树? 那主干直径足有数十米,老皮一片又一片的张开,显得十分的古老,巨大树体占据了很大的一片区域。 这树比伤还高,若是一般的城池根本容纳不下它,还好火国皇都足够广袤,能装得下很多巨月,故此不受其影响。 这是火神术,当年也是火国祭灵之一啊。 有人在议论,显然不止十号一个人在京邑,很多刚来这座城池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这里俨然成为了一处风景圣地,但凡来火国的人都要来此一关,不然算是一种遗憾。 这树树在上古年间就存在,一直生长到今日,可惜神火熄灭,神石枯竭,再也没有了大神通。 有人说道。 这曾经是一株祭灵神术。 十号文言后,眸光灿灿,这也太惊人了,他仔细地盯着。 这树的确巨大无边,古老的不像样子,按理来说成长到这一步,漫长岁月过去,它便是神火熄灭,也能再次成精了,不可能是樊树。 可是现在看来,它并未有神圣波动,没有那种气息。 这些人的议论非虚言,它曾经成神,后来神火熄灭,化为了普通的树。 十号相当感兴趣,向人请教,了解详情。 上古年间,诸圣争霸,神人大战,那是一段辉煌的岁月,也是一片混乱的天地。 强人被出,天骄横空,几大谷国就是在那个时代初聚雏形。 这诸树与一头诸雀同出自火国祖地,他们实力相近,都是得道德神明,强悍无比,超越众生。 火族开国时,他陪同火族圣皇征战四方,立下天大的功劳。 可惜,在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遭劫,神火被击毁,跌落下神坛,朱雀与圣皇是他的故友,将他植根火族都城,以大法让他活了下来。 他虽然活了下来,但是曾经的意志,神火等消散了,成为了一株繁树。 之所以能活这么久远,是因为当年等的不老权的滋润,但再也无法点燃神火,甚至不能生出道形了。 很多人都在议论,颇为感慨,一个见证了上古辉煌的神明,最终落得这个下场。 嗯,你们只说了一种传闻,并非全部,还有一则传说,不过没多少人相信。 一个老者走来,这样说道。 还有什么传闻? 有人露出一色。 据传,这株树并非彻底熄灭神火,而是在涅槃。 老者道。 什么,许多人闻言,都几乎呆住了,这要是在涅槃的话,得多么恐怖,简直无法想象。 要知道,这可是从上古持续到现在呀,若为真,这个世间还有谁是此数的对手。 最起码,上古神圣不出,当时绝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你们以为域外一些大教进入火国,来找皇族合作徒的是什么? 听闻就是有些忌惮这个传说。 不可能。 很多人都不相信。 只要住在火国都城的开国元勋的后代都听到过这样的传闻,只是到现在没多少人在意咯。 老者背着手,摇头离去。 的确有这样的传闻,以前也听到过一些老者在这里谈论。 旁边有人说道,并道出了更为详实的消息。 据传,举国统计,沐浴神火的不仅有祭灵,还有火皇,更有一部分神力被导入此地,滋养这株古树。 走咯,登天雀,去喝杯茶,吃些东西。 有人道,招呼自己的同伴。 天空上,有许多座悬浮的殿宇,都十分宏大,离地面很高,全都围绕着这株古树。 我有些相信了,那个老者所说不见得太离谱。 因为每次登上这里的殿宇,我总觉得对悟道有好处。 听着这些人的议论,十号心头一动,仰望那些宏大的宫殿,露出异色,他要上去看一看。 不过,真当登临此地时,他被吓了一跳,价格离谱,就是想喝杯茶,都得让一般的人破产。 凡人根本上不来,无法飞上天空,这些是真正的穷楼玉宇,建造在空中,有凡傲的法阵守护,使他们不坠落。 电宇散发晶莹光泽,周围缭绕云雾,一座又一座,当真像是一片浩大的神庭般。 十号踏着玉石台阶,进入一座最恢红的电宇中,付出高昂价格,来到里面,见识到了如何的不凡。 能够出入的自然都是修士,而且身份不一般,不然这价格也太贵了,足以让一般的修行者望而却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俨然成为了十国皇都修士的聚集地,到了这片穷楼玉宇后,十号见到了更多的玉外生灵。 很快,他就觉得花费不冤,也算值了,因为听到他们的谈论,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消息。 尊者现在几乎看不见了,朝不保夕,形势有点危急,现在都隐服了起来。 这样的消息让十号眉头跳了又跳,算是好消息,没有那个等阶的人跳出来,他就是亮出真身也没什么。 神圣不如草芥,这是玉外大教透过来的消息,看来修位越高在这次大劫中受到的影响越大,你我应该无视吧。 嗯,应该是真的吧,连玉外大教的尊者都想方设法的退走了,但他们的年轻子弟却留下了,变天之日不原意。 十号选在临窗的一个位置,正好可以看到那株那巨大的古树,他在这里尝试修行,发觉果然会容易一些。 十号住了下来,每日都会增上这里的穷楼玉宇,而后在此修行,与红尘喧嚣中悟道,这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对此,大红鸟富匪,每日都烟烟欲睡,不情愿地陪伴在旁。 咦,不对呀,好恐怖。 数日后,他有了惊人的发现,那是因为取出那个德自火族圣皇宫的朱雀真语时,体悟到了一种晦涩的大道古意。 若是没有这根真语,他就是用心去感应,也不会有所获,可手持赤红宝语,他仿佛听到了巨大的心跳声。 这株古术不一般,成就了大道气韵,有一种巨大的生命力量,只不过外人难有觉察。 这个时候,连几批玉外的生灵进入这座穷楼,在谈论他,都被十号忽略了,没有去理会。 他急匆匆,要了一个雅间,而后以上古神人留下的那颗重铜,凝视那株巨树,结果令他失望,没有看透。 最后,当他在再次手持朱雀真语时,才有了转变。 十号吃惊,看到了树体中一些模糊的景象。 光有重铜都不行,竟然还需要朱雀一族的圣物,如此才能有发现。 一对朱雀赤做成的门户。 十号心中震撼,使朱雀的羽赤,处在树根内,流动柔和光辉。 除此之外,朱雀与赤门户后方,还有一口黄金棺,堵住了一个洞口。 十号竭尽所能,眼睛生疼,几乎要躺血了,终于看清黄金棺中有个男子,一动不动。 他当即一颤,心脏砰砰跳得十分剧烈。 这男子太不一般了,气象惊人,而且竟与火族组的圣皇宫中见到一座残破石像相似,火灵儿曾告诉过他,那是上古的火族圣皇。 黄金棺堵着一个洞,那里面有什么? 十号心中一颤,不曾想发现这样一个大秘。 第三百九十九章 玉外生灵会 曾经的火族纪灵神术扎根在此,根部有一对朱雀斥,化成门户,内部有上古圣皇的黄金棺,堵着一个洞口。 这等景象怎不惊人? 十号背后出了一些冷汗,觉得无意中窥破了一桩大秘。 火国很不一般,据传几个无上大叫让弟子进入过火国祖地,想是在寻找什么? 难道是成就真神的秘密? 即便有的话,多半也不在那祖地了。 一些域外的年轻强者在议论,并不忌惮什么。 十号心头一动,这些人的话语靠谱吗? 又有一些人进入穷楼玉宇中,坐了下来,也谈起类似的话题,但所说却截然不同。 我看,几个大叫是在找大劫的源头,也许就起始于这火国也说不定。 这些话语令人不解,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说清楚大劫的真意,究竟是为什么会发生。 十号深呼吸一口气,做最终的尝试,他想望穿黄金冠,看透那洞口内有什么。 他全力催动,那只神人眼睛发光,而后化成道文,与他相合在一起,一下子望穿了虚空。 不仅是神人眼睛颤动,就是十号自己的眼睛也生疼,向外躺穴,他将神力运转到极近,非常想看到洞内的真相。 终于,他模糊的看到了,黄金冠的后方,那股洞深不可测,像是连接着一个古老的世界。 雾矮朦胧,他似乎看到了一地的尸体,有很多残破兵器,仿佛是一个浩大的上古战场,灰暗无比。 不过转眼间那些东西就隐去了,有圣洁光辉汹涌,游若在昆蓬朝旁看到了那道光门,流转神秘力量。 咦,千千郡主来了,玄玉十美之一,在年轻一代中名气很大。 有人低语,眼神热切。 十号已经结束探秘,向外望去,看到了那个女子,正是刚进火国皇都时见到的那个很美的玉外生灵。 她显然不是人族,眉心有菱形印记,除此之外,头上还有一对玉角。 壮若龙脚,很短,在发丝间流动光辉,平添了一股异样的美感。 除此之外,她与人族没有什么区别,身材高挑,长得很柔美,不过偶尔眸子间也会射出犀利的光。 玄玉 十号眼中闪过一道金光,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父母就是去了玄玉,最后祖父也追寻而去。 她很想知道那一玉的情况,只不过此前来的生灵很少有这一玉的,不止一玉的修饰进入荒域中。 千千郡主周围跟着一些人,实力都很强,显然都是该玉的佼佼者,他们选了一个桌位,聚在一起。 千千郡主,听闻你那天才堂兄学艺有成,已经自西方叫下山归来,他没有来荒域吗?依照他的性格,听闻双十大战后,一定会来呀。 不少人都心中一领,那个疯子虽然败在西方叫门下,但是根本不像是该叫众人。 每次下山,他都四处挑战,火气十足,不说见谁咬谁也差不多,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人物。 据传,他修成了金刚不坏身,走的是肉身成圣路线,挥震玄域,一直是横推敌手,难以遭遇一败。 西方叫,又名西天叫,羽补天叫,节天叫等并列,号称不朽的道统,横跨树域。 金刚不坏身是他们阵教神功之一,能得到这种传承的人都了不得。 我想他应该来了吧。 千千说道,绣发披散,额眉很淡,露齿一笑,如鲜花绽放。 很多人听到后心中都是一阵,显然玄域中的人都知道那个疯子的厉害,最不想碰到的就是他。 玄域,一个绝对超凡的大狱,不仅江土浩瀚,更是人节地灵,丁才辈出,西天礁的根基就在那一狱。 一个疯子而已,也只能在玄域逞凶。 有人说道,声音很冷,顿时令这里安静了不少。 居然有人这般说话,并不在乎那个疯子,想来肯定实力超凡,所有人都像一张玉石桌看去,那里坐着一个人。 他长相普通,并无特别气质,很像人族,但绝不是,因为他背后生有一对洁白的羽翅,头上还有一个光环缭绕。 羽族黄血强者 有人倒吸冷气,这可是羽族中极其罕见的人物,非常少见,超越王血,若是成长到最后,可能会成为该族之主。 他来自每一域。 很多人都在猜测,因为羽族着实是一个大族,遍布各大域内,真要能联合在一起实力吓人。 玄域的人向那边望去,盯着他,谦谦郡主身旁的人皆神色不善,气氛有点紧张。 砰! 就在这时,殿门被人重重的踹开,有几位生灵进来,面色阴沉,似乎很不高兴。 咦,这是红玉的生灵,看他们的样子,肯定是又去火皇宫拜访那位公主,结果再次吃了闭门羹。 有人低语,因为这种情况不止发生一次了。 最近,火族的火灵儿不胜其烦,总有人想通过他寻找到双十大战中的小时,最后他不得不闭门不见。 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人族的一个公主吗? 架子真大,荒域要完了,我看他还能傲气到几时。 这几个生灵神色阴郁,很是愤懑,他们不是人族,但却化成了人形,动怒时面部浮现阵阵黑气。 荒域完了,以后火国不复存在,到时候所谓的公主也不过是一根草。 他们很生气,话语分寒,有阵阵杀气透出。 有人认出,这几人是红玉黑云族的强者,相传是魔土中的黑云所化,修成人形,一个个都很诡异与强大。 提到红玉,所有人都会想到那处黑云魔土,曾诞生过一位无敌强者,征伐晋玄域,大战西天礁的老教主。 遍寻古今,能有几人敢和西方教,也就是那只猴子,还有无尽岁月前的黑云族至尊等少数几人,胆大包天,敢杀上西天教。 几位男不成还想挑战小时不成。 有人问道,盯着黑云族的几位强者。 哼。 黑云族一位强者冷哼,道,我们不想,但我族有人想召见他。 众人露出异色,早已听闻黑云族日渐强盛,近年来出了几位了不得的天才,多半是那几人想看一看小时究竟如何吧。 这些域外的生灵也太强势了,对我荒域很不敬。 有人低语,这里自然有不少人族的强者。 荒域,也就是有些太古神山的水很深,但是在这场大劫中多半都要关闭山门,至于这里的人族,还真是弱呀。 玄域的一个生灵摇头。 不少人附和,其中不乏域外的人族。 这里的人族若是有月禅仙子,魔女那样的人物,自然不会被轻视,目前只有一个小时,却生死不知,难道真的在决战中被废,就此难限世间了。 无论是大时还是小时,若是活着,只要出现一个,一个指头就能碾压你们全部。 有人低语,话语忽左忽右,让人分辨不清,难以察觉到是谁所说。 十号哑然,这绝不是他在自夸,等他集中精神,想探查时,声音已经止住了。 真嚣张啊,竟然在我等面前卖弄,有本时出来一战。 当即就有一名域外年轻强者站了起来。 恰巧这个时候,十号正好走出雅间,他并不是针对此人,而是想去谦谦郡主那里请教玄玉的情况,看一看能否探出一些关于他父母的消息。 不过,看在这个生灵的眼中,十号这就等若是一种挑衅了,他刚说完而已,就有人起身,并走来,好像接招似的。 好,你有种,还真敢站出来,想与我决战吗? 这个生灵杀气腾腾,面目阴森。 你灵绝不咋地,那不是我说的,你找错人了。 十号瞥了他一眼,这般说道。 众人无言,这个人族小子看似大咧咧,但这何尝不是一种轻视,在取笑这个域外强者无感不敏锐吗? 你,嚣张。 这名域外生灵,头上生有一对火红的牛角,即便化行了,也还有这等鲜明的种族特征,可以确认,他属于火牛一脉,连脾气都符合,很暴躁。 十号自然是懒得理会他,大步向着谦谦郡主走去。 你给我站住。 火牛一族的年轻强者阴沉着脸,一把向十号尖头抓去。 找抽吧,十号尖头上,正在打瞌睡的大红鸟睁开眼睛,现在通体乌黑,像是乌鸦,他见那只手掌落下,怒睁眸子。 轰的一声,一对巨大的羽翅探出,劈啪两声脆响,大红鸟直接给了火牛族这位强者两记耳光,特别的响亮。 所有人都呆住了,一只乌鸦而已,居然这么强势,抽了域外生灵两个大嘴巴。 别惹我,不然也抽不死你。 大红鸟嚣张的说道,心中砰砰直跳,没有想到二秃子交给他的几手绝活,这么的精准,一达一个准,对方躲避不过。 你,该死。 火牛一族的强者要上前,气到浑身颤抖。 啪。 大红鸟相当的干脆,一只翅膀挥出,无影无形,将火牛一族的强者抽飞,打出了电雨,大嘴巴特别响亮。 二秃子这么厉害。 临出发前,才教了我几招,早知道一定将他榨干。 大红鸟后悔不迭,这是出石村前二秃子叫他的小神通。 域外这些生灵很震惊,这个人谁,连养的一只鸟都如此厉害,他自己得多强。 别惹爷,不然抽不死你们。 大红鸟邪逆所有修饰。 一群生灵实话,刚才还在瞧不起荒域的人族,结果就这么一个少年而已,养得一只鸟都如此的嚣张,厉害得一塌糊涂,让很多生灵抓狂。 第四百章霸道 这个少年是谁,有什么来历? 当场震住了不少人,有点离谱,尖头一只鸟就抽飞了火牛族的强者。 喽。 一声长嚎,殿门外的玉石阶上,被一嘴巴打出去的强者化出本体,露出真身,是一头通体火红的巨牛,赤红如血,泛出火光,向遍内冲来。 那硕大的牛鸡脚鲜红如血,晶莹透亮,并且风锐无比,冲着十号就转过去了,虽然是那只可恶的鸟抽他的,但是他却要与十号算账,因为他认为这才是正主。 这牛真是一根筋,哭着喊着向我这里冲,想给我换个口味吗,最近嘴里快清淡出鸟来了,正好吃顿肥牛补补身体。 大红鸟嚷道。 羞的一声,他飞了出去,通体乌黑,像是个黑太阳般俯冲而下,一双利爪迅速放大,依旧是一种小神通,从二秃子那里得来的。 当。 火花四箭,大红鸟的一只爪子击在牛脚上,铿锵作响,那里出现一片符纹,另一只爪子抓向对方的天灵盖,闪耀五色神光。 璀璨符号绽放,大红鸟的力爪几乎就要刺进对方的天灵盖内,吓得这头火牛发抖,当即就扶下身子。 这鸟也太厉害了,让火牛惊颤,他感觉对方的神力波动并不很深厚,可谓和躲避不了,无论是刚才的双翅还是那对爪子都有一种灵性,可以非常精准的落在他的身上。 飞黄爪。 远处,拥有黄血的羽族年轻强者眼中露出战战神盲,气息一下子强盛了起来,盯住大红鸟,露出奇异之色。 什么,那是黄鸟神通,飞黄爪。 旁边,有人惊呼。 不少人露出惊异之色,但凡沾上真笼,神皇等,不管这种宝树是否齐全,都肯定了不得,威力惊人。 太古石胸的宝树,即便只是一临半爪,十分残缺,那也影响深远,有时可让一个叫门兴盛起来。 飞黄爪,自然是神皇传下的一种了不得的宝树,只是这种神通在上古时代就失传了,没有传承下来。 很残缺,只能算是一种小神通而已,不过当中却有几种玄妙的变化。 值得参考。 另有人低语。 小牛犊子,给爷记住,老老实实,本本纷纷做牛,不然吃掉你。 大红鸟放开这个生灵,飞回十号的尖头。 众人无言,这鸟真嚣张,这种口吻一般的人还真比不上。 十号没有说什么,继续迈步,向着谦谦郡主而去,并未受到刚才争斗的影响。 殿中的玉外强者看在眼中,都露出惊容,越发觉得这个少年不一般,一只鸟都如此,想来身为主人的他更加了不得。 且慢。 黑云族的一味修士开口,大步走上前来,道,那种宝树是否为飞黄爪? 有必要告诉你吗? 大红鸟斜着眼睛看他。 很多人静静地看着,因为飞黄爪即便是残缺的宝树,其中也有几种惊人的符文变化,若是提炼出来,价值很大。 黑云族的这位强者脸色阴沉,他其实是想与十号对话,再怎么说,大红鸟也只是这个人养的一只宠物,若是与这只鸟对话,岂不是平白降低了身份? 朋友,你很拖大,我在与你说话呢。 黑云族的强者开口,目光不善,盯着十号。 十号根本就没有理会,早先就听到黑云族的几名强者想通过火灵而探寻他的下落,说是该族有人想召见他,这未免有些大喇喇与狂妄。 敢无视爷,我看你也是欠大嘴巴抽。 大红鸟眼中凶光闪耀,他向来都不是什么善茶儿,确切的说,不是什么好鸟。 朋友,飞黄爪与我族大有干系,曾是我族至尊掌握的神通,我想问下,你的这只鸟是怎么得到的? 黑云族的强者向前逼来。 真不要脸,一个浑身冒黑烟的家伙,也敢说这等宝树是你族的神通,想瞧取豪夺吗,这借口也太烂了。 大红鸟也语。 黑云族这位强者一声冷哼,见十号没有回头理会他,祭出一道宝树,一片云烟笼罩而下。 大红鸟眼中赤霞闪烁,一只翅膀迅速拍来,想震伞黑烟,结果发现这些云雾宁而不散,向前汹涌。 真以为得到一临半找的神皇宝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小道尔。 黑云族的强者冷笑,滚滚黑色雾矮腾起,不光是要将大红鸟笼罩,还想将十号镇压。 突然,火光窜起,不光有朱雀神焰,还有另一种色彩的神光,亦是二秃子所受,自大红鸟的嘴里喷出,瞬间将点燃黑雾,痴痴作响。 啊!黑云族这位强者倒退,半边身子都被点燃。 啪!接着,大红鸟一翅膀挥出,同样是一个嘴巴,给车飞了出去,落在大殿外的玉石台阶上。 朋友,你未免太嚣张了,以一只凶鸟伤人,藐视我等吗?黑云族的几位强者全都起身,向前逼来。 众人皆露出一色,这一族的确很不好惹,出过了不得的人物,无尽岁月前那位谷祖曾大战西天礁的教主,施展出了神皇的某种宝树,神威盖世。 轰!大红鸟浑身发光,从乌黑的躯体中绽放出赤圣夺目的赤霞,若一轮太阳般璀璨,有焚毁九重天般的可怕气势。 这让十号都惊讶,看来二秃子的来历非同小可,传给大红鸟的几种小神通很不凡。 黑云族的几个生灵全部倒退,被唬住了,脸色发白,这实在是一种羞辱,自始至终那个少年都没有说话,一只鸟就震退了他们。 别惹爷,再不知进退,将你们统统斩掉。 大红鸟说道。 而这个时候,十号已经来到千千郡主进前,以修士的礼节见过。 原本玄遇的人见到他过来,都抱有敌意,可是见到他肩头那只乌鸦的威势后,皆有些发怵,不敢发作。 可这些人还是有些不舒服,千千郡主乃是玄遇使美之一,名气很大,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人气极高。 现在荒遇一个少年,竟与玄遇的明珠套近虎,主动攀谈,在这些年轻强者看来是对他们这些护花使者的挑衅。 还未请教兄台名号。 千千郡主说道,洁白如玉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对这个很强的少年有一丝好奇。 我知道了,他是,虚神界那个鸟爷,与小时关系莫逆。 忽然,有人这样开口,像是惊醒了过来。 什么,是那无耻的二人组合。 有人吃惊,而后又摇头,鸟爷与金碧大爷怎么可能会这么年轻? 肯定是他,连尖头这只鸟都一个德性。 至于说到年岁,自然可以在虚神界进行掩饰。 有人推测道。 十号不知可否,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早就听闻郡主天生丽质,风华绝代,在玄狱若神月玄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殿清当事。 十号恭维。 好听的话谁都爱听,尤其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自然喜欢别人对她容貌的赞美,不过千千郡主却只是淡笑,道,兄台过誉,我可不敢当。 我对玄狱很向往,听闻那里多名商骨叉,红尘藏神人,一直很想去朝圣,十号引出话题,想了解玄狱的各大势力。 千千郡主不知他所为何来,但并没有轻慢,道,玄狱确实算是一片神土,自古以来也不知道诞生了多少绝代强者,西天礁的根基就在那里,此外还有石兄的部分遗迹,以及布老山。 兄台若是想去历练,有诸多神迹可循。 两人相谈,都带着笑颜,看起来很融洽。 就在这时,店门轰得一声被推开,走进来几名年轻修士,都很不凡,围守者更是气宇轩昂,一头紫发披肩,眸子开合肩神盲若冷电。 他体魄强健,毛孔中流淌神灰,身体有一股爆炸性的力量,野性十足,道,你是什么人,也配坐在郡主身边,滚到一边去。 众人咄舌,这也太强势与霸道了。 就是十号野目露冷光,自他出道以来,还没有遇上过敢这样呼喝他的人,这家伙嚣张到了极点。 大红鸟也发呆,跟熊孩子这般说话。 过去从没有这么狂妄的人,敢撒野的都被吃掉了,更遑论是如此离谱的家伙。 只有玄狱的人心中凛然,深知此人的来历,背景惊人,就是仙谦郡主那个堂兄,号称疯子的家伙,也对此人身后的势力忌惮不已。 因为,据传他是布老山一位重要人物的后代,形势一向如此,非常的霸道,行走在玄狱时各叫年轻子弟都避退,不愿招惹。 布老山,可以比肩西天教,地位超然,是一个极其恐怖的道统传承。 这一门,并不横跨树域,人数不是很多,重要人物更是很少入室,不向外扩张,但是却凌驾各与诸多大叫之上。 此个青年一直在追求千千,现在见到一个少年与他坐在一起,相谈甚欢,因此连掩饰都没有,直接翻脸,让十号滚开。 你没听到吗,在其旁边,一人说道,显然以这个青年为马首是瞻。 你们完了。 大红鸟道。 十号瞪眼,身体爆发出一股狂暴的气息,紧这一瞬间而已,几人被压得气血翻腾,蹬蹬蹬倒退,除却为首那个年轻人外,全部大口可血。 所有人都吃惊,乌鸦的主人果然厉害。 你完了。 为首那个青年喝道。 十号一声冷哼,探出一只大手,符纹闪烁,轰隆一声就压了下去,一把将他抓住,而后劈啪一顿狠抽。 来自玄域的修士心中悚然,这个少年惹了大祸,竟敢这样抽那人的大嘴巴,可能会将电雨中不少人都牵连进去。 因为他们深知,布老山狠户独自,虽然入世的人不多,但都是京士的强者,这个青年之所以如此霸道,就是因为无人敢惹。 你,青年怒喝。 十号伸手点在他的眉心,探索其实海,刹那间了解到很多,心头恍然,明白他为何敢这么霸道。 原来是来自布老山,一个人数不多,但却能同补天交与西天交对抗的古地。 十号冷笑。 很快,他又心头一颤,因为他又得到了一则非常重要消息,他的祖父大魔神进入玄狱后,最终进入了布老山。 什么,十号震动,布老山可能与他母亲有关。 他仔细探索这个青年的石海,脸上阴晴不定,这个嚣张跋扈的家伙很有可能还与他有一些比较远的血缘关系。 这实在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刚才他同千千郡主交谈,旁敲侧击,不就是想打探父母的消息吗,不曾想从这个跋扈的青年身上追查到重要线索。 你敢向我动手,青年被放开后,眼中凶光闪烁,震怒无比。 你算什么东西,我带你父母教育你如何做人。 十号说完,将他拎了过来,咳着静扇大嘴巴,响声震耳。 所有人都呆住了,这个少年疯了吗,要跟布老山死磕。 第401章 无可匹敌 放手 青年大叫,脸上写满了愤怒,他修为很强,很少遇到对手,再加上来头甚大,谁见到他不必退,何曾吃过这样的大亏。 十号拎着他,露出冷笑,这家伙若真是他的远亲,就更要好好教训了,更何况还没有最终确定。 啪,啪。 这顿大耳光,十分的清脆,接连十几巴掌落下,青年口鼻喷血,嘴里的牙齿全部飞了出来。 脸肿胀的不成样子。 很多人都发呆,难怪他肩头那只乌鸦喜欢打人嘴巴,这果然是一脉相承啊。 而玄狱的人更是惊悚,不知道青年的来历也就罢了,知道的话谁敢惹。 布老山威名射诸玉。 住手。 早先被震退出去的那几个年轻人大喝,一起向前冲来。 十号抬头,眸光冰冷,一股无形的场域呈现,这几人都被禁锢了,而后悬在半空中,一动不能动。 而后,他轻吹了一口气,一股刚风汹涌而出,像是万军重锤砸在这几人的身上,当场有骨折的声音发出。 众人实话,这是何等的猛人?身体未动,光冰一股气势就封住了几人,吹了一口气就让他们鼓劣。 就是千千郡主的疯子堂兄来了,也不见得有这么恐怖威势吧?所有人都跟了见了鬼一般看着十号。 一声轰鸣,虚空颤抖,十号收敛自身气息,这些人恢复自由,坠落在地,全都痛得大叫。 啊!浑身剧痛,骨头也不知道断裂多少根,他们接京剧,这是何等境界的少年强者。 放开我!十号手中的青年也变色,知道这次踢到了铁板,能有这种修为肯定来头不小。 啪!十号又给了他一个大嘴巴,飞出去一串雪花,盯着他道,叫你不学好,你父母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众人发傻,怎么看都觉得像是一个长辈教训后人,太强势了,真的无惧不老山吗? 青年愤恨,满脸羞脑之色,在玄玉石美面前丢脸到这一步,让他恨不得找各地缝钻进去,眼底深处有凶光闪灭,他恨透了十号。 还敢怨恨?十号劈啪又是一顿大嘴巴,差点将他下巴扇飞,而后随手一丢,将他扔出电雨,滚落下玉石台阶。 还不快滚!大红鸟叫道,将青年的话语给还了回去。 几人拖着伤体,一句话也不敢多语,急忙离去,这次太丢人了,连句狠话都不敢说。 穷楼玉宇中很安静,很长时间众人都没说话,这主是谁呀? 比那布老山的后人还霸道。 这一刻,人们终于明白他肩头那只乌鸦为何这么凶残,果然是有其主必有其宠。 千千郡主美眸闪动,看着十号,像是第一次见到他一般,露出奇异之色,道,兄台,你惹大祸了,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吧,不然布老山的人可能会找你麻烦。 便是他身份超然,也不敢这般处置那个青年,说抽嘴巴就抽嘴巴,跟踹死狗似的,这也太强势了。 千千郡主很讨厌那个青年,若非忌惮布老山,早就将他给解决掉了,今日见他被揍,心中畅快无比。 逃!那不是我们的风范。 大红鸟昂着头说道。 十号很平静,没有多言,他的确无惧什么。 这几日他早已了解到情况,大劫将至,尊者封山,现在很难见到那个极数的强者,都在躲避劫难。 很快,有人起身离去,尤其是黑云族的几人,眸光纷冷,离开时扫了十号一眼。 在邓爷,抽不死你们。 大红鸟威胁道。 这位道兄,你究竟是谁? 那个拥有羽族黄血的青年开口,他应该是殿中实力最强大的人,头上有一道光环,将他衬托得很鹦鹉,想与十号切磋。 你不是我的对手。 十号很平静地说道。 众人一惊,黄血羽族太罕见了,一旦成长起来注定是爵士高手,可这个少年却如此平淡地回应,不放在心头,令人动容。 你们可以称呼我为鸟爷。 大红鸟说道。 这让狱外的生灵一阵无言,这混蛋太嚣张了,还真敢称爷,难道真与虚神界那个鸟爷有些关联不成? 拥有羽族黄血的青年一阵沉默后,还是向前走来,要与十号切磋,道,请赐教。 十号没有起身,只是散发出一股爆裂的气息,仅一瞬间而已,大便众人便都一阵发寒,像是置身湿山血海中。 这是怎样一个少年? 怎会有如此杀气? 羽族黄血青年一声轻叹。 道,我现在的确还不是你的对手,就此别过。 他转身就走。 众人发毛,连羽族的黄血青年都退避了,这个少年难道可比肩小时吗? 一阵狂风呼啸而来,黑雾滔天,宛若一股妖气,席卷这片天雨,让这座灰红的穷楼都一阵摇动。 一声长啸过后,狂风止住,黑雾凝聚在一起,化成一个年轻人,降落在殿外,而后大步走了进来,战气澎湃。 黑云族的强者。 众人知道,肯定是他得到禀告后,前来找场子。 刚才就是你伤了我的族人。 这个年轻人看到十号如此年少,瞳孔露出胜烈的光芒,杀气腾腾。 十号对该族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想通过火灵儿寻奇踪迹,要召见他,自视过高。 你说错了,是爷教训他们的。 大红鸟开口。 这个年轻人当即便黑雾弥漫,就如同他的心情般,爆发杀意,黑色符纹密布,他如同一尊魔神,让整座殿羽都颤抖了起来。 黑云族的天才之一。 众人立刻知道,这般强大的人物肯定是黑羽族那几个崛起的天才之一。 大红鸟心头一领,这个年轻人非常强,他目前肯定不是对手,那种波动让他心计,难以抗衡。 十号站起身来,看着那团黑雾,道,你想与我动手。 如我族人,自然要受到惩罚,不管你是谁。 黑云族的天才冷声说道,说话间黑色符号交织,化成电光,向十号笼罩而来。 仅一瞬间而已,这座客有大阵的电雨就要崩碎了,因为这种能量波动过强,这片电雨都在抖动。 好厉害,黑云族这名天才果然惊人。 在场的生灵都惊叹,不愧围墙族中走出的英杰,放眼天下,肯定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十号冷哼,气息突然间暴涨,若一头真笼从深渊中腾起,屁腻人间,那种波动让所有人都恐惧无比。 众人漠不挡寒,这等人物怎会无名,这多半是能与双十媲美的少年至尊。 千千郡主谋中有灵动霞光闪烁,盯着十号的背影。 十号迈步,如一尊神王,封住大殿,化解了他要崩碎的危机,他俯视着前方的一族青年,第一步落下,就让对方不由自主倒退。 同时,那黑雾溃散,黑云族的天才忍不住悸动,浑身血液乱冲,肉身剧痛,像是要被压迫的裂开了。 十号第二步迈出,黑云族强者嘴角一写,亮枪倒退,他被一股无可匹敌的气势压得要爆碎了。 当十号第三步迈出时,他再也忍不住,大口渴血,身体一下子横飞了起来,撞出殿外,遭受了重击。 所有人都骇然,这是何等的威势。 黑云族崛起的天才竟然挡不住他三步,直接就被那股唯我独尊的气势压得吐血横飞,骇人听闻。 十号继续迈步,不过已收敛了自身的气息,就这样离开了宏伟的宫阙,没有理会众人。 年岁这么小的少年,竟有无敌威势,除却双十外,荒域还有这般惊艳的人洁。 这,可与小石比肩哪。 狱外的生灵探道,觉得那个少年光芒耀眼,无可匹敌。 很快有人惊醒,或得抬起头来。 他,该不会就是小石吧,这句话语一出,所有人都震惊,都冲向殿门口,可是那个少年的身影早已消失。 千千郡主清语,道,此人在同代中不可能有对手了,他的目光早已投向了老辈中人。 众人动容,同辈中无人可制衡,这多半真的是小石再次出事了。 这则不确定的消息被传了出去,在小范围内引起一阵轰动,不过终究是没有被证实的消息,很多人不以为然。 数日后,火国公主火灵儿出关,将在一座皇家别院宴请域外各族强者,因为平日不断有人登门,她不胜其烦,这一次准备统一接待。 真是这个家伙出现了吗? 火灵儿自语,她也是听到了那则小道消息,故此才举行了这次的聚会。 皇家园林占地广阔,这里小桥流水,电宇楼台等应有尽有,景色十分的秀美。 来了这么多人。 火灵儿醋眉,原本只是一次小型聚会而已,不曾想到,域外珠强但凡在火国皇兜的接来了。 不老山的人到了,这是一个不能惹的不朽传承。 有人轻语,看向前方,那里有两名中年人带着几个年轻人走来。 咦,那是月蝉仙子吗? 西天轿,节天轿也有人到了,发生了什么,为何这样的无上大轿都有重要人物驾临? 人们很吃惊。 你们没听说吗,时隔一年半,小时可能再次出事了。 有人低语。 双十大战中的小时要来。 这则消息在私下里引起了轰动,许多人恍然,难怪域外群雄接到了。 人们预感到,也许又要有大波澜了,小时一出,水雨争风。 这是近一年多来被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它若是出现,火国皇都肯定要沸腾。 第402章 群鹰蕙萃 火蓝树,满树红光,无论是枝干还是叶片都红盛火,喷勃赤霞,并且有一种清香。 在这处别院外的道路上宰满了这种树,因为火国中带了一个火,而这种通体火红的树在黄都自然很受欢迎。 十号沿着古老的青石路走到这座战地极广的庄园进前,人很多,各种族皆有,许多都奇形怪状,但却没有人敢多语。 青铜大门带着一种岁月的痕迹,虽有士兵把守,但是并无人阻拦,因为这里有一道阵门,能踏上去的人,便可进入院中。 嗯,还挺有讲究,这可是上古时代门派中选拔精英弟子时常用的小传送阵,只有修为达到一定境界,才能踏上去,被筛选出来。 能来这里的人自然都不凡,特别是一些域外的强族,眼中更是带着一种傲然,并不怎么在意这样的法阵。 大多数人都进去了,也有部分人被阻在法阵外,不能破门。 十号踏上法阵后,六角星芒闪烁,蒙蒙雾气流动,他被传送出去,很快踏进一座院落中。 药箱扑鼻,各种灵珠应有尽有,院中充满勃勃生机,刚踏进院中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进入了一座上古药园。 十号惊讶,这院子中都是一些奇异的蜘蛛,不乏一些年份很久的灵药,因此有阵阵药香散开。 此时,院子内早已有很多人,并且都在巷里走去,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一起相互攀谈,议论纷纷。 来这种地方聚会,自然可以认识众多修士,可以拓展人脉,交换宝物等,来此事很好的选择。 当然,在这种地方也少不了纷争,修士的聚会,一言不合就有可能会刀兵相向,以保数论输赢。 咦,那短发男子好厉害,绝对是一个大人物,来自小西天。 好强,那可是一头白玉龙像,竟然被他拖在掌心中,带了进来。 有人议论,盯着一个面相普通,年龄大约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他一头短发,不过寸许长,进来时,掌心发光,罩着一头三寸高的龙像,浑身雪白,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谁都知道,白玉龙像是小西天的护教圣兽,在别处很少见到,这一头肯定上古纳尊的后代,而今为此人的做起。 十号暗自点头,这个人实力不凡,在小西天中地位不一般。 他其实很想找这个门派的人谈一谈,为何纵容一批流寇,在十国西江外大开杀戒。 即便是为了寻找至尊神葬也不应该,伤及了太多无辜的人,造成很多流血事件,十号曾因此而灭过几匹流寇。 熬,一声低沉的咆哮,一头浑身雪白的虎通过法阵走了进来,看其眼中的沧桑,年岁不小。 人们知道,他不是谁的做起,这是一个强大的种族,为白虎一脉的修饰,这等生灵若为唇血,必将无比凶狂,没有人愿意招惹。 火国应该给我足一个交代,我足的天才进入你们的祖地,结果不声不响就被杀了,这太过分了。 十号沿着鹅卵石小径,走过园林,进入另一更大的院落后,历时听到了这样的责问声,很多人都向前望去。 那是一个赤发男子,身上有火光,最为奇特的是,他没有双腿,腰部以下是一条数丈长的蛇身,赤红而灼热。 十号一眼认出,这是鹽蟒族的人,来自红玉,他曾在火族族的斩杀一位年少的纯血鹽蟒,自己吃了一部分,剩下的带回石村吃掉了。 在进入族的前,我们已经说过,里面很危险,生死由命,这是你们同意的。 火国一位老者说道。 没本事就不要进火国祖地,进去后死了就不要怪东怪西,不然太没品了。 暗中有人传音,暴打不平。 哼。 鹽蟒族的中年人一声冷哼,满头赤发如蛇般舞动,扫尸众人,想找出挑衅他的人。 什么味道,好香。 忽然,人们惊讶。 院子中有不少古墓,还有一些灵珠,自然也少不了药草,可是这股香气弥漫后,将所有芬芳都压了下去。 一株星辰草,竟然生有六片叶子。 药香真是浓烈呀。 终于,人们发现院子角落处有一株草,散发光辉,很不一般,清香源自那里。 这引发轰动,四片叶子的星辰草就已是灵药,一般情况下来说,很难再多尝出一片。 这株药年份久远,六片叶子上朦朦胧隆隆,布满星辰纹落,像是有银河在流淌,看起来神异而归美。 咦,不对,它长出了第七片叶子,不过仅是嫩芽而已。 有人眼间,看到异常,忍不住惊呼。 众人瞩目,无不吃惊,果然这农香就是那一枚嫩芽发出的,因为土锐,正在生长,故此散发药香。 传说八片叶子的星辰草便是圣药,火果了不得呀,在这座别院中,竟有一株七片叶子的星辰草。 不要说是荒域的人,就是域外的一些强者也都在惊叹。 的确了不得。 不过我曾听闻,在北海的昆蓬巢中出现了一株真正八叶的星辰草,当然第八片叶子也是刚露出嫩芽,但已算是踏进圣药烈了。 提到北海,历史有人想到了十号,清语道,很多人都说小时可能掌握了昆蓬宝树,不知是真是假。 谈到这个话题,这里顿时一阵骚动,因为人们都知道,十号去过昆蓬巢,很有可能在那里有惊人的收获。 双十大战后,已过去一年半了,不知道那个少年怎样了,为何一直没有出现,难道真如外界猜测的那般,大时陨落,小时半废。 数日前,不是有一个少年精退羽族黄血强者吗,更是横扫火牛族,黑云族的天才,甚至将布老山一位大人物的后人抽了一顿大嘴巴,可能是小时在线。 这些议论声一出,不远处顿时有人冷哼。 布老山的人来了,其中一位中年人眸光冷漠,从众多修士身上一个个扫过,想是在寻找着什么。 不是谁都可以践踏布老山的尊严,就是在诸盛争霸的上古时代,也没有人敢冒犯布老山。 中年人冰冷的说道。 附近顿时安静了,没有人再敢说这个隐士道桶的后代被人抽大嘴巴的事,怕引火烧身。 人们知道,数日前的事肯定不能善了,那少年若是不出现也就罢了,不然布老山的人必会出手镇压。 十号进入了另一片院落,因为各地方很大,园林占地很广,亭台成片,众多修士分散在不同的区域。 他的灵觉和其敏锐,自然听到了布老山中年人的话语,嘴角微瞥,懒得理会,只要不找上门来,他不会去计较。 至于大红鸟是被他揣在袍袖中带进来的,因为他不想刚一进来就引人为官。 憋死爷了。 这家伙抱怨,从袍袖中钻出,痴溜一声化成一道火光,跑到了别处。 小心点,别让人给烤了。 十号叮嘱。 咦,那不是天神山的芸汐仙子吗? 有人惊讶。 芸汐喜穿紫衣,灵动而漂亮,在太古神山中有神女之美称,很多纯血生灵都曾上门提亲,人气极高。 这片庄园人越来越多,不仅有荒域太古神山的纯血生灵,还有域外各族的强者,不限于少年,还有年岁不小的修士。 天哪,居然来了一只黄金狮子,你们看到了吗,它长了九个头,这可是血脉极尊的九头狮子啊。 一些人惊叹。 就是域外的强者也都侧目,关于九头黄金狮子一脉的传说,天下皆知,他们在古代太强大了,祖先曾吃掉过太古神王。 另外,他们还是修建十大做旗之一,就是诸神见到都要动心,以收服一只九头狮子为荣。 在古代,纯血的九头狮子太强了,有些神灵想去收服,去被反镇杀,沦为实物。 如果说在这个天地中,都有哪些种族富有盛名,这九头黄金狮子一脉绝对能排在前列,威名赫赫。 这是一头年轻的九头狮子,浑身黄金皮毛如绸缎子似的,闪烁神侠,光可见人,他雄壮而神武,迈步而来,散发着一股恐怖的气息。 了不得呀,这天地兼唇血的九头狮子几乎看不到了,这只神狮居然走上了唇血进化之路,马上就要成功了,十分强大。 有人赞叹。 不错,这可是一个可以不断进化的黄金血脉,不久后必然能再现该族阵势神威。 就连域外的生灵都倒吸冷气。 这头狮子一旦进化成功,肯定远胜在场的很多唇血种族。 见过公主殿下。 九头狮子通体金黄,来到火国公主进前后打招呼。 火灵儿笑着回应,道,摆断衫一别,数年未曾相见了,想不到你这般强大,马上就要进化为唇血神师。 侥幸得了一些造化。 让这条路容易了很多。 九头狮子笑道。 众人讶异,显然这他们是故交。 九头狮子很强,看他跟黄金铸成似的,一旦进化完毕,血统将高贵到极致,若趁现在收服,将来妙处无尽啊。 有强者低语。 许多心中一颤,若是化为唇血黄金狮子,那就意味着,一旦成年,让诸神都要以收服他为荣,将是世间最强作棋之一。 嗯,我曾听闻,这只九头狮子与小石结拜了,是他的兄弟,可否为真? 若是如此,我便将他收服,当成作棋。 有人冷笑,道出这样一番话语,让所有人都一惊。 显然,这不仅是要收服最西针的黄金狮子为作棋,还是要折如小石,将他的结拜兄弟收为作棋,将置他颜面于何地? 第403章 禽兽大发神威 九头狮子闻言,通体散发赤胜黄金光,对方太嚣张了,当着所有人的面感扬言要收他为作棋,这实在树立大仇大愿。 众人回头,想看一看到底是谁这么强势,要在这次聚会上出手,这是要引发一场惊人的大对决吗? 黑雾弥漫,那里站着几名年轻人,都穿着玄铁战衣,通体闪烁乌光,气息强大无比。 有些人恍然,这是红玉的黑羽族修士,为该族近年崛起的几大天才,数日前十号曾在那片玄空的殿宇中收拾该族强者,他们这是要报复。 这几人认为收拾他们的那个少年是小石,若是在这里收九头狮子为作棋,这对于其结拜兄弟十号来说是一种哲辱。 你们算什么东西? 数年过去,九头狮子早已成长到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地步,不目自微,浑身金光璀璨,盯着几人。 黑云再次翻涌,在那几个天才强者的身后,又出现两位中年人,慢慢画出人身,冷漠地看着九头狮子。 众人一惊,黑云族不好惹,在红玉时便是出名的强族,虽然进入了荒域,但强势作风不减。 你虽然很强,但终究是沦为作棋的命。 黑云族的一位年轻人冷声道,这是彻底撕破了脸皮,哪怕是在聚会上出手也在所不惜。 主要是因为数日前,他们太丢脸了,那件事早已传到不少人耳中,先被一只鸟羞辱,而后又被那少年三步踏飞。 现在他们的强者到了,必须要强势起来,将面子找回。 想死就过来吧。 黄金狮子很霸气,这么多年过去,他早已成长起来,少了过去的稚嫩,成为了该族的继承者。 呼的一声,狂风大作,飞沙走时,这个地方一下子黑暗了下来,磨云澎湃,黑雾翻腾,快速将此地淹没。 黑云族的强者出手,向前扑去,乌云滚滚,一会而化成人形,一会而化成神秘符号,符文密布。 轰。 乌光洒落,撞向九头狮子,散发出一股磅礴威压,若一颗巨大的星辰撞击而下。 九头狮子没有动,屹立在原地,只是正中的头颅发出一声咆哮,宛若天崩地裂,鬼哭神嚎,茫茫黄金波涛冲起,许多人大叫,捂住了耳朵。 这是名副其实的狮子吼大神通。 若是演化到极尽,一吼之下,天穷裂开,大地沉陷,无与伦比,针对敌人时,直接可让敌手崩碎。 此时, 黄金光芒如涛,轰隆而鸣,冲向高天,席卷那片乌云,震撼人心。 所有人都发呆,这九头狮子太厉害了,仅一击而已就震碎了乌光,冲散了云朵,让天穷一阵摇动。 这是怎样的一种威势? 众人倒吸冷气。 在场的人恐怕也只有十号亲身经历过,当年在百段山脉时,他为了降服黄金狮子,手段用尽,打了很长时间。 数年过去,这门神通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威力也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倍。 黑雾溃散,一个年轻人从半空坠落,嬉窍流血,脸色苍白,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体表尽是密密麻麻的裂痕。 他差一点就爆碎,遭受重创,失去了一战的能力。 好强,真是太厉害了,不愧为敢吞噬神明的种族。 这头黄金狮子要逆天吗,这一脉实力惊人,难怪传说他的祖先吃掉过太古神王,威能无边哪。 人们惊叹,这头狮子真的很强大。 黑雲族那几人脸色阴沉,真的很丢脸,原本想报仇,结果刚一交战,他们这一族的修饰就差点死掉一个。 乌云滚滚,一个年轻人走出,他的眼睛带着紫芒,身上的甲咒发出绚丽的光,每一步迈出这院子都在颤抖。 咦,这是黑雲一族最厉害的天才,他竟然也要出手了。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此人绝对的强大,有在同代人中争霸的实力,在场的很多强者自愧不如。 他一步一步迈出,气势不断攀升,宛若一座黑色的魔山般,到了最后,让天的跟着轰鸣。 突然,一缕奇异的波动传来,生生击散了这种气势,火灵儿身叛,一名老仆人走出,身着灰衣,面容苍老,但是一脚跺下,这里一切都宁静了。 火族公主,你要做什么? 黑羽族的天才冷声问道,他自然知道,这肯定是火灵儿让那老仆人出手的。 这是一次聚会,不是比武大会。 火灵儿淡淡的说道。 便是聚会,也没有不让人决战这一说法,我被修饰,向来直接,一言不合就可擂台上决生死。 黑羽族的青年强者说道。 公主,让他过来,这种人我不介意多杀几个。 九头狮子说道,连瞳孔都是金色的,话语平静,但是却无比强势。 火灵儿一阵迟疑,而后点头道,好,既然如此,你们可在擂台上决战。 这片电雨雨缘林间,栽种有古药,甚至有七片叶子的星辰草这种稀释瑰宝,自然不允许破坏,不能当作战场。 起。 就在这时,庄园内有一名老者喝道,开启了一座大阵,而后一座巨大的平台升空,悬在高天上。 众人惊疑,竟然是可以横在高空中的决斗场,不愧是一国皇族,有这样华丽的对决场地。 刷的一声,黄金狮子化成一道金光冲了上去,屹立在平台上。 雾海翻涌,黑云族的青年也化成乌光,冲了上去,道,你的确与小石结拜了吗? 若是收你为座棋,不知道他会是什么表情。 九头狮子无比冷漠,并不动怒,而是很威严,道,就你这样的货色,也配与十号为敌。 你,黑云族的强者神色更阴冷了。 我是十号的结拜兄弟,自认为远不如他,但收拾你们这种东西足够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黄金狮子冷漠地说道。 众人闻言,皆心中震动,这黄金狮子的强大有目共睹,却这样高举十号,而灭是黑云族的强者。 的确如此,这种东西也敢来现眼,不知道天高地厚。 就在这时,有生灵接口。 朱强回头观看,只见一只鸟儿铺棱着翅膀飞来,通体乌黑,怎么看都像是一只乌鸦,它大模大样,十分轻蔑地看了一眼黑云族的修饰。 是它,那只鸟又出现了。 有人怪叫。 数日前,就是这只鸟儿已,抽了火牛族与黑云族的修饰一顿,那大嘴巴扇的啪啪响,着实凶悍。 黄金狮子闻言,冲它点了点头,自然认出了这个嘴狠贱的乌鸦,正是当年在柏断山中十分无耻的大红鸟。 火灵儿也露出喜色,它见到大红鸟,自然知道十号来了,应该就在这片庄园中。 该死的鸟儿,斩了你。 一头散发赤红火光的凶牛大吼,生动长空。 众人惊疑不定,这难道真是小时养的鸟不成? 所有人都转头,四下寻找那个少年,可惜没有见到。 爷爷还怕你不成,一会儿等狮子吃饱了,从擂台上下来,我再与你一战。 大红鸟大喇喇的说道。 本座现在就斩你。 那头火红的凶牛踏着宝具,缭绕着火光,冲上高天,要杀大红鸟。 跟爷逞凶,一会儿宰了你,统统吃掉。 大红鸟凶残的叫道。 众人闻言全都一正,难道真是小时来了,这鸟的语气,以及嚷嚷着要统统吃掉,绝对是一脉相传啊。 此时,擂台上一场大战已经开启,九头狮子对决黑云族第一天才,激烈无比,战气浩荡,震动了整片苍穹。 众人惊异,就是域外的大族也都心中悸动,这绝对是两大不是天才,这样的对决在这一辈生灵中很难见到。 势均力敌,两者很快大战了上百回合,黄金光淹没天地,乌云笼罩苍穹,格外的激烈。 轰的一声,黑云族的强者整具躯体都消失了,化成乌云,而后交织闪电,气息恐怖,宛若一片劫云。 所有人都心中一颤,想到了一则传说,该族很神秘,能够演化出天节,自身化作劫云,可以活活劈死敌人,宛若上苍出手。 这也是他们的祖先在无尽岁月前敢攻进西天教宝岔的底气所在,可惜最终惹出了那个老教主。 劫云隆隆而动,宛若一片黑色的汪洋,巨大的闪电划过,雷霆滚滚,电芒滔天,恐怖绝伦。 所有人都呆住了,这第一天才果然名不虚传,如此手段,有几人可敌。 这是非人力能抗衡的天节呀。 黄金狮子无惧,矗立在擂台上,九颗头颅同时发光,他张开巨口,大声咆哮的同时,每颗头颅的口中都喷出一个符号。 九个金色符号烙印虚空中,灿灿发光,散发出一股至强的气息,如九尊神明临世。 杀!九头狮子冰冷的喝道,那九个符号连在一起,化成一条金色的光带,冲进了节云中,崩毁一切。 那雷霆竟然都崩开了,各种闪电被摧毁,九个符号闪耀,化作不朽杀阵,蒸蒸作响,震杀一切。 扑!黑云族的天才露出本体,身上有几个前后透亮的血洞,而后身体净暴碎,战死天空中,直接就陨落了。 黄金狮子冷漠的说道,就凭你这样的货色,也想召见我的结拜兄弟,赶找他的麻烦,不知天高地厚,差远了。 众人发呆,据传着黄金狮子曾为十号的坐骑,在摆断山中载着他大沙四方,现在仅他而已,就扫灭了御外强族的天才。 哦,也跟你拼了。 就在这时,高空上传来那只乌鸦的叫声,似乎气急败坏。 这些年来,黄金狮子得了大造化,故此很逆天,有了惊人的蜕变。 至于大红鸟,虽然也进步很大,但是还比不上眼前的敌手,差点吃大亏。 他从来都不是擅长而,再次挥斥间,爆发出胜烈的乌光,一道通天剑芒斩出,将那火红的胸牛腰斩。 扑得一声雪花飞溅,那头胸牛的两段躯体坠落了下去。 这是,怎么了,很多人吃惊。 跟爷斗,你还差远呢? 大红鸟叫道,不过很心虚,偷偷将一节乌黑的断剑收了起来,那是补天骄的鬼爷送给十号的圣物,进入这片庄园后被他从十号那里拿来防身。 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心头震动。 要知道,小石一直不曾现身,可是他曾经骑乘过的九头狮子以及他所养的一只鸟就替他扫平了一切,这让人惊悚。 他自己得多么强大? 一只魔禽加上一只凶兽就可以威慑众人。 小石未出,禽兽发威,令朱强忌惮不已。 很好,伤我不老山后代的人就是那个小石吗? 不管他是哪家后人,都要严惩。 不老山的一位中年人目光冷冽,气息虽已内敛,但还是若洪荒古兽般恐怖。 第404章 布老山的亲人 布老山,终于有人站出,所有人都心中一凉,感觉压抑,甚至悚然,因为这个地方出来的修士太可怕了。 谁都知道,他们人不多,并非横跨诸域,更像是一个隐士家族,七居易渔,但是他们却足以抗衡补天教,西方教,震慑各域,屁腻天下。 早就知道,他们的后人被人折辱后,不可能善罢甘休,现在要发难了。 一名修士眼中有金光闪耀。 布老山,一个无上的传承,号称与世长存,有不老不死的古代强者,一直活到当世来,凌驾于各大教之上。 这一刻不要说是火国的人,就是域外的强者也都心中不宁静,这个古老的道筒盯住谁,那肯定没有好结果。 这一脉平日很低调,但是一旦与人交战,必然雷霆出击,横扫敌手,不会留下什么隐患。 小时精彩绝艳,傲视同代人,可是现在惹上了布老山,根本就是断了前路啊。 有老被修士轻叹。 而今的十号,谁人不知,哪个不小,一旦成长起来那可能就是一位真正的至尊,天上地下无底。 可是现在过早的惹上了一个平日几乎步履尘世,但却极为互独自的布老山,他的处境堪忧,这样一天纵奇才很可能要夭折了。 布老山很神秘,有布老不死的神明隐居,可以俯视众生,他们若是针对谁,就是太古神山也会被夷为平地。 人们低语,但是声音不高,因为怕引起布老山那几人的不快,显然站出来的中年人很强,十分的厉害。 况且,就是布老山的人自身修为不高,也没有人敢公开触怒,因为他们的背景太过恐怖。 既然你们两个与他有关系,那就过来吧。 中年人开口,看着大红鸟还有九头狮子。 你哪冒出来的,谁呀? 拽得跟天王他二孙子似的,自以为是,也不怕你。 大红鸟的嘴一直很贱,从来就不肯吃亏,更何况是正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 众人实话,这只乌鸦还真有个性,见到布老山的人依旧口出不逊,根本就不怕,当真是了不起。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 中年人冷漠地说道,声音不高,但是却有一种大威严。 九头狮子浑身金黄,矗立在那里,不怒而威,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威势,这是血脉复苏后的力量体现。 他没有回应,金色瞳孔中有光芒爆发,该族自古至今都是强族,有自己的尊严,连神王都曾吃掉过。 老小子,你吃多了吧,别跟爷诈虎,不拒你。 大红鸟叫板。 咻。 中年人抬手,一道浮光若银缩般冲了出去,破空声音若雷鸣,响声极大,带着大片的符纹,镇压而下。 众人惊异,随手一击而已,就这般的强大,这个中年人十分厉害。 王者。 有人低语。 在尊者封山,至强者谋生路之际,王侯便是最顶级的存在了,可以横行荒域中。 布老山的中年人有这等手段,自然令所有人都神色凝重,一般来说,对付一个小辈而已,并不应该出动这等人物。 便是在狱外,这个人的身份也很高。 因为,尊者一般情况下都在修炼,不愿管红尘中事。 呱! 大红鸟针跟乌鸦似的,大叫了一声,展翅飞逃,脸色有点不好看,他可不敢跟这等人物硬碰,不然必死无疑。 狮子王,你上! 他躲到了九头狮子的身后。 那倒如银缩般的浮光飞来,击向擂台上的九头狮子,要将他与大红鸟一同封住。 嗷吼! 狮吼如雷,黄金浪涛拍天,九头狮子喷吐出九枚金色符号,凝结成沙阵,争争作响,阻挡那银缩。 轰的一声,九枚黄金符号与那银缩撞在一起,浮光漫天,纹落交织,构建出一片绚烂的光雨。 九头狮子浑身发光,被那股距离冲击的横飞,差点跌出擂台,还好没有遭劫,因为他并未被银缩击中。 一头小狮子而已,也敢在我面前逞凶,捉你回去当做骑的确是不错的选择。 中年人表现得很淡然。 他再次出手,这一次掌心中出现一枚雷浮,闪烁紫光,就要发动,王者出手,年轻一代中有几人可以挡住。 所有人都神色凝重,荒域的生灵自然不希望九头狮子被人镇压,而狱外的生灵也不愿这样一头让诸神都动心的坐骑落入布老山手里。 道友,且慢动手,这是一次聚会,请不要大动干戈,况且你要找的人又不是他们。 一位老者站出。 这是火灵儿的一位族书,显然是被火灵儿请出来说话的,想拦下此人,就下黄金狮子,免得被镇压。 这是布老山的事,你火国就不要掺和了。 中年人神色冷淡的说道。 火国的高手文言,心中都有些愤怒,再怎么说,这也是火国,而这个中年人却这般强势,太不留情面了。 道兄,请坐下一谈,何必跟一个小辈计较。 火族的这位老者说道。 我如果说不呢。 布老山的中年人冷声说道,丝毫不给面子。 火灵儿峨眉微醋,握紧了袖拳。 他请王叔开口,希望让他们暂时不要动手,可是此时却让他的王叔失了面子,让他心头有火气。 公主,别理会这个自以为是的东西,他以为是谁,布老山怎么了? 不讲理的话照揍不误。 大红鸟嚣张地叫道。 他平日就很混账,从不会受气,即便布老山来历再大,他也想奚落一番。 当然,他也不想吃亏,毕竟心中还是有些底气的。 朱强皆变色,质疑布老山,且认为不算什么,这只乌鸦还真敢开口,这个世间有多少人敢埋态这个鼓叫。 锅躁。 中年人赤道,再次出手,他腾空而起,就要飞上擂台。 狮子接见,干死他。 大红鸟将黑色的断剑递给九头狮子,因为他知道,在更强者的手中,此剑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 九头狮子倒也没有客气,面对王者必须要借用这等法器,不然根本就没有一点胜算,即便他这些年得了大造化,但也难以逆天。 黑色断剑悬在其身前,他张口喷出金霞,若一片盈盈心灰,而后燃烧了起来,注入了惊人的神力。 嗡的一声,断剑发光,乌芒暴涨,急速冲了出去,像是一片黑色闪电,景象恐怖。 布老山的王者变色,探出一只大手,爆发刺目的符文,他避开锋芒,想要将九头狮子一把抓在手中。 然而,这剑芒太犀利了,光滑射人,神威凛凛,竟让他心头发寒,这最起码是圣人以上的法器呀。 有所警觉后,他急忙撤回了探出的大手,避开剑光,横移出去竖石杖,而后从另一个方向冲来,要镇压黄金狮子。 布老山的人进入荒域较晚,并不知道这把剑的来历,故此刚一上来就差点吃大亏,让他心头一惊。 一头小狮子,竟拿一柄圣剑护身,倒也小觑你了。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吧,纵然你有这等法器又如何,等皆差距过大,你无法逾越。 中年人冷笑。 他说的是实话,一旦进入猎阵境,实力将暴涨,前几个境界是夯实根基,这个境界才是成为真正高手的体现。 无论是对符纹的运用还是感悟等,都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从其名字也可以看出,所谓猎阵,就是开始运转以前积累的符纹,全面爆发。 吃! 九头狮子不言语,再次喷出一片金色霞光,裹着这口断剑,让它爆发,一时间剑气纵横,神盲激荡。 众人眼皮直跳,这头黄金狮子太猛了,催动起这口断剑后,竟逼迫得布老山的王者不断倒退,不敢应风。 事实上,即便是猎阵镜的王,也没人敢与圣剑,神剑硬碰,只能躲避其杀伐器,从侧面攻击。 布老山的猎阵镜强者没有想到,九头狮子这般威猛,手段非凡,将黑剑化成了身体的一部分,让剑气连绵不绝,使之没有办法立刻冲过去。 中年人心头凝重,还好他身法足够快,不敢硬汗,但却可以躲避,围绕着擂台寻找机会出手。 很快,整座擂台都化成了金黄色,九头狮子发威,符纹澎湃,将断剑催动起来,横斩竖劈,剑气冲天。 一时间这里光芒灿烂,霞光如云,那种波动非常惊人,令众多生灵心头沉重。 这是一场大战。 布老山的王者虽然很强,但是身上没有剩气,一时间竟奈何不了九头狮子,他心中大怒,说要镇压这头金色的狮子,可是却一直拿不下。 更何况,郑主还没有出现呢,他却与小时曾经的做起大战,奈何不了,简直是一种耻辱。 哄。 最终,他不断结印,震出一片神力波涛,身法一下子快了很多倍。 并且由于黄金狮子连续催动断剑,神力消耗过剧,剑气不是那么密集了,布老山的王者逮到机会,逼到了进前。 坏了。 大红鸟惨叫。 然而,让人吃惊的是,一道剑气自虚空中斩来,一下子让布老山的王者血花绽放,差点被人腰斩。 吃。 第二道剑气从虚空中斩出,扑的一声,他的一条手臂坠地,被切落了下来。 现场一片寂静,鸦雀无声,这可是布老山的王者呀,怎么败了,谁敢这样伤他。 第405章小时再现。 这可是布老山的人,一个猎阵境界的强者,居然被人移到剑气盏落下右臂,当即便震住了在场珠墙。 九头狮子这么强吗,驾驭一柄断剑,居然可以伤猎阵境界的王。 有人惊叹,不敢相信。 不对,那剑气分明是从虚空中出现的,虽然诡计与断剑重合,但是应该不是九头狮子所发。 有一名老者低语。 事实上,不止他一个人看出蹊跷,但凡在达到猎阵境的人都犯嘀咕,那一剑太犀利了,换成他们的话挡得住吗? 远处,十号放下了手,刚才就是他发出了两道通天剑气,那是从兽皮领悟来的上古大能的剑意。 一株草可斩下日月星辰,那种深奥与可怕的境界,光想一想竟然人心头悸动。 这是他第一次展露此种剑意,果然风锐无匹。 他没有再出手,给这个中年人一个教训就够了,因为他们也许有较远的血缘关系。 没有真正弄清楚,他不想大开杀戒,怕将来去玄狱时引出不必要的麻烦,若真杀了几个母系一方的人,可能会出乱子。 布老山的中年人脸色发白,不可思议的盯着虚空,这剑气太诡异了,无根无缘,是怎么发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威力太大了,他根本就防不住,一剑斩在其腰部,差点结尾两断,这是警告吗? 另一剑斩掉了他的一条手臂,血流如注,这是惩罚。 这是谁,竟敢如此对他,中年人心中大恨,眸光射人,他来自布老山,代表了世间最顶级的道统。 好胆,要与我布老山为敌,他咬牙,眼中怒火燃烧。 九头狮子咆哮,他的金色瞳孔中一发光,并且口中喷出绚烂金色火焰,裹着断剑,再次开始力劈。 好勇猛。 众人惊呼,因为有很多人并未看出异常,还以为是九头狮子劈下了中年人的一条手臂呢。 扑的一声,中年人此时刚登上擂台,近距离内躲避不及,被剑光擦中,身上出现一道可怕的伤口,鲜血管。 他急忙倒飞,退避了出去,今日竟然接连遭创,吃了这样的大亏,实属从未有之事。 他心中憋屈,平日间布老山的生灵出来,谁敢冒犯。 结果今日不仅有人对抗,还想斩了他,让他心中有恶火。 但是,现在显然没法站下去了,他知道,再敢出击的话可能有陨落的危险,刚才的神秘剑气太可怕了。 不行,我得去取圣气。 他心中发狠,带着断臂,降落到地面转身就走,他自己在这里肯定要吃大亏。 最狠贱的大红鸟很热情地打招呼,道,喂,布老山的道兄,你就这么走了,刚才不是要拽得跟天王他二孙子似的吗? 灭畜,不要太张狂。 中年人瞪了他一眼,一甩袍袖从这座院落中消失了。 王者要走,谁敢阻拦。 布老山还有几人在此,脸上都感觉无光,跟着迅速离开,一场风波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事实上,九头狮子很想出手,他很强势,手中的黑色断剑都寄出了,但是被火灵儿的王叔阻止了。 这位老王爷很头疼,虽然对布老山不满,但是终究是不敢得罪太狠,毕竟那是一个可以俯视朱玉的无上古教。 十号还没有去见九头狮子,就听到了一阵嘈杂声。 骗谁啊,一块破石头,也敢说是太阳石。 还想要我们拿盛气来换,你怎么不去抢啊? 有人愤愤叫嚷。 这里不止一个院落,聚会的人很多,相互攀谈与结交的人可以自行选择,走到那里都有美酒与真摇。 不过,这个院落中的玉石桌案上没有酒摇,都是宝具与材料,有很多修士在围观与交换。 快过去,将那块石头交换过来。 十号的发丝中,小塔摇动,这样传音,显然他发现了好东西。 十号心头一动,虽然这是一个坑货,可是关键时刻却真的可以大发神威,连混沌法器都可以挡住,值得向这个无底洞投资。 他快速走去,步入那个院子中,怕去晚了被别人得到。 就是那块石头。 小塔传音,指点十号,一定要将那块黑布溜秋的石头拿下。 这块石头值得你出手几次。 十号暗中问道,没有立刻购买。 一次。 小塔很干脆。 骗谁呀,一看那块石头就不烦,最起码也得三次吧。 他讨价还价。 再好能好过混沌土吗? 小塔平淡的说道。 十号哑然,他觉得以前没有讨价还价,实在太亏了,总觉得这坑货不厚道。 我在虚神界帮你对抗那个神盘,你知道他是什么吗? 若是说出来,倾尽所有天才地宝,也不够我与他对抗一次。 小塔看他心有不甘,这样说道。 好吧,一次就一次。 十号轻雨,而后几道进前。 白玉石桌上摆着很多破烂的东西,都是一些上古法器碎片,看起来岁月久远,但有的还散发着惊人的波动,其中有一块石头黑乎乎,被放在很显眼的地方。 好东西啊,这绝对是一件盛器,可惜破碎了。 有人轻叹,将白玉石桌上的一块青铜片捡起,用手抹撒。 而十号也是心头一动,这张石桌上的东西都很不一般,绝对是上古大能遗留下来的,不过全都破碎了。 法器虽然碎掉了,但这块太阳石可是完整的。 这些东西的主人是一个小老头,留着山羊胡子,一脸精明像。 别瞎说,这不就是一块的火石吗,还敢冒充太阳石,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跑这坑蒙拐骗来了。 有人不屑冷笑。 小老头干笑,道,朋友,话可不能乱说,这可是从一记中挖出来的天才地宝,你们看到这些法器了吗,当中可是有盛器碎片,那绝对是上古大能的洞府,而这块石头是从同一个地方出土的,怎么可能是地火石头这种一般的炼气材料呢? 我等又不是不懂各种宝材,这肯定是掘开洞府时,你在附近寻到的一块石头,烂鱼冲树。 真是太阳石你会拿出来卖。 那是真正的天才,别在这里蒙人。 小老头干笑,但是心头也有点郁闷,这的确是从那座洞府中挖出来的,但他已经认真检查过,确实是一块的火石。 十号拿起这块黑乎乎的石头,入手有点热,但是仔细检查后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的确只是一块的火石。 小老头历时来了精神,道,这位小兄弟好眼力,终于发现这是域外的天才了吧,好东西啊,不用拿剩器来换,只要一件裂震镜的法器就可以了。 地火石啥时候涨价了,我咋不知道? 十号问道,旁边的人一阵哄笑,让小老头尴尬不已。 十号悄悄以那颗众瞳观看,脸色顿时一僵,因为他看到地火石的中心为一团赤红,差点将他眼睛灼伤。 他心中一叹,自己不是众瞳者,日后一定要修出天眼来,不然的话,得错过多少好东西啊。 这是北海的一种宝珠,换你一块的火石,应该可以了吧。 十号说道,递出一颗珠子。 勉勉强强吧。 小老头笑得很奸诈,这颗珠子早已超越的火石价格,他迅速接了过去,将地火石送给了十号。 这真是太阳石。 十号问小塔。 不错,这的确是一颗被人斩落下来的太阳,而且是一颗顶级的神日。 晶莹的古塔在其法司间传音。 十号文言心头震动,那得是多么精实的战力,竟斩下了天日,上古大能真是让人吃惊。 他手持这块黑乎乎的石头,发现上面果然有一道痕迹,像是锐气所流,他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应,眉头顿时一跳,这竟然运有一股可怕的剑意。 先别吞掉,让我参悟一段日子。 十号说道。 咦,是你,突然,几名年轻人止步,露出金融,数日前他们曾在那悬空的殿宇中见过十号。 他可能是,小时,一位女修士惊呼。 这一声喊叫引人侧目,很多修士望来,而后通过低语,人们知道了这个少年可能是折服了一年多的十号。 什么,双十大战中的小时出现了? 这句话一出,在这片庄园中引发一片波澜,很多人都被惊动了,迅速赶来。 一片乌云涌来,黑云族的几位年轻强者本已经离去了,他们去搬救兵,这个时候引来一位老者,再现此地。 是他吗? 老者问道。 就是他,数日前哲辱我族高手,今日又纵容九头狮子行凶。 一位年轻人说道,眼中闪烁凶光。 老者二话没说,探出一只大手向前抓来,将十号笼罩。 与此同时,一头火红的蟒牛踏虚空而至,带着无尽的火光降落而下,虎视眈眈,这是一个王者。 滚。 面对王者来袭,十号只有这样一个字,怎一个强势了得? 黑云族的那个老者震怒,再怎么说他也是一个猎震径的强者,他承认若是同阶的话,数十上百个他也不是对方的敌手。 但看这个少年,分明没有裂震径应有的符文波动,故此他强势镇压而下,以大手抓来。 啪! 十号一只手拍出,同那只大手撞在一起,一声催响后,接着扑的一声,血光蹦践,那老者的手掌爆碎。 众人震惊,一个王者强势而来,结果刚一交手就被废掉了一只手掌,这是何等的惊人,难道那少年真是小时? 绝对是小时,被证实了,除却他之外,还有谁能如此,以少年之身力压老辈王者? 这个院子一下子沸腾了,所有人都震惊。 时隔一年半,小时在线,让很多人激动而又震撼。 事已至此,十号露出真容,背负双手,立身在此,无惧诸多欲外生灵。 果然是他! 有人惊叫。 这一刻,不仅这座院子,整片庄园都一片嘈杂,众多修士迅速赶来。 就是你,在火国族的斩了我族天才,一个中年人冲来,腰身以下是蛇躯,正是阎莽族的强者,同那头王级火牛并肩站在一起,大声呵问。 不想死,都给我滚。 十号说道,对这种对他抱有敌意的人,他从来都不会客气。 好一个小时,不管你是不是荒裕的少年至尊,如我不老山,便断掉了你自己的未来。 那失去一臂的中年人去而复返,在其身后还跟着一个老者。 你说什么,十号对不老山有一种特别的情绪,一直在克制,但此刻见他这种姿态,整个人一步迈出,逼到了进前。 中年人震惊,急速倒退,可是却发现,这个少年始终俯视着他,悬空而立,离他不过一米远,眸光冷漠的吓人。 噗! 他大口渴血,被这股气势所压,胸部如遭雷击,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众人震撼,这个少年当真是神威射人,没有出手,仅一股气势而已,就逼得不老山的王者口中喷血,遭受重创。 第406章斩王 鲜血染红浅筋,胸口发问,不老山的中年人瞳孔急皱收缩,难以置信,此时他通体冰凉,无法掩饰心中的震撼。 还没有真正动手,就被对方的气势所压,大口吐血,要知道这还是一个少年呢,怎么会有如此修为,何其的惊人。 你,他说不出话来,瞬间便明白,早先对战九头狮子时,有无形剑气斩落他的手臂,便是眼前少年所发。 十号降落在地,身上的强大气息内敛。 真是小时,惊艳无双,连列阵境界的王者都被他击伤了。 众人震惊。 时隔一年半,双十中的小时在线世间,引发一场大波澜,彻底轰动,坐庄园中所有修饰都涌来,一片宣废。 这是肉身肠玉,保体强大到极致的体现,形成了一片玉,谁与其肉身对抗,必败无疑。 一位老王说道,话语微微颤抖,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仅在传说中出现的炼体成就居然在这么小的一个少年身上得到了体现。 众人哗然,而后想到了双十大战中他的表现,肉身震势,当时就号称可与金刚不坏身等媲美,果然非虚。 难怪,布老山的中年人倒退,擦净嘴角的鲜血,他一阵后怕,刚才被压制并不冤。 黑云族的老者面色阴沉,雾海浮现,他心中憋了一股火气,由于不确定那是否为小时,上来就探出大手,想压制这个少年,不曾想被对方粗暴的击碎一只手掌。 小时一出,水与争锋,同代中无人是其对手,而今只有这些前辈人物才能制衡他。 荒域的人低语,轻声议论。 他们很振奋,因为这段时期以来,御外来的生灵太高调了,轻视荒域众人,让人觉得愤懑。 你就是十号。 布老山的一位老人走出,脸色平静,但是眼中却有一种异样的光芒一闪而美。 布老山的中年人被斩落一条手臂,暗自去取圣器,而这个老人也跟来了,显然是一个了不得的强者。 十号心头一动,他隐约间探知,西居在布老山上的那群人可能与他有些血缘关系,是他母亲的族人。 这个时候,他平静的看着老者,点了点头,道,是我。 真是他,的确强大的离谱啊。 嗯,很多人都想挑战他,可现在真身出现后,有几人赶上前。 域外的生灵议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不曾亲眼目睹当日那一战,今日才算是第一次见到。 英雄出少年呢,果然了不得,就是在我布老山也难以寻出一两个可与你比肩的少年。 老者点头。 朱雄惊异,这老人在夸赞十号的天资,同时也很自负,认为布老山还是能找到一两个媲美十亿的同龄者,这有些令人震战。 小时这等人物一遇能出现一个就不错了,正骨朔金。 布老山纵可俯视朱玉,也不能每一代中都几个这样的人物吧。 那断壁的中年人在听到老者提到布老山的惊世天才时,略显傲然,低语道,我布老山从不弱于人,我族的天骄可以屁腻任何奇才。 众人更是震撼,这得是多么的自信啊,那布老山的天骄真有这般强大吗? 十号没有说话,只是微微醋眉,若是此前也就罢了,可现在他的身份已经确定,布老山对他还是这副态度,有些不太对劲。 难道这些人不知道双方可能有血缘关系吗? 十号眯起眼睛,扫视布老山的两人。 那老者眸中金光一闪而灭,也在盯着他,似乎有所觉,仿佛意识到他在思存什么,露出一脸温和的笑容,道,你很不错,应与我族有缘。 请问前辈怎么称呼? 十号问道,他的灵觉和其敏锐,在老者的身上并未感觉到亲近,对方虽然笑得很慈祥,但是却有一种常人难以发现的杀鸡。 对方这是何意?老者可能知晓双方有血缘关系,还有这种杀意,有点解释不通,令十号不解。 老朽秦守成 布老山的这位老人说道,笑容越发的有亲和力了。 十号觉察到那屡杀意又浓了几分,常人是不可能感知到的,他也只是凭着一股敏锐的直觉而已。 年轻人你杀气太重,一言不合就刀兵相向,这样不太好。 秦守成说道,指了指那断臂的中年人,又望向那失去一掌的黑云族老者,道,修行不易,怎能轻易就伤人体魄。 我这个人不愿惹事,但被人欺凌到头上,要取我性命,我也不怕。 十号淡淡的说道。 众人一领,布老山要发难了吗?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弱势了铁了对付一个人,不要说是一个少年至尊,就是不朽的神出事都不行,根本阻止不了。 因为这个地方有不老不死的强者,无据神明。 老者一句话表达了不满,向众人传递了一个信号,布老山不喜这个少年,令很多对十号有敌意的修饰底气一下子救足了。 我再问一次,你就是在火国族的杀我族天才的人是吗? 阎莽族的一位老者也上前,眼中暴射精光,腰身以下是水桶粗的火红蛇区。 是。 十号答道。 斩我族纯血后人,以命偿命吧。 老者说道,满头赤红发丝腾起火光,而下半截的蛇区更是如闪烁赤霞,快速蛇行而来。 你就不问一下我为什么要杀他吗? 十号皱眉。 不需要。 阎莽族的老者阴沉着脸说道。 好霸气呀。 十号冷冷的看着他,对方还真是蛮横与强决,他对于这种先跳出来的人,真要动手的话是不会客气的。 不管是你谁,少年至尊也不行,杀了我族纯血一脉的后人,只能用命去偿还。 阎莽族的老者说道。 在众人看来,这已不是霸气,而是有些轻视荒域了,这般草率,便要斩掉小时。 若是在其他大域,他敢如此吗? 必要掂量一番。 毕竟,这是荒域最惊艳的少年,一般情况下,谁敢这般轻率,不害怕这一域的报复吗? 老家伙,你刚进荒域吧。 十号问道,他觉得对方不见得了解他的战绩。 是又如何,杀了我族的人,你是荒域最惊艳的年轻人也不行,只能陨落。 老者霸道无比,下半截水桶粗的蛇区赤光闪烁,啪的一声抽在地上,造成一片恐怖的大裂缝。 这个时候,他出手了,并未靠近,因为有前车之剑,小时的肉身太强了,可以形成场域,一般的王者挡不住。 他斗手间祭出四杆阵棋,将十号笼罩,瞬间就形成蒙蒙雾矮,符号密布,若一颗颗星辰般。 同一时间,他快速结印,施展宝树,打出一道道神光,注入那座杀阵中,这些动作一气呵成,迅疾而刚猛,想要第一时间阵杀十号。 众人都是一阵,这眼莽足的老者虽然霸道,但是手段真的很非凡,抬手间就是大杀招,难以对抗。 云雾翻滚,四杆阵棋烈烈作响,衍生四象,疯困了那片小天地,爆发出万丈雷电,那虚空仿佛在湮灭。 众人倒吸冷气,老家伙也太狠了,这可不是一般的法器,那四杆大棋多半是尊者炼制的,很多人都为十号可惜,他太大意了,竟被困在当中,难逃被炼化的结局。 以为老夫轻狂吗? 我可不是说说而已,就是要斩杀所谓的荒域罪劫少年。 阎莽足的老者说道。 众人讶异,终于明白,这老家伙早先故意张狂,麻痹众人,结果上来就动用了最大的底牌,直接决生死,太无耻了。 半课中后,四象大阵内有赤光冲起,很像是鲜血在绽放,而后那里越发的平静了,雾矮不再转动。 阎莽足的老者冷笑,道,我承认你是天纵奇才,当得起天骄美誉,的确惊艳。 可是不成长起来,终究是蝼蚁。 刷的一声,他收起了阵脊,雾矮一伞,他冷笑连连。 然而,刹那间他的神色就凝固了,雾矮中探出一只大手,与他近在咫尺,一把就攥住了他的脖子,拎了过去。 众人震动,全都惊呼出声。 场中,一个少年毅力,纹丝不动,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 十号拎着他的脖子,冷漠的俯视,若非晋升到烈阵境,刚才绝对被这老家伙恋化了,这老东西也算是个狠人,上来动用了底牌。 扑! 一道鲜血窜起,十号斩掉了他的头颅,非常干脆,然后将画出的本体收了起来,那是一条庞大的眼蟒。 虽非纯血的,但同样算是血肉宝药,毕竟修到了王者境界。 朱强哑然,这也太麻利了,动作娴熟,这少年没少干这样的事吧。 域外的生灵一阵发毛。 我们是肉食动物,最喜欢吃美食了。 大红鸟出现,飞到十号的尖头,屁腻四方。 一位列阵境的王者,说被杀就被杀了,朱强发呆,这跟天方夜谭似的。 这也太强了,有点离谱啊。 众人震撼不已,难以说出别的话来。 人群外一阵骚动,有几个生灵挤了进来,都是布老山的修士,其中有一个紫发青年,杀气腾腾,盯着十号,那种目光充满了怨毒,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恨。 十号漠然,没有理会。 这是布老山的一位公子,据传是某位大人物的后代。 有人轻语,引发人们议论。 数日前,十号曾伤过这个紫发青年的大耳光,狠狠地叫醒了他一顿,不仅将他满嘴牙齿抽落,就是下巴也几乎半残。 十号平静地看着布老山到齐的这批人,他很想问一问,关于自己父母的消息,要弄清楚与布老山的关系。 第407章 强势到底 秦超,天资极高,在这年轻一代中人也算得上一个人物,若非沉迷女色,在修行上所下的苦功不够,实力远比现在强。 事实上,布老山的后代没有一个凡俗,何况他出身很不简单,为某个大人物的玄孙,被认为血统高贵,潜能极其巨大。 为了增长剑纹,也为了追求千千郡主,他跨欲而来,在他的认知中,这是一个蛮荒谷欲,缺少灵袖,更无天骄,从心里看不起这一欲。 他何曾想到,呵斥这一欲的土著,命令其从千千郡主身边滚走,却招致一顿凶狠的大嘴巴,遭受了一场奇耻大辱。 秦超来自布老山,平日间所过之处,各大交的天才子弟等默不与他结交,主动攀谈,绝不会得罪,可是在他看不起的荒域内居然有人这样辱他。 善他的耳光,就是在布老山内,他的父母长辈也不曾做过,这数日来他快气炸了肺,无时无刻都在向着报复。 奈何,上次带着人赶去时,那个少年已经离开,让他怒火中烧,无处发泄。 今日再见十号,他自然咬牙,一双眸子冰冷到快结冰了。 你在逃啊,秦超冰冷的说道,族中的高手在此,他自然无需担心。 他有这种底气,布老山的人一出,谁敢服腻。 便是补天教,西方教都会忌惮,不愿与之冲突。 这里一片寂静,很多修士都静静的看着,就是域外的生灵也都不语,无人敢惹布老山,该族人数不多,却可以抗横截天教,西方教,且最是互独自,谁敢与他们为敌。 一些人为小时担心,感觉可惜,这本是一个十分惊艳的少年,前途不可限量,若是折在布老山的人手里,那太遗憾了。 十号冷冷的一瞥,目光中饱含着轻蔑,只是在他身上稍微扫过而已,就没有理会了,不屑于同他说话。 这种姿态,这种眼神,清晰的表现出来,被所有人都看到了,人们心头一震,这少年无视布老山的公子,这是对该族一种无声的蔑视与挑衅吗? 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老山比补天教还可怕,因为后者弟子众多,遍布各遇,不可能每个人出了事故都会去讨个说法。 而前者,只牺居于一片圣山中,人数少而尖贵,若是被折辱,必要去横扫对方。 秦超的神色当即就冷了下来,感觉受到了侮辱,那是什么姿态? 竟无视他,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这好比一个耳光。 十号没有理会,不代表尖头大红鸟会安分,他嫌疑这子发少年,道,上次被抽了一顿大嘴巴,脸都快被打没了,你也好意思说我们逃。 当时是谁灰溜溜的跑了,一顿嘴巴不够,又来逃打。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接短,大红鸟这两样都战齐全了,让很多人心中大爽,觉得痛快无比。 不少人看不惯秦超,但是却敢怒不敢言,有人敢抽他,并在这里奚落,让朱强跟吃了人参果似的,浑身毛孔都收张。 你们很好。 秦超寒声道,他脸上火辣辣,在这么多人面前被辱,想立刻活泼了十号与大红鸟。 我们自然好,尤其是看到被抽了一顿的家伙,尚赶着送上门来再次找抽,就越发觉得舒坦了。 大红鸟道。 众人心头一跳,这事彻底撕破了脸皮,肯定免不了一场大战,敢这样奚落布老山的公子,怎能善了。 火灵儿来了,见到十号后露出喜色,不过想到他要面对的敌手,又一下子担忧了,面对布老山这样的鼓叫,连火国上下都觉得压抑无比。 这个时候,九头狮子浑身散发金光走了过来,有一种威严,盯着那些人,要与十号并肩战斗。 千千郡主,号称玄玉十美之一,明眸好尺,惊异地看着十号,上次所遇到的果然小时,没有想到他没有远走高飞,今日再次与秦超起了冲突。 守成长老,将他们镇压。 秦超脸色铁青,因为他见到了千千郡主眼中的异彩,是头像十号的,而非他,感觉耻辱的同时,还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愤怒。 小友,你这般咄咄逼人,是否过了? 布老山的长老秦首成说道。 十号再次感受到了一股杀机,他已经明白,这里面有问题,他可能与布老山有血缘关系,但是这秦首成还是想杀他,当中有什么古怪? 请问我哪里过了? 你们这一族的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在这里对我叫嚣,我不与他计较,一字未语,怎么咄咄逼人了? 十号沉声道。 这些是有目共睹,布老山的秦超盛气灵人,十号也仅仅是蔑视他而已,并没有理会。 那只鸟儿,若非是你受益,岂敢胡言乱语。 秦首成神色平淡的说道。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受益了? 十号灵力如一柄神剑,锋芒毕露,寒声问道,一股杀气弥漫而出。 这是要亮剑,威慑布老山,众人震惊,这少年果然强势,不愧是荒裕的少年至尊。 老家伙,不要以老卖老,不知廉耻。 大红鸟叫嚷。 小辈,你这是在执意与我族为敌吗? 秦首成沉下了脸。 别挑战我的耐心。 十号说道,语气中带着强烈的不满。 这一刻众人算是见识到了什么是强人,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布老山,无所畏惧。 他难道封王了,实力达到了猎阵境,最开始人们一直怀疑他是凭借肉身的玉在此对决,现在彻底心惊了。 若是晋升到了猎阵境,这是何其的惊人。 一个十五岁的王,光想一想就让人震撼与疯狂,自古至今,有多少人可在这个年龄断有如此成就。 这是一个妖孽,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妖孽。 许多人心头火热,特别是荒域的人,若是等到十号成长起来,会有何等一天的终极成就。 守成长老还多说什么,将他斩了。 秦超冷声说道,他知道,这位长老身上有大杀气,绝对可以横斩此人。 你太讨人闲了。 十号出手,化成一道淡淡的金光,而后一巴掌甩出,在这一刻谁都难以挡住。 因为,这是昆鹏的身法,快到了极致,纵然是断臂的中年人与秦守成都只能干瞪眼,难以拦阻。 啪的一声,秦超半张脸碎掉,整个人横飞而去,鲜血如一道皮链,划过长空。 众人彻底惊住了,这可是一位大人物很喜欢的后代呀,若是被他知晓,注定是一场大祸,没办法善了。 退一步来说,仅凭秦超是布老山的嫡系子弟,这个古老的传承也不能容忍有人这般针对该族弟子。 事情并未完结,秦超被抽出去的刹那,十号在虚空中迈步,一脚落下,踏在了他的身上,咔嚓声响起,毁掉其筋脉,将他废掉。 留你一身修为,不知要有多少人遭殃,被你欺凌,今日废掉。 不过,看在你我那不确定的关系上,饶你一命。 十号说道。 没有人知道,他所说的不确定的关系是什么,只有秦守成眉毛一跳,感觉很不安。 但是,很快秦守成又充满了杀意,竟然有人赶这般与布老山对抗,废掉一个核心子弟,这是一种严重的挑衅。 秦超坠落在院中,满地打滚,他知道被废了,一身修为进化乌有,血脉瞬间干枯了不少,一脸的惊恐之色。 这里一片嘈杂,众人为十号的灵力与强势而吃惊。 无惧布老山哪,这是要逆天吗? 好一个荒誉少年至尊,这种胆破常人难以企及。 便是域外的生灵都心惊肉跳,许多强者都在自问,敢招惹布老山吗? 显然不敢。 而眼前,一个少年而已,却这般的胆气过人。 若说最开心,自然当属千千郡主,一直被秦超纠缠,不胜其烦,但却没有办法摆脱,现在终于安心了。 不过,他又为十号可惜了,这样废掉秦超,将来能有一个好结果吗? 他可深知那位大手人物的手段。 你,断臂的中年人震怒,用手点指,贺道,斩我族嫡系后人,你要与布老山为敌吗? 十号很淡然,道,我连补天骄的尊者都斩过,更何况是布老山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蠢货,纵然杀了又何妨。 他这般的霸气,让不少年轻人热血沸腾。 布老山的中年人哑然,他也听到过传说,十号在虚神界斩了西花婆婆,胆大包天。 人们惊醒,十号的确有这样强势的资格,当初就敢叫板补天叫,布老山为同级别的道统,他有何不敢? 场外,月蝉仙子脸色不自然,如果说除却布老山外,此时谁最郁闷,自然当属他,平白无故,又被人揭开了当初的伤疤。 秦首成脸色阴沉似水,道,你可能与我族有些关系,今日我也不想过甚,你在此与裴礼认罪,而后束手就擒,随我回布老山,可以考虑从轻处理你。 你睡醒了吗? 再敢出言不逊,自身难保。 十号冷笑,从过去的小布点到熊孩子,再到现在渐渐长大,他何曾卑躬屈膝过,便是补天骄的人照杀,再加上一个布老山又如何? 如果布老山的人真与他有血缘关系? 他倒要看一看,该族想怎么对他。 第408章 五行环 这座园子一片寂静,没有人敢乱语,小时太强势了,当面呵斥布老山的王者,毫不忌惮。 现在若是多言,谁知道会不会让布老山的面子上过不去,引起嫉恨,那绝对是无妄之灾。 年轻人,凡是要留一线,事事做绝,到头来你会发现不仅绝了别人的路,也断了自己的路。 秦首成说道。 他神色很难看,身为布老山在红尘界的长老,谁敢服你。 就更不要说这样被人呵斥了,当他是什么人了。 刘一线 你们欺凌别人,随意斩杀,他人若是反抗,就是将是做绝。 我看你不是糊涂,而是将跋扈当成习惯了。 十号冷声说道,非常不满。 秦首成尘下脸,道,自你一进园中,就望开杀劫,斩我被道有,这么重的利器,休要说犯到我不老山头上了,就是没有也难容你。 少废话,别在那里假惺惺,道貌岸然,想动手就上吧,看你们谁能奈我何。 十号屹立场中 他虽然只有十五岁,但是身体早已常开,体魄齐长,发丝乌黑,气势非凡,一双眸子清亮而有神,屁腻众人。 不愧是一个少年英雄。 火国的一位老王叔清语,暗自点头,这等人物风采出众,一旦给他时间,成长起来,必有俯视天下的一天。 秦首成的脸色彻底阴沉了,道,好,好,好,你真是了不得。 自古至今,还没有几人敢挑衅我不老山,便是你与我族有些关联,也难逃严惩,如此大逆不道,斩你一身道横。 说到这里,他转身看向群雄,道,可有道有,愿与我不老山一同抚摸。 众人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这秦首成将不老山的大旗立了起来,这十分严重,号召力一定会很强。 果然,黑云族的老者当即就站了出来,他不久前被十号打抱一只手掌,怎会善罢甘休。 喽。 蟒牛吼让在场的人身体摇动,一头火光笼罩的赤牛迈步走来,这是一头老牛王,此前就已现身,要对付十号。 还有一些人蠢蠢欲动,不说别的,人们相信不老山的能力。 想对付我,自己先掂量一番,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十号一身紫桃飘动,烈烈作响,看起来越发的神武,像是一个少年神王般,眸子中射出两道冷殿。 众人心头一领,这可是杀过尊者的少年,虽说是在虚神界,但也足以看出他潜力无穷,其他人止住脚步。 琴手成淡淡的笑了笑,似乎忘记了刚才的不快,平静下来,道,有两位道兄出手也足够了。 刹那间,他张口吐出寸许大的一个光团,绽放五色,迅速放大,这是一个宝环,似金飞金似石飞石,透发奇异波动。 众人想倒退,怕被卷进去。 然而,所有人都骇然,整片庭院都被禁锢了,竟然难以动弹,如现泥沼。 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动了? 我被束缚住了躯体,针缘无法远转。 一群人惊悚,看相场中的宝环,所有人都明白了,肯定是件宝具所散发的神威导致的。 前辈,我等并未参与进来,怎么也被定住了? 不老山的前辈,这不关我等的事情啊。 这件宝具太强了,难怪禽手成无拒,这是一件大杀器,可以锁定朱雄,禁锢每一个人,也太可怕了。 诸位不必惊慌,与你等无关,只是这件宝具过强,阵锋了这片天地,我送你们出去。 秦手成很淡然。 这是一种威慑,彰显布老山的强势,一件宝具而已,就足以封住一片天地,在此范围内的修饰都会被镇压。 朱强心头发毛,刚才若是与之为敌,岂不是说布老山可以群杀众人? 霞光一闪,秦手成控制那悬在空中的五色宝环,将众人扫了出去,恢复自由身。 众人心头巨跳,就是王者也一阵后怕,布老山太可怕了,底蕴深厚。 无论是千千郡主,还是火灵儿都脸色发白,刚才他们也在笼罩范围内,这没饱还了不得。 场中只剩下几人,十号,九头狮子,大红鸟,这是被困的三人,此外还有火牛族的王者,黑云族的老者,以及秦手成。 场外,那断壁的中年人冷笑,道,若在五行环下,我看你如何逆天。 半张脸被拍烂,修为备废的秦超眼神怨毒,道,秦长老,将那九头狮子镇压,收给我当座棋,我要骑着他的结拜兄弟,看着他被杀。 所谓的他自然是指十号,秦超恨透了他,恨不得亲自出手,将他折辱,可惜却远不是对手。 场内,黄金狮子浑身发光,却难以动弹一下,并有一股剧力挤压,让他越挣扎越难受。 他心中激动,这件宝具太强了,根本反抗不了,可若是不能挣脱,便等着被击杀。 大红鸟也发毛,身躯被束缚,难以逃脱,他预感大事不妙。 这是五行环,魏部老山最出名的宝具。 谦谦郡主说道,笑脸上露出惊容。 什么,这就是五行环,号称打遍天下南逢对手的上古宝具,许多人震惊。 五行环的名气太大了,曾在上古年间大放异彩,杀出赫赫威名,也不知道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人物被他击杀。 据传,五行神环是以五种最出名的天阶凶兽的原始浮古纪念而成,演化五行,自称一介,号称最强宝具之一。 关于这件宝具的传说有很多,当年纪念时,剧闻日月无光,整片环玉都失去了色彩,耗取了无穷的天才地宝,而五种天阶凶兽的宝谷只是主料,用掉无穷神血与宝谷等,燃烧与淬炼。 西年,此期一出,诸神必退,斩掉也不知道多少上古大能。 五行环乃是不老山的镇教之宝,怎会随意取出,这是一件防品? 一位老者低语道。 有人点头,道,不错,是防品,而且虽说有五种霞光,但有一种光很暗淡,真正发挥威力的只有四种真骨。 众人闻言震撼,这只是一件防品,而且还是残缺的,便有这等威势,若是真正的五行环出世,那得有多强? 不仅是九头狮子与大红鸟难以动弹,就是十号野心中凛然,五行环演化一介,不断波动,让它也很难挣脱。 两位道兄,现在可以出手了,斩掉他一身修为,也算是给遭难的道友一个交代。 秦守成平淡的说道。 他相信,五行环一出,十号挡不住,毕竟这是仿照不老山镇教之宝注出的一件宝具,虽已残缺,但也不是王者可以抗衡的。 我要亲眼看着他覆灭。 场外,子发青年秦超握紧了拳头。 道兄好手段,我等佩服。 黑云族的老者点头,大步向前走去,脸上浮现杀鸡。 火牛族的王者也动了,他们虽在场中,但却不受禁锢,显然秦守成祭出五行环后,等于掌控了这片小天地。 不成长起来,终究是蝼蚁啊,很多人都可以收你。 两个王者冷笑。 温的一声,黑云族的老者先化成一片乌光扑了过去,他有撕心,想化掉十号一身精血,将其活计。 这等少年翘楚一身皆是宝,肉身可与西方焦的金刚身媲美,绝对是血肉大药。 吃。 突然,十号张嘴,喷出一道剑气,光芒耀眼,璀璨无边,这是从虚神界那张兽体上得到的剑意。 他虽然身不能动,但是剑意无边,可以祭出,不受影响。 一声闷哼,黑云族的老者倒退,他知道自己大意了,胸膛被冻穿,伤口竟难以愈合,鲜血鼓鼓而涌。 这道剑意太可怕了,不断瓦解其肉身,惊得他寒毛倒数,忍着剧痛,迅速倒退。 这是一个变故,谁也没有想到,十号被禁锢了,还能发威,击伤一味猎阵径的强大修士。 no!火牛族的王者杀到,从十号背后出手,他没有临近,火光滔天,一双巨大的鸡脚散发宝灰,剑气如虹。 他同样发出了剑气,在远处出手,想将十号立刻格杀,果断而凶猛。 吃! 十号背后发光,剑气从一些筋脉学窍中冲出,他浑身都能发动攻击,并且有数道剑气打向天空中的五行环。 众人亚然,不愧是小时,身陷绝境中还能反击,何等了得。 我看你如何翻天。 秦守成眼中充满冷意,催动五行环,向下压落,其中有四种光彩格外璀璨,化成萌萌气体,流淌而下。 这片虚空一片朦胧,宛若大湖结冰,乾坤被封,外力难以突破。 秦守成抬手,掌心出现一枚雷符,击向十号,要废他的修为,将之化成一具繁体。 王叔,能否破了这五行环,不然十号微矣。 火灵而低语,露出焦虑之色。 那位老王爷摇头,道,难以破解,注入任何力量,或者催动任何法器,都等于再加持那五行环,他为何号称无敌法器? 因为可以吞那五行之力,天地万物都可分解为五行。 年轻人,不要说你还没有成为至尊,就是真正成长起来,布老山也不是你所能撼动的。 秦守成话语冷漠地说道,掌心的雷符披来,无尽雷霆笼罩十号。 十号通体发光,躯体上神秘符号成片的浮现,道,我便撼动给你看。 第409章 无敌之事 金色符号中带着黑色的斑点,这是昆蓬法在运转,很快十号的体表出现一个又一个漩涡,吞那四方精气。 人们惊异地发觉,这不光是日月精华,便是五行环垂落下来的四种彩光也被吸收,没入十号的体表。 在那些漩涡中,宛若盘坐一个又一个神灵,进行吐纳,盘腿修行,隐约间可见,他们汲取天地间的精粹。 金悬波纹弓是昆蓬法的一种体现,而金真至完美,再加上十号肉身成灵,可以化解一切真元为己用,其效果竟与五行还有一曲同工之妙。 咦,倒是小觑你了。 秦守成说道,他那枚雷浮化成的雷霆全被吸收了,没入十号的体表,让他的气势急速攀升。 此时十号通体电光闪烁,体表每一个金色漩涡中都响起了宋经声,那些盘坐的身影宛若一位又一位道尊,古朴而自然。 秦守成催动五行环,化作一团光镇压而下,严重影响了这片虚空的稳定,剧烈波动,仿佛要崩塌。 十号感觉到极大的压力,若非突破到裂震径,今日凶多极少,纵然如此也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两位道胸斩了他。 秦守成说道,他掌控五行环,令这里自成一剑,蒙蒙雾海流转,一种莫名的法则压落,那是五行在运转,可以炼化万物。 轰的一声,十号身体一震,口中溢出一口血,心头震动,对方的宝具果然了不得,对他造成了伤害。 因为垂落下的五行精华太密集了,一时间如万虫波涛压落,即便他体表的金色漩涡疯狂转动,也吞那不过来。 事实上,别人比他更惊骇,要知道那可是五行环,上古年间沐浴神明血,造成无量杀劫,没人可以硬汗。 虽说这是一件防品,并非布老山的镇教之宝,可十号的境界也不可能与上古大能相比,此时可以挡住,足以说明了他的逆天。 竟有人可以抗衡五行环,这是一件惊人的消息。 人们知道,今日一战过后,十号之名将会再次传向域外,号称难以破解的五行环,他竟可以抵住。 黑云族的强者出手,催动一个黑葫芦,喷薄乌光,开始炼化十号。 同一时间,那伙牛族的王者祭出两柄赤红的刀剑,那是他的犄角所化,斩向前去,带着无尽的符纹之力。 十号一边对抗五行环,一边爆发剑气,纵横激荡,斩向两个王者。 杀! 秦守城催动五行环,化成一道光团,迅速压落,那雾矮更浓烈了,要彻底禁锢十号,让他不能运转宝树。 十号一声冷哼,脚下浮现一条鲲鱼,斜黑色浪涛汹涌,腾起阵阵太阴气,而头上金光大圣,出现一头鹏鸟,展翅鸡大星,太阳精气暴涨。 并且,鲲鱼与鹏鸟间形成一股紧密的联系,阴阳运转,爆发无尽恐怖波动,生生挡住五行精气。 咦,不好。 秦守城震惊,他万万想不到,有人可以破解五行环的神威,这不可想象。 阴阳二气流转,抵消五行气的镇压,双方间爆发滔天波动,十号当即就恢复了自由身,能够动了。 吃! 他抬手就是一道剑气,那是上古天骄一株草的无上剑翼,化作最强一击,斩了出去。 扑的一声,黑云族强者的葫芦当即被切开,里面的乌光爆炸,将其主人卷了进去,发出惨叫。 十号再次抬手,又是一道通天剑气飞出,这一次扑的一声将黑云族的老者力劈为两半,鲜血狂勇。 不要说是旁人,就是十号自己都心惊,这通天剑气未免太强大了,在同阶队战中催枯拉朽般,斩灭对手。 众人震撼,全都感觉几倍生出一股寒气。 好胆。 秦守成脸色阴沉,引动五行环,发挥出最大威力,撞击向十号。 呜呜。 这里发出轰鸣声,五行环压落下来,十号竟无法躲避,因为这件宝具与虚空凝结为一体,化成一个小剑,笼罩了它。 人们知道,五行环真正无坚不摧,在上古年间,一撞之下,神魔肉身都暴碎,斩杀诸多实力通天的大人物。 不然,何以有无敌法器的称号? 谁都没有想到,十号爆发,猛的轰出的一拳,掌指尖符号密布,它竟然硬汗。 当。 最终,一声颤音发出,它的肉身与五行环来了一次碰撞,将宝具正开。 众人实话,这跟神话一般,还从来没有听说有人敢以纯肉身对抗五行环呢,小时成功了,生生硬抗了一击。 这是何等一天的宝体。 与此同时,它的通天剑气再次发出,斩向秦守成,气息恐怖,白茫茫一片。 秦守成心惊,它知道十号厉害,可是从未想到它能对抗五行环,这件大杀器一出,本应可以斩尽所有王者,非人力可敌。 它迅速倒退,引动五行环落下,挡住了这道剑气,爆发出一片霞光。 吃! 十号抬手,剑气横扫,斩向那火牛族的强者,当的一声,将其一根牛角斩落,惊得火牛亡魂接冒。 这一刻,小时的强大体现的淋漓尽致,纵然是传说中的大杀器五行环出事,都难以挡住它的功法。 喽! 蟒牛吼爆发,那里火光滔天,并且有剧烈的符纹交织,赤红一片,笼罩了整片空间。 火牛族的王者要顿走,因为他知道,五行环都杀不了十号,以他的修为来说肯定也不行,再站下去必死无疑。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十号爆发,整个人都化成了一柄神剑,通天剑意被展现到极近,力劈而下。 扑! 这柄神剑落下后,切开了那火红的光幕,斩碎了所有符纹,将一个头颅斩落,鲜血喷涌。 十号一冲而过,神剑虚弹,再次显化为他的成肉身。 但灵力气机不减,杀向秦守城。 温的一声,五行环发光,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撞向十号,简直是玉石俱焚,不死不休的节奏。 一片光幕腾起,十号周围动天成片,连成绚烂神盘,事实上他的肉身动天也呈现了,只不过别人看不到。 能将他逼到这一步,可见五行环的超凡,也只有跟十一决战时,他才这般动用极尽手段。 什么,五行环被反禁锢了? 众人震惊,不敢相信所见到的这一切。 五行环被钉在虚空中,不断的摇动,垂落下蒙蒙雾矮,那是五行精气,可是却摆脱不了十号的肉身动天之力。 吃! 一道剑气扫过,秦手成心胆饥寒,转身就走,失去五行环后,他怎敢硬汗? 然而,这道剑气如闪电般席致,快速到了进前,他被逼寄出宝具,而后继续逃顿。 咔嚓一声,那面古盾被切开,剑气如虹,扫到进前。 秦手成通体发凉,竭尽所能对抗,可是扑的一声,他还是失去了一条手臂。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电火石花间,十号连杀两位王者,又将不老山长老的一条手臂斩落,站立无匹。 嗡! 突然,五行环震动,并且里面传出一道惊人的神念,浩如渊海,在十号分神去斩杀秦手成的刹那,挣脱禁锢。 有大人物的一道神念寄托在五行环中。 有老辈王者悚然。 十号易变色,运转鲲鹏法,并且催动连成一片的洞天,准备再次将之笼罩,拼尽全力镇压。 出乎意料,这五行环内的神念没有硬汉,急速躲避。 是了,虽然是大人物的一道神念,但毕竟距离本体太远,不足以震杀小时,怕五行环落入他的手中,故此顿走。 有强者低语。 秦手成剑状却是大喜,因为他被五行环散发的光团包裹住了,急速而行,并要带走不老山的几人。 然而,他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快过鲲鹏法,十号化成金光横空而至,想将他斩杀,并留下五行环。 五行环中有一道莫名神念,带动此环急速转变方向,并裹住此发少年秦超,竟一头冲向地下,没入泥土中。 不好。 十号一惊,所谓五行环,自然包含了土形,这东西可以土盾,果然是一件西式宝具。 他接连发出通天剑气,全部斩向地面,几道血水冒起,地表被切开,但五行环的气息却消失了。 十号走过去,正开吐层,发现秦超被剑气拦腰斩断,折损在这里,此外还有秦守成的一条腿断在这里。 他有些无言,斩下了秦守成的一臂与一腿,就是没有斩中他的要害,真是命大。 你,想怎样? 布老山那位断臂的中年人大害,因为十号急速而至,阻挡住他的去路。 五行环只带走了两人,布老山剩下的几人都没能逃走。 十号禁锢虚空,定住了他们,而后探索他们的石海,想要一窥究竟,他想知道关于父母的消息。 片刻后,他猝眉,并未找到有用的线索,中年人还不如秦超知道得多,余下的几人就更不知隐情了。 他盯着几个修为稍弱的人,想从他们入手,获得布老山的宝树,可是刚一触动相关石海,他们的元神就炸开了,瞬间陨落,显然有可怕的禁止。 失去一地的中年人脸色苍白,他是一个猎阵境的王者,从未想过布老山的弟子在外面也会有这样一天,被人逼迫至此。 十号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尝试索取宝树,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的石海更强,进制也会越发的厉害。 扑! 一道剑气扫过,他斩掉了中年人的头颅,无头尸体内鲜血冲起,而后倒在了地上。 整座庄园都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全都被震住了,今日所见到的一切太惊人了。 微震上谷,号称无敌的宝具,五行环,今日有人敢以肉身硬炕。 屁逆天下,傲视诸玉的布老山,他们的人像被切菜一样,被杀了个精光,施法者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这是惊世的消息,小石太强势了,时隔一年半,再次出世,有了一种无敌气概。 同样是猎阵的王,手持五行环都难以奈何他,小石一出,水雨争锋。 还有人想找我麻烦吗? 十号扫视众人,从各族强者身上掠过,目光淡漠,令人一阵心惊又跳。 人们知道,这是一种无敌的事,小石已经成长了起来,再也不是当年的熊孩子,一举一动,都有一种威严,真正疯王。 在当今的天下,同龄人中很难寻到对手,他的目光早已投向老一辈,甚至古代传说中的生灵。 这让许多年轻的强者生出一股无力感,本是同代人,差距却这么大,根本无法追赶。 十号看向域外的那些生灵,目光由若实至,犀利而射人,各族修饰心头冒含气,此前还妄想挑战,这一刻皆神魂经济。 谁再敢说荒域不行,没有强者,只要这个少年在世,将来必然会气吞伤壳,俯视巴荒。 第410章 群突破法 这一战后再也无人敢小觑荒域,便是域外各族的天才们也都收敛了傲气,不服气不行,面对小时,他们没有底气。 小时冰封所向,谁敢英风。 人们相信,自此之后,这将是一道难题,不说无解,但是同辈中想寻到几个能抗衡他的人真不易。 一群土鳖,在玄域蹦达习惯了,好荒域撒也来了,也不看一看这里谁做主。 大红鸟趾高气昂。 众人无言,敢说布老山是土鳖,这可是独一份,反过来说倒差不多,在域外人眼中这里不就是一个蛮荒之地吗? 不过现在可没人敢出眉头,小时太强势了,连布老山的人都敢斩,跟切菜似的,没人愿意找布痛快。 一战结束后,庄园渐渐恢复了热闹。 二帝,别来无恙。 十号笑眯眯的说道,看着前方的九头狮子,两人间当初恩怨纠缠,曾打生打死,最后又化解了。 九头狮子走来,通体金黄,血气旺盛,纵然是太古神山真正的纯血生灵也不见得是他的对手,因为他们这一族太强了。 想我这数年来,借我族黄金神炉,酒炼真血,搏天地造化,修行迅猛,可依旧没有赶上你。 九头狮子有些纠结,当年被十号揍过,也曾共患难过,最后化干戈为玉伯,不过他心头总是不服气,想超越他。 数年来,以上古神炉炼体,他进化迅速,即将成为纯血生灵。 可现在见到十号,他觉得距离始终横更在那里,无论他这几年多么的逆天,可依旧追不上十号。 十号哈哈大笑,拍了拍他的肩头,当年摆断衫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恍若就在昨日。 我的一些同伴也来了。 九头狮子道。 五色鸾鸟,火鸭,紫雕,三眼族的兄弟二人出现,恰是十号在摆断衫认识的那几头一种,他们曾经共进退,杀过白虎,吃过金翅鹏鸟。 这里顿时热闹了起来。 走,找个地方喝酒去。 熟人见面,自然热闹,要进行庆祝。 荒域这么大,一别多年,能够再次见面很不易。 火灵儿也走来,很高兴的与他们交谈,说一会儿再来,因为他是此地的主人,要去招待各族的修士。 再次相见,众人都是一方感叹,十号这么早就封王,足以震动天下,几个一种惊陷不已。 师兄,你可真是让我们惊讶,当年还是一个皮孩子呢,在摆断衫嚷嚷着,吃掉,吃掉,统统吃掉。 结果现在,却已是明镇荒域,时间匆匆,却改变了很多呀。 火鸭说道。 十号黑黑直笑,昔日他虽幼小,但是凶残得一塌糊涂。 他们这一小群人让人敬畏,走到哪里,各族修士都必退,便是域外的天才也都绕着走,生怕惹到小时。 尊严是站出来的,果然没有错。 九头狮子看着那些生灵,有些不屑,道,不久前他们还巨傲无比,看不起我荒域修士,现在却这个样子。 石兄你要小心一些,得罪了不老山可不是小事。 三眼族的兄弟中的老大提醒。 石浩点头,道,对了,我曾在火族族的杀过域外三眼圣山的一位少主,与你们没有什么关系吧? 两兄弟摇头,正如人族人口无尽一般,该族数量也不算少,分布在各域,彼此间没有什么从属关系。 随后,火鸭道出了一则秘密,传音告诉给石浩,让他当心月蝉仙子。 怎么讲? 石浩从未轻视过补天骄的仙子,这绝对是一个在同阶能与他争锋的女子,天资精士。 他不仅拥有京城容颜,空灵若仙,而且实力罕见,超凡脱俗,无惧双十的潜力,将来有可能会接管补天骄。 他早已进入猎阵王境,而今要涅槃了,我估计一旦成功,可能会去对付你。 火鸭道。 十号洞容,但凡提到涅槃二字,谁都会吃惊,那是脱胎换骨般的蜕变,将会超越过去。 他已经封王,以他的无穷潜力来说,自然无惧这一径的强者,可以纵横天下,但是听到这个消息后还是有些凛然。 火鸭一族所在的火窟乃是一处绝地,中年被离火淹没,那洞窟中温度炽热,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月蝉仙子曾经去拜访,采摘走了一株离火灵花,那是炼制涅槃药的一味必不可少的药草。 一旦进入猎阵王境,修位想要突破,越发的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号与月蝉仙子走完了许多人一生的道路。 无数的修士,纵然一辈子苦修,也达不到这个境界,这种修行速度,就是神明子嗣,也不过如此。 达到猎阵王境后,当靠己身突破,那肯定极其缓慢,需配以药草,熬炼身体,借此打开人体各种潜能。 在猎阵境,最适合修士的便是小涅槃丹,可以开启神脏,突破此境,进入下一个大境界。 他这么年轻,便要超越猎阵王境,与尊者比肩了。 九头狮子吃惊,有点不敢相信。 十号也动容,不过仔细思存,他摇了摇头,道,应该不会,他只是在提前准备而已,巩固修为。 而今,他也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是面对补天骄的仙子,也能应对,不相信他将成为一代尊者,那样太吓人了。 师兄,你得罪了布老山,也杀过补天骄的尊者,将来很不妙。 五色蓝鸟道。 十号点了点头,道,无妨。 目前尊者都隐匿了,躲避大劫,便是狱外这一境界的人也已退走,不敢来荒域,与者想对付我不是那么容易。 大劫将至,都在传言,神圣皆如草芥。 现在无论是布老山,还是补天骄,能出动对付他的修士,最多只是猎阵境的王者,他不在乎。 他知道,月蝉仙子是没有把握,不然的话说不定已出手。 事实上,在目前这种大环境下,也只有大石,月蝉仙子,手持混沌神盘的男子等人能够严重威胁到他。 众人畅谈,都欲感到荒域大便在即。 师兄,你的进境怎么如此迅速,有什么经验吗,给我们讲一讲。 火鸭等虚心请教。 十号并不吝啬,将经验感悟等讲给他们听,而后不得不感叹,进入这一境界后,很难再突破了。 事实上,进入这一境的生灵都了不得,都是绝艳之辈,可是又有多少人可以再次突破,跃入更高的天地中去。 往往是,苦修一生,也只不于此了,不然各国都有不算太少的王者,可是为什么只有一个人皇呢? 除却太古神山的生灵外,想进入尊者境,实在太难了。 太古神山保持了天地最本源的气息,栽众有各种西式灵药,可以炼制出最顶级的小涅槃丹,故此代代都有尊者出。 是啊,甚至有的神山还有圣药,价值无量。 他们都感叹,一般的传承根本比不了。 十号知道,他将来可以突破,超越列阵境,这些自信他还是有的,可是却觉得多半花费很长时间。 师兄,你年不过十五,却已屹立在列阵王境,倒也无需担心什么,有的是机会呀。 在这个年龄段,达到这等高度,古来罕有,超越很多前嫌,他们觉得十号现在依旧嫌修行慢,没有道理。 我的敌手厉害呀,我只继续突破,达到更高的层次,才能让布老山,补天叫忌惮。 十号道 众人无言,他们的追求果然相差巨大。 我的祖父也来了,师兄你可以去与他们论道。 九头狮子道,他觉得十号如此修为,足以与荒域最强的修饰平起平坐。 石头心头一动,并未拒绝,尤其是九头狮子一脉,在上古年间多与神明打交道,知道与了解的更多,他想戒法。 这是一个更为幽静的院子,当中七八个老人坐而论道,伴着骨藤,放着蒲团,也有一种气韵。 当十号被引进来时,几位老人都动容,并未拖大,全都起身,因为他们知道十号是谁,明白他只要能活下去,将来应该可以傲视而行。 见过诸位前辈。 十号行礼 不管他多么强大,对于这些还算友好的老王还是很尊敬的,事实上这些人都是列阵境的巅峰强者,也许有朝一日能成为尊者。 小友请坐,无需多礼。 说话的是一个身穿黑色道袍的道人,经过介绍方知,这是火鸭的祖父。 这些生灵彼此间关系都很好,更是与火国的一位老王爷关系默逆,故此被请入了这个较为清静的院子。 天下将乱,这些人都有忧虑,除了论道外,也在谈论荒域大事。 十号也不矫情,平静的坐下,因为他有这个资格,足以与这些人平等相对,甚至光以战力来论,他难以寻到几名对手。 小友添纵之姿,古来少有,这么小就已登临绝颠,令人惊叹。 一位身穿金色道袍的老者说道。 十号知道,这就是九灵王,一个极其强大的王者,是九头狮子的祖父,实力恐怖,一只脚都快迈入另一个大境界,成为尊者。 晚辈来此,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修行上的一些问题。 十号很直接,在这等人物面前坦诚比较好。 柳神给他讲过修行上的大事,但是这等某一境界上的问题,很少提及,向这些老王者取经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火国的老王爷年近二百岁了,白色眉毛很长,听他询问如何迅速突破,露出异色,道,以小友之天资,如此速度已经很惊人了。 十号知道,火族人知道他进过该族的祖地,当下也不掩饰,道,若非进入贵国圣土,我不见得能这么快进阶。 想到这里,十号一探,同为谷国,十族的祖地为何差了不少呢? 火国的老王爷开口,道,十族祖地的传承更为惊人,若是小友有幸得到,应该能以最短的时间超越列阵王境。 十族祖的有什么传承? 十号惊讶,他便来自那个地方,难道错过了什么吗? 此时心中不禁一动,认真请教。 第411章 十族祖地的传承 十族祖地的东西了不得,尤其是对于列阵王境以后的尊者来说,更为重要。 火国的老王爷说道。 他一身火红的衣衫,偌大的年纪,盘坐蒲团上,满脸皱纹,眸子暗淡,可是提到十国祖地的传承时,眼中却有一种羡慕的光彩流转。 请前辈赐教。 十号虚心请教。 以你的天资,十国这一代人中再无人可比,前往十国皇宫,必然会被立位继承大统者,那传承自然是你的。 旁边有人说道。 十号醋眉,他现在并不愿进十国皇宫,因为继任魏十皇免不了血战,不可能平平静静就登上宝座。 是几张上古单方。 火国的老王爷说道,因为他看出,十号的确不知。 十号一正,十国祖地的传承仅是几张上古单方。 这未免太一般了吧,火国祖地那可是有圣皇宫啊,机缘无穷。 看来你真不知。 见他这副表情,旁边的九灵王微微一笑,虽然年迈,但是气血充沛,满头金色发丝发光。 十国的丹方了不得,连诸多上古大能都曾觊觎,却没有得到。 来自李火箍的火压王者这样说道。 几人都是这般肯定的语气,足以说明那张丹方的非凡。 你看我等,都非人族,但却对那几种丹方无比可求,就足以说明了问题。 九灵王很坦诚地说道。 火国的老王爷点头,道,事实上,那几张丹方可以说是无价的,便是那些太古神山都想得到,花费了极大的心思,可始终没有收获。 旁边一位元王补充道,十国的修行法门确实不凡,但却没有到逆天的地步,不过他们的几张丹方却让荒域许多大叫眼红不已。 十号惊讶,十国最珍贵的传承竟是那些东西。 据传,那几张丹方可以生死人肉白骨,借此药方熬练灵药,可以开启人体潜能宝库,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 十号深在列阵境,深刻明白想要突破有多么的艰难,与前几个境界相比,需要耗费很多倍时间都不行。 依照他的推测,想要跃入更高的大境界,成为尊者,最起码也要很多年以后了。 事实上即便如此,以他这个年龄段来说,那种成就同样很惊人。 可是十号不能驻足,他深知,只有不断前进才能自保,才可以率性而为,不受束缚。 不然,他这个所谓的天纵奇才,很有可能会过早的陨落,无论是布老山,还是补天教都不会看着他崛起。 便是魔灵狐也是如此,怎能容忍他军临荒域。 现在天下将乱,对他来说却是一个机会,可以趁乱崛起。 便是日后封山的致强者在出世,他也无所畏惧。 火国的老王爷叹道,可惜,我曾听闻,十国的担方不全了,从上古到现在发生了不少事,终是遗失了十分重要的一张担方。 几位老王点头,不然十国会更强盛,皇道高手比现在多。 目前,十国的所有灵物都被皇宫中的一两人耗去了,担方缺失后需要更多的天才地宝,不然根本不用这样。 几张担方而已,能有这么厉害。 十号文言,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自然超凡,有人推测,那担方来历不小,非常神秘,可以最大限度的助人修行,开启人体宝藏。 十号文言一呆,这些靠谱吗? 他一阵迟疑。 几张担方都在仁皇手中,可惜丢失了一种,而失去的那张担方原本是配合其他几张使用的,最是珍贵,不然的话将非常一天。 据几位老王讲,那些担方很惊人,其中一张对十号目前来说最有效,可以让他超越烈镇镜,成为尊者。 要担而已,终究是外物,能有那么大的效果。 我想即便这样突破,也有很多弊端吧。 十号说道。 火国的老王爷摇头,道,虽说是单方,但用法却不相同。 单方,可以用来炼丹,供认服用,这样突破的确有点取巧,容易造成到心不稳等。 然而,十国的几张鼓方却不同,可以去炼丹,但更大的用处却是不让药液承担,而是将人与药共同熬炼,激发人体潜能,打开血肉宝藏。 这不光是炼丹,还是熬炼自身,在水火阴阳中修行,熬炼肉身与精神,让自己涅槃,实现蜕变,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只会变得更强。 十号文言一愣,听着几位老王详细讲明白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丹方不仅开启血肉潜能,还能激增精神力,这是何等的惊人,不仅是炼药,还是在熬炼自身,这已经超过了炼丹的范畴。 可惜啊,十国皇族的丹方有失,而他们的祖地也找不到了。 离火窟的火压王者摇头。 十族很谨慎与小心,分明在外面打下了一片浩瀚疆土,成立谷国,可却不将所有族人都带去,封住了那片祖地,失去联系。 这是怕外界的族人覆灭,希望在祖的留下一脉,使之永不灭绝。 谈到这件事,几位老王既钦佩十国祖先的决定,也有一些遗憾。 现在想来,若想寻到完整的丹方,在外界肯定是不行了,连十皇手中掌握的,都缺失了最重要的一张。 只要找到那祖地,我想连补天窖,不老山都要动心,据传那丹方了不得,有天大的来头,使国祖先能够得到,也算是有大气韵。 九灵王说道。 谈极往事,他们都是一探。 可惜,这么漫长岁月过去,连十足自己都没有寻到回路,据传那片祖地下买有很不一般的东西,且葬有十国唯一寻回去的最强祭灵,他以遗骨等部下京士法阵,笼罩方圆数千里,使那里很难被大能寻到。 十号心头一动,他想到了柳神,据他讲,占了十足的便宜,故此守护村人,他在那里休养生息,汲取了地下的东西,法阵被踏破了。 况且,最后整片石村都转移了地方,现在应该比以前好寻觅了。 前辈,请问十足共有几张上古单方。 十号在说这些话时,心中并不平静,甚至有点激动。 若是没有遗失的话,应该有五种。 火国老王爷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一刻,十号觉得血流速度加快,浑身发热,忍不住想长笑,血脉喷张,无比的激动,但是他终究是忍住了,控制自身,迅速让自己平静下来。 因为,石村便有五张单方,都是从上古年间传承下来的。 不需要去多想,也不用再印证了,他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价值无量,若是传出去的话,足以引发滔天波澜。 在石村时,老族长时常遗憾,族内的传承断掉了,那些功法等不知道遗失在哪一室了,族人不再强大。 最终,村内只剩下了几口谷顶,还有一些毁不掉的坚硬谷物,以及五张单方。 昔日一些遗老,总是觉得对不起后人,因为没有留下道统,那些可以让石村傲立世间的法门丢失了。 现在想来,石祖祖的遭逢过一些变故,的确失去了很多珍贵的东西,但是那最重要,价值无量的传承,事实上并未断绝。 便是石浩也没有想到,竟然是那几张单方。 这可真是空手宝山而不知道啊,那么重要的单方,连那些太古神山都觊觎,岂能是繁俗。 结果石村的人太过朴实,当成了普通的药方。 这要是断绝,得多么的遗憾。 幸好,族人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并未丢掉,保住了这价值最大的东西。 石浩想到了小时候泡在药顶中被熬炼时受得罪,他还好,坚持了下来,而那些伙伴却承受不住,一个个呲牙咧嘴,哭天抢地,原来那不仅在熬药,也在熬炼自身的潜能与宝藏。 据传,那些单方每一种都需要数十上百种药材,而且都非凡品,消耗极大。 几位老王还在议论,虽然不曾得到,但却听到过传闻,很是感慨。 一般的人便是得到那几张上古单方,也难以发挥效用,因为光是药材等便无法集权,据顶级大实力才能凑齐。 十号对此深信,因为他了解这一切,老族长明确说过,当年让他们泡药玉,又是丢进去老药,又是扔进去蜈蚣,蝎子等,都是替代品,因为单方上需要的灵药,原始宝穴等,平时村上哪里去找。 当时,能得到酸泥血,那只能说是运气,便是如此也差远了,连一张单方所需的东西都无法凑齐。 这一刻,十号有些明白了,难怪石村下一代的孩子,比如大壮,二猛的后代都强于父辈,那是因为现在石村条件比过去强多了,他们泡药玉的材料都改善了不少。 我也是受贿者。 十号心中自愈,表面上却已平静,没有表现出来,不然的话这秘密太惊人了。 原来石村最珍贵的传承一直都在,始终没有断绝,只是自身不知而已,十号眼眸深处神光一闪而美。 真是百般寻觅,却发现就在掌中。 听闻十足有一口鼎痕了不得,是与那单方一起找到的,用它熬炼肉身,效果惊人。 火国的老王爷说道。 十号心头一动,想到了那最为奇特的黑鼎,应该就是那口,当时熬炼血肉饱药时,可是听闻到了各种神秘的声音,连上面的涂痕都要复活了一般。 第412章 灵药重要 原来如此,那竟是一口上骨宝顶。 十号恍然大悟,他对那口黑鼎太熟悉了,因为那几乎是他专用的药鼎,被从小炮到大,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尤其在淬炼酸泥血与毛球的真血时,那鼎曾经复苏,传出各种祭祀音,浮现上古仙民以及诸天的痕迹。 日月星辰点缀,太古凶兽与神秦腾空,更有花鸟鱼虫,大月瀑布,那种景象很壮观,绝对是一种奇景。 那口顶可是了不得呀,据传寻常的灵药放进去也可以激增药性,使之不凡,那古顶为西式珍宝。 火国的老王爷说道。 同为古国,他们对十族西年的逆天阵族至宝了解很深。 十族祖先很保守,或许也可以说有忧患意识,立国后立刻将西珍骨气与另一主脉传成一同藏匿。 十号越发的明白了,那口顶不凡,虽然熬炼他时没有什么奇异灵药,但经过此顶加持,也让一般的药草效用强不少。 当然,这口顶并没有对他起到什么过于逆天的效用,毕竟他当初所用到的都是很普通的药草,连一株灵药都没有用过。 从本质上来说,他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最主要还是靠他自己,正如柳神所说,草木枯萎了又繁荣。 他在强宝中失去至尊骨,最终靠自己熬了过来,比原先的更为强大,潜力猛增。 小友如此天资,若是去十国皇都,我想那人皇肯定会选中你当作继承者,那传承下来的四种单方必会交到你的手中。 一位王者说道。 李火空的火压王者叹道,事事难料,小友应多考虑一番。 十号点头,一瞬间他想到了很多,而今不比从前,他可不是得罪了魔灵湖那么简单,如今布老山,补天教都与他对立,将因此而引发诸多变数。 值得庆幸的是,他不需要去十国皇都,因为真正的完好单方就在石村,他何须去求别人。 随后,他们坐而论道,非常融洽,十号虽然是一个后辈,但是没有人敢轻视,他每每出言都切重要点。 他在修行意图上有着惊人的天分,让几位老王身为惊叹,越发觉得他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小友,以你之天资,注定会有一番惊人的成就,不过人心难测,有些事须谨慎小心啊。 九灵王说道,他是一个很强的老王者,一身修为十分恐怖,有可能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尊者。 他并非出自太古神山,只是一种血脉,能有这样的成就,绝对算是无比惊人了。 十号漠然,他自然知道九灵王的好意,这是在隐晦的点化他,让他隐忍,不要与不老山还有补天教硬碰。 小友日后注定会凝练神胎,而今不妨寻个清静地,做官数十年,总有僻逆天下时。 火国年近二百岁的老王爷说道。 多谢诸位前辈的指点与好意。 十号点头,明白他们的意思。 可是他深知,默默闭关,苦修术实在那与他本心不符,一个少年再怎么老成,也无法做到没有烟火气。 况且,他的道心并非讲究出事,强行困住自身,与其心性向背,难有什么作为。 自他走出石村以来,一直是踏浪而行,敢于迎着风暴,逆着困境,一路打磨己身。 十号知道自己的路,明白该怎样走,他不会陷自己于危境中,也不可能为了保命而龟缩一鱼,自己的道徒需要自己去印证。 这一次与几位老王论道谈法,十号收获颇丰,毕竟这几人是驻足在列镇境多年的修士,经验丰富无比。 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老人了解不少秘心,讲了一些译文,对十号帮助不小,比如老火鸭告诉他荒域及西之地有一片火焰山。 那里有一种奇药,为西式之针,可以入丹方中,作为主药,助人成为尊者。 可惜太危险了,进入那片山脉,将九死一生,自古至今都很少有人采摘到那种奇药。 类似的秘心还有一些,比如九灵王告诉十号,荒域有一片黄金地,那里连石头都是金色的,拥有不朽的神性,可以熬炼人的身体。 但同样,那也是一片禁区,想要走进去,也许刚起步便被可怕的金色规则斩碎了。 十号起身,他知道,自己毕竟是一个后辈,与这些老人话题不多,有所收获后便告辞,退出了这座小院。 石兄,看来你收获不小啊。 五色蓝鸟说道。 此时,他们正弹得兴起,大红鸟喝多了,在这里跟这些人吹牛,言称自己见到过天神,一株充满大道神韵的柳树,弥漫混沌气。 十号给了他一巴掌,将他拍醒,赤道,别在这里胡言乱语。 众人大笑,自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大红鸟尴尬,意识到自己糊涂了,赶紧转移话题,道,你们知道火国的寄灵居于何地吗? 因为,他想拜师,成为朱雀的弟子。 一会儿火灵儿公主来了,你直接请叫他不就行了。 九头狮子道,很快他神色一致,看向远处,神色凝重。 十号心有所感,回头望去,只见一头白虎匆匆一瞥,从这片院子门前路过。 西陵兽山的白虎王。 九头狮子道。 西陵兽山,那绝对是一个可怕之地,曾埋葬有太古凶兽的尸骸,是一片古坟区。 一些原本守灵的遗种,慢慢发展,多年过去后,成为了一股很强大的势力,在荒域非常的出名。 曾有不少人去那里挖宝,在上古年间曾有人得到过神圣之物。 可惜,毕竟只有寥寥数人有所获而已,有一片坟区域阴气极重,不时有黑雾肆虐而出,引发灾祸。 久而久之,那块最诡异的坟区就无人了。 但是,那片古灵的其他地方却灵气很浓,使得西陵兽山这股势力越发的强大了。 这头老白虎有所绝呀,难道知道我们在柏断山斩掉了他孙子? 九头狮子说道。 十号眸子中闪过神盲,他与西陵兽山可不仅是这么一点仇怨, 当年补天阁覆灭,西陵兽山,上古世家拓跋族等都曾来袭。 不用担心,他真想出手,也得先过我这一关。 十号说道,现在他威名已起,谁想找麻烦的话,不先除掉他,是不敢妄动其他人的。 随后,十号向他们询问各种灵草,在哪些地域生长。 因为,石村中的武装单方,他都知晓,自幼跟在老族长身边,时常泡药玉,岂能不了解玉精通。 他想在最短的时间突破,现在该开始收集各种灵药了。 因为,所需实在太过惊人,任何一种单方都需要数十上百种药草,都不是繁品,甚至还需要凶兽血,以及银天吾,金蝎这类奇虫等。 黄泉竹,这等诡异的灵木传闻在西陵兽山出现过。 紫雕说道。 不错,我也曾有过耳闻。 火鸭点头。 十号所列的主要当中,黄泉竹必不可少,甚至都没有替代品,故此他郑重询问,不曾想历史有了线索。 哎,看来我必然要去西陵兽山走上一趟啊。 十号清雨。 石兄,那里可能有太古大能的坟,甚至有石兄的坟,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挖出什么原始宝谷,要不到时候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五色蓝鸟双目发光。 再说吧。 石号没有立刻答应,因为那里有什么凶险很难说。 而后,他站起身来,道,走,我们去转一转,看一看那片的园子中有什么宝药可以交换。 早先不知,现在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后,石号自然分外上心。 这次聚会,除雀交流外,还可以交换各种宝物。 不久前,他曾得到一块太阳石,对那些灵草根本没在意。 现在重返这片园子,他开始挑选,认真的观看,果然见到了不少宝药,有一些对他真的有用处。 他们分散开来,帮助石号收集药草。 咦,太古神山的唇血生灵也来了。 有人议论,这片园子中出现了多股极强的气息。 显然,这些生灵来得较晚,才赶到这片庄园,神山多药草,竟有人带来了几株在外界很难见到的灵药,自然是天价。 我这次破例,代表要来外界,只想要最吸针的炼气宝料,没有的话不要靠近。 一个年轻的唇血生灵说道。 石号惊讶,他见到了熟人,紫衣少女芸汐在那里,对方也看到了他,竟然非常激动,立时冲来,眼神热辣辣。 这在过去不可想象,石号跟他摔过胶,咬过他晶莹的耳朵,芸汐恨死他了,后来经历一些事虽然不想报仇了,但也不可能如此热情。 喂,你想对我做什么,我警告你,别靠太近,对我偷袭的话,小心我直接将你扛走。 石号说道 令人惊讶的是,拥有青城容颜的绝代丽人芸汐,竟一把抱住了她的一条手臂,没有放开。 远处,几尊唇血生灵顿时变色,芸汐的容貌自不必多说,在各座太古神山年轻一代人中非常有名,是很多人心中的神女。 可是,她现在居然主动抱住了那个少年的一条手臂,这实在让他们震动,历时觉得心中一阵空空落落。 咦,你想通了,准备让我扛走,帮我守村子。 石号说道 第413章 金翅大鹏 芸汐俏脸微红,想松开石号的那条手臂,不得不说,迎白而美丽的面孔上浮现红霞,她更加动人了。 绣发光亮而柔顺,肌肤晶莹富有光泽,身段厄罗,凹凸有致,于超尘脱俗中不乏祸人的神韵,是一个魅力十足的绝代佳人。 然而,石号却一代,让她没有能松开,问道,想跟我回村子,但也不用这么急吧。 不远处,几位纯血生灵都脸色难看,看着太古神山最出名的神女儿金与石号走得过近,每一个人都心情糟糕透顶。 我族的神灵法器呢。 紫衣少女芸汐问道,似乎很激动,显然有隐情。 石号一正,怎么一见面又被追要这件宝具,她是说什么也不会交出去的,特别是见过二秃子,被提醒过后,更不可能答应。 请还我宝具,我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交换。 芸汐开口,时隔一年半才再次见到石号,她自然很激动,同时也有忧虑,怕她再次拒绝。 我还以为你要跟我回村子呢,结果还是因为这件事纠缠,那就不用多说了。 石号拒绝。 你想怎样才能还我? 芸汐问道,激动中还带着粪粪。 芸汐,她到底欠你什么,说出来让大家听听,这么多人在此,难道还不能主持公道? 一个少年开口,她是新出现的,从园子外走来,比石号大不了一两岁,来自太古神山。 她一头金发,连眼睛闪烁黄金光,她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巨傲之色,但是眼底深处却有金光一闪而美。 这是大鹏族的一个少年。 不远处,一些年老的修士震撼,洞悉了这个少年的来历,全都悚然。 因为,金翅大鹏绝对是这个世间最强横的种族之一,号称可以吞食神灵,所向披靡,傲视太古年间。 该族不仅是吃神魔,自身亦被封神,且光是被封为天神的族人就不止一两个,从太古到晋古一直位列荒域最强横的几大种族内。 太古的金翅大鹏为何强大? 因为他是昆鹏的亲子,且是最强的一脉,虽然差了一些不能名列石胸中,但是依旧震动古今。 这位一定就是有少年至尊称号的石胸了,久仰大名啊。 那少年拱手,并不失礼。 石浩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他现在可与老辈王者并列,这样做自然不算失礼,这是一个强者为尊的大荒时代。 金发少年眼中有神光一闪而眉,他也算是一个了不得的精士天才,纵然是老辈人物见到,也会赞叹几声,不曾想,石浩竟只是点头而已,让他很不舒服。 石胸,你到底拿走了芸汐什么,请还给他吧。 你都不知道我拿了他什么,就让我还他,你确信我欠他东西吗? 石浩平淡的回应。 他看出来了,这个纯血蓬族少年很骄傲,虽然表面上对他不失礼,但心中非常不服,一直在隐忍而已。 芸汐都说了,你欠他法器,怎么可能有错? 少年说道,看着石浩,眸光灿灿,并不畏惧。 现在小时威势惊天,不要说同龄人,就是老辈人物都忌惮不已,在目前这种大环境下简直快无敌了。 所有生灵都认为,应该绕着他走,对其十分敬畏。 事实上,人们相信,没有人敢挑衅他,可现在却出现一头金池大鹏,对石浩虽然不算服逆,但似乎要据理力争,顿时引人侧目。 难道他想挑战石浩? 许多人心头惧跳,感觉一阵振奋。 我说,我的一株圣药落在了你族,请你还我,可以吗? 大红鸟接口,道,难道就因为一个人提出要求,就一定是真的,既然如此,请你还我一株圣药。 众人皆露出异色,这是要针锋香对吗? 道友,你这是无理取闹。 金发少年看了一眼大红鸟,而后又望向石浩,道,石兄分明欠云西一件宝具。 怎能不还? 以石兄而今的身份,不至于抵赖吧。 众人吃惊,他还真敢说话呀。 很快,部分人就明白了缘由,多半不仅是因为那紫衣绝代佳人,还因为他是鹏鸟,而十号拥有昆鹏宝数。 没错,一定是这样。 众人倒吸得了一口凉气,今日可能还会有一场大风波呀,鹏族有何来历,谁都知道。 据传,该族最大的希望就是寻到昆鹏的无缺传承,不会容忍落在外人手中,现在都在传言,石浩可能得到了昆鹏法,自然会惊动金翅大鹏一族。 这一脉虽然数量极其稀少,但个个都恐不吓人,号称最强大的几种纯血生灵之一,这要是该族的意思,也许会不计后果的对付石浩。 甚至,有尊者不惧生死,会从封闭的山门内跳出。 我的是何须你多余,石浩只是冷漠的瞥了他一眼,似乎不曾看在眼中。 金发少年心中不愤,这是一种蔑视,他说了这么多,对方都根本不在意,也不动怒,不将他当成同一数量级的人看待。 而后,石浩转身看着芸汐,道,那件东西,你是祖父欠我的,上次不是说清了吗,怎么还要? 芸汐抓住他不放,生怕他走掉,因为那件法器关乎甚大,凑成一对才能拼成一把钥匙,开启那尘封的门户。 其实,石浩也早有所觉了,回到村中时,二秃子便对他说过,那法器不能给对方,让他们先及上一级,因为关乎甚大。 石浩已经猜到,二秃子多半就是因为知晓天人族的秘密,故此被逼躲进百段山,一直不肯出来。 事实与他所料相差不大,而今天神山的人也终于明白了那个秘密,只是毁之晚矣,那最重要的钥匙竟被他们无意中送出去了一把,落在了石浩的手中。 这针跟肉包子打狗一般,有去无回。 我愿意以别的神灵法器交换。 芸汐说道。 若非关乎一个惊天的大秘,涉及到所谓的神域,他不会这样乱了分寸,如此激动,生怕错过。 不换。 石浩摇头拒绝。 石兄,你这样不太好吧,那本是天神山的宝物,你这样据为己有,有点说不过去。 金发少年再次开口。 我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你也看到了,芸汐自己都承认,那是我的东西,她想交换而已。 你一个外人掺和什么? 说到这里,石浩木战神盲,盯着他,语气一下子严厉了起来,道,你一而再的乱语,莫不是以为我不敢斩你。 这一刻,他锋芒毕露,眸子中光束惊人,一股灵力气机静逼的那金发少年忍不住倒退,心中震动,一阵发寒。 他纵然是金池大鹏,对上石浩,也是无底,有些心虚了。 金发少年不甘,大声道,谁说我是外人,芸汐将成为我的嫂子,我自然可以据理力争,有何不可? 你胡说,我与你足没关系。 芸汐反驳。 是他,难道那个人回来了? 有人轻语,似乎知晓了是怎样一种情况。 曾有耳闻,金赤大鹏一脉去天人族求婚,想迎娶芸汐神女。 不知不觉间,园子中又来了两个纯血生灵,这般议论。 那个人真回来了,号称太古神山最强奇才。 有人倒吸冷气。 很快,人们便知道了怎么回事,金发少年的兄长在多年前去域外历练,一直未归,而今回到了荒域。 我听到过他的传闻。 九头狮子说道,连他都有耳闻,可见那位鹏族高手多么的强大。 十号也恍然,知道那是怎样一个人物了,在过去他与纯血生灵大战时,芸汐曾说过,各大太古神山也许只有一两人可以力敌他,可惜那两个天才都去域外了。 显然,其中之一就是金翅大鹏一族的最强天才,而他还与芸汐有些关系。 我族长辈已经去天神山提亲,而且我兄长今日也来了。 金发少年说道,神色中露出一点自信,还有一点傲然。 显然,他十分钦佩他的兄长,相信其实力。 十号也露出好奇之色,也想见识一下他的兄长,毕竟是曾经走出荒域的奇才,让各大神山的纯血生灵都敬服,必有过人之处。 尤其是,很早以前,他就听闻了那两人的强大。 一股异样的波动样起,而后一道金色连衣浮现,园子中多了一个人,很多人都不曾看到他是如何迈步而来的,像是凭空幻化。 唯有十号很平静,因为已经看出,那是金翅大鹏的急速身法,的确快得离谱。 芸汐,好久未见,你一向可好。 年轻的男子开口。 众人一叹,这个男子太英俊了,金发如神阳,身材匀称而强健,是一个极其富有魅力的美男子。 我与你没有什么关系。 芸汐说道,并且再次抱住了十号的那条手臂。 十号醋眉,这一刻彻底明白了,芸汐不仅是想要回护臂,还想摆脱这个金发男子,在这里利用他的威势。 不过,他很快又舒展开了眉头,并没有说什么。 请你不要来找我了。 芸汐很平静的对金发男子说道。 十号文言,眉毛跳了又跳,他可不想被人利用,闻着他发丝间诱人的清香,又看到那晶莹的耳朵,离他很近,他想到了百。 第414章出乎意料。 芸汐耳朵一通,刹那知道发生了什么,瞬息横移了出去,笑脸布满红霞,忍不住尖叫。 同样的事居然又发生了一次,唯一的区别是没有满地摔跤,但这也足以让他休脑,那种尖叫声令众人不禁捂住双耳。 小肥,你,芸汐气坏了,没有想到,利用十号这波有些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 芸汐盈白的俏脸早已变成红色,便是整具机体也一片粉红,同时忍不住颤抖,这种感觉让他愤怒,所发生之事让他羞愧难当。 怎么会如此? 他羞愤得说不出话来,没有利用到对方,反被占去了大便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众人瞠目结舌,竟见到这样一幕。 在一起,扛回去。 大红鸟熬的一声大叫,嗓门贼大。 这个院子的内的修士都露出一色,这鸟贼大胆。 什么都敢说,没看那金翅大胆在咬牙吗? 不过想到他的主人,众人又释然了,有何不能说,小时的威势无需多余,连布老山的人都照样被切菜。 红侠布满双颊,芸汐瞪向大红鸟,他尖叫过后,又看着十号,握紧拳头,可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另一边,太古神山的一群少年都目瞪口呆,这是他们心中的女神,却被小时亵渎了,他们震惊而又愤怒。 怎么会这样? 一个少年喃喃自语,难以接受所看到的一幕。 在吃龙,碧芳等人心目中,这位天人族的少女圣洁无暇,不可侵犯,在太古神山年轻一代中拥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犹若圣女。 你在挑衅太古彭山吗? 金发少年神色阴冷,大声呵斥,而后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兄长,忍不住要一战。 挑衅太古彭山。 十号转身,看向他,这个少年不过比他大了一两岁而已,一身金色战气腾腾。 芸汐将嫁入我族,你敢对他无礼,金发少年见眉挑起,带着一股冷意,金色瞳孔中射出两道弹金色光束。 彭族的气息扑出,强大的波动扩散,让整片圆子都一阵摇动,这是一个天才,在这个年龄断有了一身惊人的修为。 我怎么听到芸汐说,与你们没有什么关系。 十号说道。 芸汐高耸的胸部起伏,惹人瑕疵无限,他体态修长,曲线起伏,拥有傲人的身材,此时渐渐平静下来。 金芸霄,我与你们彭山没有任何关系。 他这样说道,同时狠狠的瞪了一眼十号。 你! 金发少年金芸霄脸色难看,被人这样当面反驳,彻底推翻刚才所说的一切,让他极其不舒服。 他是来自彭山,一个骄傲而强大的种族,他号称是间少见的天才,今天被小时轻视就已经很不满,现在更加不痛快。 喂,我说人家跟你没什么关系,已经说几次了,你难道还想用墙不成? 大红鸟斜着眼睛看他。 金芸霄脸色阴沉,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睛不断扫视芸汐还有十号,认为这两人坚说不清道不明。 不光是他,便是太古神山的那群少年也都惊疑不定。 平日间高不可攀的芸汐神女怎么会这样? 主动亲近那少年不说,被逆袭后还是这个态度,一再拒绝彭山。 芸汐怎么了,难道被胁迫了,可是不太像啊? 有人轻语,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宁愿芸汐嫁给彭山的最强奇才,也不愿他与十号有什么关系,因为觉得前者更合适。 太古彭山的最劫奇才,金芸藤,曾行走于各大神山间,与他们很熟,而且自初世以来未尝一败。 后来,他只伸上路,一个人离开荒域,去域外苦修,一切都是为了魔力与提高自身的战力,虽然一去几年,但在这群少年中威望依旧很高。 毕竟相熟,若是实在要为芸汐选一个夫君,他们也希望她嫁入彭山中。 芸汐,别冲动,芸藤大哥多好啊。 一个少女说道,她拥有一头绿色长发,长得还算秀美,劝解芸汐。 小时虽惊艳,但毕竟与他们不是一路人,尤其是他们了解到,十号很强势,斩杀过神山的尊者,更是吃过青鸾。 芸汐你怎么了,便是不想嫁人,也不用这样拒绝,芸藤大哥是何等的奇才,你应该知道,这样有点伤人。 另一位少女说道,来自神山的这些年轻人,男子对芸汐有好感的很多,视为心中的圣女,此时见她这样,心中空空落落。 而太古近的走出的女子则更倾向于金芸藤,为其说话,因为这个最强奇才当年闯下了赫赫威名,很多少女都对她有好感。 芸汐虽然已经渐渐平静,但想到刚才的暧昧,还是令她再次霞飞双甲,暗中磨银牙,心中一叹,果然是想利用别人,便得付出代价。 我知道该怎样选择,现在真的不想考虑个人的事。 她没有多说,只有很简短的一句话。 到了现在,人们自然已看出,她真的很抗拒,而且应该是想利用十号当挡箭牌,结果那家伙不按常理出牌,做出非常出格的举动。 当明白此中玄妙后,来自太古神山的那些男子都不自禁尝出了一口气,芸汐仙子这种选择最好不过。 就连他们看向十号的眼神也不再那么凶悍了,毕竟这只是一个挡箭牌,并不是真正的威胁。 金发少年金芸霄沉下脸,冷冷地扫了一眼十号,暗自冷哼了一声,他很不舒服,认为今日之事有损蓬足名声。 小时你虽惊艳,但也莫要欺人太甚。 他这样冷冷地说道。 小时也是你可以随便称呼的嘛,大红鸟赤道,而金双十是一种美称,但都是老辈人物那样谈论,同龄人一般不会拖大,直接称其为小时。 金芸霄傲然而视,看向前来,身体扩散出一股可怕的波动,直逼大红鸟,显然他不服十号,带着一股杀气。 所有人都感觉到一股难言的心迹,几乎要窒息,这令人震撼,这金鹏族的少年果然强大得可怕。 不要说同代人,就是老辈人物也都动容,这等英杰一旦成长起来,他日必是一个了不得的尊者,不会有任何悬念。 大红鸟呼吸困难,他现在的实力的确很难与唇血生灵中的佼佼者媲美,便是旁边的九头狮子也一阵吃惊,感觉到了压力。 十号冷哼了一声,赶在他面前动手,妄动他这边的人,这是一种挑衅,他不会放任不管。 他身体没有动,仅是一道冷哼,却蕴含了一种大道神音傲义,如一柄锯锤向前砸去,轰隆一声,虚空都在抖。 金云霄闷哼了一声,脸色有点苍白,不可思议的看着小时,两者间差距明显,他纵为天纵奇才也不是对手。 这时,他的兄长金云腾终于动了,通体笼罩一层金色的光韵,宛若一轮发光的太阳,便是金色的发丝都染上了一层圣洁的光彩。 他身体匀称而修长,英姿出众,向前迈步,这种金色光辉弥漫,遮住了自己的弟弟,让他苍白的脸有了血色,不再感觉心悸。 金云腾并未发怒,话语温和,道,云霄不得无礼,师兄乃是一代添骄,岂是你可挑战的,将来这个世间没有几人能抗衡。 这出乎众人的预料,以为一场大战将起,不曾想彭足这位最强奇才根本不曾动怒,并且管住了自己的兄弟。 兄长!金云霄不服,想说什么? 然而,金云腾只是扫了他一眼,他便闭口了,对这位大哥很敬畏,不敢服逆。 无论怎样,云霄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别人无权干涉。 金云腾说道,领着他便走,并未出手。 众人深感意外,凭着直觉人们知道,这个彭足奇才极其强大,而且可能还会强得很离谱,可居然这么淡定,就这样离去了。 这让准备看戏的大红鸟一阵无言,感觉一切都到火候了,就等着看一场奇才大决战了,结果就这样云淡风轻的结束了。 他怎样? 九头狮子问道。 很强,早已达到猎阵境,是一个年轻的王。 十号达道,这是他看到的一个十分年轻的王,是太古神山中走出的最强同龄人。 金云腾只有十八九岁,能有这等修为绝对算是惊人了。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十号,在十五岁就封王,古来罕见。 小心哪,若是别的王者也就罢了,可他是鹏族,各座太古神山中走出的最强纯血生灵,这就恐怖的吓人了。 火鸭提醒道。 十号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一场风波散去,芸汐并未离开,提了几个条件,想交换神灵法器,结果都被拒绝了。 十号认真选择灵草,与物主交换,在这里收获不小,得到了十几种需要用到的灵药。 不久后火灵儿赶来,作为地主。 热情宴请十号,九头狮子等,只是当某一道菜上来时,却让一群人瞠目结舌。 这是什么,猪耳朵,五色鸾鸟发呆。 这是一道冷盘,摆放在玉石桌上,与其他针鸟一笔,显得格格不入。 某人不是爱吃耳朵吗,特意为他准备的。 火灵儿说道。 哈哈,一群人大笑。 十号尴尬,被人提及,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芸汐也没有离去,同样被请入这一桌。 他说,遇到这个场面后,更是玉蓉粉红,这也太让人难为情了。 他恨恨的瞪了一眼十号,而后又毫不犹豫的看向火灵儿,竟渐渐坦然了,不再尴尬。 最后,十号告辞,这个气氛令他感觉发囚。 石兄要去哪里? 火鸭问道。 我准备游荒域,看遍这壮丽山河。 十号答道。 好,左右闲着无事,我们也跟你一起去。 九头狮子道,他们也想去游历。 你们要小心,万一离开黄都,多半有人会动手。 火灵儿提醒,因为他听闻到了一些消息。 无妨。 十号无拒。 最后,火灵儿竟抱着小狼也跟他们同行,除此之外,还有芸汐竟也一路相随,跟着他们离开了火国黄都。 第四百一十五章药兜。 离开黄都,无论是九头狮子,还是火灵儿等都在戒备,因为得到了一些消息,有人要对十号他们出手。 宏伟的城墙远去,踏在地平线的尽头,红日西队,他们并未遭袭。 就是夜宿一座小城的客栈中,也没有什么意外,这一晚非常的安静,预想中的麻烦并没有到来。 嗯,得到禀报,有人去血神楼留下重金,买你头颅,可是这个杀手殿堂并未接,退回了那些原始宝谷。 火灵儿得到这样的消息。 众人凯叹,荒狱中十分出名的这个杀手殿堂都忌惮十号,没有敢对他动手,让他们很惊讶。 石兄威名远播,让人佩服啊。 三眼族的两兄弟的确是心头震动,血神楼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这些杀手来自各族,强大而惊人。 据传,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他们失守的时候,甚至在鼎盛时,连尊者兜的头颅都敢斩掉。 没有意外就好。 不管怎样说,众人很高兴,没有谁愿意总是在杀伐中前行,杀手退却自然是一件好事。 猎阵王境,一个很难突破过去的剑,十号想要缩短时间,迈入更高的境界,自然是要动用祖传的单方。 现在所缺的就是各种灵药,需要去收集与凑齐。 火国有哪些明山大川,我想亲自去采药。 十号向火灵儿请教。 去什么明山大川,收集灵药不一定去那些地方,直接高价收购就可以了。 火灵儿告知,真正精通炼药的药师,哪有时间去自己去采摘,都有专人为他们准备。 去药都。 九头狮子道,他对此也比较了解,毕竟出身与来历惊人。 药都,是一个极富盛名的地方,传承久远,自上古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出名。 这不是一个门派,但却有相应的规矩等,那是一座古城,就坐落在火国境内,许多药师都在那里出没,自然有诸多灵药。 传说,那是药神的出生地。 在此之前,十号对这些不了解,现在听他们道来,越发感兴趣,决定就去那里,换取足够多的灵药,让自己突破。 我也去。 大红鸟说道,他本是为拜师而来,不过这也是顺路,火国的组的就在那个方向上。 这一路上,他们并未当个,坐在火灵儿带来的虚空兽皮上,撕裂虚空,若闪电一般没入进去,速度达到极致。 不然的话,光靠他们飞行,注定要耗时一两个月,因为这片大地太广袤了,到处都是大泽荒野,茫茫无边。 虚空兽,便是上古年间也极其稀少,无论是他们的古还是皮,都是制造空间法器的无价之宝。 在这一世几乎很难见到活着的虚空兽了,故此这可以撕裂虚空而穿梭的神兽皮极其宝贵,价值连城。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从虚空中穿越而出,身后的黑色裂缝缓缓闭合。 有这种宝贝,想去哪里不行,真是让人羡慕。 火鸭等一种都跟大红鸟一般流口水。 这是一片山脉,云雾笼罩,灵气十分充足,隐约间可听到原体唬哮声,各种猛琴与异兽出没当中。 这是哪里? 不可能是药都,众人看向火灵儿,表示疑惑。 距离太远,即便是有坐标,虚空兽皮也不可能很精准的出现在目的地,不过应该不会偏差太远。 你们看,这片山脉中隐约间有药箱扑鼻,说明有不少药田,想来我们距离很近了。 火灵儿做出判断,指点附近的山峰等。 众人点头,踏在宝具上,飞出这片山脉,来到一片平原,前行百余里后看到了一座古城,正是药都。 在这城池外,有各种药田,不仅清香弥漫,还有各种灵气缭绕,看起来相当的不凡。 除此之外,更有一些十分吸针与罕见的灵虫等出没,在老药中钻来钻去。 咦,那是黄金药蝶,五色蓝鸟惊呼。 在那药田中,有一只金色的蝴蝶天然飞舞,一对翅膀呈现金黄色,能有三尺多长,洒落下灿烂的光辉。 他所过之处,那些药草生机勃勃,许多花蕾绽放,药香浓郁。 蝶中有两种最出名,一是猎天魔蝶,战斗力恐怖的惊人,还有一种便是这黄金药蝶,可以让灵药等长势更好,此外还能帮助药师炼药。 这应该不是纯血的黄金药蝶,但是也很罕见了。 火灵儿做出判断。 便是城池下也都是药田,被人磕下了诸多法阵,聚拢十方精气,引入这些药土中,滋养那些药草。 除却那些大荒禁地外,据传这里是最适合草木生长的地方了。 九头狮子道,显然他听到过那些传说。 药神诞生于此地,并且最终也陨落此地,他的一身精气包括药性等,皆化作灵雨,洒落在这里。 哎,上古年间,天骄崛起,诸圣争霸,连药神都陨落了,可见那个时代多么的辉煌与可怕。 他们到了古城进前,这城墙很矮,甚至有的地方都倒塌了,残破不堪,而一对城门更是早已失去。 但城内很热闹,没有一点荒凉的迹象。 从上古到现在,药都已经成为一方圣地,这城墙虽他,但是并不影响城内的一切。 事实上,这里的人并不是没有能力修补,只是觉得没有必要,药都不需要城墙来守护,古墙等不过是一种记载过去的痕迹而已。 刚一进城,便有浓郁的药香扑鼻而来,灵药之气让他们浑身舒泰。 啊,这是一株灵药树。 火鸭发呆。 城中主道旁,有一株古树,树人都合抱不过来,有一种沧桑古异,满树蔽叶散发绿光,此外还有几朵硕大的花蕾,流动晶莹霞光,散发香气。 火鸭听到过传说,药兜中有古药发生了变异,由灵草长成了树,活得岁月很久远。 这株灵草活了五千多年了,最终没有化成圣药,反倒渐渐通灵,成为了一株药树。 老药,所活岁月无比久远的并不少,还有万载古药呢,可是能长成树,摆脱过去的那就罕见了。 据闻,这株灵草遭过雷击,意外得到一汪雷结叶洗礼,莫名发生变异,才成了这个样子。 十号自然知道雷结叶多么的珍贵,当年在补天阁时,慕颜老祖教他雷法,曾经为了成全他,而带着他与雷雨天进入云层中练化这种雷结叶,十分凶险。 而在那之前,慕颜老祖自己也只炼化倒过一滴而已。 这株灵草能得到一汪雷结叶洗礼,那可真算是天大的造化了。 他不是圣药,但效果却不比圣药差多少,更为重要的是,他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火灵儿说道。 众人自然吃惊,了解到此树的来历后,都围绕着他观看。 便是芸汐出自太古神山,见到过多种奇药,也在这里露出惊荣,上下打量此树。 他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高足友上百米,主干上老皮开裂,油若隆林,那些叶子闭光一缕一缕的垂落。 众人闻到了一股芬芳,竟然失神,呆呆站在这里。 除此之外,这株灵药树还垂落下几根晶莹的枝条,触碰到他们的身体,发出霞光。 十号一惊,已经复苏,但并未感觉到杀意,没有对抗。 很快,九头狮子,火压他们也都醒过神来,惊叹不已,这棵古树站立肯定不低。 火灵儿解释道,任何进入药兜的人,都会被灵药树检查,他可以探出对此地包藏祸心的人。 九头狮子点头,道,我也听说过,此外还曾听闻,这株灵药树上所结出的花朵是仅次于圣药的宝物。 你们知道的道不少。 旁边有人笑道,此时已经进城,街道上人很多。 可惜,老药树每年只结几朵花而已,每次都拍卖出天价,一般的人可是求够不及呀。 另有人感叹。 在这株树上,只有几个花蕾,颜色都不相同,晶莹灿烂,散发光辉。 进城后,十号他们觉得眼睛不够用了,各种药草都有,各种药味混在一起,静隐约间可以洗敌人的机体印集。 药兜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他们感慨。 卖神草了,一件圣人法器就可交换。 不远处有人摆摊叫卖。 这让大红鸟等听得目瞪口呆,还有神草。 嗯,来到这里要有好眼力才行,自己注意分辨。 有人提醒。 几人历时明白,即便是药都也有各种名不副实的草木被摆出来卖,当然也真有可能会出现独一无二的奇药。 黄金药蝶,举世无双,仅此一对,想买的话速速出价了。 另一边,有个老者抱着玉冠在那里叫卖。 十号他们凑过去观看,只见玉冠中有两只毛毛虫,看得他们又一阵无言。 年轻人,没听说过破茧化蝶吗,这是黄金药蝶的幼年形态,还没蜕变呢?老者笑咪咪。 骗谁呀,弄两只虫子就敢蒙人。 大红鸟不愤。 老者一脸坦然,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道,我可没瞎说,世间若还真能寻出一只真正的黄金药蝶,一定在药兜中,说不定就是一只沉眠了无尽岁月的毛毛虫。 他们没有停留,继续向前走去,不久便又被震住了,像一株奇异的药藤望去。 这里有一小块药田,很多人在此排队等着炼药,规规矩矩,让人吃惊的是,炼药者是一株骨藤。 这是怎么回事? 十号等人都吃惊。 这骨藤上结有一朵花,形似药顶,闪烁青铜色,并且可以发光,冒出火焰。 排队的人投进去药草后,这青铜花顶便开始炼药,十分的惊人。 一位老玉为他们解释,道,这是药兜中的一株神圣药藤,所结的花朵宛若青铜鼎,并且他吸收过从天而降的一团神火,令他蜕变,最终通灵,可以帮人炼药。 还有这等事。 十号等人很震惊,越发觉得药兜神秘,想住上一段时间,仔细探个究竟。 你们来的倒是巧,再有段时间,这里说不定会有神圣至宝古药出现,那种盛况非常值得一观。 第416章 黄谷 青铜鼎一尺多高,结在一株骨藤上,即便听到了旁人的介绍,十号,火鸭等也有些惊异。 因为他们看到有人放进去药材请他熬练时,一些坚硬的瘦骨块撞在那顶上时枪枪作响,发出的分明是金属颤音。 藤蔓绽开青铜花朵,这相当的让人愕然,匪夷所思,并非仅是看起来像青铜鼎,分明是真实存在的。 这没什么,这猪骨藤与那灵药树并列,都是药兜中的奇异存在,守护这里。 有人解释。 便是芸汐也是露出奇色,像在这里排队,等待炼药的人询问详情。 天穹上降落下一团神火,落在这猪灵藤上,不仅没有将它烧成结灰,反而滋养了它,使之壮大,一叶涅槃。 此后,这猪骨藤完全不同了,有了意志与灵性,并且可惜吸收金属气,化作自身的一部分,锁节花朵化为青铜鼎。 听到这些传闻,大红鸟双目发光,道,就没有人探索,觊觎这猪灵藤。 旁边有人露出异色,小声道,别乱说话,不然火金藤大人会不高兴的。 火金藤,便是这猪灵藤的名字,形象的体现了它的特性,内蕴神火,吞食金属,绽放青铜花顶。 人们对它很敬畏,因为这猪骨藤很强,当年也有高手探寻过,都败亡了。 而它从不惹事,平日间还能帮人炼药,经过青铜花顶所熬炼出的药,效果齐佳,在药兜中富有盛名。 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与那猪药术并列,同辈尊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也算是药兜的守护者。 谁都明白这猪藤超凡,内蕴的神火可能有天大的来透,多半可以让修士蜕变,但却无人敢妄动。 火鸭去排队,轮到它时,将药草放进顶中,当场支付报酬,为几块稀有金属,瞬间被火金藤化成金属气,吸收进体内。 而那药丹出炉后,灵性十足,比之常人炼出来的要好很多。 很不一般,它所动用的火焰远剩我离火窟的火精啊。 这是火鸭的判断。 十号动用那颗众铜观看,大吃一惊,火金藤内分明有一团火焰化成的小人盘作,宝箱庄严,这是什么火焰。 它感觉一阵惊悚,觉得这猪藤了不得,类似被夺舍了,那火焰小人有被层层叠叠的秩序神殿所缠绕。 这比那猪灵药术要恐怖的多,它有一种感觉,等灵藤中的小人复苏,多半会有一场大乱。 这火金藤存世多长时间了? 十号问道。 数千年吧。 有人答道。 十号再次仔细观看,竟发现与那火国都城那株火红的祭灵神术下封印的洞穴气息相近,这该不会也是祸乱源头吧? 它心中不平静,荒域僵乱,难道会与这些莫名的东西有关? 我们走吧。 十号开口,不想在这个地方停留太久。 他们离开这里,进入要都其他热闹的街道,这里果然盛产药草,到处都有人交易,街道两旁进是地摊。 龙骨,卖真龙骨,真正的至宝奇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有人吆喝。 这块区域卖的药并非植被,都是一些骨块,矿石等,因为这些也都能入药,在此围了不少人。 便是这个被叫卖真龙骨的摊位,也有不少修饰,虽然人们不相信,但也忍不住好奇,寓意观世何等灵物。 诸位你们别不信,这是从万丈深渊下打捞上来的骨块,岁月都不能将它磨灭,绝对不一般,我想在那种地方除了龙骨外还能有什么。 卖主自夸。 众人上前,争先观看,结果不少人露出异色。 这块骨我要了。 一只凶琴说道,当然已经化成人参,只是头颅还保留原形,看起来有些凶宁。 我愿以五珠灵药交换。 另一人说道。 咦,还真不是反骨,了不得呀。 九头狮子洞容,他早已化成人参,满头金发,鹰气破人。 不然的话,他的迈向太惊人,容易引起其他生灵围观。 最起码是一块圣骨,根本捏不碎。 芸汐亚裔,不曾想真的遇上一块价值很大的骨。 十号接到手中,仔细观察,而后探出神力检测,最终没有说什么,又放下了。 怎么了? 火灵儿他们暗中询问。 这是圣人的一块骨头,但神性早就被引导出去了,所剩不多,都附夺在骨头的表面。 十号解释道。 这不是坑人吗? 故意设的局,估计还有拖把? 大红鸟不愤。 很快,这块骨就被炒起了非凡的价格,不少人为惧,有人已经出到八株灵草,愿意与之交换。 这片区域都是以骨块还有矿石为主,十号他们在这里真的发现了一些好东西,花高价买了下来。 最后,他们又回到了麦龙谷的摊位,发现那块圣谷被人买走了。 突然,十号有所觉察,他在这个不起眼的摊位上看到了一块鸽甲,捡起来后用手摩擦,净露出一点银色。 难道是白龟壳? 他心头一动,若是真的,那可是好东西,熬炼小涅槃丹,传说中的白龟壳可是主要之一。 只是这种东西太罕见了,龟甲一得,白壳难逢。 若是得到这龟壳,十号觉得,自己可以再要都采购一些灵药,先熬炼出一卢宝药,能初步突破。 然而,他以众同观看,仔细检验却发觉,这麦主真不地道,又是造假,只有一小块白龟壳,其余部分都是寻常龟甲,这是拼凑起来的东西。 这龟甲只露出一点银白,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故意引人上钩,让人觉得整体都是洁白的,只不过不知道为何被前人遮掩了,让人误以为发现了好东西。 这奸商? 十号付匪。 果然,看他拿起这块古石,摊主眸子中闪过一道金光,漫不经心地走来,开始钓鱼。 太无耻了,这家伙真缺德。 大红鸟知道怎么个情况后,暗自诅咒。 十号暗自动用仲童,将他的整个摊位看了个遍,心头一震,真的发现了一块好东西,那似乎是刚被送来的一堆东西,还带着泥土呢。 这一堆需要多少金币? 十号问道。 一件圣人法器。 摊主说道,并详细介绍与解释,道,你们看到了吗,这可是从一座上古洞府中刚挖出来的好东西,听闻到神圣之宝古药要出事了吗? 就是从那片区域带出来的,都是宝贝呀。 十号他们刚才已经了解到,有人发现一座神古,当中法阵无数,仙物阵阵,疑似阵中央栽种有一株神圣古药,药兜的人已赶去,围住神古,正在破阵。 你的价格太离谱了,这都是些什么烂东西? 大红鸟撇嘴。 事实上,没人会给他圣人法器,那种东西一般的人怎么能见到,连尊者都要动心,而摊主也不过是漫天要价而已。 这样吧,我也不说虚的,一件猎阵亡静的法器。 摊主说道。 十号他们自然还是摇头,不肯付出,而后转身准备离去。 摊主仔细检查了一遍那堆矿石,古快,最后要一件明文静的宝具来换,一番争执后,十号同意,当场收走那堆东西。 值吗? 火灵儿怀疑。 非常值。 走出去不远后,十号这样回应。 当中有什么? 火鸭问道。 不知道什么等皆的禽骨,表面乌黑,但内部运有神光,如一轮小太阳。 十号说道。 就在这时,一个很彪悍的中年男子驾驭宝具飞来,喊道,阿德,我让人送回的那堆东西呢,千万不要卖。 怎么了? 摊主疑惑。 有人在山谷发现了几枚骨块,很可能是真黄骨,也许有的骨内运有原始符纹,拥有不朽的力量。 彪悍的中年男子说道,他清楚的记得,让人送回来的那堆东西中有一块类似的骨。 他们话语很低,是在暗中传音,可是十号何等修为,听了个一清二楚。 啊,我刚卖掉。 阿德吃惊,而后转头看向十号等人,道,朋友,我不卖了。 十号精益,若真是黄骨的话,内运不朽的力量,比之西式的白龟壳还强,可以先行熬炼出一炉宝药,令他突破。 那伤骨到底是什么地方,有神圣骨要被法阵守护,还有黄骨散落,这也太惊人了。 朋友,那东西我不卖。 中年男子阴沉着脸走来,为了这堆东西他可杀了两位竞争者呢,现在知道价值可能不凡,就更不能卖出去了。 可是我已经买下,东西是我的了。 十号说道。 中年男子探出一只大手,迅速向前抓来,将十号笼罩在内,这是要将他一起抓走并镇压,想抢回那堆东西。 十号轻轻一扶,将那只大手挡了回去。 朋友,你真不给吗? 中年男子目光阴智,他自己也没有料到那堆东西中可能有西式的真黄骨。 发生了什么? 一辆免车停下,车前八头凶兽咆哮,显然车上的人身份非同一般。 启禀大人,有人抢买我的宝骨。 中年男子说道。 就在这时,有数道神红破空而来,有人喊道,神骨可能是真黄陨落地,发现了不朽神物。 这是送信的人,告知药兜中一些大人物,顿时引发一阵大乱。 第417章 神骨奇药 神骨传出这样的消息,顿时引发药都轰动,街道上一片喧哗,所有人都露出热切的目光。 那是何等的宝地,早先发现时,人们就意识到绝对不凡,那里法阵成片,守护一株神圣宝药,想不到还可能是真黄陨落地,这关乎甚大。 这种意义不下于发现昆鹏巢,因为同在石胸内。 当年北海一战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现在真黄巢穴也突兀出现在荒域,自然阵势。 不应该呀,虽有传闻,真黄在这一域洒血,但道统并没有留在这一域,那神骨是怎么回事? 嗯,也只是可能发现了真黄骨,并没有最终确定呢,也许是其他神秦的遗骨也说不定。 大街上,有些强者议论。 那辆停在路上的碾车当即横空而起,迅速远去,消失在了天地尽头。 很快,这要都终一道道神红破开长空,消失在天际,全都离去,显然目标是那座神骨。 那个彪悍的中年男子变色,因为神耀门的太上长老并未理会这件事,就这般迅速离去,显然是去夺宝了。 他一阵迟疑,到底要不要立刻赶回去。 那神骨虽然法阵无数,难以真正攻克,但是外部区域已发现黄骨,应该也会有一场大机缘。 你们快还我宝骨,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中年男子威胁道,眼中杀鸡引线。 十号虽然背负双手,但又掌心浮纹一闪,无声无息,将地摊上一块黑布溜秋的骨头取来,向前递去,道,你这人毫无道理,七行罢是,算我怕你了,给你。 阿德急忙上前,接了过去。 不过他有点狐疑,刚才那一堆东西很杂乱,他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只记得有一块乌黑的骨头,不确定是否就是眼前这块。 至于中年人早先也不曾太留意,同样只大体记得,现在露出怀疑之色,仔细感应,发现只是一块反骨。 不对,我的那是一块神禽骨,你拿来。 中年男子眼中露出凶光,杀气腾腾。 你卖出一块破骨头,这样要回,毁约已是不公,还想让我赔一块神骨,想讹我吗,看我好期吗? 十号沉下脸 中年人一阵迟疑,他也觉得有可能搞错了,自己得到的黑骨应该就是这一块,并非什么真黄骨,看来是过于谨慎了。 小子,算你走运,我现在有急事,不跟你计较。 这个中年人是一个高手,一直隐居在耀都,现在直接破空而去,要去寻造化。 五色鸾鸟不解,道,跟他客气干嘛,直接收拾掉算了。 十号摇头,道,此人虽然凶恶,但直接这般斩掉不好,会引起要都很多人关注。 他现在不想引人注意,因为听到了神谷的事,想过去看一看,如果很多人都知晓他是一个高手,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一次,他们来要都,都特别注意引去了真正身份,免得被人盯上。 那我们也赶紧上路吧,过去看一看,别去晚了什么都得不到。 大红鸟兴奋的说道,他想立刻去敲闷棍。 此时,很多宝具腾空,飞向远方。 他们也跟着动身,随在这些修饰间,并不引人瞩目。 前行足有数百里,他们来到一片山脉深处,远远的就看到那里仙气鼓鼓而涌,各种符号熠熠生辉。 笼罩山谷。 好地方啊,一看就是上谷神圣的洞府,布下了非凡的法阵。 九头狮子赞叹道。 不需要接近就可以感受到道那种灵秀,透过大阵向外溢出的灵气浓得化不开,当中便是寻常的药草经过这么漫长岁月的滋养估计也能通灵了。 更何况是特别守护下来的一株奇药,而今绝对成为了神针,最起码也是圣药了。 这里有很多生灵,各种族的都有,平日皆生活在药都,修为都不弱。 因为此时一般的人也不能靠近神谷。 若非是尊者封山,自顾不暇,这山谷外估计早就被打到寸草不生,方圆数万里都没有生灵了。 火灵儿道。 他们深知,那个极数的强者战斗力有多么可怕。 这些符号好神秘,不弱于我族的神山。 芸汐醋眉,深感吃惊,这到底是什么地方,难道真有石胸之一陨落? 我们也去试一试,看能否破进山谷深处。 紫雕说道,目光热切。 十号拦住了他们,以众同观看,露出凝重之色,道,我最起码看到了近百座法阵,太烦傲了,连接在一起,又想是一座古阵,不要说我等,就是尊者来了难以破开。 他相当的震惊,这地方太神秘了,怎会有如此可怕的符纹,看似神圣祥和,但只要走进去,绝对要陨落。 难怪要兜的高手无奈,这些日子来都难以攻克。 看那谷口都发红了,是被血染的,死了不少人,而附近的地面被挖下去了数十丈深,显然一些残缺的法器以及骨块都是从此出土的。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的看着? 大红鸟不甘心。 这可能是天神留下的东西,也就是太古神山的各族的祖先复活,也许才能破开此地。 芸汐说道。 他有发言权,因为来自那种地方,深知这种古代符号的可怕,他们族中的一些古阵虽然残缺了,但就是这种气息。 天神,九头狮子等倒吸冷气。 当时,谁能破解此阵,那肯定没有办法。 甚至,可能是石胸留下的东西。 芸汐补充。 这句话一出,一群人眼睛都红了,石胸留下的法阵,守护一株奇药,那该不会吃下去就能白日飞生吧。 虽不能破阵,但是却可以飞到高空,去仔细观看。 然而来到上方却发现,这里人影稀疏,并未有多少人停留。 咦,看不到,只有一座清脆的山谷。 他们诧异。 在下方看时,那里仙气蒸腾,充满灵秀,一看就是神土,可是来到高空后发现山脉中风清谷翠,没有什么异常处。 那山谷好似繁土。 还真是怪异,在不同地方看到的景象都不同,显然有近空法阵,扭曲了虚空,若是贸然闯入,会被虚空裂缝绞成碎片。 众人下落,看相谷中,朦朦胧隆终于望见了一些景物,好像有不少仙宫坐落,引在雾海中。 那里有一块巨石,有些大人物在上观看。 火压道。 不少人在那里,等待大人物们离去,希望可以站在巨石台上,向谷内观望,北见真相。 果然,十号向人询问,那里是唯一可以见到谷中奇妖的地方,是一块稻台,能模糊的见到神圣虚影。 这座神谷已经隐去无尽岁月了,平人力很难破开,而今难道是因为当中神圣宝要成熟了,这山谷也要陷于世间了。 九头狮子醋眉,显然他听到过一些传说。 一些上谷洞府是不可能永久尘封的,早晚有在线时间的一天,但是却要一些特别的条件来触发。 都谁见到所谓的真黄谷了。 一位大人物问道,那是一个差半步就成为尊者的老者,身上有一股药香。 启禀神耀门的前辈,碗被挖到一块。 当真有人站出,并没有藏下,这是一个年轻人,因为他知道,凭他的修为保不住那块骨。 拿来一关。 神耀门的太上长老没有客气。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了过去,便是十号等也在关注,想看一看是否真的未传说中黄谷。 咦,这真是神秦谷。 在神耀门太上长老的身边,还有几人,都很强大,他们一同观看。 并不能确定为黄谷,但是他们可以肯定是这天阶神秦的遗骨,比较可惜的是并非运有原始符文的重要部分。 而且,当中不朽的神性精华也都流逝得差不多了。 好厉害的山谷,连天阶神秦都曾陨落在这里,当真了不得。 最终,几位大人物走下了那块巨石倒台,因为他们明白,神谷还不到出世时,现在凭他们绝对破解不开。 一时间,人们蜂拥而上,向谷内眺望。 十号他们等了很长时间,直到人群渐渐散开,他们才登临。 真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透法阵中央,在这里却可见到。 五色蓝鸟惊疑不定。 隐约间,可以看到那里有一棵植物,弥漫神灰,宛若有星河笼罩,朦朦隆隆,隐约间还能闻到一丝清香。 好东西,相隔最起码有十里地,而且被层层大阵封锁,还能透出一丝香气,那岂要了不得,不会是荒域第一神圣宝药吧? 九头狮子道。 十号自然动用了众铜,认真观看,远比常人看得更清楚,那是一株小树,只有一尺多高,那里有惊人的景象。 他简直不敢相信,在朦胧的白色鲜物中,那小树上结出的一朵花变成光雨,汇聚在一起,化成了拳头大的小人,在那里蹦蹦跳跳。 小树上,共有三朵花,还有一朵也化成光雨,而后竟凝聚成一件法器,十分赤胜,被一团光包裹着。 竟连着众铜也看不真切,隐约可见,那想是塔,又想是炉,又想是顶,变化莫测。 至于第三朵花,则纹丝不动,结在一尺高的小树上。 第418章 荒域 第一零根 十号精益,这是什么树,怎会如此? 废以所思。 那个拳头高的小人翻了个跟头,而后盘坐树下,一动不动,仿佛在修行,竟有了一种宝箱庄严的气象。 凶残的孩子舔了舔嘴唇,这东西一定很好吃啊,杰出的一朵花居然化成了人形,不过这样吃掉是否太残忍? 很快,他知道自己想多了,隔着上百座法阵,怎么可能会捉到,由若横跟着一片虚空深渊? 小树只有一尺高,笼罩白色鲜雾,朦朦胧胧,枝叉上的叶片在迷雾中一闪一闪亮晶晶,像一颗颗星辰。 当! 突然,那第二朵花化成的法器,由若到中班发出一声颤音,穿透了出来,隐隐约约可以听闻道。 你们听到了吗? 十号问道。 好像有一股奇异的波动。 九头狮子带着很不确定的神色说道。 其他人一点头,觉得这片虚空不一般了,像是有诵经声响起,扩散出一股大道真意。 十号心头巨震,他感受更甚,因为真切听闻到了那种声音,身体轻飘飘,神魂渐渐宁静,几近陷入悟道境。 还有这等功效? 十号动容,那第一朵花化成人形也就罢了,这二朵化相隔上百座法阵还能让人悟道,若非被所困阵中,在尽前的化纳还了得。 这绝对是一件至宝,确切的说是至神智圣的天地灵根,这株小树神秘与珍贵的超乎想象,生平仅见。 小树寂静不动,上面的第三朵花被雾海笼罩,最为神秘。 拳头高的小人盘坐在持续高的小树下,宛若在雾道。 第二朵花化成的法器悬在小人的头顶上方,肆意化成火炉,自炉口向外流淌出一道道岩浆,落在下方那道身影上。 这是在淬炼肉身。 越看越像,好神秘,分明是一株树而已,却有这等景象。 十号面无表情,但是心中却难以平静,这株小树太诡异了,不需细想,若是能得到,一定是一场大造化。 如果是自身与那小人相合,借那头顶上方的法器悟道,锤炼肉身,这岂不是十分逆天。 最终,这虚空震出一阵波动,显然神谷中心又发生了变化。 十号以众筒仔细观看,避免错过什么。 一声卢顶明音传来,那件法器散开,化成一片光雨,而后重新凝聚成一朵花,飞回小树,生长在上面。 与此同时,那拳头高的小人也是如此,随着稻因而瓦解,凝聚为一朵花,重新再生于小树上,娇艳欲滴。 当真是怪异。 十号自语,这小树太超凡了,原以为花朵成熟,故此脱落了下来,不曾想并非如此。 这是要逆天吗? 十号很久没有这般震惊了,持许高的小树上的花朵通灵了吗,连它们都可以化形去奔跑蹦跳,自主修行。 这是何等的惊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灵根。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火灵儿等人问道,见他自语以及脸上的惊蓉,觉得十分诧异。 十号没有隐瞒,如实相告,让一群人发证,里面的药术竟这般非凡。 便是传说中的神圣宝药也没有这般逆天。 难怪一头天阶神都陨落在谷外,而那小树周围更是有上百座上古法阵守护,且可能是天神级的,这件事不简单。 九头狮子道。 十号并未收回目光,依旧在盯着,那小树上三朵花并列,散发萌萌仙气,征腾而上,越发显得神秘。 一株树,三朵花,语道生一,三生万物应景。 绝非等闲,符合神秘的天地奥义。 芸汐也开口,美丽无瑕的面庞上现出惊涩。 听她这样一说,其他人也都吃惊,更加觉得不简单。 五色蓝鸟询问,太古神山上的圣药是否有此意象? 并非每一座太古神山上都会有圣药,毕竟太难得了,圣级灵珠在荒域不是很多,绝对树的过来。 天神山恰好有一株,但是芸汐却摇头,言称绝没有这种意象,无法与神谷中的小树相比。 这样说来,这株树可以称之为荒域第一灵根。 火灵儿说道,以手抚洁白的额头,深感此地了不得。 也许这根本就不是这一界的灵根,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惊人,不然何以如此,在此之前你们可听说过背上摆坐上古法阵守护的东西吗? 芸汐道,毕竟来自神山,知道的更多。 昔日曾有传说,上古药神的陨落便是与一株灵根有关,而此地与距离要都这么近,难道便是这一株树? 火灵儿道,想起了皇宫中的一些记载,做出这样的推测。 显然,这样的推论很惊人,令他们一阵沉默。 不管怎样说,这最起码应该算是荒域第一灵根了,他们在惊异的同时也有一种期待,等到大阵破解,要来此争上亦争。 我感觉,这个地方到时候一定会血流成河,成为祸乱原地,这可是让上古药神都想得到的东西。 五色鸾鸟道。 十号心中一动,难道神谷也是要在荒域大乱时开启,为什么都赶在一起了? 他有点相信了,这株小树可能不属于这一界。 嗯,越是细想越是可怕,这是被人认真封印并藏在这里的灵根,若不属于这一界的话,他的主人还在世上吗? 众人讨论,有点发毛。 最为可怕的是,布下上摆坐法阵的生灵若是还活着的话,到时候如果亲自降临,那麻烦可就大了。 这样分析后, 众人一阵发毛,域外大叫进军这里,便是要寻找契机,搏天地造化,这里或许便是附和条件的一个地方。 现在肯定破不了阵,即便知道西真,里面的东西逆天,他们也得不到,只能等待时机。 十号心绪不宁,因为无论谁得知这样的秘密,都会不淡定,他们返回了要都,这件事要从长计议。 不管怎样说,居赶紧提升实力,荒域将乱,会有极其不好的事发生。 十号回来后,在青石铺地的街道上四处转悠,出入一座又有座老店中,购买药材,他迫切希望强大起来。 想炼制小涅槃丹,最起码需要数十上百种灵药,有些更是奇药,是所罕见,多少年都难以现实一株,皆生长再绝地。 甚至,有些奇药不比圣药多,十分稀有。 药都虽然号称药草圣地,但是也不可能都能收罗齐全,甚至能找到半数就不错了,主要是因为那丹方太诡异了。 十号不得不惊叹,这还是第一种丹方而已,后面几张丹方所需的灵物更罕见。 无论在什么地方,灵药都十分珍贵,能拥有几株就不错了,哪有像十号这样一下子就需要数十上百株的,他怕引人注意,十分低调。 他请九头狮子他们分散开来代购,可还是引发了一场大波兰,即便是在药都,一日内从市面上扫走四十八宝药也够震惊众人了。 这是谁? 好大的手笔,这是要炼制什么灵丹,需要一次性扫走四十几株灵药,很多年未有这样的事了。 人们都不傻。 平日间市面上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交易量,灵药珍贵,各家卖出多少都要记录在案,今日这样突然,人们第一时间想到这可能是一人所为。 还好,九头狮子,火鸭等都化成了人参,不然的话肯定会被人认出,并猜测到真正来历与根油。 这样的大主顾虽然少见,但也不是没有,竟等了数日,待风波平静下来后,十号才准备依照丹方熬练灵药。 离上百种药材还远,肯定无法练小涅槃丹,因为一些主要太难寻了,而十号也没有寄希望于此地。 丹方来历神秘,依据那几位老王者所说,效果十分惊人,十号觉得,这一次即便不能集权药材,也能开启部分身体潜能,做出突破。 我需要一个稍大一些的药顶。 十号道,因为这不仅是炼丹,他的肉身也要进入顶中,共同熬炼。 至于药兜中那株火金藤,他绝对不会去考虑,不要说会被人围观,就是深夜那里静悄悄也不行,那灵藤内盘坐着一尊生灵,令他忌惮。 除此之外,药兜中还真有专为修饰提供炼药的地方。 两日后,火灵儿为他选了一个好地方,位置较偏远,十分幽静,偌大的一个庭院中,草木芬芳,炼丹炉更是一口老顶。 这顶存世悠久,已经使用上千年了,当中有一种强大的灵性,可以提升药效。 此地的主人介绍。 十号点头,这顶黄灯灯,显然经常被擦拭,而向顶内倒入清水后便会弥漫出一股药香,显然曾经炼丹无数次,日积月累,才能形成这样的药性。 这种顶非常稀有,任何一座卖出去都是惊破天的价。 当然,租金也不菲,十号只是租借三天而已,就需要付出三株灵药的价格,这有点没天理,让人咋舌。 不过为了突破,价格再高,他也得付出,将自己与灵药一同熬炼,所选的顶必须要足够的超凡。 尤其是十足祖传下来的丹方,对这些更讲究,没有灵性的药顶不足以炼丹,不然会失败,一无所获。 我准备熬魔自身,开启身体潜能,争取突破,你们帮我护法。 十号跟他们不会客气。 第419章 肉身金丹 咦,这火焰也不凡,是从地下引出来的。 火鸭惊讶,原本炼药是需要他相助的,因为他来自离火窟,掌握有罕见的火晶。 然而,当看到药顶下引出的银色火焰后,他止住了行动,认真观察,最后惊叹道,这是地脉灵焰。 早就听闻药都非凡,地上泥土特别,适合栽种各种宝药,而地下还有灵焰,能引出来炼丹,着实了得。 火灵儿也赞叹道。 不愧为上古药神诞生地,而最后他也陨落在此,这座古城不一般。 黄灯灯的药顶很沉重,算上顶腿,能有多半人高,现在已经注入一股清泉,顶内药香越来越浓郁。 地下银焰跳动,大顶中蒸腾起阵阵白雾,分方扑鼻,在场的几人不得不惊叹,这顶不愧为千年老顶,蕴含的药性太强了。 若是可以,十号真想买走,因为以后他会时常用到,一座上家的药顶很难寻,可是他也知道,此地的主人不可能会卖掉。 就是真卖,估计他也买不起,这顶太珍贵了。 众人后退,十号开始在院中的清泉中沐浴,并调节自身,通体无尘无垢,并且内心空明,这样才能入顶。 火灵儿与芸汐自然要回避,因为十号须赤身裸体进入顶,现场只留下十号的一道铃身,因为需要照看一下火焰。 到了这一刻,没有人调侃,需要严肃以待,因为稍有差池,就可能会出现大问题。 黄灯灯的药顶,历经岁月的洗礼,灵性十足,轻轻敲在上面铿锵作响,带着一种悦耳的颤音,十号早已盘坐在内。 水渐渐沸,雾海将他笼罩。 犬叶藤 十号指点 在地上有一堆灵药,弥漫出诱人的香气,这些东西耗去了十号所有的积蓄,他只点灵身向顶中投药。 这是一段灵藤,通体乌黑,叶片很怪,形状若一头胸犬,刚投进顶中便有一股黑光绽放,让里面的水都乌黑了起来。 雪玉餐 十号继续开口 一株银白的老餐,流动晶莹光泽,一出丝丝缕缕的白色灵雾,一看就是好东西。 院墙上,大红鸟在偷看,不断的流口水,道,让人眼馋啊,这么多灵药都放进去,真想将那口顶一口吃下去。 随后,十号又指点灵身,让他将一条足以一米多长的紫色蜈蚣投进顶中,看起来有点吓人,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可惜,不是灵虫。 十号叹道 按照单方所计,需要银天吾还有金蝎这样的宝虫,可是太难寻了,比灵药还要珍贵与不好找,只能用替代品。 这蜈蚣体内有剧毒啊,你不怕破坏药性。 墙头上大红鸟发毛。 无妨。 十号摇头。 小涅槃丹的方子上的确没有罗列灵虫,但是另一张上却有,那是十国皇族遗失的最珍贵的一张丹方。 这张丹方不是单独炼药的,而是与别的丹方合起来用,进行辅助,可以数倍的提升药性,最是珍贵。 若是有这张辅助丹方,可以让药发生致变。 银鱼草 十号说道,再次让灵身投药。 这是一种洁白的草,发出光韵,叶片上有纹落,壮若羽毛,清香扑鼻。 随着近二十种灵药投放进去,整座顶都不一般了,散发淡金色光辉,它果然通灵,炼化灵药让开始跟着共鸣。 这一刻,开始体现丹方的独有珍贵之处,十号在顶中结印,按照记载,催动体内倒火,内外火相合,以特别的方法熬炼这一炉药。 它的灵身已飞回顶中,与它相合,而且轰隆一声,顶盖飞起,自行盖上。 大红鸟发呆,这该不会被煮熟了吧。 很快,它感觉到了一股波动,那顶中的十号在结印,真正开始以秘法熬炼几身,要开启自身潜能。 时间流逝,很快便过去了大半日,而后哐当一声,顶盖飞起,十号埋身沸腾的药液中,机体晶莹,毛孔舒张,吐那灵性精华。 厉害呀!大红鸟惊叹! 十号睁开眼睛,肺水难伤齐驱,这次没有动用灵身,开始隔空取药,过了最初的阶段,不需要过于那么小心了。 好大一只蜘蛛! 大红鸟咋舌,那足有脸盆大,臂幽幽,长得有点瘆人。 十号身上有魔灵狐的生灵,更有一只金猪,但是却舍不得用,它希望真正冲击尊者境界时再考虑。 这依旧是替代品,反正没有寻到上百株股药,而今只有半数,不可能炼成小涅槃丹,这次只要能迈出去一步它就知足了。 事实上,想要突破裂阵境,迈向更高的层次,不可能一蹴而就,谁能一步登天,跨越一个大境界。 熬炼肉身,如温火熬汤,循序渐进,那样效果才最佳,不然太过霸裂也容易伤到己身。 猎阵境也分出阶,中期,后期,圆满四境,它不奢望一步登天,那样可能会害掉自己。 大红鸟想偷尸,可却发现最关键的还是丹方中的熬炼秘法,因为发现十号在顶中以体内道火开始催动,并且不断结印。 算了。 它转过了身。 最后,一波几毒虫被整体投进药顶中,而剩下的二十余种灵药以及其他一大堆辅料如瘦骨、胶筋等也被置入,这才算是要真正封顶。 还有矿石。 大红鸟最后回头一瞥,有点眼花缭乱,那都是什么东西? 石头、虫子、骨块,太斑杂了。 顶盖重新盖上,足足一整天,黄灯灯的大顶发光,顶盖被封的严丝合缝,内蕴灵气,弥漫药箱。 咦,不简单啊,这是药炼什么大药? 此地的主人在远处露出惊疑之色,因为他发现天地精气疯狂汇聚而下,没入那座庭院中。 院外,九头狮子、火鸭等也非常震惊,炼丹还能引动八方精气。 好强大的景象,这必然要惊动四方。 快,赶紧布下阵棋,遮拢四方。 火灵儿道。 他们布下一座法阵,笼罩了院子,不然这里的动静越来越大,非得引起要兜的人怀疑不可。 他们才一踏入院中,就看到灵气化成漩涡,一个又一个,疯狂没入顶中,生命气息澎湃,惊人的有点过分。 除此之外,那从地下引来的银色灵艳也剧烈跳动,而后尽情喷勃,当中蕴含的灵性物质被抽取出来,没入黄铜药顶内。 到了最后,这个院子狂风大作,甚至在鼎的周围还伴随着闪电,场景惊人。 众人发傻,这是怎么了,是在炼丹吗? 怎么好像惊动了鬼神般,让天地都失色了? 那鼎盖不断跳动,露出十号真身,它被埋在药泥内,通体发光,与这天地共鸣,十分的诡异,有一种道运。 这是炼丹,还是在炼人? 众人心惊,也太非凡了。 顶中雾气蒸腾,灵泉水被蒸干了,而空中的灵气过于浓郁,迅速结成液体,开始灌顶而入,源源不绝。 这让人发呆,好强的聚灵手段,随着十号结出各种法印,体内倒火燃烧,周围电闪雷鸣,鬼哭神嚎。 这是一种可怕的突破法门,意义胜过炼丹。 众人都震撼。 咔嚓。 顶的周围,闪电更清晰了,披在十号的肉身上,竟被吸收了进去,与他身体共鸣。 这是什么炼丹之法,果然是金鬼神啊。 众人后退,那里雷光更多了,狂风大作,灵气鼓鼓涌来,没入顶中药泥内。 金丹。 众人吓了一跳,发现顶中的药泥开始化形,将十号包裹在内,渐渐化成淡金色,最后形成一枚金丹。 轰。 更为浓郁的灵气扑来,改变药泥的成分,雷电没入当中,且地下的银色灵验也窜起,直接没入顶内的金丹内。 顶盖不时跳起,这个地方被阴晕霞光与雷电还有火焰包裹,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 无论是火灵儿还是九头狮子亦或是云熙,即便他们来历非凡,也没有见过人这样炼丹,这可真是在造就肉身金丹啊。 咔嚓。 顶内转来声音,宛若肉身在军裂,众人变色,那金丹在变形,不时裂开,而后又愈合,绽放金光,借此机会可以见到十号的状况。 他怎么了? 火灵儿心惊,吓了一跳。 其他人也都很担心,十号的变化太惊人了,肉体布满裂纹,像是要炸开了一般。 以此法炼丹,炼己身,太霸道了,发生的蜕变也过于爆裂。 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与真相相差不远。 十号在蜕变,极其的爆裂,踏入猎阵径这么长时间,他一直难以增长修为,而今日却在顶中突破。 他进入猎阵径中期,变化十分剧烈,因为在强行开启体内宝藏,潜能太巨大了,将他自己的肉身都冲击的裂开了。 十号不动,盘坐那里,继续蜕变,熬练肉身金丹,体内潜能沸腾,肉身上均裂的地方更多了,但是一股强大的气息也在暴涨。 他虽然在流血,但肉身也开始发出淡金色的光,要化成金丹一般,气息越来越盛。 同一时间,他令自己保持心中空灵,开始在肉身内鸣克法阵,只有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裂阵,让自己越发强大。 第四百二十章 蜕变工程 四方精气越来越浓,化成一道道小河,没入顶中,而地下那银色灵艳也越发的旺盛,带着灵性精华,冲进顶内。 水火交融,凝炼金丹,隐约间化作阴阳二气,发出龙虎和鸣的声音,丹香扑鼻。 这种景象令人动容,太过非凡,顶中所熬炼的已不算是纯粹的灵药,引入了地下灵脉还有天经,再加上闪电披落,早已改变顶内灵药的成分。 难怪这么霸道,光是这种炼丹的气象就超凡脱俗,难得一见。 火灵儿,九头狮子,芸汐等都早已出现金融,这种手段便是那茂蝶之年的老药师也不得见能施展出来。 龙虎相挤,阴阳交融,引地下火晶,通天上灵液,这样交汇并融于一炉,造化出一炉金丹,弥漫道运。 这炼丹手法十分惊人,他们终于知道,为何强如十号的肉身也在军裂,险些暴碎在丹炉中,因为这是一种质变。 单方惊世,伴随电闪雷鸣,阴阳二气相伴,炼出的东西初步融入了乾坤精华,内蕴大盗气,以之冲冠,自然霸道。 十号忍着剧痛,熬炼金骨。 冒着形体瓦解的危险坚持下来,引丹气入体,继续冲击人体宝藏的大门,释放潜能。 剑要顶熬炼几身,他已冲进猎阵境中期,此时在巩固境界,打磨肉身,希望彻底站稳,不留下什么隐患。 毕竟这一次冲冠太霸裂了,因为卡在这里很长时间了,而今日却一蹴而成,那种突然的爆发过于猛烈,撼动了他的根基。 最大的隐患便体现在肉身上,密布裂痕,交织在一起,形弱珠网,差点让他体壳崩溃,这需要修补。 这是强行冲冠哪,极端而爆裂,硬生生撕开肉身宝藏门户,放出潜能,一个弄不好就形神俱灭。 众人看得心颤,一般的人没有办法这样做官,绝对是九死一生,还好十号的肉身足够的强大,并未因此而碎裂。 一杀一世界,一草一天堂,微弱如蝼蚁,巨大如星体,如果打开自身的门户,都可以放出无穷的力量。 但是,又有几人能做到。 动辄就是形神俱灭,从世间永远的除名。 事实上,他之所以遭创,肉身裂开,主要是因为他的潜能太大了。 过去也有一些人曾经这样强行破关,但体内宝藏不可能这般强大。 九头狮子道。 众人点头,十号体内蕴含的潜力绵绵无尽,令人惊悚,在刚才这个过程中溢出的气息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远超他人。 这不仅体现在神魂的强大,还有每一寸机体内蕴含的力量,磅礴如渊海,一旦泄出,必是惊世的。 他的血肉中,一座又一座法阵成形,被鸣克成功,其中一株草的符号生机勃勃,此外那头昆蓬也越发灵动,宛若注入了生命,还有朱雀,太古神元朱燕等。 此时,黄灯灯的卢顶不再抖动,散发柔和光辉,因为那阴阳二气不再沸腾,趋于平和,缓缓注入。 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阴阳相机,归于圆满,顶中的金丹月发的浑源,裂痕消失,凝聚而成。 十号那军裂的体壳也在被修补,被一股金色霞光滋润,如干裂的土地得到干露的浇灌,慢慢愈合,而后富有生机。 血痕消失,体表透亮,像玉石在发光,而且血液流动时发出雷鸣,这肉身内龙虎相挤,这是破关后稳定下来的征兆。 成了。 众人知道,这一次十号夺天地造化,进阶成功,爆裂气息消失,体魄不再均裂,取而代之的是柔和的光运散发,开始滋养几身。 哐当。 顶盖落下,阴晕气笼罩大顶,人们看不到里面的景象了,这是进行最后的熬炼。 十号盘坐不动,他们被药泥包裹,进行最后的巩固,肉身被滋养,伤体愈合,气息暴涨,越发的强大。 修行不易,越到后面越难进阶,可是每前进一步实力都会提升一大截。 加之,十号潜能巨大,号称少年至尊,他每有所精进时,相应的战力就会飙升,远胜同阶的其他王者。 咔嚓! 顶炉内传出破碎的声响,这让庭院中的众人历史一惊,以为出了什么变故,当得一声大响,顶盖被震开,十号走出。 暴殲天物啊! 大红鸟惨叫。 那金丹碎裂,化成淡金色的块状物,十号浑身闪亮,跟宝石雕刻出来似的,他披上衣衫,体内生机勃勃,神力澎湃,一看就攀上人生高峰的体现。 谁都知道,十号突破了,远比以前强大,在这尊者自顾不暇的年代,绝对可以横行天下。 众人盯着顶中的金丹碎片,一阵惋惜,这太浪费,就这般废掉了。 要知道这可是近五十株灵药熬制而成的。 有谁会这般挥霍,这些东西原本价值连城? 还可以继续熬炼,这些定息我吸收了八成药性,还剩下两成。 十号说道,将顶盖压上,催动银色灵验继续熬炼。 而后,他自己则进入后院,在清泉沐浴,换上了一层崭新的衣裳。 再次出来,十号神采奕奕,出尘而灵动,面旁虽有些稚嫩,但终究是一个烈阵境中期的王者了。 有一种无形的气势。 一群人感叹,当时还有比他更年轻的王者吗? 这才十五岁呀,就达到了这等境界,实在可以说是惊艳古今。 炉顶中,金光一出,显然碎裂的单片又要凝聚成形了。 而此时,在这片园子的外面,来了两人,正在与原主说话,了解情况,最后像是确定了什么。 啊得,你还算机灵,竟找到了这样的大鱼。 一个看起来很彪悍中年人夸赞道。 数日前,十号无意中买到真黄骨,招惹了贪主阿得,还有他身后的人物,正是这两人来了。 他们一怀疑是十号买走了四十八株灵药,一直在关注,后来向此地主人询问,得到印证,里面的人似乎炼了一炉大药,曾引动天地灵气暴动。 阿得,去将消息禀告给那位,就说这里有人用四十八株灵药炼了一炉宝丹。 看起来很凶悍的中年人说道,他一直在怀疑,卖出去的是一块黄骨,只是被对方调包了,想要报复。 当然,他也知道,能够买四十八株灵药的人肯定不简单,故此让阿得去神药门禀告一位大人物,他自己并不妄动。 院中,要顶发光,一炉金丹将成。 九头狮子等撤去了周围的法阵,不用再为十号掩饰了,任不再狂暴的灵气涌来,汇聚入顶。 半课钟后,顶中传来龙虎啸音,且顶盖被一股阴晕气顶起,自行滑落,一片金光绽放。 不错呀,这样一炉丹药真是罕见。 咦,才只有两颗,少了点,别的我也不多说了,给我一颗。 院子外走近几人,除却阿得与那个中年人外,还有一个年轻人,以他为首,正是他在开口,此外还有几个随从。 大红鸟痴笑道,你谁呀,张嘴就想收走一枚金丹,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吧。 无论是十号还是九头狮子等督促眉,已经看出,这是那个摊主引来的麻烦,这是真小人,毫不掩饰,在那里笑嘻嘻。 想要一枚金丹? 可以,拿二十株灵药来换。 十号面无表情的说道。 你不知道药兜的规矩吧,动用我药兜地下灵验是要浇税的,我觉得你练出这等金丹,一定消耗了地下大量的灵性物质,故此需要浇纳一颗金丹。 年轻人冷笑道。 你说浇税就浇税,算什么东西? 大红鸟痴道。 没错,我说浇就浇,这药兜最早便是我神药门创立的,为规则制定者之一。 年轻人一脸巨傲。 说到这里,他像要顶中抓去,那里有很多药泥残渣,还有两颗龙眼大的金丹,想一把兜绝走。 砰! 十号并不想多说废话,一脚踢出,年轻人即便很强大,在同龄人中是一个强者,但依旧口吐鲜血,整个人横飞了出去,跟见了鬼一般,而后可险昏厥过去。 贪主阿德与中年人都变色,这可真是强龙眼压低头蛇,他们觉得不妙。 你很嚣张,肆无忌惮地行凶,当我要都无人吗? 一辆免车破空而来,正是神药门的太上长老。 他到了这里后,看到那个被踢得昏死过去的年轻人一眼,没有去对付十号,而是先盯住了阿德还有那个中年人,目露寒光,道,挑拨我的后人来此,你们胆子不小。 轰隆一声,一只大手探出,向前覆盖,这是一个劣震静的巅峰强者,那摊主还有中年人大惊,连忙喊叫。 大人饶命,是此人一次性购买了四十八株灵药,我们想去禀报您,结果没有见到。 那也不该窜多我的后人出头。 神药门的太上长老大手落下,两人当场口喷鲜血,一身修为皆被废了个干净,这两人脸色苍白,无比惨然。 而后,他转过身来,看着十号冷笑道,即便我的后人有些不对,也还轮不到你来教训,将你要呈上,自己长嘴。 你真是找死啊。 大红鸟摇头,纵然这个人很强,是一个巅峰王者,但也肯定不是十号的对手。 九头狮子,火鸭等也都露出冷漠之色,看着此人。 吃。 十号伸手一点,一道银芒射出,瞬间洞穿了地上的年轻人,将他的一身修为废掉。 你,神药门的太上长老大幕,画出一只土黄色的大手,向前拍来,波动恐怖。 十号举拳迎了上去,扑得一声,十分干脆,将那只大手震碎,血流如柱。 神药门的太上长老脸色苍白,这是什么人,才十几岁而已啊,怎能一上来就废掉他这样巅峰王者的手掌。 对不起朋友,老朽错了。 他直接低头,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少年,放眼荒语,只有小时有此神威。 他倒也干脆,抱起那个被废的年轻人转身就走。 阿德还有那彪悍的中年,一脸惨白,冷汗不断躺下,修为被废也没有此时见到的景象可怕,连神药门的太上长老都因聚而退走了。 药兜中心有一座矮山,号称这片疆域的最神圣之地,上古要神便是在此涅槃成神的,据传地下仙气缭绕,火光腾腾,为天地间的一处生门。 此时,矮山上的一口古井,阴晕霞雾蒸腾,直通地下深处,且有一口古顶在当中沉浮,像是在被熬练。 而在古井旁,一个灰衣人盘坐,一动不动,仔细看,这是一个女子,几乎如羊之玉般洁白,青丝披散,遮住了绝世容颜。 若是有尊者在此,一定会震惊,因为他曾只身一人闯入魔灵湖,带走实意,如入无人之境。 前辈,你说借用我神药门的祖景,到时可以答应为我等做一件事,现有人欺凌我神药门,请您出手。 神药门的太上长老回来后,第一时间寻到这里,一副很恭敬的样子,请这位神秘的灰衣女子出手。 第421章 灰衣女子的来历 神药门,占据了药都最神圣之地,这个门派是上古药神开创的,拥有这座矮山。 矮山上的古井,拥有无尽生机,仙气征腾,是世间最难寻的一处生门,灰衣女子盘坐在井前,非常宁静。 她自来到这里后,从未动过,青丝如铺,整个人有一种仙韵,空灵而飘渺,宛若洁白的象牙雕刻成的完美艺术品。 你将它带来。 这是如同天籁般的声音,非常好听,可是仔细去感应,却能品味出一丝倦意与落寞。 神药门的太上长老林昆自然不会去注意这些,只想请这女子出手,他露出为难之色,道,前辈,那人太厉害了,我去带他,必然被击杀。 你过来。 灰衣女子说道。 神药门的太上长老林昆不敢不从,闻言立刻走到井前,他深知这个女子多么的可怕,一身修为通天动地。 要知道,这口足景极强,这是天地中的一道生门,法阵无数,为神灵所不,一般的人进去必死无疑,可是此女不仅能进去,还在熬练一口神秘的顶。 灰衣女子抬手,在虚空中刷刷点点,写出一个玉字,绽放璀璨金光,而后烙印在林昆的胸前。 这是,林昆动容,这得是多么大的法力才能有此手段,他感觉自己的身上多了一股神秘力量。 庭院内,阿德还有中年男子失魂落魄,请来的药都大人物都被惊退,这次到底招惹了怎样的一个少年。 十号扫了他们一眼,没有说什么,既然修为被废,他便也懒得与这两人计较。 黄灯灯的铜顶中,药箱扑鼻,两颗金丹下是大片的灰烬,大量的灵药与辅料熬练后,最后只剩下这点东西。 金丹在灰烬中显得格外耀眼,熠熠生辉,散发药箱,让大红鸟眼睛发直。 十号取出一个浴罐,将两枚丹药收起,光滑与清香立刻消失,看到大红鸟的样子,他笑着递了过去。 大红鸟纠结,接还是不接。 这绝对是好东西,可是想到十号曾赤身裸体盘坐药顶中,跟金丹一同熬练,他无论如何也难以下咽。 算了,本座要逆天而行,不假外物,单凭自己亦飞冲天,从此笑傲人界。 他义正言辞,拒绝了。 十号又将玉冠递给其他几人,结果都摇头,尤其是火灵儿还有芸汐更是俏脸通红,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若是亮出这两枚宝丹,外界肯定会强迫头颅,你们却岂之如必喜。 十号摇头,一本正经的样子引得院中众人翻白眼。 等我们进入猎阵境,收集到灵药,请你熬练一卢宝丹,到时候你不要推辞就可以了。 火鸭说道。 十号点头,这自然不成问题,到时候肯定不能真身入内了,将是纯粹的炼药。 他检查自己的收藏,一阵叹气,他以前所得来的法器等快被耗空了,便是数年前往北海昆蓬潮时所得到的海中灵物也被挥霍掉了。 一朝间,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了。 十号自语,灵药太贵,买下四十八珠后,这些年来的积蓄都耗尽了。 将神灵法器还我,我回天神山,送你一批灵药。 芸汐说道,他念念不忘,想拿宝材换回该族的法器。 那件东西岂是一些灵药可以交换的,除非将你族圣药带来。 十号说道。 你,芸汐吹弹欲破的俏脸上有一丝粪粪,荒域总共也没有多少株圣药,那是一族保持兴盛的根本所在,怎能去交换。 那就没得谈了。 十号摇头。 年轻人,跟我走一趟吧。 神药门太上长老林昆去而复返,刚才被惊退,面带惶恐,可现在却镇定自若。 院中众人露出异色,这个人修为虽高,可是方才分明被吓走了,怎么还敢回来? 你心中有了底气,觉得可以对付我了。 十号嘴角带着鱷鱼之色。 林昆大刺刺,道,药都乃是神圣之地,为药神开创,容不得你这样的人在此嚣张与亵渎,跟我走一趟吧,以正法规。 十号向前点了一指,一道紫芒飞出,若一条蛟龙般,这是一道水桶粗的闪电,威力惊人,一般的猎镇静修饰根本挡不住。 然而,出乎众人预料,林昆的胸前亮起一个金色的字符玉,仅此一字而已,绽放璀璨金光,挡住了那道闪电。 咦,好惊人的防御。 九头狮子,火鸭等都露出惊蓉。 轰。 十号五指齐张,一片闪电飞了出去,这是酸泥宝树,在猎镇静施展,威力不可同日而语,便是一座山峰都能扫平。 然而,那玉字发光,将所有闪电全部磨灭,化了个干干净净。 十号动容,他仔细感应,这个字是被人刚刚书写上去的,这是何等的法力,简直可以用通天来形容。 要都还有这个级数的高手。 绝对的骇人听闻。 年轻人不要以为天下无敌了,这个世间能收你的人不在少数。 林昆彻底放下心来。 你们先走。 十号预感事态严重,这里有一个难以揣测深浅的高手,他心中无敌,希望火灵儿等人先行离去。 这怎么能行,有难同当。 火鸭说道。 十号抽出黑色断剑,什么也没有说,向前劈去,这是一件上股法器,爆发出无以伦比的污光,淹没前方。 林昆虽然知道胸前那个字防御力惊人,可看到这种威势,还是心中生具,若是凭借他自己的力量,绝对要被斩杀。 这种力量太强了,根本不像一个王者所能施展出的,那残破法器若一片黑渊般压来,要兜的天空都在颤抖。 咦?忽然,药兜中心的矮山上,那挥发女子露出异色,第一次出现这种表情。 紧接着,虚空一颤,十号发现他批出的这一剑被禁锢了,茫茫乌光皆与虚空凝结,不再显化神威。 天际尽头,盼来一直洁白的手掌,平息了这里的躁动,化解了危局。 这什么人? 九头狮子,芸汐这等出身不凡,了解很多,但此时也都震惊,这是上古大能的体现,神通经事。 一瞬间,乌光还有洁白手掌都消失,天地恢复清明。 突然,虚空再颤,一条金光大道铺展而来,一个灰衣女子从很远的地方而来,看着十号手中那把断剑,一阵沉默。 你过来。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就从这里消失了。 众人面面相觑,这个女子太强大了,这是怎样一种修为? 这一次十号没有拒绝,越上高空,踏在这条金光大道上,迅速而去,到了那座矮山上。 火灵儿,大红鸟等剑状跟了下去,但却没有能登临上这座矮山,被阻挡在外,落在山脚下。 十号站在矮山上,看到了那口古井,也见到了那个灰衣女子,她心头巨跳,因为早已听闻过有人大闹魔灵狐并带走十亿的事。 是她。 她心头震动。 若是一般的人身穿灰衣,多半会默契沉沉,但是这个女子却气质出众,有一种空灵道运,超尘脱俗。 青丝披散,露出一张绝世仙言,雪白如玉,真的很美丽,近乎梦幻,只有月蝉还有魔女能与她媲美。 她抬头望来,那眸子很深邃,竟有一种倦意,还有一种沧桑,像是看遍了人世沉浮,给人很诡异的感觉。 因为,她很空灵出尘,可这双眼睛却又像是历经无尽岁月洗礼,能洞悉一切。 这炳剑修修补补,早已失去道运,不知还能否有重新绽放光彩的一天。 灰衣女子看着十号手中那柄黑色断剑,这般说道。 我见过这炳剑的上一代主人,曾借她之地休憩,不会为难你。 这是灰衣女子在此地说的第二句话。 声音真的很动听,由若仙道之音荡开,让人觉得神魂都被洗礼了,通体舒泰。 可是十号却震惊,这女子来历简直惊天。 荒语将乱,而要都更是一个征伐地,你速速离开。 这是灰衣女子的第三句话,这算是好意提醒。 你很不错,看到你我似见到了昔日的自己在囚道路上所留下的足迹,我很想看到你的到绽放时何等绚丽。 灰衣女子眼中露出柔和之色。 这一缕柔和,当真是惊艳,让天日都是去了色彩,风姿绝世。 十号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心中像是一道惊雷在轰鸣,因为她觉得,这个女子来自上谷,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能。 虚神界一战。 还不能确定至尊谷与众同属弱属强,因为众同最高傲义根本没有绽放,不曾体现,那是皮毛之战。 这是灰衣女子的第五句话。 在说这些话时,她那深邃的瞳孔发光,无以伦比,这一刻像是重开辟了宇宙洪荒,再练了天地玄黄。 十号震惊,难以开口,她发现这女子的瞳孔分开,再变化,成为了众同,那种契机太可怕了,堪称盖世。 她,也是一个众同者。 十号呆住了,为何她的重同可以合一,最后与普通人一般无二,需要时又可以再现,这让人难以理解。 在那众同内,有混沌气弥漫,想是在开天辟地,想是有真正的大星在陨落。 十号心中波澜起伏,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一句话。 众同者,在上古年间天上地下无敌,从来没有一败,这个传说太久远了,却一直不曾被世人忘记。 今日,十号见到了这样一个人。 第四百二十二章 上古众同者 那瞳孔太特别了,竟然可以分开,宛若在开辟天地,允星一颗又一颗坠落,混沌气自那谋中弥漫而出。 这得是多么高深的境界,生生将众同恋化没了,能融合归一,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显现,露出逆天之威。 十号一脸震惊之色,已然失态,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跟泥肃木雕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正正的看着。 上古众同者 一个号称不败的人,横行天地中,自上古一直活到这一世。 灰衣女子虽有倦意,但体内生机勃勃,岁月难以斩其道运,她宴观天下,风姿绝世,称得上风华无双。 上古一战,太疲倦了。 灰衣女子说道。 果然。 十号心中宛若有惊涛拍天,这女子果然来自上古,身份惊人,这种话语如果传到外界去,必然是一场大地震。 得到正时候,十号面对她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在看她时,举手投足都让人难以平静。 灰衣女子很美丽,若非那种倦意,她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灵动的少女,根本不像是一个与世长存的前辈人杰。 甚至,十号觉得,这女子比她大不了一两岁,这容貌应该在其最美丽的时光中停住了。 说也奇怪,这一刻她心中没有畏惧,反而一阵出神,想到了一些与眼前无关的事,她的眼神有点飘忽,确切地说走神了。 众同者,号称无敌,在上古年间展出了赫赫威名。 十号心思转动,这样一个美丽的少女曾经僻逆天下吗? 战败了同时代诸多大能,不知道是否遇上过实力相近的人。 她走神很严重,心中没有敬畏,思绪散乱,想到了很多无关的事,这样一个惊艳的少女,在上古时代光辉要是,不知道是否有知己,可曾嫁人。 她觉得,这样一位惊艳的少女,当年应有一位年轻的天骄伴在其身旁,共走天下,一同傲视上古。 也不知道,那年轻的天骄需要多么强,才能配得上她,应该不弱众同者吧? 只是上古已是,为何只有她一个人独立世间? 那个能与之并行的年轻天骄呢,是否埋葬在了岁月中? 很快,十号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这走神也太离谱了,她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在这种情境下,怎么会想到这些? 难道自己有一颗八卦之心? 她如是想到,这可是在面对一个号称在上古不败的众同者,竟能走神到这一步,让她自己都无言了。 或许,正是因为面对这等可以傲视天上地下的人物,她才会无比好奇,在心中生出无尽的念头吧。 十号醒悟时,发现那灰衣女子正似笑非笑的看着她,没有说什么,可是却足以让她老脸通红。 她有一股被人窥破了心思的感觉,第一次觉得这般尴尬,在这种境地下这都是在想什么呀? 她对自己很无语,推离谱了。 少年你想的太多了。 灰衣女子黑黑的笑了,那种笑容很有穿透力,让她越发觉得被窥破了心思。 咦,不对。 十号获得惊醒,怎会如此,这种环境下,她想的未免太多,思维过于发散了。 你在想何人曾与我并肩而行,那未天骄而今落在何方? 你的念头怎么这么扳杂? 灰衣女子似笑非笑的说道。 十号惊出一身冷汗,彻底确定,她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影响了,导致心绪纷乱,被人窥破了心中的秘密。 她心通。 几乎在第一时间,她心中便冒出这样三个字,一阵发毛,赶紧封闭神识感应,进行自我保护,避免泄露心中秘。 十号倒退,这女子太强了,重铜一线,影响到了她的情绪,让她心神失守。 你修成了她心通。 她声音微颤,这是何等的可怕,可以窥视别人的心思,便是上古大能也很难修成。 十号小心肝扑通扑通乱跳,她可不想被别人看透心中所想,那种能力太吓人了,怎么才能防范? 放心,我没那么无聊,只是不经意间见你乱操心,觉得有趣。 灰衣女子笑了笑,有一种别样的风情。 这可是上古年间的女神人,能横推世间朱迪,她竟暗自猜测其道理,结果被抓了个现行,还真是有点另类。 那啥,我只是有点好奇而已。 十号尴尬地说道。 女子眺望天际,那重铜消失,双铜合一,影响天地大道的气息慢慢收敛,让这个地方凝静了下来。 十号惊悍,果然是那瞳孔影响到了她刚才的情绪,当真是可怕。 重铜消失,灰衣女子的眼睛黑漆漆,深邃无比,非常特别,她竟可以如此,使重铜融合皈依,绝对是法力滔天。 你走吧,我希望将来看到你与重铜者真正的大决战,孰弱孰强,尽在最强一意中上演。 灰衣女子说道。 自然不会是她与十号一战,那样太欺负人了。 十号一阵,看着她的容颜,在上古时,这绝对是一个骄傲的少女,不会将天下的俊艳与天骄看在眼中。 怎么,你还在乱操心? 灰衣女子笑得很特别。 她挥了挥手,让十号离去,自始至终督盘坐在古井旁,没有起身,只是在看向天际时有一丝怅然。 十号下山,走出去很远,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鬼使神差般竟脱口而出,道,当年是否有一位年轻天骄曾伴你走天下? 灰衣女子诧异,而后笑了,眸光凝视虚空,像是望穿上古,她一挥宽大的袍袖,将十号扫落山下。 十号很狼狈,滚落在山脚下,十分不满,咕农道,到底有没有啊? 随后,她自己都忍不住嘿嘿直笑,这是怎么了,她居然这么八卦,竟问出这种问题,应该询问上古大秘才对。 十号摇了摇头,寻到山路,向外走去。 在这里呢? 大红鸟叫道。 他们追到了这里,奈何一直不能登上海山,干着急没有办法,此时见到十号落下山来,都是一喜。 玄狱,一个人结地灵,疆域无边的大狱。 站在这一狱的苍穹上,向下俯视。 可以发现与荒域完全不同,这里山河壮丽,没有蛮荒气息。 尤其是那生灵聚集地,一座又一座巨城,繁华无比,即便是立身在苍穹上,也能感觉到那滚滚沉湿气息。 当然,还伴有一缕缕浓郁的灵气,巨城中都有高手坐镇,强者备出,高手如林。 这个大狱,修行水平极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可以俯视荒域,因为历代神级擂台战开启后,对上荒域有绝对的优势。 神秘的布老山横根云深不知处,纤雾弥漫,飘渺而出世。 一座以青铜铸成的宏伟大殿中,有人在低语,给人很奇异的感觉,十分的幽远,像是从上古年间跨越时空而传出。 那个孩子,有我布老山一半的血统。 嗯,可是至尊只应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了,还将他接回吗? 自然要赢回,即便与我布老山离心离德,也要找回来。 就怕他会成为这涅槃计划中的牺牲品。 机会平等。 我希望,在寻他的过程中不要引发误会,平和的将那孩子带回来。 我时间不多,要沉眠了。 很快,这青铜大殿便寂静了,没有了声息。 然而,布老山一座代表权力的殿堂却亮了起来,灯火璀璨,一张法纸熠熠生辉,有人盖上了神印。 仅一瞬间而已,一股古朴气息弥漫,而后一种恐怖的波动浩荡,震动整片布老山。 咦,发生了什么事,为何有这种波动? 加盖了至宝神印,竟传出了这种法纸,好惊人,所为何去? 布老山,占地广袤,一些山峰上有不少古殿堂,走出一些可怕的强者,皆散发滔天的气息,望向那代表权力的殿堂。 母亲那是什么? 一座如仙境的山谷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问道,看着远方。 那是加盖了至宝神印的法纸,可以破育而去,很多年没有出现了。 一个漂亮的女子溺爱的抚摸他的头。 旁边还有一个男子,显然是一家人,看着那法纸远去的方向,一阵出神。 嗯,祖传的至宝神印啊,早晚有一天,我要让加盖我的宝印的法纸号令天下,我是第一至尊。 少年豪情万丈。 所有老祖都喜欢你,以你的天资会做到的。 漂亮的女子笑道,而后发现了那男子诗神,不禁一叹,与他一起望向天际。 我要横扫天下,弘扬我不老山神法。 少年自负无比,有一种替逆天下之姿。 夫妇二人都不禁微醋眉,却没有说什么。 那法纸带着滔天的霞光,破天而去,竟可以穿透早已封印的玉壁,离开了玄狱。 荒狱,要都。 十号回头,看着矮山,那灰衣女子太特别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走咯。 大红鸟道。 石兄要小心啊,不老山,补天教等都是可怕的传承,你惹了他们,难以善了。 火压道。 因为,这一路上他们谈论上古大能石,不可避免的提到了那几个最古老的道统,一下子便又想到了十号得罪的势力。 我不怕,我的路,就是要这般才精彩,不需要那些老祖守护,也不用他们的传承,我的一切自己争。 九头狮子,火灵儿,芸汐都是一探,这家伙严格来说是个弃儿,本与一些超级大势力有关联,最终却流落在外。 第四百二十三章奇要 来到山脚下时,正好见到神耀门的太上长老林昆,他跟见了鬼一样,因为十号完好无损,并未被斩杀。 你,还活着,他话语有点不利索,预感不妙,转身就走。 但是,再快能快过昆蓬法吗? 一道金红横空,拦阻去路,接着一个金色的拳头砸了下来,轰隆一声,让这片虚空爆发出一片符号,若闪电喷发。 林昆横飞而去,胸口发出光滑,一个欲自由弱盾牌般,形成一重光幕,阻挡住了拳头。 可即便如此林昆还是身体一震,那种冲击力让他心寒,如果没有这个符号,他必然被一拳击毙了。 这才是一个少年呢,让他这个巅峰王者情何以堪? 根本不够看。 少年人请息怒。 林昆发毛,原本他等在这里,是要看十号陨落的,不曾想这个小魔王从容出山。 回应给他的是一道更凶猛的闪电,一头紫金酸泥扑了过去,电芒霍霍,将林昆淹没,让他身体发寒。 住手,我老朽知错,愿意付出代价。 他很干脆,直接服软,因为他知道,身上虽被刻了一个防御符号,但早晚有一天会消失。 而这个少年未死,依照熊孩子人神共愤的风格,将会跟他没完,不将他干掉不会罢休。 十号停了下来,道,说吧,你怎么付出代价? 他并未将林昆放在眼中,没有将他视作威胁,只是气不过,曾放他离去,结果居然想请动灰衣女子杀他。 老朽有几株灵药,作为补偿,林昆刚说到这里就被打断了。 我一口气买了四十八灵药,我会缺你那鸡珠,十号准备敲竹竿,他十分需要灵药。 他身上还有一些好东西,比如布老权业低,昆蓬潮的一杯太古酒浆,但这些都不可能晾出去,属于西式真物。 而其他法器,炼器材料等都挥霍空了,不说身无分文也差不多了。 神药门的太上长老林昆咧嘴,对方实在变态,谁能一口气买下四十八株灵药? 这次还真不好伺候。 老朽这几株灵药不一般,在市面上很难见到,算是奇药。 林昆说道,心中低血,他知道这次必然要付出代价。 他有心发动神药门的力量,可是自从洞悉这世十号后,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对方连尊者都灭过,可叫谁不忌惮。 若是换作一般的王侯,他早就招呼药兜中的强者,直接灭杀了。 对于这个敢对抗布老山,补天骄的少年至尊,他心中发毛,不愿与其结下因果,不然的话,一旦他日后崛起,谁可敌。 很多人都明白,十号只要活下去,早晚会俯视荒域,天下难逢抗守。 其要? 能有多么罕见,说来看。 十号面无表情的问道。 后方,大红鸟黑黑直笑,九头狮子等无言,火灵儿与云熙撇嘴,知道这家伙嘴上不在意,估计心中恶开花,欲擒故纵,要很敲一笔。 有一株黄金草。 林昆咬着牙,近乎吐血的说道,这可不是一般的灵物,走遍明山大川都不见得能寻到一株。 这种草很难成活,即便结子,一般情况下也难以种出来,需要在特殊的灵泥中自然发芽才行,非常珍贵。 就一种黄金草,也想打发我。 十号冷笑。 还有落月花。 林昆心中滴血,这般说道。 后方,九头狮子等人动容,显然听到过这种灵药,的确可以算是奇药内了,世间罕见。 所谓奇药,与众不同,十分稀有,甚至说寻遍千伤万水都难以见到几株。 落月花,通体雪白,最为奇特的是,奇花朵若银盘,形似一轮神月,尤其是深夜时,盈盈发光,洒落下月花般的光波,那种清香可以让人心中空明,容易悟到。 这一次,十号没有说什么,道,这两株肯定不够,去你的居所,我要见上一见。 林昆知道,这么多年的收藏保不住了,那可是几种奇药啊,价值连成,今日可能都将一煮了。 神药门占据药都忠心,因为这座城是因他们的祖师而兴起的,围绕那座矮山建立,林昆在后山下有一片院子。 身为太上长老,他地位尊崇,七居的地方很大,并且灵气鼓鼓,有一块药田被法阵守护,腾起阵阵阴晕财物。 解开法阵,刚一踏进这一小块药田,十号他们的眼睛就都睁大了。 一株通体金黄的草,生有六叶,宛若黄金克成,灿灿生辉,不过一尺高,栽种那里,样出金色雾矮,有一股浓香。 好东西。 在其旁边,有一株通体雪白的植株,花朵若月盘,流淌圣洁光辉,那种清香让人到心稳定,心中空明。 真是奇要落月花,十号笑咪咪,开始擦口水,跟它做同样动作的还有大红鸟,恨不得一口吞下那朵花。 咦,这是紫星蓝。 芸汐惊讶,便是他们天神山的药田中也没有基珠,这东西十分罕见。 蓝香扑鼻,这是一株通体紫盈盈的植物, 只有八掌高,叶片很小,每一片都是六角星辰,十分奇异。 与其说是蓝,它更像是一种八掌高的小树,结满了紫色的小星星,流动萌萌紫物,心香与众不同。 从这一株药上摘下一片叶子,就可以到外面换回来几株一般意义上的灵药,足以说明紫星蓝的惊人价值。 这也就是神药门的太上长老,不然谁能藏有这等奇药,想找到一株都很难。 在药田中还有一株,也就是最后一株药,引起了芸汐的惊呼,竟然是流金岁月。 因为,在天神上也只有两株而已,一般需要用到时,一定只是采摘下一些花朵与叶片,绝不可能去伤根精。 流金岁月,能有一尺高,像是一株小树,上面叶片暗淡,可当风吹来时,所有叶片都翻转,背面绽放绚烂光辉。 这样看去,叶子像是碎金在流动,仿佛一段岁月正在逝去,竟给人以一种难明的道运。 我听说,这流金岁月便是在奇药中也是名列前茅的稀释真物。 火灵儿探道,九头狮子等全部点头。 炼药时只要进入部分流金岁月,可以让药丹中多一些大道气息,这是一种可怕的变化,极大的提升了丹药品质。 就只有这四株。 十号不满意。 林昆泪流满面,有四株奇药还不满意啊,若是其他人不要说能拿出了,就是见都没有见到过,一般的炼药大师,连一株奇药都很难拥有。 我是神药门的太上长老,倾尽所有,也只换来这样四株奇药。 他吐血说道。 为了得到这四株药,他耗尽了收藏。 事实上,十号心中还是相当满意的,他想迅速成为尊者,若想熬练小涅盘丹,必须搜罗到那些奇药才行。 因为,那是不可缺少的主要。 而今,一下子就寻到了四株,这可以说收获巨大。 你曾两次想取我性命,拿四株药就想接过,肯定不行。 十号吓唬他。 我真没有了,已经尽一切。 凌昆沮丧,早知如此,他肯定不会找事,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后,凌昆被逼急了,实在没有办法,像是想起了什么,道,我知道黄金药蝶的下落。 那东西什么用? 十号满不在乎。 除却他外,其他人都有吐血冲动,因为那是药界中的神虫,至神至圣,比世间一切瑰宝都珍贵。 黄金药蝶,可以寻找灵珠,所过之处,但凡灵药艰难逃脱,全会被寻觅出来。 仅凭此一向,他便可以与猎天魔蝶并列。 世间一直有传言,如果还有唇血的黄金药蝶,那么一定在药兜中折眠,等待重见天日。 你真知道在哪里? 芸汐问道,他来自太古神山,深知这种神虫多么的宝贵。 林昆肉疼,咬牙点头。 不就是一只药蝶吗,那么娇嫩,给我也怕养死啊。 十号说道。 真正的黄金药蝶,战力很强,属于太古神虫。 林昆纠正,而且特别点出,道,而我说的这一只更是与众不同。 十号感兴趣了,不说其他,单是神虫这一项足以说明其价值了,最差也可以入药,比织魔灵狐的金珠都要宝贵。 怎么不同? 大红鸟好奇的问道。 因为,这是上古药神寻回来的幼虫,据传可能是黄金祖蝶,也可以称之为黄金之上,还被叫做黄蝶。 林昆答道。 黄蝶,号称唯一的黄金神蝶,任何黄金药蝶都是半级生长,进行守护的蝴蝶。 林昆道。 什么? 火鸭吃惊,不敢相信,刚才这位太上长老还在说黄金药蝶如何稀释,都已绝种,怎么现在成为蝴蝶了? 又出现了一种更珍贵的。 黄蝶罕见,只在太古年间出现过一次,除却能寻到所有灵珠外,战斗力一号称盖世。 林昆道。 芸汐点头,道,我倒是有耳闻,据传太古年间曾出现一只金色黄蝶,轻轻一阵翅,三只天神镜的猎天魔蝶当场化成鸡粉。 怎么可能,所有人都震撼,猎天魔蝶那是何其凶残的生灵,所向批你,就更不要说天神镜了,足以傲视天上地下。 的确是真的,我神药门中有这样的记载。 林昆说道,并且解释,当年上古药神去寻黄金药蝶,最终竟得到了一只黄蝶幼虫。 最后,要神陨落,而传闻那只幼虫被封印在神兵罐中,一直没有出事。 你真知道在哪里? 十号的目光终于火热了。 第424章 黄金之上 知道一些 林昆点头,心有不甘,但是面对这个杀星真的没底,他虽然远在耀都,但是也听说过熊孩子的大名。 数年前,这还是一个小毛孩子时,就已经在虚神界呼风唤雨,欺压各方了,一年半前更杀出赫赫威名,拜崇童,斩尊者,号称荒域唯一少年至尊。 对面这个十几岁,但是人神共愤,各大鼓叫都无奈的问题人物,林昆越想越是害怕,深深后悔自己招惹了他,现在想尽一切办法,不过是为了补救。 此时,一群人都很兴奋,非常感兴趣,便是芸汐也无比激动,那可是黄蝶呀,不说其寻找灵珠的天赋,便是以实力而论,也号称盖世。 便是大名鼎鼎,以恐怖战力威震太古的猎天魔蝶,都远非其对手。 甚至,在修行界有人推测,若非黄蝶只在太古出现过一次,令人难以更好的衡量其潜能,也许会挤入太古石胸内。 这并非乱语,的确曾有人下过论断,他号称黄金之上,被封神蝶,这种神虫太强了,如果他多出手几次,得到确切评估,结论可能会很逆天。 不过人们也有怀疑,为何他只出现过一次,这么的漫长岁月不可能只有这样一粒吧? 四 昙花一现 它是唯一的,相传无数个时代才能诞生一只。 云七清语,这是在天神山那落满尘土的古书中看到的一文。 它是怎么产生的? 没有人知道,一些天阶太古生灵曾猜测,也许根本不属于这一切。 林昆心中剧烈挣扎后,反而坦然了,他看到十号被吸引,明白必过了一劫,对方应该不会与他清算了。 仔细想后,他觉得,便是有那种神虫,凭他一个劣震镜的糟老头子也难以守住,还不如就此结下一段善缘。 根本不用去细想十号的潜力,现在谁都知道,给他时间,必可超越当事各较强人。 林昆有所取舍后,心中反而平静了,不再纠结,没有当个时间,转身走向药田一角。 他蹲下身子,在泥土中一阵摸索,咔嚓一声,一片符号透过土壤亮起,而后传出嘎喳嘎喳声,那里裂开了。 林昆从一个一尺剑方的振动中取出石盒,递给了十号。 真有黄蝶,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十分的紧张,连呼吸都急促了,便是火灵儿那饱满的胸部也在起伏,美眸闪动一彩,盯着那看起来很古朴的石质盒子。 小心一点,如果是黄蝶,即便是幼虫,也有难以想象的灵性与强大的威能。 芸汐激动的叮嘱。 他对于这种传说中的生灵,一直抱以好奇,还有一种敬畏,同为太古时代的生灵后人,他迫切希望见到黄蝶。 林昆尴尬,小声道,只是重要线索,不是那折棉的幼虫。 众人有些失落,但也长出了一口气,这才正常,这样的惊世神虫,如果被一位王者随随便便拿出,那样才诡异,不可思议。 开启石盒,里面有一块青铜,上面刻有上百个神秘符号,虽然暗淡,充满斑绣痕,但是却也有一种柔和的古韵。 这是二分之一的青铜块,在我神耀蒙古册中有记载,如果能寻到完整的青铜法器,便能得到那传说中的黄蝶。 林昆解释道。 至于他手中这块,是入主这片庭院后无意中发现的,很多年前一位前辈人物收集到这块青铜,封印在此。 众人顿时有点泄气,自上古到现在,无尽岁月流逝,没有一个人得到另一半铜块,让他们这些外来者怎么搜罗? 已经有线索了,当年药神陨落,他的遗物被其幼子掌管,这青铜块自然在他的手上,林昆解释。 这么说,现在有了药神后人的线索。 九头狮子问道。 没错,发现了他的骸骨。 林昆点头,而后详细解释。 那个地方,正是背上摆坐法阵守护的上古神谷,自从那片遗迹出现后,每日都有很多人去探索,近日发现了一些线索。 大红鸟当即不高兴了,那是什么地方,根本不可能进去,因为按照紫衣少女芸汐所说,多半是天神部下的法阵,当时难有人破解。 有点意外,就在昨日,有人在那里挖掘,看到了一个地下幽洞,静止通神谷内。 林昆道。 怎么可能,有人可以破解天神法阵。 众人吃惊。 是古人破开的,连续破了三座法阵,便陨落在当中。 有人进去后,看到很多碎裂的法器,还有一个玉牌,记录了陨落者的身份。 林昆说道。 经此一说,众人都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件事还是一个秘密,目前只有少数人知道,现在要兜中的一些大人物在行动,已进入神谷那破开的法阵中,看一看能否有什么收获。 当听到这些话后,众人顿时坐不住了。 认真了解情况后,由林昆带路,他们快速杀到这片上谷神谷前,依旧是仙气蒙蒙,锐光引现,谷中十分神秘。 这一次,十号他而没有去观看那谷中心的神圣灵根,而是直接来到谷外一块被各种阵棋围起来的区域。 显然,这里被人控制了,大齐烈烈,封印了这片空间,里面雾矮汹涌,根本不看清有什么。 林昆也算是要兜的大人物,本着利益均分的原则,他也可以带人进入。 这里被一些强者占据,一般的人无法踏足。 林老这次带的人有点多呀。 一些修士正在守着地下一个鼓洞,不让人随便出入。 林昆笑了笑,跟他们寒暄,最终领着十号等入内,并未被阻。 地下鼓洞幽深,静直向下摆仗后,才可以横向而行,通向鼓中,可以看到当年破阵者的艰难,付出极大代价才开辟出一条通路。 这条鼓洞内,还有残余的符纹,依旧有恐怖气息弥漫,若非被破解,常人硬闯的话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很快,他们又沿着鼓洞上行,来到了有光亮的地方,进入山谷内,这是第一重法阵间。 咦,自称一片天地,火压倒吸了一口凉气。 而众人也无不悚然,这块区域也太大了,一眼望不到尽头,比在外界时所看到的山谷也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要知道,这才是在第一座法阵内,上百座加起来,会有多广袤。 众人一阵头大,这该不会是浓缩了一片大荒吧? 他们开始丈量第一重法阵,发现真的无边无尽,若是以此计算,整片山谷的真实面积将大到无边。 我估计一百多座法阵加起来的话足有方圆数十万里,甚至无穷无边。 火灵儿推测。 这么大的疆域让人牙疼,北市多大的气魄呀,遮拢方圆数十万里的大阵,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简直可以说是筋骨震巾。 这是要做什么,谁闲得无聊,弄这么巨大的法阵? 九头狮子作牙花子。 这里生机不多。 十号露出诧异之色,在第一座法阵内植物很少,稀稀落落, 像是所有的精气都被抽干了。 除雀守护法阵,还有巨灵法阵,都集中向这片浩瀚古地中心。 紫衣少女芸汐开口。 方圆数十万里的精气与地下灵脉该不会都是用来滋养中心那株天地灵根吧? 火灵儿露出异色。 这是什么植物? 若为真,所需也太吓人了。 便是十号也心头震动,这座山谷绝对是盖世大人物所布下的,甚至可能不属于这一届的人所为。 千万别是某个人故意留下的,等待日后再来移走保药。 十号低语,那样的话,必有无敌人物在线。 在凌昆的带领下,他们再次进入一座鼓洞,通向第二重法阵内,这条通道绝对有空间符文,明明无比遥远,但是他们很快有横穿而过,来到地面上。 第二重法阵果然疆域无边,同第一法阵的面积相近,而且也是近乎寸草不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 凌昆提醒道,再前进的话,就有危险了,药神之子便是死在了第三重法阵内,他只破掉了一部分禁制。 走吧。 十号想去看一看,但不会冒险。 进入第三座法阵内,这里有一片安全区域,早有百余人在这里,正在研究与寻找着什么。 这是药兜中的大人物,带着各自的弟子与后人,在此撞天缘,这等机会被他们瓜分,但是所获有限。 这片安全区域不是很大,在外围雾海朦胧,十分模糊,看不真切。 很多人在那边缘区域寻找,希望有所获。 咦,有不少法器碎片。 这块地方有很多废弃,如折断的镇旗,炸碎的原始浮骨,以及破裂的药顶等。 这便是那位前辈的遗骸。 林昆道,指向前方。 那具遗体,血肉早无,骨头成灰黑色,很不正常,轻轻一碰就会裂开,他遭遇过可怕的震纹之力碾压。 并且,这里有聚灵法阵,将他一身精华都给抽取走了。 在这个地方待着精气流逝严重啊。 刚进来不久后,十号等人便有了这种感受。 这第三座法阵没有被完全破开,故此即便是在这块安全区域也不能久留,依旧有潜在杀机与危险。 林老你来了。 有人打招呼。 药神之子,也就是我们的祖师,非常厉害,经过我们研究,他可能是晚年破入了神级,持部分阵图进来的。 另一位老者说道。 他们透露出的信息十分惊人,让十号一阵,不禁用那枚重铜观看。 真是一名神级强者。 十号心颤,因为发现某一块骨并未完全化成灰黑色,有一种神光闪烁,那是神的气息。 神人也只破了两重办法阵,而且似乎还是持有部分阵图进来的,这个地方的多么的可怕。 十号有点不抱希望了,因为这里很危险,并且转了一圈,并未发现要找的青铜块。 咦,还真有。 就在他放弃,觉得这次白跑了一趟之际,不经意间,众铜竟捕捉到了一股莫名气机,与怀中的青铜块一样。 他仔细观察,顿时大喜,竟然正好是另一半青铜块,这实在是出乎意料的惊喜。 第四百二十五章 世界宝盒 铜块不大,上面满是绿秀,就在那迷雾中,与十号怀中的铜块绝对是源自一体,可以合并在一起。 若非众铜,根本难以看到,因为这物碍很怪,肉眼难以彻底看清,再一次证明了众铜者的可怕。 我什么时候能修成天眼,最起码可以能望穿这些虚望。 十号自语 当然,现在不是分心的时候,他有点头疼,那青铜块不在安全区域,想要获得,需要破开法阵,走入进去。 真发现了。 大红鸟亚裔,他们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过来而已,竟有了收获。 这可是上古年间就失踪的东西,到现在还能再次见到,实在让人意外。 便是凌昆也发呆,他昨日就已经来过这里,仔细寻觅,差点将这片土地翻过来,什么也没有得到。 不曾想,这个凶残的少年竟有这种大气韵,刚来就看到了,这也推没天理了,让他原本不再纠结的心,再次狠狠地抽搐了几下。 难道传说中的神谍要在现世间? 凌昆一时间吃了,虽然年岁已高,但却如一个小青年般,热血澎湃。 有可能会见到那种神话传说中的东西,他颤抖着自语。 十号等自然也难以平静,心中振奋,全都在苦思办法,希望将那块青铜带出来,不过没人敢妄动。 要知道,连神级强者都在这里陨落了,也只破去了两座办法阵而已。 距离不是很远,也许能动用宝树移过来。 五色鸾鸟道,跃跃欲试。 小心一点,我们为你护法。 大红鸟眼神闪烁。 瞧好吧。 五色鸾鸟来到药兜后,一直是人身状态,不然它们这等样子会被历史认出。 它盘坐在法阵边缘,背后腾起五根鲜艳的羽毛,颜色各不相同,而后刷的一声扫出五道神光,没入法阵内。 轰。 这一刻,第三座法阵暴动,汹涌出一股恐怖的气息,若浪涛击天,席卷四方。 不要说那不曾被迫去禁制的地方,就是这片安全区域也剧烈震荡,充斥着一股暴虐的波动,简直要将人压碎。 扑的一声,五色鸾鸟吐了一口血,满脸苍白,露出骇然之色,它扫出去的五色神光被吞没了,自身遭反阵。 好可怕,不曾落入阵中,只是轻微的是一下而已,就有这种力量袭来。 十号醋眉,他知道遇上了大麻烦。 是谁在乱出手,想害死所有人吗?远处,要兜的几位大人物怒斥。 林昆赶紧上前,与他们一番交谈,这才平息众怒,并且向他们了解了这一天来的情况,这些人也曾出手,因此而受伤了不少人。 甚至,还有一个胆子特别大的,想分开雾海进入阵中,结果直接暴碎,形神俱灭。 天神法阵岂是凡人可以触碰的,一旦踏入绝对是一场大杀劫。 紫衣少女芸汐说道。 这可怎么办? 大红鸟非常不甘,如果没有看到也就罢了,明明相聚不远,却难以得手。 十号在这里转悠,自然不会就此而退走,他看到了各种法器碎片,都是药神之子陨落石留下的。 有一张阵图,不过烂掉了,残缺的只剩下一脚。 林昆了解道这样的情况,可根本没用,便是完整的阵图也破不了此阵,不然要神之子何至于死在这里? 不要乱来,天神高高在上,他们的手段你无法想象,所留阵法,足以斩神灭圣。 芸汐告诫道。 事实上,真正了解情况后,十号等都有些头大,不要说动用宝术,就是探出去神念,都会被这法阵吞噬。 大红鸟最倒霉,一道精神力被那雾碍斩断,生生化在了当中。 硬来肯定不行,危险太大了。 那青铜块落入法阵内,竟没有毁掉,得多么坚硬。 十号心头一动,因为他发现别的法器落入近厚后都成为了碎片。 果然是好东西,他不曾被大阵磨灭。 九头狮子点头。 等一等,让我来仔细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 火灵儿开口,向十号要他怀中的青铜块。 你有什么发现? 火鸭问道。 我看着有点眼熟,似乎在某部古籍中见到过,这好像是一种宝盒。 火灵儿道。 咦,不错,真是如此。 紫衣少女芸汐惊讶,她接了过去,仔细观看,而后认真点头,道,疏忽了,这的确是太古宝盒。 这两人都来历不凡,对古代的事情了解很多,尤其是后者,本就是来自太古神山,知晓得自然更多。 太古宝盒,这是后世人的称法,太古年间的大人物们用来藏那珍宝的东西,一般情况下所藏都是硅宝。 其实,她的真名叫世界宝盒。 这种宝盒很特别,除非是物主自己,一般的人难以毁掉与打开。 大红鸟当即就垮下了脸,连宝盒都分作两半,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可言,这也太打击人了。 错,宝盒内的东西不一定被毁掉了,应该还在,这种东西很不一般,不然怎么会被太古年间的强者用来放归宝? 紫衣少女芸汐说道。 火灵儿一提到了一则一文,曾有人得到世界宝盒,意外开启后,坠落出一片神藏。 这等传闻,当即让几人眼眸火热。 既然知道是太古宝盒,也许能将另一半铜块弄出来。 芸汐笑道。 十号像是想到了什么,手持这青铜块,默默感应,催动神力,顿时让它发出灿灿的光,腾起上百个符号。 咦,亮起来了,好赤胜。 几人都惊呼。 不仅十号手中的铜块亮起,那法阵中的另一半也是如此,铜袖脱落,上百符号熠熠生辉,像是受到了召唤,彼此间有感应。 这种情况惊动了其他人,一起望来。 动了。 那法阵中的铜块,竟在慢慢移动,擦着地面,向这边而来。 轰。 突然,大阵中有粗大的雷光披落,打在那铜块上,若是一般的法器必然成为鸡粉了,可是它不曾磨灭。 阵外,十号身体一颤,它持铜块的手掌在静弯,几乎要撒手。 不光是它手中的铜块要将阵中的铜块召唤出来,同样那边也在召唤这边,几乎握不住。 这东西还真诡异与神秘,连天神法阵降下的沙伐之光都不能将它毁掉,还几乎让十号持不住。 大红鸟惊叹。 其他人都掩热,向这边围拢过来。 出来。 十号低喝,嗡的一声,它手中光芒大盛,像是拖着一轮小太阳,那青铜块被一百多个符号笼罩,璀璨无比。 同样,阵中那铜块亦是如此,这次终于飞来,冲向这边。 轰隆隆。 天翻地覆一般。 这第三重法阵内波动恐怖,虚空扭曲,像要炸开了,其他原本眼神火热的人都惊悚,止住脚步,一个个脸色苍白。 各种神光冲出,在那法阵中肆虐,斩向那块青铜,但就是没有办法将它击碎。 当。 最后一声颤音发出,两块青铜撞在一起,竟然严丝合缝,发出一片绚烂的光后迅速暗淡了下来,成为了拳头大的青铜块,四四方方。 不像是盒子,是实心的呀。 九头狮子道。 激活它后,会构建出一个小世界,用来储存西式瑰宝。 紫衣少女芸汐开口道。 啥? 大红鸟流口水,这种宝盒内蕴小世界,自然是西式神物,难怪太古强者用这种东西收藏宝物。 几位道友,似得到了什么宝物,可否让我等一官? 后方的人曾亲眼目睹宝盒发光,璀璨如阳,此时这个地方平静下来后,有些人眼神火热,露出贪欲。 我们走,先离开这里。 十号说道,他不介意与这些人激战一场,全部镇压,但现在却没心情,想立刻去开启宝盒。 一片金光腾起,他运转昆蓬法,符纹飞舞,包裹住所有人,化作金色闪电,已急速离开了这里。 脱离大阵后,到了山谷外,他们立刻开始研究这世界宝盒。 如果不是物主,其他人想打开很难,除非碰巧而意外开启。 火灵儿叹道。 他们没有遇到意外,世界宝盒在众人手中传来传去,都没有能开启。 灵魂眼热,也去动手,试了又试,结果无奈放弃。 黄蝶难道在这宝盒中,甚至说,还有其他神脏? 大红鸟干流口水也没用。 十号咬了咬牙,手持宝盒,暗中向小塔传音,道,做一次交易。 小塔答道,嗯,老规矩,上次送我的太阳石,原本要帮你一次,现在将耗掉。 十号心头低血,这个坑货,太阳石和其珍贵,为世间其珍,请它动手一次就要耗掉,也太奢侈了。 不行,这次我是想让你帮我破开这座山谷,取出那珠宝药,顺带着将这宝盒打开。 十号说道。 虽然他知道,小塔多半会开出一个天价,因为这里有上百座法阵,可是却没有想到他会要价离谱到吓人。 除非你拿上百种真正的天才地宝来,不然不可能。 小塔很干脆。 你也太坑了。 十号愤问,当然这一切都是暗中传音,别人不知。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法阵。 神来了都得死一片,尤其是谷中那珠灵根,你就更不要惦记了,那是有人暂时栽种在这一界的,谁动谁倒霉,必然会惹他降临。 小塔告诫,十分严肃。 十号悚然,这个地方果然了不得。 做人要知足,你如果真得到黄蝶,那也是逆天机缘了。 小塔说道,竟对这种黄金蝶评价这么高。 十号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山谷,一阵气动,难怪那灰衣女子告诫他,离开要都,说这里将成为征伐之地。 好,先帮我开启这世界宝盒。 十号说道。 第426章开启 希望有你有运气得到,那黄蝶可能不弱石胸,他到底有多么大的价值,你可以用心去想象。 小塔说道,他只有寸许高,雪白透亮,在十号发丝间流动晶莹光泽。 什么? 十号被震住了,这黄金神蝶这般强,真如传说中那般嘛,可以对决天地间最强大的存在。 只是猜测而已。 小塔坦然,因为黄蝶太神秘了,只在太古年间出现过一次而已,过去从未现世。 至于这次,小塔并不能确定,甚至并不认为那真是一只黄蝶,这一界不应该存在这种生灵才对。 这一界,古来仅有一粒,而且是匆匆一线,便再无踪迹。 好神秘。 十号清语,越发觉得这黄蝶来透逆天,抛开其天赋宝树等,其自身能出现就是一桩大秘。 十号又变成了熊孩子。 这一刻大眼睛弯成月牙状,亮晶晶,清秀而漂亮的脸蛋上满是笑容,最后忍不住擦了一把口水。 这家伙笑得好贱哪。 大红鸟说道。 在对面,正是火灵儿与芸汐,他们正对着十号,见到他这个样子,还以为他在打什么坏主意,又羞又恼。 兄弟适可而止,别在这里眉目传情,天还没黑呢。 火鸭看不下去了,黑黑的说道。 这的确容易让人误会,十号擦口水,笑得很特别,而前方却是两名国色天香的青春美少女,怎不容易让人误会。 我警告你,虽然我很想拿回那剑法器,但也不会妥协,你别乱打主意。 芸汐修愤的说道。 东。 至于火灵儿更直接,在十号头上垂了一拳,响声不小,显然很用力。 你们这是干啥? 十号说道,彻底清醒,再次擦了把口水,心情非常好,看每一个人时都目光柔和。 好见得笑。 大红鸟嘀咕。 咚。 十号赏了他一指,削得那叫一个结实,以熊孩子的肉身强度来说,足以开筋猎食,让大红鸟一蹦唠高,嗷嗷怪叫不已,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狼。 哪像是一只鸟吗? 走咯。 十号转身,第一个离开,他心中充满了期待,要找个地方去破解世界宝盒,这个地方不适合,因为法阵中的人跟了过来。 咦,难道猜错了? 火鸭狐疑。 一片黄金光浮现,十号再次施展昆蓬法,将所有人都笼罩,化成一片阴暈霞光,急速破空而去,离开神谷。 他们没有会要都,而是进入了一片山脉中,十号要在这个地方请小塔出手,因为怕动静太大,惊动别人。 十号想了想,告知众人,他要闭关,将开启这宗宝盒。 众人皆愕然,了解到这是什么东西后,他们有点不抱希望了,根本就难以破解呀。 因为,这种蕴含小世界的宝物最稀有,无法打开,除非知晓内部复杂的符号排序,不然根本没戏。 你真能开启宝盒。 紫衣少女芸汐露出一色。 不要怀疑,给我时间,连天都能开启出一条通道。 十号笑道。 这种笑嘻嘻的样子,跟数年前在摆断衫没有什么区别,这让芸汐暗中恨得磨牙,她以为这家伙成为王者后会日渐威严,不曾想本性依旧。 从古到今。 也有其他人见到过类似的太古宝盒,但能解开的似乎只有一粒。 芸汐带着一种傲气,因为她最近不得这个熊孩子嘚瑟,每当看到这种表情,就会想到尖最尴尬的那一幕。 谁不信可以给我跟我打赌。 十号说道。 众人都有点惊讶,因为发现十号似乎很认真,很有把握,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样自信了,难道真能打开? 这是一片灵气浓郁的山巒,要都附近的山川没有蛮荒气息,相反灵袖十足,清泉鼓鼓,雾海蒸腾。 听她这样一说,众人都很期待了,谁都有好奇心,迫切想看到世界宝盒中有什么,会不会真有一只黄蝶折眠。 你输了的话将神灵法器还我。 只有来自天神山的紫衣少女芸汐愿跟她打赌,针锋相对。 好,没问题。 你要是输了呢,把你们山上那株圣药给我挖来。 十号笑咪咪。 不行。 芸汐摇头,那关乎他们一族的兴衰,怎能当作赌注,即便天阶太古天人族也不能这么大方。 那就给我去守村子。 十号道。 你,芸汐瞪她,美丽的面孔上神色变幻,最终咬牙,道,我,不赌了。 哎,真让人失望,啥时候能抓回去一只,既要好看,还要实力强大,真是不好找啊。 十号哀声叹气。 其他人黑黑直笑,只有火灵儿白了她一眼,道,多吃点猪耳朵补一补,等你更强大了就可以了。 芸汐眼中泛起很亮的光束,看向火灵儿,后者不甘示弱,回瞪了一眼。 有杀气。 大红鸟很警觉地说道,一本正经的样子。 山峰上,古松清脆,其实横尘,非常幽静。 十号叮嘱,道,小塔你可小心点,听那两丫头说,这东西很危险,即便法力通天,可用蛮力破开,也可能会让内部的小世界崩坏,引发空间塌陷,最是可怕。 我从不用蛮力。 小塔说道。 一丝混沌器飞出,没入这拳头大的青铜块中,一瞬间而已,数百神秘符号亮起,密布在青铜表面,让它看起来很灿烂。 到了最后,它根本不像青铜了,反倒像是一块龟美帝神域,竟然晶莹透明了起来。 咦,内部真是实心的,没有空间。 十号愕然,而后有些紧张,怕空欢喜一场。 小塔并未以它无上的法力摧毁,而是在默默推演,最终控制一缕混沌器改变那些符号的顺序,来回的移动。 这青铜宝盒不断发光,越发赤胜,最红漂浮起一片若金属铸成的字符,烙印虚空中,不断的排列,快速的交织。 虚空混乱了。 远处的几人吃惊,他们明显觉得,这天的在扭曲,在颤抖。 那山峰上,十号非常惊讶,因为那些字符连在一起后,密布与交织,竟形成一道门户,在虚空中开启出一个小世界。 太神秘了。 十号大喜,他知道成功了。 去举吧。 小塔告诉他,可以进去了。 十号迈步,穿过那道门户,进入一个虚无的小世界,这里很昏暗,不是很大,正中央有一张石桌。 冲啊! 大红鸟喊着,一群人都奔了过来,一起没入小世界内。 呃,这也太抠门了,就一张破石桌子,没有神脏。 火压失望。 得手了。 十号笑着,摇了摇手中一张兽皮,这是药神所留,上面记载了不少东西。 药神所得到的黄蝶便是源自世界宝盒,他之所以能打开,是因为在一片太古洞府中得到了如何开启宝盒的秘咒。 没有黄蝶呀。 九头狮子道。 在药兜中,这上面记载得很清楚。 十号说道,药神开启宝盒后,将那神卵带了出去,要借助地下祖根孵化。 众人上前,将兽皮看了个遍。 一群人吃惊,黄蝶孵化,竟需要无穷无尽的天地精华,难以想象,不然何以体现出他的强大与非凡。 药兜下有地脉祖根,又号称天地生门,最适合滋养重卵,让他出生。 被封在那座矮山下,在地脉祖根中。 林昆吃惊,居然就在他们的门派种地,可是那个地方无人能进去。 他会不会早出事跑掉了? 大红鸟道。 不会,这上面记载得很清楚。 十号指着兽皮道。 当初,开启世界宝盒后,药神所见到的蝶卵被封印在神兵罐内,他取出后,送进药兜地脉祖根中,布下了特别的法阵,只要神卵孵化,滋养一段时间后,便会被再次封。 再次传送进神兵罐内,封印起来。 药神希望等他闲暇下来时亲自去开启神兵罐,付出所有时间与精力,来收服黄蝶,并将他养大。 可惜,他陨落了,没有等到神虫出世。 药神很谨慎,他怕收服不了那只不弱鱼师兄的生灵。 火灵儿道。 众人点头,强大如药神也这般小心,希望以最佳的时间全身心的投入进去,来训养那只神蝶。 屠坐驾一。 大红鸟很不厚道,这般说道。 真找到了,神耀门的太上长老林昆有点失魂落魄,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要知道,这可是传说中的东西,越是了解越是让人心惊,传承自上古的青铜快竟真的被组合完整,指引出了黄蝶的下落。 林长老,将来我不会忘记你的。 十号开口,拍了拍他的肩头。 林昆醒转过来,送都送出去了,还有什么可后悔的,而且他知道,黄蝶即便落在他手中也养不大,所需太多了,甚至根本保不住。 而且,这也许是一桩不算亏本的投资,十号若是能平安崛起,将来有几人可制衡。 回归药都,这些人快速行动起来,围绕着药兜寻觅,药开启上古禁制,取出神兵馆。 两日后,他们依照授皮上的记载,在药兜八方的地下寻到八座小祭坛,成功激活。 他们并没有冲向神药门,而是在矮山外等着,静等神兵馆被法阵传送出来。 咦,灵气怎么浓郁了很多? 这一刻,药兜不少人都惊讶,露出疑惑与不解之色。 神药门,许多人更是惊疑不定。 因为觉得那座矮山瞬间朦胧了,弥漫出无尽的灵气,一片飘渺,仿佛一座仙山。 地下祖根最深处,有一个池子,流动迷蒙的神侠,那是地脉灵根化成的液体,释放勃勃生气,有一种不朽的气息。 一个雪白的罐子沉在池底,这个时候,一个又一个符号亮起,化作法阵,将它笼罩,吃的一声,将它传送走了。 池子中灵气沸腾,底部发出无量神光,而神兵罐已经从这里消失。 出现在外界。 第427章 出世 矮山外,距离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废弃的园子,断壁残垣,薅草能有半人多高,这是一出废墟。 相传,当年药神便在此截卢而居。 后来这里成为了一触一迹,恭候人瞻仰与平调。 10号,九头狮子等人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瓦砾被移开,废墟被清理出来,泥土被掘开,露出一座小祭坛。 温的一声,白光一闪,这祭坛上出现一个罐子,不是很大,能有拳头那么高,通体雪白而晶莹。 他突兀的出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10号眼中发出灿烂的光束,大眼一下子密封了起来,高兴与振奋无比。 其他人也都激动,有些不敢相信,没有想到竟然成功了,从上古到现在,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传说中的神兵罐还在。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黄蝶将再现世间。 大红鸟熬的一声,再也忍不住。 这,居然寻到了,那可是上古药神的东西,传说他踏遍千山万水,寻遍无尽太古遗迹,依照神话,才找到他,而今竟落在了我们的眼前。 林昆脸上写满惊涩。 火灵儿笑脸通红,美丽的容颜上全是笑,来到药都,居然有这么大的收获,未免不可思议,连神话传说中的东西都寻到了。 芸汐也是张口结舌,颖白的面孔上带着震惊,这绝对是一种大气韵,得到这只神虫,意味着一种比肩石胸的宝树要现世。 无论是黄蝶,还是他的神通,都将影响深远,若是传出去,那是一场滔天波澜。 可是,眼下外界却无人得知,十号有了这种巨大的收获。 药都灵气越发浓郁,尤其是中心的,矮山,更是发出一缕缕霞光,雾矮缭绕,云征霞味,煞是美丽。 这,发生了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吃惊,表示不解。 尤其是神药门,一些长老还有弟子都望着这座神山,露出震惊之色,想到了一些传说。 上古年间,这座山本就如此神圣,只是后来被药神风印了,故此灵气只在地下汹涌,很难溢出来。 现在竟有这等变故,难道地下的法阵破损了? 甚至,一些人更是听闻过,矮山下镇压有东西,依据猜测,现在多半要出事了。 一时间,神药门一片嘈杂,许多人赶向矮山,希望看个究竟。 矮山上,一口古井中喷泊瑞霞,灵雾鼓鼓而涌,越发像一片仙家宝地。 显然,灰衣女子觉察到了,盘坐在那里,望向远方,像是可以穿透虚空,没有什么可以隐瞒她。 废墟中,十号翻手将冰关封进世界宝盒,而后又塞进小塔内,用以隔绝气息。 很快,两道光束破开灵雾,透了过来,像是来自神明的眸光,景象惊人,让火灵儿他们一阵震撼。 十号心头狂跳,距离已经足够远了,而且是以上古神明的法阵传送出来的,难道还是惊动了那位? 他未免太强了,连神灵的法阵送出去的东西都能被定位,于虚空中精准地捕捉到诡计。 这实在害人听闻。 十号心中打鼓,硬着头皮向那个方向望去,他觉得有些没天理,根本没有接近派山,远在外围,还是被觉察了不成。 你还没走? 灰衣女子盘坐派山上,看着远处的十号,她被白色的仙物笼罩,看起来十分的飘渺,有一种仙道气韵。 距离真的很远,这废墟也算坐落闹市区了,依旧被精准地定位,可怕得有点吓人。 姐姐,我遗落了一点东西,马上就走。 瓦砾上,十号脸上挂着很纯净的笑,可是心中却非常不宁静。 这么远的距离,对方的两道眸光如神红般扫来,太过惊人,这就是在上古年间不败的神话,众同。 她发觉了,不可能把,神灵法阵送出的东西,怎么会被人定位到精准位置,九头狮子暗中传音,心头骇浪滔天。 你再小觑我。 矮山上,相隔这么遥远,话语依旧清晰的传来,灰衣女子心情不错,带着笑意,十分灵动语出尘。 什么,我只是用神识传音,并未开口,她怎能听到。 九头狮子发毛。 别乱想,别外方神识,这位姐姐掌握有她心通这种盖石宝树。 十号说道。 一时间,芸汐,火灵儿,五色蓝鸟等都目瞪口呆,这么可怕,连别人想什么都能知道,最为过分的事,还相距如此遥远。 这位太神秘与可怕了。 我知道,这矮山中风印着了不得的东西,一直没有去强取,因为我推算到养不活她。 矮山上,灰衣女子越发显得出尘,绣发披散,大眼灵动,额头迎白,有一种会光,这是一个绝代利人,美帝不可放物。 十号震惊,对方知道此地风印着什么。 像是知道她心中所想,灰衣女子嘴角微瞧,虽是上古神人,但却有一种活泼的韵味,道,我有她心通,推演这些算得了什么。 十号的脸当即垮了,一阵紧张,这是要白忙活一场吗? 对方什么都知道。 我感应道,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可以让她活下来,而且这只生灵既然被你得到,我自不会强取。 灰衣女子女子说道。 十号长出了一口气,不愧是上古的一带天骄,这种胸襟与气度太超凡了,令人无话可说,若是其他人怎会放过。 姐姐,不愧是其女子。 这是她由衷的赞叹。 芸汐,火灵儿等都翻白眼,这家伙脸皮真厚,他们已经知道,这是上古无敌的神话人物,她还真好意思叫人家姐姐。 等成别时,我要待她三天。 灰衣女子笑道,很开心,盈白的俏脸上有一种活泼与灵动,与她的身份很不相符。 十号无言,最后点头。 要兜中灵气浓郁,矮山也越发飘渺,那灰衣女子被鲜雾遮住,眸光早已收回,让几人面面相去。 总算没有白忙活一场,十号庆幸,不过心中也警惕了,那位不败的神话超乎想象,远比她想象的还厉害。 事情平静下来后,其他人都看向十号,眼巴巴,迫切想见到那只传说中的生灵。 从小塔内取出青铜块,因为得到了那张兽皮,故此十号已经知道如何开启世界宝盒,霞光闪烁,数百符号交织,最后散发圣灰,虚空门出现,她快速进入小世界。 好冷。 十号当即松手,罐子落在祭坛上,这也太冰冷了,简直要将人的灵魂冻裂。 早先她收起时,是利用宝树,并不曾以肉身接触,现在才知道她到底有多么的冰寒。 大红鸟以为十号忽悠人,不信邪,刚一触摸,当即一层冰花出现她的身上,几乎就要冻僵,吓得她怪叫,快速后退。 不触摸的话感觉不到,一旦伸手,那种寒冷让人受不了,九头狮子等都好奇,包括火灵儿与芸汐也都尝试,结果全都面色苍白,亮枪倒退。 这可真是神圣之物,拳头高的神兵观,若是长时间握着,足以冻死强大的修士。 这种神兵勇不会融化,正是冰封肉身,保持不朽的神圣至宝,它可以养身养魂,在太古年间就是天神也得不到。 芸汐认真思索后,想到了古籍中记载的一段译文,据传这种神兵不属于这一介。 众人吃惊,不说那黄蝶,就是这个罐子都是了不得的神针,为无价归宝。 大家别乱来,我来按照兽皮上的记载解开封印。 十号说吧,催动符文,将神力注入神兵罐中。 它通体雪白,上面有不少符号,下一刻开始发光,而后竟无声无息开启了,并没有遭遇困难。 不要说是大红鸟,火鸭等,就是芸汐与火灵儿也不顾形象,想着像罐子凑,想看个仔细语究竟。 一粒金丹。 大红鸟怪叫。 其他人也精益,没有神叠,只有一枚龙眼大的金丹,通体散发金灰,浑圆而透亮。 真的不是宠与蝶,还有丹香呢,我们被骗了。 火鸭叫道。 一种丹药的清香弥漫,信人心脾,让每一个人感觉毛孔舒张,非常舒服,像是要羽化飞升了一般。 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九转神丹吧。 大红鸟惊叫。 传说,将九转神丹吃下去后,可以立食成神,只不过自古也没几人可以炼制,被称作逆天神丹。 十号也无言了,倒出金丹,拖在掌心,仔细的看着。 他浑圆天成,没有瑕疵,散发药香,要说不是神丹,而是生灵,估计没人能相信。 切开,分掉,我们吃下去,说不定能举霞飞升。 大红鸟流口水,擦了又擦。 一边待着去。 十号将他一脚踹开,探出神石去感应,想发现是否有生命波动。 然而,他失望了,这金丹隔绝一切,并不能探究,很神秘的样子。 喂,动了。 五色鸾鸟惊喜,十分激动。 十号用神念探过后,这金丹竟开始滚动,而后突然伸展了开来,不再是球状,化成了一只金蚕。 啊,还会变化,刚才分明是神丹啊。 确切的说,并不是蚕,而是一只神虫,胖乎乎,晶莹透亮,散发清香,像是有点扭泥,不开心被人围观。 他的眼睛睁开了,很大,非常的亮,竟有一种惊人的灵气,像是害羞般,痴溜一声,化成一道金光,跃到了十号的脖子上,藏在衣领下,躲避众人的目光。 所有人都吃惊,太快了,跟一道金色的闪电似的。 他嗅了嗅,似乎发现了什么,开心无比,在十号身上拱来拱去,像是在讨要着什么。 咦,难道我身上真有什么东西对你十分重要,可以养活你? 十号惊讶,同时心中充满了喜悦。 第四百二十八章 神虫的食物 他很小,浑身金黄,胖乎乎,有一种特别的药香,在十号颈向上拱来拱去,有点害羞又像是在表示亲密。 你想要什么?十号的脖子很痒,被一个晶莹透亮的神虫衣服,心情振奋的同时也有点担忧。 不止一个人说了,这小东西很不好痒,一般情况下根本不能存活,天知道他要吃什么,怎么照料。 他是一只黄蝶,一旦成年可媲美太古师兄,可若是万一被养死掉,那不仅是一种罪过,更是一个笑话。 你可不准挑食,好好地活下去。 十号清语,捏住他,摸了又摸,感觉到一股清凉,而且手指尖顿时沾上了一种芬芳。 怎么感觉真像是神丹成精? 一对人都狐疑,这清香十分醉人,信人心脾,让他们觉得浑身放松,轻飘飘。 传说,至神至圣的生灵刚出生时,会保留该族最为原始的先天气息。 芸汐说道,心中阵战,她曾在一块骨片上见到过一段译文。 符合眼前这神虫的症状。 黄蝶可以寻到世间各种灵药,产下的卵自然会沾上药香,这才出事,故而凝聚不散,这是先天神经。 来,让书看一看。 大红鸟流口水,它是秦类,见到一只幼虫不由自主就想吃掉,何况还是这么药香诱人的神虫。 十号一巴掌将它给拍到了一边,琢磨着,不应该在这里就留,在废墟中太惹眼。 很快,它们进入一座十分大的客栈,包下一个院落,以法阵锋住四方,开始仔细观看这只幼虫。 咦,药香没有那么浓烈了。 众人惊讶,甚至神虫的身体也暗淡了一些。 这是先天气息消失的结果。 它吞纳了尘世灼气,不过这样也好,免得引人注意。 火灵儿说道,它对这只金色的幼虫十分喜爱。 巴唧巴唧。 可惜,晶莹透亮的神虫不买账,不理会别人,只是在十号身上吸吮,十分的依赖。 芸汐变色,道,咦,不对,金黄色在变淡,它真的需要天地中的神圣之物补充所需,不然会出大问题。 简而言之,这种生灵太强了,连上仓都极度,根本难以养活,除非有逆天的东西来喂养它,不然度不过幼年期便会夭折。 众人闻言心头都是一阵,揭露出焦急之色。 自古代封印下来,而今才出事,如果因它们而让黄蝶死去,那将是一种巨大的遗憾,还不如不寻它出来呢? 应该没事。 十号便寻身上的东西,要找出哪一件最适合它,因为灰衣女子说过,它能养活神虫。 十号将一身的好东西都放进了乾坤袋,而后捉住神虫,将它塞了进去,让它自己去选。 它一阵肉痛,那只金色的小生灵速度很快,迅速冲到两颗水晶球进前,每颗水晶球内都封印有一滴神叶。 那是不老拳,灿烂的夺目,跟小太阳似的,目前它除却给村人与自己服用外,只剩下这两滴了,分别阵风。 这种东西价值连城,便寻大荒恐怕再也难以寻到了,也许只在百断山中有,可惜它一共才得到五滴而已。 十号看它停在两个水晶球前,露出陶醉之色,心都在滴血,这败家的东西一下子就盯上了两滴不老拳,也太奢侈了。 我自己都不舍得服用。 它感叹,这是救命神叶,若是有朝一日性命垂危,引下一滴,绝对能起死回生。 咦? 让它惊异的是,神虫虽然在水晶球前停住了片刻,但最后又离开了,暂时没有动纳神叶。 芸汐,九头狮子等人凑了过看,看向乾坤袋内,见到十号的收藏后都相当震撼,东西虽然不多,但是都非常珍贵。 怎么每次都冲着我的好东西去呀? 十号捉牙花子 那里有一个玉顶,加持了封印,里面有太义真水,同样是从百段山得到的,不过这种宝叶能有几斤重,不算少,倒是不用太担心。 如蚕宝宝般的金黄幼虫憨太可居,散发柔和光辉,在这里停留了片刻,再次离开,没有下手。 咦,你们看到了吗,他留下了标记,无论是不老权,还是太义真水,他都喜欢,只不过不是在今日吞食。 大红鸟道。 十号牙疼,以后这些东西不会都要被祸祸了吧? 绝对不行,他不能放这神虫进来乱啃。 这酒鬼。 神残冲着一个酒壶而去,几乎要沿着狐嘴爬进去了,在那里十分的享受与陶醉,久久不肯动弹一下。 这是从昆鹏朝中带出来的东西,里面有一滴太古酒浆,堪称绝是神酒,其效应比之各种奇药都要强。 众人嘖嘖称奇,这家伙果然不会错过任何好东西,看上的东西没有繁品。 很快,他转移了目标,冲着一个蒲团而去,由枝条编织而成,这是昆鹏当年打作用的蒲团。 以昆鹏条炼制的。 要知道,昆鹏贯通人神界,是沟通天地人的桥梁,号称不朽神木,可惜最终被太古禁忌存在罚倒了。 吭吃。 这一次,众人发呆,金色的神虫下口了,啃得津津有味,咬下去一小块昆鹏,吃得很香甜。 他竟然需要昆鹏。 众人愕然,不过也感觉很头大。 昆鹏和其珍贵,当年能贯穿天地,沿着他可以进入神界去,自然是无价之宝,尤其是他允厚,其叶片,只干在太古年间就被瓜分了个干净,当时每出现一块都稀针无比。 神虫并不贪嘴,吃了一小块后,立刻住嘴,浑身发光,暗淡的躯体立实恢复了,变得神采奕奕。 吃。 突然,他化成一道金光,飞向被封印的石盒,欢喜得不得了,咔嚓一声,迅速打开了盒子,无比的陶醉。 不行,那东西不能给你。 十号一惊,快速喝后,开始阻挡。 其他人眼睛发直,暗探十号的神针太多了,随便开启一个石盒都是硅宝,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宝贝。 那石盒打开后,绿盈盈,散发出一股柔和的光,里面竟是一段枝条,挂着晶莹的绿芽,充满了神圣气息。 这是柳神送给十号的,曾告诫他,若是有可怕危险,手持此枝条,念诵一段咒语,可借此逃过一劫。 这是保命的东西,是柳神赐下的。 可现在金色神残却抱着那段柳枝,说什么也不松开,满眼都是小猩猩,陶醉无比。 咔嚓。 他啃下一粒柳树嫩芽,迅速咀嚼并吞咽了下去,这一刻他通体喷勃金霞,十分璀璨。 神虫不挑剔了,抱着柳条不肯松开,金色与碧绿交相辉映,光辉神圣。 不用谁说,十号也知道了他究竟喜欢什么。 拜佳子,这枝条不是用来吃的,还有其他大用。 十号数落。 他相当的头大,这东西要吃柳神的枝条,活腻了吗,将来若是以此为生,需要时时吃柳叶,那肯定不行。 咔嚓。 神虫再次吃下两枚嫩芽,更加显得金霞绚丽,他彻底稳固了先天神经,得到了天地奇真的滋补。 吃完三枚嫩芽后,他不动了,像是醉酒般摇摇晃晃,在这里打白子,但就是不肯松开柳枝。 最后,一层绚丽的黄金光辉将他笼罩,他陷入沉睡中,一动不动了。 那是什么枝条,难道是圣药,不然神虫怎么这样喜欢? 火压惊异,这样问道。 十号摇头,没有办法告诉他关于柳神的事。 众人面面相觑,这小东西太挑剔了,非常不好仰。 这让十号一阵头大,如果只吃柳神的嫩芽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我猜测,他并不是总是吃那碧绿的枝条,每隔一段时间进食就行,主要是在利用这神圣之牙稳固先天之经。 芸汐说道。 众人一阵讨论,北剑黄蝶幼虫,非常振奋与激动。 可是想到他所吃的东西,又都一阵牙疼,这太难伺候了。 即便他不用每日都吃那柳树嫩芽,估计进食其他东西也很讲究。 三日后,十号被一阵奇异的波动惊住,他知道神虫醒了,望向乾坤带的刹那,一阵头大,热血上涌,差点伸手将他掐死。 他化成一道金色的闪电,速度非常快,围绕着林昆送他四株奇药,一阵乱啃,刹那间就吃掉了大半。 黄金草只剩下了半株,金色叶片七零八落。 若月花被吃掉了一截,叶片消失多一半,还好月盘般的花朵还在。 紫星蓝也很惨,只剩下了三分之一。 至于流金岁月,道运弥漫,若碎金点点,这一株损失还算小,只吃掉了小半。 只有龙眼大的神虫肉呼呼,金黄发亮,看起来人畜无害,结果刚才跟小土匪似的,吃得太快了。 他只有龙眼那么大,怎会有这么大的胃口。 十号愤愤,直接将他拎了出来,这太遭见人了,四株奇药是所罕见,便寻大荒也难以再寻到几株。 庆庆的是,四株药并没有被吃光,而且根莖都还在,扎根灵药盆中,以布老泉中的泥土滋养的话,还可以让他们繁盛起来。 浩强的波动,他在蜕变,这也太快了,刚吃完灵药,他的气息便强盛了很多。 九头狮子吃惊。 金色的幼虫形体并无变化,不过金光更吃剩了一些,十号将他取出来后,塞进一个法器罐子中,他竟直接穿透了出来。 这么厉害,众人震惊。 这还是幼年便有如此神通,一件不错的法器直接就被钻出一个洞来,这要是攻击人的话,估计也一样。 他很无辜,眨巴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看着十号,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不明白为何要将他关起来。 吃! 神虫很机灵,化成一道金光飞上十号的发丝尖,身体蜷缩,抱住一柳污发,而后化成一枚金色的珠子。 咦,看不出是神虫了,感觉不到他的气息了,这家伙超级厉害呀。 众人感到惊奇。 我决定了,去扫荡一座太古神山,到了山脚下,直接将他放山上去,让他偷偷的去啃灵药田中的植株。 十号双眼发光,这样说道,而后他看向芸汐,道,能介绍一两座灵药很多的太古神山吗? 第四百二十九章 布老山法旨 一张法旨,如天神下界,横过苍茫荒域,发出万丈金光,上面有一个又一个字符,都蕴含着繁复的大道真意。 最后,他降临在火国黄都,如黄金焰火在燃烧,一个又一个符号闪烁,简直要封住了这片天地。 布老山法旨击穿玉壁,降临荒域。 这是很多天前的事,已传得沸沸扬扬,逐渐蔓延延,逐渐蔓延各地,造成不小的轰动。 布老山真的很强,一张法旨而已,就能穿越大玉间的玉壁,横空而至,着实震撼人心,他们抵运雄厚,难以估量。 听闻了吗,布老山降下法旨,要召见十号。 不错,这下他麻烦大了,那可是不朽的道统,谁敢随意斩杀这一出世古骄的人,都难以活命啊。 随着修士走动,一些传闻被带到了各地城池,引发人们议论。 不少人都隐约听闻,布老山因小时而降下一道法旨,贯穿近荒域中,要他尽见,这多半是要处决他。 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 要都在数百万里外,离火国皇都很远,隔着无尽的山脉,但是也渐渐听闻到了一些不确切的风声。 十号喜忧参半,喜的是这神虫非凡,才出世而已就有这么强的表现,很快就能帮他作战,忧的是这家伙太能吃了。 他跟芸汐磨叽了很长时间,让他帮忙参详,看每一座太古神山适合放养黄蝶幼虫。 结果紫衣少女想都不用想便拒绝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这神虫很邪性,万一要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人家的所有灵药都给祸害了,到时候连他们天神山都要倒霉。 你啥意思,只条路都不行吗? 不告诉我的话,直接去天神山。 十号说道。 你敢去的话,可以付诸行动。 芸汐巴布的他去呢,到时候直接扣压,将他捉住。 那我先直接将你扛走算了。 十号威胁。 芸汐气得俏脸通红,现在还真打不过熊孩子,数年前对方只能耍无赖跟他满地打滚摔跤,现在直接能生禽他。 别内讧,出大事了。 大红鸟叫道。 他刚才出去转悠了一圈,听到了一些传闻,布老山降下法指,要召见小时。 还有一种说法是,要禽杀小时。 十号一正,这个庞然大物对他还真是上心,这么快就又有行动了。 先不理会。 他摇了摇头,现在外面谣言满天飞,谁知道是真是假。 数日后,较为靠谱的消息传来,布老山真的降下了法指,要十号去觐见,没有说要做什么,不知极凶。 十号很不爽,布老山又如何? 还真将自己当成是人间的主宰了不成,想召见谁就召见谁,跪见不去。 几日后,又有传言出现,一位中年人手持那金色法指,就坐镇火国皇兜中,传下号令,让人告诉小时,速速去觐见。 十号脾气上来了,还真想过去,将对方揍一顿,只要不是尊者降临,他没什么可怕的。 大红,带你出来是让你去学艺,现在左右无事,你便去火国祖地吧。 十号说道。 大红鸟一动,但是又有点不太乐意立刻去,道,我怎么觉得现在外面挺好的,过段时间再去学艺还不成吗? 早点去。 十号取出一个石盒,里面封印着一根赤红的陵羽,这是小红留下的。 他请火灵儿帮忙,将大红鸟送进那片祖地,言称这是与火国祖灵的约定,要送给他一个徒弟。 我怎么不知道? 火灵儿不解。 十号道,是这样的,小红惦记着一宗山宝。 可现在真找不到,我怕他等急了回头跳出来找我麻烦,先让大红帮忙去解释。 火灵儿疑惑,而后恍然,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道,大红肯定不知道这事,你这事随便就将他丢过去了,这事要当人质。 累的话,纪灵可以搜索他石海,洞悉我真没拿到山宝。 此外,大红真的很想拜他为师,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十号说道。 倒霉的大红,过去后肯定要被荡成沙包揍。 火灵儿笑嘻嘻,凭他们的关系,自然要帮这个忙。 因为,他了解纪灵大人的脾气,虽然要去避祸,逃避大劫,但如果一直念念不忘那山宝,可能会在消失前将十号给拎走。 不去解释,说不定那只小红鸟真会跳出来找麻烦。 还好,火灵儿有虚空瘦皮,可以急速穿梭天地间,在一瞬间横跃无数山川,十分迅速。 倒霉的大红鸟带着一丝憧憬,怀着美好的希望,被送进了火族祖地,给见了那正准备跑路的寄灵大人。 结果,在火灵儿还没有离开前,就听到了大红鸟的惨叫,被胖揍了一顿。 你敢自称大红,寄灵大人化成愤怒的小鸟,因为那熊孩子曾经称他为小红,结果跑来个憨货,居然自称大红,这是要占他便宜吗? 别打了师父,以后我叫小小小红还不行吗? 大红鸟欲辜无泪。 谁是你师父,山宝呢? 愤怒的小鸟问道。 啥山宝? 大红不解。 结果,噼里啪啦一顿闪电落下,将他差点垫成胡炭,他顿时恍然,悲惨的喊道,该死的熊孩子,拿我来顶刚。 太不厚道了,你不知道大红有多惨,都快被烤熟了。 火灵儿回来后埋怨。 十号干笑,道,你很难想象他的脸皮有多厚,我相信他,一定能把握到机会,拜祭灵为师。 接着,十号又转身看向九头狮子与火鸭等人,道,二弟,火鸭兄你们也该回家了,现在荒域将乱,在外面行走很危险。 十兄这是见外了。 火鸭若有所恶,道,你肯定是要有所行动,先是送走了大红,又让我等上路,怕是我们有危险吧。 火灵儿,九头狮子等历时睁大了眼睛,感觉他多半要接招,跟布老山死磕,不想他们卷入到风波中来。 十号,速速来朝见,否则后果自负。 被晾了很多天,小时一直不曾出现,布老山持金色法指的人已经大怒,言辞激烈,似要治他罪。 这引发哗然,这是清晰表态了吗? 要针对小时,彻底收拾掉他。 在此之前,曾有秘密消息传出,称布老山这次其实并不想为难小时,甚至想平和的他带他去该组。 小时不屑低头,讨厌别人这样传照,一直没有回应,惹恼了持法指的强者,故此引出了杀机。 有人这样推测。 十号的确很不爽,即便有血缘关系,即便可能是亲戚,但是让他觐见。 真以天王老子自居了不成,他无比的反感。 我在耀都,你们可来朝见。 最终,十号这样放话,针锋相对。 外界哗然,小时终于在线,这是在挑衅呢,让布老山的人反过来去见他,气魄很大。 布老山的人震怒,被晾了很多天,对方不现身,现在居然还这般大喇喇,持法指者隐约间已经知道,小时与他们有血缘关系,但即便这样也不行。 布老山的人没有来耀都,这座古城的大人物却已先行动了,纷纷登门拜访,引发轩然大波。 威名赫赫的小时居然在耀都,这是一则惊人的消息,一时间他们的居所外人满为患,很多人慕名而来,想一见小时。 不管怎样说,小时明冻荒域,将来一旦崛起,便可能是无敌的至尊,谁敢轻视。 城中朱雄前来拜会,自然是打算结下善缘。 当一些大人物见到十号时有点发毛,因为在神谷第三虫法阵内差点起冲突,曾贪图他的青铜块。 许多人直擦冷汗,庆幸荡日还好没有发生激动,不然的话,多半都被斩掉了。 十号笑咪咪,身份露出后,几位大人命人送来了一些礼物,正是他所需要的灵药,这是在弥补此前的不快。 哎,神虫的口粮有了,又能吃上一段时间。 还好,这只幼虫很多天位一次就可以,并非日日都要吃灵药,那样的话,十号真得考虑先将神虫吃掉算了。 数日过去,不老山的人也没有来。 相反,十号得到一则消息,域外的一封信被送到十国武王府,而后又转交进荒天侯府,或者可以称之为荒天王府,因为十皇早已下旨改名了。 十号疼得站起身来,道,就去十国黄兜。 火灵儿,九头狮子,火鸭等并未走,闻言都一惊,劝他不要冲动。 十号摇头,他并未冲动,不管那封信是真是假,他都要去看一看,不然的话难以心安,因为他的父母还有爷爷都去狱外了。 便是不老山的人已前往十国黄兜了又如何,我无拒他们。 十号冷笑。 他暗中与对小塔传音,道,与神的法指还算好吃吧。 这次请你去吃不老山的法指。 上次的法指都破碎了,希望这次是一张完整而且强大的神灵法指。 小塔说道,想吃神灵留在法指上的印记。 十号大笑,道,好,这次我们就直接进入十国黄都,看他们能怎样,不老山又如何。 他无拒,不老山若是与他有血缘关系,真诚相待,他自不会无理,若是巨傲与威胁他,那么他不介意大战一场。 第四百三十章天神山的秘密 药都,城墙不高,甚至倒塌,充满斑驳岁月痕迹,但自古以来城中都很兴盛,这里已不需要围墙。 这几日来,十号收获疾风,各交的头面人物都来拜会,并不空手而至,一些人带着灵药。 这是城门口那株灵药树结出的花朵。 十号相当的振奋,手中的玉匣内有芬芳扑鼻,晶莹灿灿,那花半透亮,若兴灰在闪烁。 这可是有恃无价的奇花,一年只开那么几朵花而已,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想买的话根本就排不上队。 这是变异的灵草,曾吸收一小池雷结液,而今成为了灵药树,活了数千年,都快化成圣药了,吸针无比。 十号眼睛火热,用力吸了一口气,口鼻尖被药香充满,顿时精神异异,且体内精气流淌,异常充沛。 多谢道兄。 他表示感谢,这朵花价值太高了,远胜一般的灵药,他能感觉到,发丝中的神宠已蠢蠢欲动。 这是一个老年男子,样貌普通,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竟是丹顶礁的门主。 经过了解,十号惊讶,这是传承十分久远的古教,比神药门还古老,曾经极度辉煌,在无尽岁月前,提到丹顶二字,天下皆知。 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什么都可以改变,他们渐渐没落,而今只是药兜中一个破络的门派,快被人遗忘了。 我有一子,天赋极高,自幼想恢复丹顶门的上古荣耀,离家出走很多年,只为寻到失落的传承,若是小道友有朝一日能得见,希望照料一二。 老人说道。 十号字不会拒绝,详细了解情况后,点头答应。 据说,自古至今只有四人练成过九转神丹,其中丹顶门鼻祖便是其一,扶持神丹后可立地成神,举霞飞升。 可以料想,该门的传承多么的惊人,若是能寻回来,说不定有朝一日可以迅速强盛,恢复上古荣耀。 走咯。 连那株灵药树的花朵都得到了,来到药兜后没什么遗憾了,十号决定离开,前往十国黄都,去看那封信。 当然,他并未忘记为何来药都,接下来还要继续做那些事,那就是搜罗灵药,争取凑其所需,熬炼一炉小涅槃丹。 这是突破桎梏,晋升为尊者的一条金光大道。 乱世将道,连尊者都在逃,究竟会有多么可怕? 很难想象。 多一分力量便多些立足的本钱,可以更好地活下去。 灵药稀少,理论上来说,一座灵山只能生长一株,若非是在药都,十号怎能有那样的收获。 可是即便如此,在他离开时,身上也有十株而已,这次药都知行他倾尽所有,彻底一穷二百了。 显然,十国皇都也有灵药,因为那里有很多大族,开国王侯皆集中在此,并且他相信皇家药田中肯定有稀针的东西。 十号一战成名,有竞竹时国人皇的资格,甚至说有极大的优势,他这样前往,若无意外,会有很大收获。 很快,他们走出了药都,逐渐远去,准备到无人之地用那张兽皮横渡虚空。 死去多半很危险。 火灵儿提醒他。 我知道。 十号点头,但你做好了各种准备。 一起上路,我们也想去时都看一看。 九头狮子、火鸭、紫雕等依旧要同行。 喂,我说天人族的妞,你干嘛老是跟着我? 十号同意了别人的要求,但是看向紫衣少女时却很不满。 芸汐相当漂亮,气质一超尘脱俗,可现在却暗自咬牙,那家伙的眼神热辣辣,在他身上扫过,让他十分不自在。 十号接着道,让你介绍坐神山都不行,跟你借诸圣药也不答应,还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讨神灵宝具,你说我是否应该将你立刻扛走。 芸汐板起美丽的面孔,眼神藏着一丝不屑,有一种想揍她的冲动,暗自发誓,早晚收拾这娃一顿。 我又不是跟着你,我与其他人交情默逆,在跟他们走,你管我要去哪里? 你这是在挑衅我吗? 十号笑嘻嘻地看着她。 哎呀,你干什么,芸汐惊叫,她身段修长,俄罗挺秀,突然间被扛了起来,立刻翘脸通红,剧烈挣扎。 我决定了,将你扛回村子。 十号说道。 何必那么麻烦,将她嫁人算了,我有一个足胸,相貌堂堂,意表非凡,正是佳佩。 火灵儿开口。 剩下的几人面面相聚,都说不应该在此内讧,不过怎么看都还不至于决裂,而且有点阴谋的味道。 嗨。 九头狮子咳嗽了一声,开口道,算了吧,天神山的人不错,曾经帮过我族。 他打圆场,天神山尊者曾找过他的爷爷九灵王,送过一枚骨丹,有助于九头狮子进化为纯血生灵。 火鸭也开口,说天人族并不俱傲,跟他们也有些交情,尤其是他爷爷,那只老火鸭更是曾到天神山做客。 好不容易捉到一个符合条件,同时对我有敌意的胖子,怎能轻易放过。 十号扛着身段高挑的芸汐不撒手,道,除非他能说出个让我满意的答案,不然凭什么每次都追着我要护币。 我看还是卖掉算了。 火灵儿鼓动,笑得很舒畅。 芸汐仙子到底为什么,你每次都讨要那件护币,我想天神山不差这么一件神灵法器吧,你们族中好东西多不胜数。 火鸭向他询问。 就是啊,芸汐仙子那有什么用? 九头狮子也问道。 不说是吧,这次一定要扛你回村子去,你就安心给我手装子吧。 十号故意恶声恶气,啪的一声拍了他那丰满的桥屯一巴掌。 啊,这顿时引发芸汐尖叫,眼中喷火,绝美的容颜上布满红霞,他恨不得咬这个可恶的坏小子一口。 显然,十号联合了火灵儿,九头狮子等,故意逼问,他想弄清楚护币的用处,天神山多半有什么大的秘密,故此他唱黑脸,火鸭等唱红脸。 走了,去我家,你们不是一直很好骑在何方吗?今天扛他回去守村子,顺便也请你们做客。 十号说道,而后眨眼道,组长一直希望我扛几个美丽的女胖子回去呢。 他们站在虚空兽皮上,迅速破空而去,最终一行人出现在十国西江,这个过程中,芸汐不断震动,尖叫不已。 她的确被吓住了,还真怕成为熊孩子的俘虏,被野蛮的带走。 你放开我。 芸汐挣扎,她是个大太古神山年轻一代人中的神女,何曾这样狼狈过? 走喽,再走上一段路程就到我家了。 十号扛着她说道。 我说。 芸汐终于受不住了,她这般美丽,却被人当作战利品扛在肩头,实在难以忍受。 顿时,一群人都安静了,看着她,都想知道答案。 那一对护壁士钥匙,可以开启一座太古法阵,离开这大玉牢笼。 紫衣少女快速说道,她真吃不消了。 什么? 所有人都震动,大玉牢笼四次触动人心,一下子让他们想到了太多。 究竟是要去哪里? 火灵儿问道,如玉的容颜上写满了金色。 所有人都不能平静,若仅是离开荒域似乎没有那么麻烦,用极尽办法,可以穿透大玉间的玉壁。 那法阵上写着,离开大玉牢笼,究竟去哪里,我们也不知。 紫衣少女叹道,果然有天大的秘密。 十号轻语,二秃子曾跟他谈过一些事。 当年,二秃子也是一代强者,但鸟品不咋地,得到一则秘文,混进了天神山,想寻找一桩大秘密。 他最后模模糊糊的触摸到了秘密的边缘,但却引起天神山强者注意,被一路追杀,最终躲进百断山。 天人族守着宝地,并不知那则秘密,直到近年来整理太古天人留下的各种古书才无意间发现了一段经事的记载。 这秘密十分吓人,便是纳捕天教,布老山,西方教之道后,多半都要杀来,占领天神山。 离开大玉牢笼,究竟要去哪里? 十号皱眉,心头沉甸甸,这个世界的秘密太多了,而这一则无疑影响深远。 你先放我下来。 紫衣少女美丽的脸庞通红,充满羞愤之色。 啪! 十号再次给了她一巴掌,响声清脆,让芸汐气愤的同时,彻底发飙,不顾神女形象,张口就咬。 哎呦! 十号一眉流神,便被她咬住了耳朵,一阵剧痛,急忙将她丢下,进行自我保护。 你还真可以,彻底还回来了。 十号叫道。 芸汐不断向地上涂口水,满脸红霞,用大眼睛瞪她,又羞又气,她是天阶太古强族中的神女,可遇上这个熊孩子后却屡次吃别。 要是让各座太古神山的人知道,她咬了别人的耳朵,绝对会惊掉一地下巴,令许多年轻人悲愤,不敢相信。 你报复心太强了,居然咬我。 十号揉着耳朵,愤愤不已,嚷嚷着要再次报复回来。 看她这个样子,芸汐羞愤,差点没气昏过去。 芸汐仙子,你们为什么要急着离开荒域? 火灵儿虚心请教,恳怯而又温和,因为这事关乎重大。 到了这一步,紫衣少女芸汐也不想隐瞒什么,因为早就有过预案,做过最坏打算,实在不行可告诉十号真相,带着她一起离开大域牢笼。 因为,真相过于可怕,芸汐慢慢到来。 第四百三十一章可怕的真相 真相过于可怕。 众人闻言都是一领,到底是什么阴犹,让天人族都害怕了,想立刻逃走。 你们肯定猜到了,就是接下来的大劫,荒域僵乱,席卷天地,远比我们想象的可怕。 芸汐说道,脸上的红霞渐渐退去。 逃到域外不行吗,各交与太古神山一些尊者不是击穿大域间的戒壁了吗,大多都离去了。 火灵儿道。 她了解真相,在最近这一年多来,各族街洞,甚至火国最高层也都密意了很久,纷纷采取行动。 这,十号吃惊,她才知道这些。 以为尊者封山,躲了起来,不曾想更多的人直接跨欲离开了,可见多么的严重。 没错,八成的尊者都走了,逃出荒域,这片大地前所未有的空虚了,余下的我想也会立刻顿走。 芸汐叹道,美丽的容颜上充满忧色。 天神山的古书到底有怎样的一段记载? 九头狮子问道,非常想知道。 逃到域外也无用,越是强者越危险,到头来会消失,再也难以出现。 芸汐说道。 什么? 众人发毛,究竟是怎样的一股力量,会爆发出这般恐怖的作用,让尊者等面临大祸? 事实上,域外的人现在乐观,到头来也要如我们一般,大劫终究是要席卷天地各处的,天下皆一般,只不过有早有晚。 芸汐神色郑重。 你确信所说是真的,火灵儿神色严肃,玉戎尚满是担忧,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父皇也在劫难逃。 的确如此,逃不掉。 故此发现那座太古法阵后,我的族人十分忧急,想要快速离开。 火灵儿迫切无比,再次盯着十号。 我怎么觉得你在威严耸听,故意吓唬我。 十号怀疑。 这是一个轮回。 芸汐轻语,宛若梦意,像是陷入在一场难以自拔的噩梦中。 什么轮回? 几人都有点毛骨发凉,心中忐忑。 这样的事不止一次发生了,太古,上古皆有大劫,最终神圣如草剑,死的死,消失的消失,芸汐仙子到来。 什么,他们震撼,心中剧烈跳个不停,觉得一阵压抑,将要开启的大乱比想象要可怕很多倍吗? 最后可怕的是,当大劫结束后,一切真相都被抹去,各大强族皆不知,浑浑噩噩,蒙蒙顿顿。 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发生大劫也就罢了,最终连原因与真相都被磨灭,难以传下来,那真是一场大恐怖。 他们听闻后,第一念头就是,不可能,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事,大劫过后,所有真相剧都消失。 不可能做到吗? 但是,芸汐却一脸严肃,认真发誓,告诉他们,这一切并非为虚。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一场大劫过后,九成的尊者都要消失,永远不可见,不是陨落了,而是人间蒸发。 芸汐到来 究竟是怎样的一股力量? 自古至今,真相都被抹杀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一些古老的道统之道,会有大劫,能够预测出来,但是并不知道难以躲过,更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有人说,荒域是牢笼,这里有成就真神的东西,到时候域外各教会入主,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芸汐说道。 事实上那只是表象,真相是,到头来域外的人也要不厚尘,无论是尊者,还是更高层次的生灵,都难逃一劫。 只是,他们的劫,时间较晚而已。 相反,尊者以下,并不会遭劫,若是受难,也是因为整个大势乱了而已,并非那种无形的力量干预。 这是什么道理,没有阴由啊? 十号醋没,任他苦思也想不明白。 难道真有一种力量,可以掩盖一切,令真相自古至今都不能传出吗? 火灵儿问道。 他们却信,天神山所知也是部分,远非完整的,最起码不知道根由,不明白是怎样一种力量出手。 也许有人知道吧,因为我天神山的古书上记载了一段译文,是外界一味大能说的。 昔年,曾有人说过药田理论,神圣陨落,低级修饰不入劫伐中,就如同药田中的灵药,成熟的被采摘,又小的被保留。 众人闻言,道西冷气,这是什么比喻,这是什么理论,听了后让人通体发寒,从头到脚生出一股凉气。 这只是其中一种理论而已,也许远非触摸到真相。 芸汐说道。 今日之事,让他们心头沉重,听了这么多,每一个人心中都很不舒畅。 经历过几次大劫,不断的轮回,真相总能被掩盖吗,所有的传承一直被蒙在鼓中吗? 十号还是难以置信。 也许有几个传承不在此列吧,他们是不朽的,一直长存,也许与那无形的力量有关,或许是代言人也说不定。 芸汐说道,这些都是天神山的猜测。 众人沉默,好长时间都不说话。 尊者陨落不可怕,可怕的是,轮回一直在上演,大劫不止发生一次了,可每一次事后真相都被彻底掩盖。 这是何等的力量? 这一刻,十号想到了很多,心中浮现出柳神。 老族长曾说过,很多年前,一个通体神光无量,万根之条如无穷秩序神炼般的大柳树,从天外降落,对抗雷霆,沐浴闪电,那些电芒每一道都有山月那么粗。 柳神可以避过这一劫吗? 十号在心中自问,能,一定能,因为他说过,要带着石村避洁,他有着怎样的来历? 很快,他又想到了一个人,昆蓬朝盼那道光门,折黑纸船的女子,他写在小船内的话是那么的落寞与凄凉。 只剩下我自己了。 在用鲜红的血,在折叠的黑纸船上写下这段话时,他是怎样一种心情? 随后,十号又想到了火族祖地下的神魔之墙,要闯过一百零八道神关,击败所有至强者,才能踏出一条神秘的路。 路的尽头有什么? 再后,十号想到了药兜外的山谷,背上百座法阵守护,大阵笼罩了足有数十万里,神灵进去都得死,而阵中心有一株药,他不属于这一介,是何人所栽种? 灰衣女子,号称上谷不败的神话,他做阵药兜内,在等待什么?为何没有离去,就不怕那天的大劫吗? 十号在思存,上谷众同者,灰衣女天骄,他若不走,能否活下来,还有上谷是否参战了? 一时间,他想到了太多,心中思绪万千,望着天际,难以开口,一时间镜像石化了。 现在你都知道了,能否还我护币,到时候我们允许你与你的族人等一起逃离。 芸汐仙子看着十号说道。 他那美丽的面孔上有些紧张,因为这关乎甚大,现在开成不公,什么都讲了。 并且他坦言,天人族的尊者没有离开,在等着法阵开启,此时不敢出来,因为越是了解真相心中越是有大恐惧。 他们怀疑,大劫虽未起,尊者与神圣就被盯住了,此时若有举动,那法阵甚至会暴露。 最好的办法就是,就此折服,老老实实的待着,而后寻回钥匙,突然启动太古法阵,永远离开这大玉牢笼。 细想的话,有些可悲啊,嘿,大玉牢笼,这个名字真是太贴切了。 九头狮子忍不住这样说道。 是啊,可悲的不仅是尊者,还有大玉中所有生灵,这只是一个牢笼啊,到头来谁知道会怎样。 火压也沉重的摇头。 随后,众人沉默,这是一种难言的压抑。 很久后,十号问道,据猜测,有些道统知道真相,而且一直无恙,不受大劫影响,你天神山是否知道究竟为哪些传承? 不确定,不过布老山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芸汐说道。 什么,他们超脱在外? 九头狮子磨牙。 十号也一阵惊疑不定,难怪他们这般超然,一直高高在上,谁敢惹他们,都会雷霆出击,无惧当事人。 他心情复杂,而后一阵冷笑,不知道为何,虽然怀疑对方与他有血缘关系,但是总能感觉到些许敌意,难道未来会对立吗? 你考虑的怎样了? 芸汐问道,看着十号,这种情况下,他相信对方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如果你所说是真的,我能拒绝吗?我真想看一看那座神秘法阵究竟会将踏进去的生灵传送到哪里。 十号说道,对此他深感好奇,想得到答案。 并且,他相信只要踏出大玉牢笼,所有的真相都会浮出水面。 那还等什么,跟我回天神山吧。 芸汐很迫切,激动之下抱住了十号的一条手臂,他身材很棒,曲线起伏,饱满的胸部贴到了那条臂膀上都不知,因为心绪乱了,很难平静。 应该还有时间吧? 十号问道。 有,但真的不多了。 芸汐答道,颖白的翘脸上很激动,希望他尽快上路。 我不能这样一走了之,还有很多事。 十号摇头,他想到了石村,想到了域外的父母,还有祖父大魔神。 可是,再当个的话时间来不及了。 芸汐说道,如果实在不行,天神山肯定要用稍微激烈的手段了,他们这一族不能坐以待毙。 嗯,这事情很大,先不去石国皇都了,我要去见柳神,要不你跟我同去,将所有情况都告诉他,我要听他的意见。 十号做出这样的决定。 去你的村子。 不仅芸汐惊讶,就是火灵儿眼中也闪过霞光,而九头狮子,火鸭等也有点期待。 总的来说,还有时间,他们相信,最终十号还有天神山应该不会丢掉他们这些人的族群,毕竟也知道了真相。 还真想去看一看你长大的地方怎样。 十号文言,黑黑直笑,看了他们一眼,这是他第一次决定将外人带回去。 嗯,对了,族长爷爷,林虎叔他们总是念叨,让我扛回去几个美丽的胖子,这次一下子就扛回去两个,还有几个跟班,应该能满足他们了吧。 十号自语。 去死。 一群人都鄙视他,两女更是翻白眼。 结束沉重的话题后,众人有一丝轻松。 第四百三十二章 扛媳妇回村 该不会是一个超然鱼式的隐世家族吧。 火灵儿问道,大眼扑闪,充满好奇。 外界已经知晓,十号的血脉源自石国,但有时遭遇可怕磨难,被挖走至尊骨,流落在外,成为妻儿。 本已是一介费身,根本难以活下来,可他不仅顽强的活了下来,还一步一步成长,现已名震荒域,可以说是一种奇迹。 他究竟在哪里长大? 对于外界来说这是一个谜,很多人都想知道,那是怎样一个地方,何以能养出这样一个妖孽? 去了就知道,他们最喜欢美丽的女胖子,恨不得我多扛回去几个,到时候肯定会热情接待你们。 十号黑黑笑道,脸皮相当的厚。 两个少女接瞪他,无论是芸汐,还是火灵儿都机体经营,站在那里,美丽得如同画卷中走出的仙子,一颦一笑都有别样的风情。 一行人上路,在原始山脉中迅速穿行,一路向西,体验蛮荒旅途。 当横穿数百里后,离开十国西江,再也见不到人烟,十号让火灵儿取出虚空兽皮,开始横渡大荒。 走喽,无人跟踪,我们可以启程了。 十号说道,他十分谨慎,一路上涌重铜探查四方。 温的一声,银色符号出现,上古神兽皮祭炼成的法器撕开虚空,迅速跃了进去,开始时空旅程。 路途中,丝丝缕缕的雾气流淌,那是藏于虚空中的混沌器,还有暗淡的光点,据传这是诸神的投影。 在虚无的通道中很怪异,虽然不止一次穿行,但众人还是有点紧张,因为若是发生意外,虚空之力降临,必将粉身碎骨。 还好,这是一张神兽皮,天生虚空符文,为西式仙真,便是小塔兜增传音,想与十号交易,言称吃掉这块兽皮,可帮他出手一次。 十号果断拒绝,今日如果不被逼到那一步,绝不会跟这个坑货交易,因为每次都吃亏。 咦,怎么回事?虚空在扭曲。 火压惊叫。 道路模糊,十分暗淡,整片空间都出现裂痕,最可怕的事发生了,一行人悚然,虚空再塌陷,要炸开了。 这意味着,他们会被虚空之力碾碎。 他们通体冰凉,寒毛根根倒数,竟遇上了这种百年难得一见的祸事,发生了最为可怕的意外。 不对,这是一头成年的虚空兽留下的神皮,没有瑕疵,百般祭练,自上古传承至今,从未发生过意外。 火灵儿脸色苍白,有点不解。 除非是上古大能,否则一旦陷入虚空裂缝中,将九死一生,被斩成碎片。 快想办法,裂痕越来越多,将我等笼罩了。 九头狮子悚然,满身的金色毛发根根炸立。 芸汐来自太古神山,了解的比较多,道,我想我们无意间,接近了一位无上存在,她的气息太强大,影响到了虚空的稳定,受皮横穿而过时,被那个存在的场域干扰了。 众人闻言骇然,这得是何等强大的生灵。 自然散发出的场域,竟能干扰虚空。 十号闻言,像是想到了什么,迅速取出一段绿莹莹的柳条,喃喃自语,道,柳神,我回来了。 下一刻,虚空模糊,裂缝消失,神兽皮发光,绽放神秘符号,急速穿行向远方。 很快,他们从虚空中穿出,来到了现实世界,山丸连绵,草木丰盛,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 所有人都尝出了一口气,刚才惊出一身冷汗。 好险呢,差一点遭劫。 五色蓝鸟心脏砰砰俱跳,事实上所有人都脸色发白。 刚才那个神秘存在,是你们村中的老修士。 芸汐问道,内心相当的震撼,当时还有这等强者吗? 十号点头,脸上浮现笑容,柳神竟这般强大,这一次有了一种直观的认知,她越发的放心了。 其他人闻言,知晓那是十村中的强者后,也都放松了,不再紧张,心绪慢慢平静。 嗯,快到了,方才稍微被干扰,发生了一些偏移,离我们村子还有数百里。 十号说道,这样的距离,对于他们来说自然不是问题,驾驭法器,化成一道道流光,跟在十号的后方,向一个方向而去。 不久后,十号降落在地,神色柔和,这是一种归家的感觉,内心充满喜悦。 哈哈,我又回来了。 她一声大叫。 相隔还有一里多地,但是前方那个室外桃源清晰可见,让九头狮子,火鸭等全都惊异,睁大了眼睛。 那里太祥和了,绿草如荫,湖泊碧蓝,锐琴与独角兽等遇人不惊,一个很小的村子坐落在前方,冒出一缕缕灵气,要相扑鼻。 显而易见,村中栽种有不少灵药,流动瑞霞,丝丝缕缕白雾流动,小村看起来很像是一片鲜香。 这样一个出世的村子,让人的心都跟着宁静,远离红尘喧嚣,内心祥和,像是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最为让人惊异的是,村头那株柳树,它绿盈盈,上百根柳条垂落,轻轻摇曳,样出一道道柔和的绿霞与光韵。 由于它的存在,让这片天地都不同了,多了一种神圣气息,超然世上。 这株柳树是,芸汐震撼,它来自古代神山,什么样的强者没见过,可是现在却已经失色。 这是我们村子的寄灵。 十号笑道,他发现柳神的枝条又多了,已经有1808根,显然在稳步恢复。 一群人震惊,这是一个村子的寄灵。 为何感觉比一国的寄灵还神秘,那种神圣气息,那种超然,难以言喻。 无论是火灵儿,还是芸汐,亦或是九头狮子等,此时此计都已实化,这是怎样一个村子,太神秘了。 村中,鸡鸣卷废,并不缺少尘世应有的生气,有孩童跑跳,非常欢乐。 是小叔叔回来了。 咦,小号带人回村了,这可是头一次。 不仅孩子们发现了,就是石灵湖等一些大人也恰好在村头,见到了他们。 十号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几位同行者还在发呆,震撼的看着柳神。 他嘴角微瞧,笑嘻嘻,果断扛起当中两个人,嗖嗖朝着村子跑去。 啊,放我下来。 你在做什么? 火灵儿与芸汐一惊,曲线傲人的躯体悬空,被十号扛着,迅速接近村子,他们挣扎。 哈哈,小子,真是不明则已,一鸣惊人啊,早就催你了,没有想到一下子扛回来两个漂亮的女娃。 石灵虎哈哈大笑。 哇哦,小号叔扛回来两个特别漂亮的女胖子,跟仙女似的。 一群小娃娃嗷嗷怪叫。 这下整个石村的人都被惊动了,一窝蜂似的跑了出来,纷纷围观,男女老少闹哄哄。 这是从哪里扛回来的女娃,怎么这么白嫩,都快滴出水来了,小号你这次出去就光顾着找媳妇了吧。 一位大婶笑道。 村人都很粗放,不会遮遮掩掩,看到十号扛回来这样两名少女,全都发出善意的笑,十分高兴与喜悦。 两个女娃太水嫩了,手臂白生生,一群男眼那傲人的身姿,至于容貌,美丽的扎人眼睛,村里绝对养不出这么水嫩的娃。 小号,真有你的,出去走了一圈,一下子就扛回来两个弟妹,真是漂亮啊。 大壮出现,牵着他们家的娃。 哈哈,看见没,我家孩子都会满得跑了,你可是落后了,赶紧奋起直追吧。 皮猴笑嘻嘻,没个正行。 快放手。 火灵儿与芸汐挣扎,被这么多人围观,说出这样的话,而且如此热情,让他们全都笑脸飞红侠。 这实在有点吃不住,满村子的人都在看着,虽然很友善,但也太热情了,两人再怎么不烦,也还是两名少女,全都充满羞意。 哎呦。 十号的耳朵糟息,肩头上的两名少女一起发力,一人扯住了一只,让他不禁呲牙咧嘴,赶紧放下,引发村人哄笑。 组长爷爷,灵虎叔,各位婶子,你们看看咋样,这是我扛回来的两个胖子,这下你们不用催我了吧。 十号堆笑,脸皮厚得让人无言,从他肩头滑落下来的少女直磨牙。 好啊,真是难得一见的仙子,大婶年轻时也去过其他部落,但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娃。 无论是芸汐,还是火灵儿,身材都很高挑,走起路来摇曳生姿,凹凸起伏的曲线,白嫩嫩的躯体,水灵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如远山寒带般的湾眉,组合在一起,让村人惊叹。 小婶婶,你们真漂亮。 几个小毛孩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仰着头看着,更有两个小女娃撒娇,拉住火灵儿与芸汐,逆着不撒手。 两女羞愤,但也不好对这些村人说什么,一起用力,一左一右在十号的腰眼上拧了一把。 瞧,多亲热,还在拧我们家小号呢,感情真深啊。 一个婶子自认为是过来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嗯,一看就好生养,你们看,这两个美丽的跟天仙式的女娃,小妖那么细,而屁股却很大很圆,一准能生娃。 一位大婶彪悍的说道。 此语一出,芸汐与火灵儿疼的一声,满脸通红,恨不得眼面而逃,实在吃不住了。 嘿嘿,随后赶到的九头狮子,火鸭等人接嘿嘿笑个不停。 小号,你可不能委屈了人家,这次终于带回来给我们看了,我帮你张若下,赶早不赶晚,今天就成婚吧。 老族长石云峰说道,笑得何不拢嘴,对这两个女娃太满意了。 第四百三十三章 惊动柳神 就是啊,两个女娃跟花姑朵似的,漂亮的天下难寻,小号你不能委屈他们,婚事一定要大办。 石林虎也说道,颇有一锤子定音的气势。 没问题,我们也帮忙。 九头狮子,火鸭等唯恐不乱,全都强忍着笑意,跟着起哄。 石飞娇点头,道,几位小哥一看就飞池中之物,将来壁画龙冲天,这次就当俩个女娃的娘家人吧,好好操办一番。 村头闹哄哄,听闻石浩要娶亲,无论是大壮、二猛、清风等,还是那些书版婶子们全都振奋,你一嘴我一嘴,开始商量着筹备,准备安排婚事。 一群小娃子嗷嗷直叫,跟着起哄,跑来跳去,几眉弄眼,在这里瞎掺和。 今晚洞房花竹叶,臭小子娶媳妇后,怎么也要生下几个娃后再离开村子。 没错,这小子经常一走就是一两年,太让人操神了,这次说什么也不能放他走,先生几个娃再说。 一群人吵嚷着,不仅有石林虎等,还有儿时的玩伴大壮他们,全都希望他留下一男伴女,后继有人。 石浩脸上崩得很紧,忍着大笑的冲动。 芸汐还有火灵儿下的花蓉湿色,这也太彪悍了,不就是来拜访一下石村吗? 怎么就要在这里生娃呀? 他们想解释,但是怎么说得清楚,因为村人看到,他们两个是被石浩扛回来的,符合石村取亲的风俗习惯。 他们满脸通红,手足无措,使劲掐石浩的腰,让他解释,结果熊孩子变成了闷葫芦,一语不发,在那偷着乐。 孩子别怕,没什么可怕羞的,婶子是过来人,一会儿教你们。 二猛他娘慈善的笑着,劝导两人。 芸汐与火灵儿紧张而羞恼,便是成亲,也不能这么草率呀,这都是什么跟什么。 呸呸,两人又赶紧催了一口,这都思虑到那里去了,脸上发烧,怎么真想到成亲了。 大娘,您误会了。 他们红着脸,开口解释。 大叔,你们不要如此,完全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村头安静了下来,众人看着他们两个,都不说话了,但眼中的热络并没有丝毫减弱。 最后,大壮的母亲打破瓶颈,道,婶儿都知道,你们怕羞,没事,大家都不会笑话的,放心好了。 对,放心好了。 一群人热情依旧,吸嘴巴舌,商量着怎样百艳,以及闹洞房等。 两个少女真被吓坏了,垂了十号一顿。 落荒而逃,衣媚飘动,摇曳生姿,看在村人眼中有一种美感。 小号还不快去追,两女娃怕羞。 一个老婆婆说道。 十号咳嗽了一声,道,书办婶子,组长爷爷,你们不用操心,我的事自己能处理。 今天不是成亲的好日子,我与他们早就商量过了,要再等上一年,因为我们在外面还有些事要去解决。 今天回来只是想让大家看一看,还满意吧? 有什么比早点成婚更重要? 村人都盼她早点成亲,一番数落,不断劝解,但最后还是遵从了她自己的意见。 众人散去,开始在村中准备各种酒肉,要招待两个女娃与酒头狮子他们,毕竟这是十号第一次领人回村。 芸汐与火灵儿发炯,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现在脸上还在发烧呢,这可耻的熊孩子,太缺德了,刚才故意不吱声。 长这么大,他们还是头一次因为这样的事而逃,想一想就翘脸发烫,此时面若桃花,迎白躯体上亦有红晕。 村头宁静了,他们已回来,自然是一番数落,恨不得揍十号一顿,惹得火压,紫雕他们哈哈大笑不止。 我们跟你没完。 两人羞愤,以美眸白他。 十号不以为意,笑着领他们参观石村。 无论是两女,还是九头狮子等,都对石村充满了好奇,莫不想看个究竟,在石号的引领下仔细观察。 这么多灵药。 他们择蛇,小小的一个村落,栽种了数十株灵药,更有一棵银桃树,那是准圣药,霞光四溢,灵气蓬勃。 这也太惊人了,越发觉得这里是一处超然的圣地,因为一株灵药需要一座灵山滋养,在这里却被颠覆了。 只有上古大能开啃出的药田才能这样密集种植,石村超越世俗中的大叫瓦。 五色蓝鸟道。 芸汐一动容,他们的天神山有几块药田,可以密集的栽种灵药,那是太古时期的天神开啃出来的,布下了特别的法阵。 石号笑了笑,道,我便是那个大能,不信的话,再栽种几十株给你们看。 他在药都耗掉几十株灵药,但是根部都保留了下来,以不老权的泥沙滋养着,现在取出,开始栽种。 众人惊叹,这没有办法不活,不老权是什么? 对于生灵来说,那就是生命之业,而得到它滋润的泥土自然可以养活灵珠。 随后,他们注意到石村有些小生灵,如闪电犬,赤羽鹤,金色的小猴子等,全都是十分强的一种,更是探服。 这些小东西都成为了村中那些皮孩子的灵宠,将来若是养大,那岂不是一股恐怖的战力。 最后,他们怀着敬畏之心,再次来到村头,拜见那株通体碧绿,散发霞光的大柳树,心中忐忑。 因为,面对这株生机勃勃灵根,像是在面对一尊至高的神灵。 不用怕,柳神很平和,从不会以神威压人。 石号说道,让他们不用紧张。 事实也得到了证明,一只土鸡晃晃悠悠,溜溜达达,非常不自觉的走来,而后卧在大柳树下,邪腻了众人一眼。 我怎么觉得被鄙视了,咦,是一只八真鸡? 九头狮子吃惊。 芸汐也是心头一跳,这种奇珍生灵就是在天神山也只剩下了一两队而已,小小的一个石村怎么什么都有。 一边待着去。 石号一脚将八真鸡踢飞,惹得他哥哥叫个不停,非常不愤。 柳神,我在外面遇到了大问题,想向你请教。 石号在柳树下开口,皱着眉头,将所知说了出来,并让芸汐补充。 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更好。 柳神轻语,绿霞洒落,柳软嫩枝若思涛,带着一种神圣气息,令人心灵宁静。 柳神,你知道真相吗? 石号问道。 达到那种高度,自然会冥小,你现在若是追根求解,只会自寻烦恼。 柳神很平静地说道。 为什么? 石号不甘,想追问究竟。 知道真相,最终会被抹杀,而我现在还在恢复中,还不想卷入这一节的对抗中。 柳神平淡地说道。 什么,一群人失色。 柳神的意思很明显,石号若是知道真相,一旦泄露出去,将会被斩杀,而柳神若为他出头,将卷入大劫中。 柳神,你会离开吗? 石号提到了天神山的太古法阵,可以从那里超脱出去。 我不走。 柳神很平静。 为什么? 石号心头一震,他回来就是想问柳神,究竟是否要离开? 因为我本就是为了降临这一遇而来。 这些话柳神只对石号一个人传音。 石号露出不可思议之色,想到了族长的话,当年柳神从九天之上沐浴雷海而降临,震撼人间。 柳神是另一界的存在吗? 石号心中涌起滔天骇浪。 你头上这只虫不简单,不属于这一界,独一无二。 柳神突然说出这样的话语,看着石号法丝间的黄蝶。 这时,二秃子晃晃悠悠而来,身上依旧无毛,携腻了一眼芸汐,一副大喇喇的样子。 是你,芸汐一惊。 小丫头,当年你祖父追得我好惨,被迫避入百段山,今天你别走了,留在这里给人当媳妇吧。 二秃子恶狠狠的说道。 谁叫你混入我天神山,觊觎神针。 芸汐瞪他,那太古法阵的秘密,最早就是二秃子窥到的,天神山近些年才洞悉。 往事已已,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过再见时他还得求我,嘿。 二秃子很张扬。 求你。 芸汐冷审。 你们以为钻研透了那座太古法阵,认为只要有护币就行。 还差得远。 二秃子不屑,十分自傲。 大言不惭。 芸汐不信。 天,地,玄,黄,雨,晝,红,荒,在这八玉中,我敢说没人比我更清楚,除非另一介来人。 二秃子傲然。 让我想一想,超脱八玉,直接逃脱出去,这样的太古法阵,闻,这装饰不简单。 柳神再次开口。 他一说话,所有人都安静了,不敢乱语,过了片刻他做了一个决定,让十号与二秃子去天神山,仔细看一看。 二秃子的脸顿时垮了,他当年在天神山可是霍霍了不少东西,后来被追杀惨了,现在真跑过去,估计会被主了。 十号也醋眉,他去了的话能认出什么,肯定无法看透那太古法阵。 我想起了一些往事,觉得有点古怪,一般情况下怎会留下这样一道声门,我暗中与你同行,去看个究竟。 柳神转音 下一刻,十号震惊,一道修长的身影从柳树中迈步而出,风华绝代,疲逆万物,傲视天上地下。 可是,除却十号外,其他人竟看不见,没有什么感觉。 刹那间,十号也看不到了,揉了揉眼睛,心头砰砰跳个不停,最后他有一种感觉,柳神就在他身边。 第434章 法香经事 石村自然准备了丰盛的晚宴,太阳落山之际就开始了,就在那如蓝色神石般的湖泊盘,篝火跳动,各种精致的美食散发香气。 村人都满是笑容,无比的热情,招待远来的客人,一群孩子跑来跑去,在绿草如荫的空地上惊起独角兽,四色鹤等。 这里好不热闹,金黄色的烤肉芬芳,诱人的酒香向远处弥漫,众人推杯换盏,热热闹闹,气氛十分喜庆。 很快,人们发现了十号的异常,他总是走神,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将喷香的肉脯差点塞到鼻子上。 这家伙在想什么,该不会是成亲综合征吧,将要告别少年时代,不久也跟我们一般了,还在不舍于怀念。 皮猴几眉弄眼,故此说道,他都是当爹的人了,还跟过去一般没个正形。 我看也是,他患得患失,虽然没有正式举行婚礼,但现在看应该也没区别了。 二猛憨厚的笑道。 十号正在自言自语,只有离得最近的清风听到了,他似乎在说柳神的事,说什么绝艳古今,屁腻天下,他自己看起来一副失魂的样子。 小哥哥,你怎么了? 清风小声问道,他眉目清秀,是十村年轻这一代人除却十号外的第一高手。 六年时,他遭遇磨难,在十族第二组的受苦,被救出后格外珍惜眼前的一切,发愤图强,放眼大慌也算是一个少年强者。 清风,你缺少眼力,还不快让开,让小浩跟两位弟妹坐在一块。 大壮说道。 哦。 清风立刻起身,让十号与芸汐,火灵儿坐在一块,不在这里碍事了。 这臭小子心不在焉,走神也太严重了,你看他就跟丢了魂似的。 十灵虎弩嘴,是以众人向那里看去。 很多真瑶以清香的荷叶包裹着,被送到众人身前,放在芳草地上,让人食欲大震,九头狮子等深感食村的食物可口,都赞叹这是人间美味。 而在这时,十号一个笨笨的举动,更是让人哄笑。 他皱眉自语时,浑然没有意识到,伸手去取食物时,将火灵儿银盘中的晶莹浆果拿了过去,向嘴里送去。 你,火灵儿大羞,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坏与过分? 他吃了些烤肉,觉得油腻,啃咬了一枚赤红的浆果,才吃一半,刚放下而已,结果就被那个家伙夺去了。 哈哈,小浩是不是满嘴芬芳啊,那可是弟妹刚咬过的,唇齿流芳,还有香筋呢? 胡子,皮猴等人起哄。 十号醒转过来,想柳神的事太投入了,不解的看着众人,尤其是看到火灵儿正在气鼓鼓的瞪他,有点莫名其妙,道,你怎么了,发什么呆呀? 众人闻言皆笑道,谁在神游太虚呀,反倒怪起了别人。 小浩好吃吗? 鼻涕娃嘿嘿直笑,他比十号还小一点,说话什么的向来很放得开。 好吃,很甜。 十号点头。 哈哈,众人大笑不止。 只有火灵儿满脸通红,那枚红色的浆裹上还有他的背齿印了,结果这个家伙举起来,三两口就给吃了下去。 别再梦游了,集中点精神好不好,他羞愤的赤道。 闻,知道了。 十号点头,明显在敷衍。 因为,不久前所见到的身影太震撼了,刹那的相见,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柳神竟是那般的超凡脱俗,拥有无暇肉身,并非只限于树体。 而且,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在其周围还有一道道神燕跳动,在每一簇火光中都有一尊神明般的虚影,竟对其顶礼膜拜。 这是怎样的一种威势? 当真震动古今,风华盖世。 那一瞬间,居于中央的身影历时烙印尽十号的新田中,也许多少年过去都再也难以磨灭了。 他亦或者他,是一个女子吗? 十号一直在琢磨,只见到那身影发光,十分修长,竟没有看清,若是男子,那也注定封神如玉。 而现在越是细想,那真言越发模糊,竟有要消失的迹象,唯有那空明而发光的肉身铭刻进心中,难以忘却。 这是怎样一种力量? 十号自语,触动相当的大,明明曾经看到过,可是为何那真容被斩掉了,而且印象越来越淡? 他很不淡定,为什么连真容都记不住,会自行斩去,这是因为无上存在的法相不可泄毒吗? 无法容纳于凡人心中的体现吗? 十号悚然,他听到过一些传说,除非是汲取各族念力,否则一些禁忌存在不愿将真容留在众生心中,会自行从斩去。 小塔,你看到柳神了吗? 十号暗自传音,向他询问。 看到了。 寸许高的洁白小塔回应,十分简短,不愿多说。 他什么样子,是男是女? 十号非常好奇。 这个问题,需要你准备上百种天才地宝,才能来交换答案。 小塔慢吞吞地说道。 什么,你怎么不去抢? 十号以白眼看着他,同缭绕混沌器的神秘法盘交战,他开口也不过是这个价格。 小塔很平静,道,值这个价格,你是不知道,如果将其真容刻画出,放于世间,会惹出怎样的一种乱子? 我敢说,若有人下界,得稀奇法香,将会引起一股惊世狂澜,席卷上界。 十号睁大眼睛,他年少成名,已经历过各种大风大浪,早已镇定无比,可现在心中却涌起巨波,难以平静。 而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了一种气息,带着一种檀香,又似是说不出的一种清香,出现在他的身边。 柳神 十号回头,柳神在线,出现在近前,可是看不真切。 这道修长的身影盘坐在那里,超尘脱俗,在其周围一簇簇火焰跳动,悬在周围的空间,每一簇神火都宛若一片神界,容纳万物,向他朝拜。 这是一种无比惊人的景象,晶莹点点,像是有三千界将他意或者他环绕,光辉朦胧,让这道身影成为天地中的唯一,永恒不朽。 十号明白了,小塔没有说假话,这样一味超然的存在,若是泄露真身,说不定真是一场轩然大波。 法相经事 柳神是下界而来,并不属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八玉。 不得不说,十号的脸皮相当的厚与坚韧,吃惊过后,很快又镇定了,上前小声套近乎,道,姐姐。 那团朦胧的光运中传出祥和的波动,似只有十号可见,其他人并不能感应到分毫,光运平静的悬在一旁。 哥哥 十号又试着说道,觉得总比喊前辈更显得亲近吧。 你脸皮真厚。 小塔撇嘴,如实说道。 你才脸皮厚呢? 十号一正言辞的驳斥。 气死我了。 一声羞怒的声音惊醒了十号,将他拉回现实中。 他发现自己又成为了焦点,一群人都在看着他,古怪的笑着,只有一个紫衣少女芸汐凤眉协挑,美眸中露出杀人般的光。 他很生气,这家伙居然先喊他姐姐,起初还让他十分自傲,觉得这个家伙喝了几杯酒后终于是原形毕露,没有了定力,对他这个神女献殷勤了。 可是才叫了一声后,接着又喊了一声哥哥,气得他当场让他实话,这是故意的吗? 他刚想奚落,结果这家伙直接反污蔑他脸皮后。 真是,岂有此理,芸汐气得焦躯颤抖,就没见过这么可恨的人。 众人想笑却又不好意思大声笑,十号的脸上的表情当时就僵住了,刚才神游太虚,不断走神,竟闹出笑话。 主要是柳神的来历与散发出的气息太惊人了,法相惊事,若是传出去足以震撼天下。 还好,村人很热情,一群人轮流敬酒,气氛热烈,很快就接过了这场尴尬。 除雀大荒中的野味外,还有十号带回来的唇血生灵,眼蟒,熬出的蛇羹晶莹透亮,喝一口浑身舒泰,舌头都快化掉了,实在是人间美味,且为滋补圣品。 毫无疑问,这一夜石村的孩子们熬熬叫了一夜,因为唇血宝药作用太大了,贪吃的小东西们补过头,满村子跑,折腾了一宿,不过好处也是巨大的,可以让他们破关。 清晨,一行人上路,并没有在村中停住,因为时间非常紧迫,大劫随时会降临。 虚空兽皮穿梭虚空间,距离遥遥无尽,很长时间后总算再次冲了出来,最起码前行了数百万里以上。 鸟雀鸣角,草木丰盛,花香阵阵,这是一片灵气十分充裕的神山区,可以看到不少锐兽,真秦出没。 芸汐走在前方,其他人跟随,横穿这片外围区域,快速接近真正的中心区域,可以看到灵气征腾,霞光绕山,越发神圣祥和。 当看到三只八针鸡悠闲的夺步时,十号很想冲过去,全部捉走,踏进天人族的净土后,所见到的珍奇异兽以及宝药多不胜数,实在让人眼红。 最终,他们开始登山,竟与上次一次他来时不一样,芸汐开启了一座法阵,一座宏伟而磅礴的山岳显现,云征辖位。 他被法阵所笼罩,一般情况下根本不可见,外界不知,这是天人族最核心的神山。 咦,芸汐仙子回来了。 一头银交兽开口,盘绕在一块数十万斤的巨石上,守着山道。 很快,消息传到山上,树道身影破空而来,落在山路上,为首的人站在青石台阶上,看着下方。 哈哈,好,芸汐你竟将他带回来了,是借助外力请人镇压的吗? 为首的一个中年男子大笑。 芸汐愣然,怎么可能是捉回来的,他自己分明差点被人扛回去当媳妇,现在想起石村的经历,他还一阵羞愤呢。 四叔,不是这样的,你误会了。 芸汐说道。 什么误会,这个贼小子抢走我们的祖传法器,一直不还,现在不管怎样说,他落入了我天神山,看他如何逃。 青石阶上的中年男子说道,对十号相当的美好感。 怎么还有一只眉毛的笨鸟? 有人问道,因为二秃子太另类了,想不引人瞩目都不行。 呆,你们这群毛头小子修得乱语,赶紧去请你老子,速速来迎接大叔。 二秃子很嚣张的说道。 中年男子露出异色,在这天神山谁不知道他这位四爷,这眉毛怪鸟什么来历。 竟敢这样对他大呼小叫。 不过,他倒也没敢拖大,因为仔细探寻,发现二秃子修为近乎为无,被他认为深不可测,有点拿捏不准,以为是这个秃鸟相助芸汐捉来了十号。 这位前辈您是哪位? 天神山的四爷谦逊的问道。 四叔,他是当年那头孔雀。 芸汐开口,对二秃子缺少好感,十分不愤。 什么,你个老贼,竟然还敢来,四爷当场大怒,天神山很多人都知道,当年那只孔雀何等的可恶,在这里乱祸祸,坑蒙拐骗偷,简直是无恶不作。 二秃子冷笑,道,矛头小子,语不可以乱说,当年我还抱过你呢,你增我手臂上拉过轻屎。 阿扑,中年男子一口老血差弹吐出来,用手点指二秃子,气得说不出话来。 芸汐更是目瞪口呆,这可恶的老贼当年在天神山还浑到了这种地步。 老贼,你再敢胡说,我立刻斩你。 四爷气得直哆嗦。 二秃子昂首,道,矛头小子,注意你的言辞,别对我不敬,赶紧叫你爹那老贼过来见我,给我赔罪,不然的话,那做法阵你们研究不透,当时只有我知他的秘密。 老贼,今日你来了便走不了,看我如何镇压你。 中年那男子怒火汹涌。 矛头小子,你不了解当年的恩怨情仇,就不要多说话,你敢对我不敬,你姑姑到时候会大嘴巴抽你。 二秃子不屑。 你说什么,四爷眼中喷火,这混蛋说得太过分了。 我是说,当年你祖父还有你爹棒打鸳鸯,害得我与你姑姑分开,我还被追杀,今天我收账来了。 二秃子似乎也相当的不愤,这个时候瞪起了眼睛。 天神山的人傻眼,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怎么回事? 便是芸汐也目瞪口呆。 十号,九头狮子等更是不解,全都发症,在一旁看着。 当年,你们欠了我一段姻缘,这次拿妞来还。 我决定了,就要这个女娃,将她许配给我的兄弟。 二秃子大喇喇的说道,先指向芸汐,又指向十号。 第四百三十五章 天人族 这相当的让人无言,二秃子当年与天神山的一位女子相恋,被棒打鸳鸯。 十号,火灵儿等面面相去,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贼当年大闹我天神山,霍霍灵药,盗取圣药,寄予我族神针,欺骗我父,可以说是无恶不作,而今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胡言乱语,将她给我拿下。 四爷咆哮。 在她的身后冲来几名强者,就要将拿下那只眉毛怪鸟。 二秃子瞪眼,道,停,你不去问一问你姑姑。 如果对我不敬,到时候惹她心伤,你到头来还得向我赔罪。 这可真是大八卦,天神山的人街范迪固,冲下来的几人放缓脚步。 便是四爷也没底了,他虽然气得够呛,但还真是不敢无情镇压,万一要弄错呢? 云沧海,我恐求己来了,你架子可真大,就不下山来接我吗? 二秃子开口,这时竟有了一种莫名气势,仰头对山咆哮。 这老贼,云西相当的不淡定,突鸟在她心中的印象糟糕透顶,早就听说过有这样一个恶棍,现在居然直呼她祖父的名字。 大山巍峨,云霞洒落,一道神红冲来,洒落下一片圣洁的光彩,荡开云雾,一位老人降落在地。 十号并不陌生,当年在虚神界曾经跟着老头大战,并迎了他的护币,且痛殴了他一顿,此时忍不住嘴角微桥。 云沧海身为一代尊者,灵觉自然十分强大,一眼就看到了十号的表情,顿时一阵牙疼,马得,又见到这小子了,往事不堪回首啊。 他真有灭掉十号的冲动,一了百了,将那段被殴打的黑暗精力掩盖,不然见一回他眼皮跳一回,心脏都有点沉重过肾。 当然,现在他要面对的不是十号,首先是要让二秃子恐求己闭嘴。 这不是当年叱咤风云,傲视荒域的一代大忽悠吗,恐求己你怎么了,连羽毛都落光了。 游记得,当年的孔雀尊者,细雨轩昂,英姿勃发,雄霸四方,怎么落到了这不田地? 芸汐的祖父云沧海说道。 二秃子冷笑道,你懂什么,我这是在涅槃,一旦神语再生,天纵神武,神资盖世,闪瞎你的眼睛。 呵呵,一朵这么多年,这次出来,我已为你涅槃成功了呢,不过当年你逃进柏断山也是一种勇气,让人佩服。 云沧海说道,他看着对方,而后脸色微沉,道,你现在修为尽师,还敢再登我天神山,就不怕我活继了你吗? 怕你本作就不来了,没有我,你们能研究透那作法阵吗? 哼,别说你们理解透了,若是没有阵图,你们还差得远。 二秃子傲然说道,盯着天神山的尊者,一脸不屑,道,你们想走,想要逃离这一界,问过我了吗? 我不让你们走,你们走的了吗? 他说话时声音很高,邪逆云沧海等人,颇有一股霸气,让一群人都震动。 你,四爷不愤,那只传说中的恶孔雀回来了,居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呵斥他的父亲,太嚣张了,他有点忍受不住。 矛头小子,你别乱动,不信问你父亲,是不是在我手臂上拉过轻蚀? 二秃子瞥了他一眼,满不在乎。 尼玛呀,四爷人到中年,在天神山身份极高,有一种大威严,然而此时却额头青筋暴跳,他有一股抓狂的感觉,能不这么无良行吗? 不管真假,反复在众人面前提起,且当着他的小辈的面,缺得冒烟哪。 小四,退下。 云沧海开口,没有让他出手。 还真确有其事。 十号发呆,忍不住咕咙,声音不是很大,但足以让每一个人听到。 扑齿! 有人忍不住偷乐。 天神山上下尴尬无比,就是云熙也有点发晕,怎么这只恶孔雀跟听到的传说不太一样,有些隐情。 你这个恶棍,挤对孩子算什么本事,还跟当年一样的礼不饶人,无恶不作。 云沧海说道。 胡说,都怪你们棒打鸳鸯,让我与孟兰分开。 二秃子叫道。 无论是四爷还是云熙,天神山的一群人都竖着耳朵,仔细聆听,还真涉及到了山上的一位大人物云孟兰呢。 云沧海吃道,若非你霍霍灵药,盗取圣药,寄予我族神针,我们会追杀你。 乱讲,我只是好奇,探寻一下而已,分明是你们极度我孔雀大尊者超凡脱俗,胜过你们。 二秃子叫道。 众人是听出来了,这些沉枝满浪谷子,双方都有责任,怎么也扯不清,反正二秃子肯定不是豪鸟,天神山也不是善查尔。 走吧,上山论各究竟,变各明白,我去将孟兰请来。 云沧海说道,眼中闪过狡诈的光芒。 二秃子当时就泄气了,道,别,不要请他,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相见,我们坐下来就可以了,等我恢复神武英姿,再来找孟兰。 而后,他获得抬头,道,云沧海你少给我耍心眼,我孔雀尊者不是那么好压榨的,想吃透那座法阵,今日你得出血。 山岳高大,有一条青石鹿,号称自太古时代就存在了,为一位天神亲手所扑,一直通向山巅。 这条石鹿长满苔藓,趋近通幽,颇有一种寻仙仿道的异境,尤其道路旁偶陷的灵药,灵秦瑞兽等,更平添了一种仙道气韵。 好惊人的一块药田。 十号惊叹 在临近山顶时,灵气浓郁,各种颜色的光芒绽放,那里有一块药田,栽种满了灵药,生机勃勃,药香浓郁。 如此多的灵药可以生长在一起,打破场里,主要因为这是太古的一位天神开啃出的灵田,布下京师法阵,保证京气滚滚,此外有一口灵泉,足以浇灌与滋养这田地。 这座山很大,有猛秦区,那里的巨秦众多,每一头都有数十米长,还有数百米的巨无霸。 更有凶兽区,煞气滔天,从大阵中发出咆哮,射人心魄。 神山十分不简单,唯有山顶最宁静。 云沧海将众人带到一块特别的区域,这里有药田两块,茅屋几间,有一种出世的气息。 谈一谈吧。 两人来到一座茅屋前,坐在石墩上,开始饮茶,似乎都平和了下来。 不再争执。 而石浩等则走道要填盘,在这里四处转悠。 芸汐,你们这一族的圣药什么样子,能否让我等看一看? 火灵儿问道,非常好奇。 石浩,九头狮子等狂点头,也想看个究竟,早就听闻圣药大名,却一直不曾得见。 芸汐向左右看了又看,发现重要人物都走了,皆是被二秃子气的,比如四爷等,去向老辈人物求证当年的事了。 他初时有点为难,最后点了点头,告诫他们去了后不得乱来,特别警告石浩,管住黄蝶,那里有天神法阵,若是触及,会形神俱灭。 这山巅真的很大,芸汐将他们带到另一块区域,开启一座法阵,像是进入了另一片小世界中,与外界隔绝了。 天,好浓郁的灵气,都化成液体了。 火压震惊。 这里灵泉谷谷,草木丰盛,鲜花盛开,其实横尘,乃是一处盛土,一缕缕霞光从虚空中落下,凝聚成液滴,真是灵液。 众人无言,一阵惊叹。 这样的地方多不。 十号问道。 没有这里灵气浓郁,但是也有不少差不多的区域。 芸汐说道,山巅被法阵分割成了数十上百个这样的空间,宛若自成一个又一个小世界。 这神山真大。 九头狮子赞叹,早先一路尚所见,只是表面的景物,被法阵所掩盖的才是根本秘境。 走进这片法阵所笼罩的空间深处,隔着很远,便有一股清香飘来,众人动容,不由自主向前走去。 随后,所有人都心惊,他们的神魂竟有离体而出的迹象,那种清香能滋养人的魂魄。 这是什么古药? 火灵儿惊异。 众人知道,将要见到那株圣药了,一定是它散发的清香。 就这样走出去足有树里地,香气越来越浓,终于到了晋前,那是一座灵气液化后汇聚成的湖泊。 除此之外,湖泊底部有符纹闪烁,更陈列着一些天地间的神石,散发本源气息,供那株圣药生长。 这是一株莲,扎根方圆不足百丈的小湖中,富裕芬芳,它通体为紫金色,莲根精亦如此,宛若紫色神金铸成。 这是什么圣药,我的魂魄在这里格外的舒服。 火鸭问道。 隐魂莲。 芸汐答道,这株圣药活过的岁月无比优远,价值莲成,拿什么都不能换。 隐魂莲,通体笼罩盈盈紫光,蒸腾起阵阵紫霞,一片迷蒙,共有八片叶子,那紫金色的花朵共分八半,花心中瑞霞绽放。 这可真是瑰宝啊。 石浩探道,这种圣药功效逆天,生死人肉白骨,而炼丹时随便加一点,就可以让药效数以十倍的提升。 关于圣药整株炼丹,一般的人根本不懂,难以触及那个领域。 相传,在太古时,这株药得到天神照料,共有九片叶子,花朵一分九半,更为神异,药效比现在还强大很多倍。 芸汐说道。 什么,这么离谱。 五色蓝鸟惊讶。 嗯,后来他受伤了,真灵被斩,退化成了这个样子。 芸汐一叹。 八叶八花瓣便是圣药,若是九叶九瓣,那是什么等级的药? 十号狐疑。 此时,他头上的黄蝶药复苏,被他赶紧按住了,因为这里有天神法阵,乱闯的话多半会有危险。 就在这时,法阵外有人传音,请十号,芸汐他们过去,离开这座这片空间。 出来后,再次回到那几间茅屋前,他们见到了二秃子一个人正在舌战一群强者,兔抹星子横飞。 哎,你们回来了,我已经跟他们说透了,他们意识到那法阵有损,唯有以我无遗间得到的阵图才能修补,故此非常感激我。 二秃子自顾的说道,丝毫不理会那一群人脸色铁青。 他看向十号,道,小子,我给你说了一房媳妇,就是这个紫衣女娃,以后她就是你的人了,她爷爷痛痛快快的答应了。 啊,芸汐直接吓得花容失色,才离开这么一会儿功夫,怎么就如此了? 当年欠本做的,当然要在金氏环。 二秃子嘚瑟,丝毫不给天神山面子。 第四百三十六章生门 嘿嘿,哈哈,二秃子大笑,而天神山一群人都脸色难看。 只有一个云沧海很镇定,露出淡淡的笑,道,我只是说,以我孙女之才貌,目前的荒誉似乎也只有这个小子配得上,并没有其他表态。 老头子,你还抵赖不成,那法阵不想修补了吗,你们这一族不愿离开这一届了。 二秃子冷笑。 年轻人嘛,如果情投意合,我自不会反对,可若是我孙女受委屈,那肯定不行。 云沧海说道。 二秃子瞪眼,像是想到了陈年就是,恨声道,你这个老狐狸,跟你父亲一样,那老家伙当年是怎么说的,告诉我,若与孟兰有情意,绝不会干啥,到头来却追杀我。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别给打马虎眼。 你不觉得自己太嚣张了吗? 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子起身,冷漠的看着他,而后又看向了十号等人。 云沧海家的老二,你这是要对我动手吗? 二秃子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中年那男子在这里号称二爷,道,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一身修为尽废,也敢登临我天神山。 以仗与孟兰姑姑的一段往事吗? 可是在史关我族生死的大师大妃面前,我相信姑姑不会阻挠。 我觉得,既然修补法阵的人来了,抢走我族祖传法器的人也到了,没有必要耽搁了,让他们修补,与开启大阵就是了。 另一老者说道,一头发丝成蛋金色,显然不仅有天人族血统,也有鹏族血统,他看了一眼芸汐,道,不久前,金翅大鹏一族不是有人来求亲吗? 我觉得可以考虑,毕竟我们两族一直走得很近。 现场气氛一阵紧张,可以说,这两人一开口顿时充满了肃杀气,早先的争执与商量等全都被抛开了。 我们好心上门,寻求合作,你们这是想全部镇压,利用完我们后解决掉。 二秃子问道。 人贵自知,这么大年岁了,修为已废,还逞什么英雄,这样来我天神山走上一遭,就觉得可以要挟我等。 中年男子二爷冷淡的说道。 我怎么听着不对劲,有人要威胁我们。 十号站了出来,不紧不慢,来到进前。 小友别误会,条件都是慢慢来谈的,大家有火气自然是难免。 云沧海笑道。 大兄,何必呢? 但金色发丝的老者不冷不热的开口,而后看向十号,十分漠然,道,这是天神山,不是虚神界,不可能由着你的性子乱来。 没什么可说的,将护币还给我足,等那恶孔雀修补毫法阵,我们要用到它。 哎呦,云沧海你自认为吃定我了,早知道如此,当年我给争该将你这半棚半天人的浑血怪物拍死。 二秃子眼里不揉沙子,冷笑连连。 没有什么当年,若非看在我小妹的份上,我现在直接拍死你了。 云金海含声道。 金海过分了,不需要这样。 都是为了离开这一狱,逃脱大劫,别说这些伤和气的话。 云沧海摇头道。 我没乱说,我只是让他们明白目前的处境。 金云海看向十号与二秃子,道,该怎么做,你们明白。 父亲,我也觉得他们不知进退,还是得鞭策一下,不然当我天神山是什么地方了。 中年男子二爷开口冷笑。 怎么才算是知进退? 十号无拒。 中年男子二爷含声道,在我天神山放肆,你便是少年至尊又如何,我抬手就可镇压你,你信否? 我不信。 十号摇头。 还真是不知死活,你不信。 金云海一冷声道,盯着十号与二秃子。 没错,我也不信。 二秃子吃道。 哼。 但金色发丝的老者金云海一声冷哼,其音像是神锤般,肖像十号与二秃子的心间,若是击中,自然要大口咳血,遭受重伤。 然而,两人没有什么反应。 闻。 他轻易,探出一只大手向着两人抓去。 二秃子轻视,净化成了一个老者,而后抬手向前拍去,轰得一声将金云海震退,让其嘴角躺屑。 什么? 众人吃惊。 天神上的强者都变色,这恶孔雀不是修为尽尸吗? 怎么会突然化形,而后拥有了如此强大的战力? 场中,只有二秃子与十号明白,他们无所畏惧,因为柳神暗中跟了下来,就在身边,有什么可担忧的? 金海,还不退下。 云沧海说道。 他此前虽然劝阻,但不知道恶孔雀可以一战,现在自然心头一震。 你恢复战力了,再来,区区两人也敢在我天神山撒野,全部镇压,逼你们修补法阵,交出护臂。 金云海喝道,这是他的心声,早就想这样做了,有一种杀机,看不起二秃子他们。 轰。 一片符纹冲起,灿烂无比,若一片星辰洒落,让虚空都晶莹了起来。 然而,二秃子化成的老者依旧是纹丝未动,只是抬起了一只手,金云海这次则被轰飞了出去,比刚才更甚,连续可写。 众人心中一凉,好强大的力量。 祖父,芸汐这时才开口,暗中传音,告知他,可能有一位神道高手来了,让他不要引发冲突。 芸沧海当时就倒吸了一口冷气,会有神级高手降临。 这让他心头发毛,怎么一点感应都没有,过于可怕。 同时,他看了一眼孙女,暗自叹了一声,这丫头有心结,故意不告诉他疏祖,让那半棚半天人的金云海吃了个亏。 芸汐的确不喜这位疏祖,因为正是他同意,要将他嫁入金翅大鹏族,一再表示需要这样的联姻,称两族会更紧密与强大。 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二伯,在山上被尊为二爷的中年人也会如此,站在金云海一边。 芸沧海听到自己孙女的禀告后,沉默了好长时间,这事复杂了,虽然他压根就没有准备拿二秃子怎样,只是芸金海在闹,但现在却觉得有点棘手了。 父亲 中年人二爷开口 你下去 芸沧海说道,有点不喜他了,竟与芸金海站在一块,一而再的出言。 大兄,你这是何意,我天神山又不弱于人,还需这般委曲求全吗? 直接镇压,逼他们做就是了。 金云海孙寒帝说道,在天神山上,被外人击伤,让他杀鸡引陷。 天下将乱,我们只是想逃出去,现在自己内斗作甚。 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妹,他一直没有忘记这只孔雀。 芸沧海一叹,他不对付二秃子,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妹妹孟兰。 走吧,先去看一看那座法阵。 芸沧海说道。 天神山的人皆点头,现在大劫将至,其他都是次要的,唯有早点离开,这才是根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当个过久。 金云海见状,一声重重的冷哼,拂袖而去。 这是在后山,一片十分隐秘的石林中,有一座法阵,岁月久远,古阵都快被磨灭了。 二秃子看着,默默思量了很长时间,与早年所得到的残缺阵图对比,不断点头,道,此阵果然有损,不过我所得阵图记载的部分,正好可以弥补。 众人文言皆大喜,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不过,要修补这样的法阵,需要的材料绝对是世间最顶级的,皆为神料,因为这是要跨界,一般的东西根本不行。 二秃子直接写下十几种材料,交给了云沧海,让他当场倒吸冷气,这种消耗太可怕了。 有些材料,便是我天神山的宝库中也没有啊。 要知道,那宝库也不知道积累多少年了,可还是缺失一些神料,世间难寻,让他们一阵头大。 没有办法,要去借。 联合其他神山,共同取出神料,不然没有机会。 云沧海很果断的做出决定。 材料,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赶紧收集吧。 不过想让我修复,还是刚才那个说法,你们欠我一段情,所以你足这女娃我要带走,许给这个小子。 二秃子又开始嘚瑟了。 我也还是那句话,只要芸汐喜欢,我便同意。 云沧海笑呵呵。 爷爷。 芸汐当场就闹了个脸红,看着一群书百都在期待,盯着她,她一阵羞愤,同时还想将十号暴打一顿。 好,这件事不说了,最后留给你自己去决定,谁也不会干涉。 云沧海笑着说道。 火灵儿眸自中出现神侠,看着芸汐,道,没关系,到时候我帮你解决这眉毛怪鸟的威胁。 芸汐眼中出现异色,回过头来看她,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这个时候,十号早已神游太虚外,根本就没有在一场中众人,而是盯着那团别人无法看到的朦胧身影,被一蹴又一蹴火光中的神明膜拜,由若三千世界浮现,共败当中那道修长的身影。 柳神出现了,可是除雀十号外,没有人见到,更是不知。 原来如此,竟是这般,是他留下了这道门户,想必他也还活着,说不定也下界了。 柳神自语。 其话语唯有十号听道,令他心头震战。 柳神轻语,道,嗯,这次的大劫有意思了,将语与众不同,有些人自以为主导一切,我想却可能要陨落了,一场特别的大劫呀。 第437章 彭族驾临 一场特别的大劫。 十号觉得几倍生出一股寒意,柳神发现了什么,居然这样自语。 法阵十分隐蔽,容纳在其实山水中,像是自然天成的法阵,若非先入为主,知晓这是一处太古法阵,就是仔细寻找也难以察觉。 做看风云起。 柳神自语,一步踏出,从原地消失。 十号回过神来,向左又看了又看,强者如林,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柳神,听到其自言自语。 石灵很大,巨石很多,有的如竹笋树立,有的若握牛横沉,其异形状。 天人族上下接振奋,正在商讨如何搜集神料,重铸法阵,这注定将是一个不小的工程,但却需要几足合力。 神料所需甚多,仅凭天人族的宝库竟无法满足,需要联合其他神山,集合各族底蕴,毕竟这是要跨界的古老法阵,所好难以想象。 很艰难,但总算看到了希望。 若是天人族与各大神山联手,我们这些族群不够看哪,到时候允许我等的族人来此吗? 火压担忧。 九头狮子等野猝眉,预感这里将成为风云地,到时候想踏上法阵,传送向另一个神秘的世界,恐怕没那么容易。 要知道,任何法阵都是有使用寿命的,尤其是跨界,耗损尤其严重,而想通过的人很多,名额肯定不够分。 到时各族允许,若无尊者坐镇的族群来这里根本不够看。 算了,我们退出。 九头狮子很果断,权衡利弊,这样说道,也许这是最好的选择。 也对,反正我族没有尊者,便是大劫降临,也不会斩杀我等。 五色鸾鸟点头,预感天神山将有大风波。 活着最重要,既然大劫不会波及尊者以下的生灵,便没有必要逃走。 虽说踏入另一神秘世界,让人渴望。 可能是人生最大的机缘,但是也要命享受才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容乐观。 十号听到他们的话也是一阵醋眉,问过柳神,颜称不走,那他还有必要走吗? 父母还未找到,祖父大魔神亦没有见到。 最纠结的是火灵儿,他父皇和其强大,自然在大劫针对的名单中,而后他又看向十号。 十号说道,等吧,还有时间,不要轻易决断,这或许是一场特殊的大劫,多半会降下什么预兆。 二秃子在远处嘚瑟,儼然成为了核心人物,众星捧月,他化成人身后脉象相当不错,可以看出年轻时的鹦鹉样子。 十号他们在这里住了下来,静等一个结果,看一看各族能否凑齐材料。 山月宏大,十号他们被领进一片便宇区,这里雾矮轻绕,家墓葱龙,全铺点缀,景色相当优美。 这宫却怎么给人很不一般的感觉? 火压惊异,因为那是普通的砖瓦,可是却让人觉得肃穆而神圣。 神灵亲手铸造,自然不是繁品。 一位仆人说道,眉宇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像是傲气又像是在陶醉。 还不是给人住。 十号吃道,不以为意。 宫阙群浩大,在半空中有灵琴飞舞,伴着落花,站在山巅,急目远眺,雾海流动,红日下沉,宛若站在神界中。 这些人是谁,怎么被安排在这里? 仆人在低声议论。 并非其他神山的修士,只是普通的人。 我记得上次真吼族的贵客曾在此住过,那可是泽孤夜时的备选之一,这些人算什么? 锦衣日后,麻烦便上门。 而且,这是一场不小的麻烦,金翅大鹏一脉的人到了,来了一群,为首的是一位金发老者,瞳孔跟小太阳似的,开河间金色光束迸射。 最为可怕的是,他有一种强大的气场,举手投足,犹若一尊上古神明,金光澎湃,锐霞腾腾,缭绕身体上。 我听闻有人住进了天人阁,好大的面子,让我等看一看是何方神圣。 老者身判一个年轻人开口。 十号等人出来,见到了这些人后吃了一惊,都是鹏族强者。 平日间,上哪里去见金翅大鹏,这些人半血金鹏占多数,但也有几头唇血的金翅大鹏,浑身金色光彩如火焰在燃烧。 我当是什么人,原来是你们,真是好大的面子,可以入住在此。 一个少年冷言冷语。 他年岁不大,能有十六岁的样子,金发如铺,眼神很不友善,十号等在火国皇都曾见到过他,名为金云霄。 而他的兄长则号称太古神山最强的两大奇才之一。 曾走出过荒域,魔力挤身,绝对的强大与可怕。 有事吗? 十号问道。 金云霄痴笑道,没事,只是过来看一看。 你可知这是天人族的神殿,一般情况下根本不给外人住。 你们倒好,颇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架势,让你们住你们就赶住啊。 这显然是挑事,他曾在火国皇都吃瘪,被十号喝斥,而金长辈都在这里,他无所顾忌。 当然,火族的公主你当得起这种礼敬。 无论在那里,便是进我彭族神山,你也能享有这般待遇。 金云霄又这般说道。 面对国色天香的火灵儿,他难得的收起了巨傲,露出笑容,还邀请他去做客,只是针对十号等人。 火鸭看向前去,道,此地主人安排我们住在这里,关你什么事,没事吃饱了撑的乱操心。 哎哟,一只小火鸭,见到我彭族不上前行礼,还这般嘚瑟,胆子倒是不小。 金云霄倒也不怒,取笑火鸭。 他的祖上围金乌,不比你们彭族弱。 你自以为血统高贵,其实算什么。 十号出头,对他冷笑。 他不是第一次从太古神山的生灵打交道,根本不怕,反倒是担心火鸭,万一惹了金翅大鹏一族可能有大祸,故此站出,挡在前面。 你这人胆子倒不小,若是在外界也就罢了,还敢跑到天神山,不知死字怎么写。 金云霄冷笑连连。 在他的身后,一群彭族强者或冷漠,或嘴角带着野鱼,一副轻慢的姿态。 他们有这种本钱,自身足够强大,传承久远,可以俯视荒域。 小时虽然强,但是毕竟还没有成长起来,他们自认为可以俯视。 我不是好好的吗,天人族将我当成贵客,而且可能要联姻哦。 十号笑道,最后一句话联姻二字着实触到了金鹏一族的新窝子,他们再难保持平静。 一派胡言,芸汐岂会嫁给你,区区人族,纵然你天赋不错,但你成长得起来吗? 也许会早腰。 一头稍微粘长的金鹏喝道,带着杀气,这显然是要撕破脸皮。 你一个金鹏族的鸟人,还想当天人族的家吗,你行吗? 十号看着他,没什么好话语可说。 大胆! 这头金鹏大怒。 哎呦呵,还想在天神山撒野,你想在这里对我出手吗? 无视这里的规矩。 十号沈笑。 一声冷哼传来,一众金鹏分开,走过来一名老者,正是金云海,为半鹏半天人,乃是一代强势尊者。 我认可他们说的话,我是此地的主人。 他冷声说道,脸色阴沉。 十号看着他,点了点头,终于明白金鹏族为何来得这么快,这肯定是金云海传书,迅速请过来的。 不用去深想,光看容貌就可知,金云海的一半鹏血很纯粹,不然满头发丝也不会成淡金色,他十分偏向金鹏一脉。 我记得,天神山的族长是云沧海,而不是你吧? 十号很平静的问道。 那又如何,有些决定我还是能做的。 金云海眸自中寒光闪过,杀意很浓。 既然不是族长,那你就赶紧收回你刚才的话语,因为那是云沧海前辈自己说的,你想否定他吗? 十号无据。 在大势大飞面前,我有权驳斥大凶,我觉得他太过优有寡断,在处置你的问题时不够干脆,现在要重新决断。 金云海向前迈步,直逼而来。 这事要动手,显然不计后果。 你这是要夺权,谋窜天神山的族主大卫吗? 十号喝道,看向他身后的那群金鹏,而后又扫视远方。 轰的一声,一股滔天威压洒落,有金色的羽毛,也有盈盈的花朵,那是符纹所化,如怒涛一般向着十号压去。 这是尊者之威,要将他化成肉泥,直接震杀。 你敢! 二秃子大喝,他此时已为人参,别有一股神武气概,毕竟当年号称孔雀大尊者,雄霸一方,无惧神山。 他大步向前而行,一斗袍袖,将那金云海的攻击化解,让这里恢复宁静。 没什么可说的,兄长你也出手吧,将这只孔雀擒住,搜齐十海,得到那张残缺的阵土。 金云海看向彭族的那位老者,这般说道。 而后,他又点指十号,道,小子,我也不想多说废话,速速将那护臂交出来,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十号被极乐了,这还真是霸道,要在这里对他们斩尽杀绝吗? 不怕风波剧烈。 这是你说的,今日我便看一看你们有何手段,能耐我何? 十号冷喝道。 你们鹏族厉害呀,这是要颠覆天神山吗,我也在这里看着。 二秃子也含声道。 第四百三十八章针对金亿大鹏。 我天神山的事用不着你等多雨,还是顾好你们自己吧。 云青海向前逼来,脸上带着一缕轻蔑的冷笑。 哎呦喂,我记得昨天,我将一个王八蛋拍的大口可血。 今天他还敢叫板。 恐求己说道,孔雀大尊者威势尽险。 黄金光腾起,羽毛如雪,漫天飞舞,洒落金芒,十分璀璨。 云青海杀气滔天,但是脸上并没有愤怒,有的只是一股寒意。 他什么也没有说,张嘴吐出一杆青色小旗,迎风一展,迅速放大,出现在他的手中,烈烈作响,青色霞光澎湃,震动苍天。 无论是谁,即便是尊者也心中发凉,不禁倒退,现场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种压力,全都晋升,不再言语。 这是什么武器? 旗杆冰冷,若青色金属铸成,大旗古朴,旗面上有袖有一些星辰,沾染着黑色的污血。 这兵器有点诡异,波动太强烈了,严重威胁到了每一个人,便使尊者也是心中发毛,此其微能扩散,十分耸人。 众人意识到,这不是圣器,就是神灵法器,绝对强大的一塌糊涂,斩灭尊者不成问题。 云青海早先失利,今日为报复而来,手持这样一杆兵器,要阵杀恶孔雀,将他擒下。 恐求己,当年你也是一个人物,现在怎么不知进退了呢,你不是一向不吃亏吗,今日我拍翻你。 云青海话语冰冷。 吃了。 他双手握着青筋旗杆,猛力轮动,仅一瞬间而已,这天地无光,日月失色,乾坤摇颤,剧烈轰鸣。 那齐面招展,哗啦啦作响,宛若一挂银河垂落,带动着苍茫与辉弘的气息,镇压十方。 众人悚然,这等力量如何抵挡? 便是尊者上前去硬汉,多半也得肉身裂开,难以抵挡。 坏了,二前辈要完蛋了。 火压颤声道。 叫孔前辈,我不姓二。 二秃子孔求己这般说道,相当的淡定,面对那轮动起来的大旗,根本毫不在意。 因为,他在石村住了那么长时间,见过柳神,深知他的超然,绝对凌驾所有人之上,对于那个无法猜测的等阶,他以禁忌二字来称呼。 禁忌存在来了,就在身边,孔求己自然镇定,从容不迫,就像是在看别人战斗般,盯着对方挥动大旗。 金鹏一族全都倒退,就是那个为首的老者也不例外,面色严肃,避开大旗所好荡出的波动,不敢去硬汗。 然而,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老帅哥孔求己站在场中,背负双手,一脸的傲然,一派绝代高手的风范,不受影响。 二秃子在装绝代高手,配合上他不凡的脉象,颇有一股无敌的风采,任大旗摇动,他纹丝不动。 轰。 旗面扬起,成片的青色剑芒飞出,扫向孔求己,这足以能斩伤尊者,犀利破人,长空都在激荡。 二秃子邪逆,抬手从花丛中摘下一束花蕾,包下花瓣,蔫花一笑,那种风情,不像蔫花神佛,很是猥琐。 气得云金海咆哮,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因为剑芒接散,不能临近二秃子。 无奈孔雀大明王转世,万法不侵,人间刀兵难伤身,尔等还不退下,这般皆是小道尔。 二秃子装神棍。 去死。 云金海不信邪,大旗横空,发出万丈光芒,邪青色闪电,若雷神将势,打向前方。 可惜,依旧无功,二秃子仰手,将花瓣散开,蒸蒸作响,全部撞在大旗上,将雷霆破灭,全部震散。 这一刻,众人倒吸冷气,云金海那金色的瞳孔收缩,他不断倒退,忍住了那种躁动,收敛了杀机。 你超越了尊者,他心神不宁,当时有几人能做出突破,有这等成就。 嗯,还差一点。 二秃子很谦虚的说道。 听到这句话,云金海长出一口气,眼中胸光在线,很想继续出手,斩掉这头可恨的孔雀。 金海助手。 宫雀群外,一群人踏着草木与花草而来,大袖飘飘,衣卫斩动,宛若神仙中人。 不得不说,天人族都很俊美,有一种出臣的气质,尤其是这帮高手,踏花叶而行,若先到众人临世。 天神山的族长到了,显然这一战不可能继续了,被阻止了下来。 金兄你来了。 云沧海向那只老金鹏抱拳,这是金翅大鹏一脉的族长金乱天,实力恐怖,深不可测。 金乱天抱拳回礼,平和的笑了笑,道,天神山有太古神圣留下的法阵,我等张光来了。 说到这里,他一挥手,有人从空间法器中向外道神料,顿时五光十色,瑞霞耀眼,那是一堆的神料。 云沧海眯起了眼睛,露出喜色,道,金兄太客气了,谁沾谁的光可说不好啊。 所缺的十几种神料,金翅大鹏一族便带来了五种,这绝对是一种大手笔,看着那太快赤圣的杨石,以及赤红如火的龙血土,还有另外三种神料,所有人都眼神热切。 不愧是金翅大鹏一脉,强横的惊人,能从宝库中一下子就取出这么多神料,令人叹服。 隐约间,十号仿佛听到了发丝中有咽口水的声音,他摸了摸小塔,心中自语,一定是错觉。 一方客气,云沧海沉下脸,呵斥足地,道,金海你太过分了,为何屡次挑逝。 大兄,你不觉得我们太软弱了吗,来到我天神山还有的他们吗,全部拿下又何妨,云金海阴沉着脸说道。 够了,休得再说,就不怕寒了人心吗,我们只想重铸法阵,快些离开荒域,没有其他念头。 云沧海说道。 不错,还是早点离开好,我想去上界看一看,是否也有金鹏族,寻到十祖传承。 据传,漫长岁月前,我族可是有些前辈,靠自己的力量登临上界呀。 金乱天说道。 上界,肯定也有我天人族的道统,我一想去求道,投进祖门内。 云沧海叹道,十分向往。 旁边,十号厅的心中震动,上界的势力格局怎样? 很难了解。 都有哪些道统与生灵,多半与这里不一样。 呵呵,上界应该有我们的祖门,就是怕不好寻找。 真正跨界而去后,不若你我两族联手应对如何? 金乱天说道。 不错,初入上界,在未寻道祖门前,一定很危险,应该联手。 云沧海点头。 你看,我这孙儿如何? 金乱天将该族奇才金云腾拉了过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英俊而气质出众的年轻人, 并且实力惊人,傲视各大神山年轻一代。 年轻俊杰,他日有望成神。 云沧海认真说道,还算客观。 让他与云熙结为道理如何? 金乱天笑咪咪的说道。 气氛有点微妙,二秃子难得的没有嘚瑟,并未捣乱,只是斜着眼睛看十号,小声道,真男人不能忍。 金翅大鹏一族皆是满头金发,吾布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尤其是金云腾更是长相出众,面若关玉,英姿伟岸。 而云熙美丽无瑕,阿罗动人,若仙境中走出来的仙子,紫衣飘舞,灵动出尘,两人若是站在一起,真的宛若一对碧人。 十号一步迈出,脚下腾起金色符纹,展现出了彭族的最高傲义,这是挑衅,也是一种自负,竟用该族之法横移。 他瞬间到了云熙进前,拉起他洁白如玉的仙手,看着彭族众人,道,这是我媳妇。 云熙若宁之般雪白的翘脸顿时羞红,使劲甩手,这也太突然了,让他吃不消。 金鹏族皆发呆,而后震怒,这是在挑衅吗,太嚣张了,这边刚要联姻,他那边就喊是他媳妇了。 便是天人族也愕然,许多人正正的看着,这小子真是什么都敢说。 小友说笑了。 金鹏族一位长老皮笑肉不得开口。 放手。 云熙小声道,霞飞双甲,他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牵手。 没说笑。 十号冲着那位长老说道,而后又小声对云熙道,别闹,小心动态气。 阿扑,金翅大鹏族天纵奇才,金云腾,转身就走,此前很淡然,但现在却差点吐出一口血。 他在火族黄兜时,就有所怀疑,那时云熙抱着十号手臂,拒绝了他。 那时,他还能保持从容与镇定,但现在却将怒火刻在了脸上。 哼。 金鹏族一群人都甩袖子,转身就走,离开这片宫殿群。 天人族也都斜着眼睛看十号,而后又怪异的看向云熙,他们可是天人,号称最完美的种族,便是喜欢一位人族,也不能这么快与草率吧。 云熙刚才快气晕过去了,此时拍胸口,恢复过来,自然羞愤无比,斥则他,甩开了他的手。 别激动,你先静心。 十号放手走了,来到二秃子进前,道,宁明是我们拥有绝对战力,并且战力,凭啥任那金鹏族药物扬威。 二秃子点头,道,说得不错,我决定了,将金翅大鹏一脉除名,不允许他们踏入法阵内,老实的窝在荒狱吧。 这样也不太好,凡是刘虞帝,做人要讲究,当留下一线生机。 十号道,他笑了笑,给了一个建议,道,告诉其他神山,名额有限,谁想多带一个人进法阵,便去挑战彭族,战败一个加一个名额。 彭族负责守阵。 嗯,失败者没有机会踏入法阵。 小贼,你这是想寻死吗? 云金海寒声道,他有一半的彭族血统,自然震慕。 不服,也让你去守累。 十号扫了他一眼,道,这法阵修复与否,由我们决定,让什么人跨界而去,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天人族众人一阵,这小子该不会真要这么做吧,这也太狠了。 第四百三十九章 江乱 一个修长的身影在漫步,行走于这太古神山上,眺望九重天,超然中亦有一种离世的孤独,正是柳神。 这山,这水,这天地,终是要幻灭。 他,他,轻声自语。 对于天人,金鹏几大强族的纷争,他,他,并不理会,只是在天神山上行走,因为他,他,看到了一个人的足迹。 那曾经是一位屹立在神道巅峰上的天骄,至高无上,号称禁忌,都以为他伤势了,然而却在这天神山有其脚步残忌。 那是板块石,上面的足迹只有模糊的一半,然而却能让柳神清晰感应道,这是当年那个人重石伤所流吗? 这是一种感觉,一种敏锐的直觉,透过那脚步印记,柳神的眼中出现丝丝缕缕的银芒,伴着混沌,而后看到了一幅又一幅场景。 太古法阵是你所流,借此声门逃过一死,还是说你依旧在这一界? 嘿,柳神眸波流转,像是望穿了荒域,他,他,在寻觅,想再见到那个人。 你所说可是真的。 远处的宫阙群传来红亮的声音,真吼族的强者到了,再问十号,这群人气息恐怖,实力惊天。 这是一个少年,体表有一层光亮,像是黄童著成,他很年少,不足二十岁,但已经封王,位列镇镜的强者。 这一族绝对的强势,与金翅大鹏一般,号称天阶太古凶兽,身为天阶凶兽的后代,纯血的子嗣还有,自然可以威慑荒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金字塔最顶端的存在,于荒域中所向披靡,没有人愿意招惹。 对,打败一头金鹏,增加一个跨界的名额。 十号笑道。 吼天邪逆他,道,与其如此,我族逼迫你行不行,直接镇压你与那头秃鸟,想要多少名额不行。 你看我是好欺负的人吗,连金鹏大鹏都想抓过来下酒,还会在乎你。 十号很不客气,道,之所以借你们之手,没有立刻跟他们翻脸,只是给他们添堵。 你也推,缺得了。 吼天翻白眼,虽然这样说,但是怎么觉得这毛头小子这么可亲呢,其实他也看不惯金鹏族。 随后,青鸾一族的人来了,跟天神山关系也很近,不然当年也不会联手去北海,共探昆鹏巢。 这些人对十号没有什么好脸色,若非觉察到了什么,估计早就动手了,当中有些人很想震杀这个人族少年。 陆陆续续,共来了六七个纯血种族,当年都归于神魔之列,都出过天神级强者。 呆,金云霄那小子你过来,让我看一看这两年有没有长进。 吼天鹤道,引发众人恶然。 不曾想到他真想动手,要挑战金鹏族的修饰。 胡闹。 吼族一位老者喝道,他十分强大,并未化成人参,通体乌光闪耀,黑色皮毛光亮,气息恐怖。 在他说话时,体表浮现各种符号,若一层光环,将他衬托得如同一尊兽神。 远处,十号流口水,这可是少见的一头纯血黑吼,若是弄来一块皮,或者一块原始浮骨,那可真是发了。 臭小子,你敢对我流口水? 吼族老者气得瞪圆了眼睛。 没,前辈你看错了,我绝对没有,只是觉得你这样管教子孙不好,为什么不让他去? 十号打死也不能承认啊。 其他几族的强者也瞪他,因为早就发现这小小子眼神不对头,竟敢对他们这些老族主流口水,推无耻加胆大了。 不久后,彭笑震天,金色羽毛凋零,彭族的少年强者金云霄在后山被人击败,丢掉半条命,被抬了回来。 吼天,你个小兔崽子,真敢出手,该族的老者呵斥他。 吼兄真豪杰也,到时候你随便拉上一个人,多给你一个名额。 十号开口。 好。 吼天先在族长那里挨训,领罚,然后又在十号这里得到承诺。 接下来,几大强族中又有一些刺头跳出来,将金彭族的人打成重伤,显然敢跳出来的都有把握,都是极强的人物。 仅这一日下来,彭族一脉便脸色铁青,受伤的人哪怕不算很多,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难堪。 这小子太嚣张了,岂我矜持大彭一脉不敢震杀他吗? 一个老者阴沉着脸。 至于十号却快遗忘了这件事,他也只是看彭族不顺眼,故意来那么一下而已, 现在他投入到了法阵大业中。 金彭、真吼、青鸾等族,他们的收藏和其丰富,带来的神料盈盈发光,堆积成小山,实在诱人。 在十号的耳畔,一个诱惑的声音不时响起,告诉他,上前去帮忙,而后盗取一部分。 不行。 最终,十号清醒了,不受诱惑,言辞拒绝小塔。 换我出手的机会,神料摆在眼前,你想错过吗? 古塔寻寻善诱。 最终,柳神来了,看了一眼小塔,没有说什么,倒是让他善善的,觉得蛊惑一个少年不对,有些不好意思了。 天神山有些不对,尽快离开吧。 柳神告诫十号与二秃子。 这让人心头一震,柳神和其强大,其话语值得警醒,两人都点头,表示知道了。 材料还差了三种,你们尽快收集。 二秃子说道。 吼。 就在这一刻,后山传来吼声,有金翅大鹏冲销,后方跟着一头酸泥,电闪雷鸣,大战的异常激烈。 来了散修,偶尔听闻鹏族手泪,只要打败他们当中的一人,就可以踏上法阵,跨界而去,故此发生了冲突。 十号发呆,原以为不会有人撕破脸皮,顶多是小背脚闹,不曾想来了一个超级狠人。 这头酸泥并非纯血的,但是却生生晋升到了尊者镜,实力恐怖,压着一头金鹏打,羽毛纷飞,金光灿烂。 最终的结果是,酸泥胜了,通体电芒劈趴,当然自身也差点被废,遭创严重。 当我鹏族好欺负吗?一个老者阴沉着脸,杀气弥漫。 败下来的金鹏除雀少年金云霄外,其他都是半血生灵,该族核心成员无人敢挑战,毕竟是天阶种族。 不过,这种状态最后改变了,几大强族的族长出面,告诫了一些后辈,不得乱来。 而石浩也没有计较,因为他顾不上了,柳神再次催促,不要在这里耽搁过久,甚至小塔也这样说了。 赶紧将护币给他们,这法阵有古怪,小心惹上天大的因果。 这是小塔的告诫。 并且,他难得的一次为石浩演化符文,让这里通透可见,一些奥秘显现了出来。 自从二秃子用神料弥补法阵后,这里腾起一股莫名气息,而不远处有一块石头上的足迹,越发真实。 这是在呼唤一位禁忌存在,法阵如果修不好,说不好会发生什么? 小塔凝重的说道。 是什么人? 石浩问道。 小塔摇头,示意他问柳神,因为他自身残缺,丢掉了几层塔身,就意有缺。 柳神,这里会有危险吗? 石浩问道,如果是这样,修这法阵有意义吗? 不会让芸汐他们的种族葬送掉吧? 天人族不会有事,也许他们真能离开,因为这法阵的主人与该族有莫大关联,其他族就不好说了。 柳神直接言明。 在法阵周围,一缕又一缕白色雾矮腾起,十分的神秘,除却柳神,小塔外,外人根本就看不到。 石浩借助小塔的神通,这才能一观,他历时体会到了一种神秘气息,并且看到远处那个脚印,仿佛随时会有一个人踏破苍穹,降临下来。 石浩一阵惊悚,觉得与一些纯血生灵的不目,真的算不上什么,在这等神秘大事件面前,完全可以忽略。 这是怎么了,荒域到底有什么,值得一些禁忌降临,让一些大人物布局,这一界有何东西吸引了他们? 他有一种感觉,荒域马上就要乱了,也许正如柳神所说那般,将与以往不同,或许会颠覆过去的一切。 走吧,斩断这里的一切,不要惹上什么因果。 小塔开口道,他有那样的手段,可以磨灭一切。 这与石浩的预想完全不同,他还想大干一场呢,谁能想到,竟得到了这样的告诫,被告知此地不能久留。 他甚至想,跟二秃子一起合作在这里收过路费,谁想踏进法阵仙交买路钱。 那个场景让他口水哗哗地,结果现在却发现,根本行不通,必须要走人。 嗡。 突然,一种莫名的悸动透过小塔传来,让石浩跟着一阵,不知道为何,毛骨发寒。 发生了什么? 他失声问道。 大劫要开始了。 小塔轻语。 为什么他们感觉不到,我能提前预知? 石浩心头一阵的同时还很不解。 因为我借助在你身上,透过我的契机,你也感应到了。 小塔平静地说道。 石浩明白,他不像表面这般镇定,似乎也在戒备,感受到了一种很大的压力,这大捷径也让他紧张。 你也在担心。 石浩问道。 嗡的一声,石浩眼睛生疼,看到苍穹上有一道光滑过,比只闪电还刺目,比太阳还耀眼,极其的绚烂。 那是什么? 他有些紧张,神色严肃。 上界有大能在试探,那是空间裂缝,凡人感应不到,你沾了我的光。 小塔无比速目。 第四百四十章 巨大收获 天有多高,地有多远,少年在幼时常在幻想有朝一日可以纵横山河间,现在他做到了,可是却发觉这世界之广阔,苍穹之大,超乎他的想象,他还要仰望这乾坤。 这天地之上还有上界,那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是神灵居住的地方吗? 石浩问小塔,得到的只是沉默。 他又问柳神,看到的也只是摇头,为什么会如此,他分明感受到,对方似有一种不忍。 荒语怎么了,提到上界,为什么引起小塔,柳神这般回应。 嘿,小塔,那空间裂缝闪了几下,光束很刺眼,你不觉得那里会掉下来神界中的材料吗? 要不要去震死他? 石浩没心没肺的说道。 小塔不理他,挂在发丝上,一闪一闪的,感应天穷上的气息。 柳神,你到底是姐姐,还是该称呼你为大叔? 石浩贫嘴,看着前方那团朦胧的身影,没有办法,看不真切,对话也只是用神念进行,不能从声音辨别。 柳神没有回答,只是告诉他留下那护币,立刻离开,不能耽搁太长时间了,同时又传阴恐求疾,亦让他做准备。 这么离开真不甘啊,尚赶着来送神灵法器,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帮天阶生灵未免太不厚荡了。 十号孤农,熊孩子心性在险。 当然,最纠结的是二秃子,原本还想修补毫法阵,嘚瑟一会儿呢,顺便要去看孟兰,结果却被告知要离开了。 孟兰你什么时候出关? 恐求疾走来走去,无比纠结,原本光秃秃,都难以画出人参了,不想与当年红颜相见。 可经过柳神帮助,他恢复昔日容貌,又想去重逢了,多年的分别,重新站在天神山上,他心中滋味难鸣。 咻! 像是心有感应,后山那里一道灵光冲销,带着阴晕雾矮,迅速蔓延开来,而后一声轻吟,若凤明九天。 咦,孟兰出关了。 云沧海惊讶。 与此同时,其他几大族的老辈人物也都露出异色,这个女子当年风采极佳,也曾让一代人追逐。 便是金鹏族的族主金乱天这等强势人物也注目,看着后山,金色瞳孔中有战战神光流转,像是恢复了一些朝气。 后族的一位老者更是化成人参,不再显化本体,看到别人望来,一点也不脸红,黑黑的笑了笑。 爷爷,我怎么感觉你年轻了? 吼天打趣。 臭小子一边待着去,我只是想看一看故人而已,回去别瞎说哦。 老吼威胁道。 放心,到时候给我一葫芦神酒喝,我见到祖母时肯定什么都忘了。 吼天笑嘻嘻。 小兔崽子。 吼族之主吼望瞪他。 错了,是小吼崽子。 吼天纠正。 一道红光扑展而来,一个女子衣裙展开,随风而动,踏着红桥来到了进前,正正的看着孔秋吉。 去吧。 柳神开口。 恐求几一阵,使柳神相助他,开启后扇风印的鼓动,导致孟兰出关。 他隐约间猜到了这种可能。 你,来看我了。 这女子清语,脸上滑落下两行泪水。 她很漂亮,看起来三十几岁的样子,云并高婉,端庄而美丽,今日相见,她震惊而欺伤还有一种喜悦。 是,我回来了。 恐求几声音低沉。 我最近不得别人落泪,重逢不应该喜悦吗,哭什么? 十号小声道。 小屁还懂什么,一边待着去。 难得的一次,二秃子很霸气,一巴掌盖在十号的头上,大步向前走去,拉住云梦兰的手。 我等了你好多年,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来找我。 云梦兰哭泣,泪水滚落,模糊了双眼。 当年的孔雀大尊者,搅动起无边风云,今日年老而归,修为尽尸,再次相见,陪同眼前女子一起走向远处。 金乱天神色复杂,摇了摇头。 吼族的老族长吼望,一声叹息,挠了挠头,道,我们都被无视了,到头来,这恶恐却还是这么的讨人厌呢。 听到小塔四也有一声叹息,十号孤农,表示不解。 小塔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只是说了一段话。 如是有一天,星空炸裂,乾坤倾覆,只剩下你一个人,虽无敌世间,但到头来却只能回忆,看红颜白发如雪,魂归黄土,看有人倒在岁月中,沉睡墓地, 到了那个时候,你便会有相应的心境了。 说什么呢? 十号挠头。 你若是足够惊艳,也许会有那样一天,举世茫茫,再难见一顾人,只有无情大道相伴。 小塔平静无比,接着道,若是你归于平庸,自然不会有资格品味那种寂寞。 乱语。 十号赤道,并且那手指弹了小塔一下,可谓胆子不小。 漫长岁月后,也许会有那样一个人,独自站在岁月长河上,回首万古,独扮神道。 柳神说道。 啊,柳神你别吓我。 十号惊了一跳。 又没说你,你急什么。 小塔痴笑道。 如果有那样一个绝艳的人,除了我还能是谁? 熊孩子的自信与自恋从来是不分开的,自幼开始,一向如此。 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十号紧张兮兮地问道。 有。 柳神轻语,看向天穷,道,上苍之上还有戒。 什么呀? 十号追问,但是无论是柳神还是小塔都不理他,显然他差得太远,跟他说了也无用,理解不了。 两位都闭嘴后,尤其是柳神又不见了,十号等二秃子归来,闲急无聊,迈步走向那些老族长那里。 他一脸笑容,笑得没心没肺,一副憨厚的样子,对云沧海刻刻气气,表示要将神灵法器还给他们。 云沧海不敢大意,已经从孙女那里了解到,这家伙后面有一个至高的存在,也许可怕的无法想象。 最起码,天神山上有各种神明法阵,但是现在却不能逼那位存在现身,这实在有点吓人。 十号很谦虚,先是表达了一番歉意,而后提出现在就将法器送给天人族,只是后来又几次张嘴,都没说话,似有难言之隐。 小友怎么了,有什么困难吗,你尽管说。 云沧海很大气的说道,对方肯主动给,求之不得,毕竟身后有一尊大神啊,就怕他总是不松口。 哎,我们村子的法阵都腐朽了,想修补上,没有材料吗? 十号说道。 这好办,一会儿我开启宝库,让人送来一些,供你选择。 云沧海挥了挥手,毫不在意。 一般的材料不行啊,我们村子都是禁忌法阵,给神料来修补。 十号很沮丧的说道。 云沧海直接就是一个猎且,差点摔倒在地上,这家伙可真是狮子大开口,神料便是他们的宝库中也没有多少啊,不然何以要联合其他神山。 这个,神料要用来修补太古传颂阵,恐怕不足,难以送出啊。 云沧海斟酌后说道,他怕这是十号身后那位神灵的意思。 没关系,每样来一些就够了,我们村子不大。 十号的脸皮包下来绝对能做成古面,十分结实。 云沧海一阵迟疑,万一是那位大神的意思,还真没有办法得罪,他去找另外几族人商量。 事实上,即便是修补法阵后,这里的神料也会剩下不少,只是这种东西价值连城,谁会舍得向外送啊。 果然,云沧海刚一开口,这些人就直接摇头,尤其是金鹏族,更是冷笑连连,就差要过来找十号算账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云沧海不得不露底,告诉他们,对面可能有蛰伏有一尊神,而且是那种皆为吓人的神。 这些天阶强足道吸冷气,有点不敢相信,又有些不满,这消息来得有些迟,早知如此,金鹏族绝不敢挑衅。 云沧海更是面色难看,他拥有半鹏半天人的血统,一向自负,败给二秃子一直觉得古怪,现在细想后一阵发毛。 十号眼睛转动,盯着那群人,他历时猜到了,嘴角差点落下口水,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神秘兮兮的说道,诸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是有位大人想借点神料。 众人闻言,心中悚然,暗道果然如此,不禁神色震动,面面相去后,都相继点头,最终同意了。 这一刻,不仅熊孩子狂擦口水,就是小塔也咕噜一声,似乎也在吞咽,在十号发丝间不能安静了。 小友,需要几种? 云苍海问道。 最起码得十几种吧。 十号指了指前方,各族带来的神料都被他点制到了,竟然是全都要借一部分。 听到这些话语,几个老头子眼前发黑,身体都有点摇动,这也太狠了,心都在滴血。 呃,最好再借一点其他材料,光有神料也不够,毕竟我们村子的法阵腐朽得太厉害了,要全面重塑。 十号很羞涩的说道。 几个老头子气闷,怎么觉得这个小子如此的不厚当啊,那羞涩的笑看起来,很贱。 在小塔狂吞口水时,十号拎着乾坤带开始装东西,下手那叫一个狠,神料差弹给捡走一半,让几个老头子都蹦了起来,愤然阻止。 便是如此,他也羞涩的笑,很不好意思的挠头,却坚决果断的取走了小半。 彭族的前辈,我家那位大人说,想祭练一柄武秦膳,可而今还差一根金翅大鹏的原始真语,不知道您能不能帮上忙。 十号再次害羞,很难为情的说道。 说实话,彭族之主金乱天有一股冲动,把这个笑容狠贱的小子拎过来,先不杀他,按在腿上,将他屁股拍成八半。 第441章离去 金乱天的瞳孔跟刀子似的,开合间金光射人,看着眼前这个小子,他忍着冲动,终是没有出手,怕惹出背后那尊神灵。 这种东西便是对彭族来说也是重宝,一头实力恐怖的金鹏一生也只能孕育一根这样的真语,不若原始浮古。 整座祖山也只有那么三四根,封在宝库中,因为不是每头金鹏老祖都能留下,并且在漫长岁月中消耗了一些。 多谢金前辈。 十号那腼腆的样子,看在金乱天的眼中实在可恶透顶,这可耻的祸害还真是欠揍啊。 金兄,算了吧,那虽是重宝,但比起跨界来说算得了什么,若是进入上界,什么神料与其真寻不到? 云沧海暗中劝解。 吼族的老头子也笑眯眯的点头,上前宽慰,不过怎么看都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令金乱天甚是不爽。 最终,金乱天沉着脸,点了点头,命人回彭族神山去取真语,当然得是重要人物,不然那等族中圣物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 前辈,走传颂阵吧,这样往返快一点,大劫将至,一切都要赶时间啊。 十号好心提醒。 哼。 金乱天重重的冷哼了一声,拂袖而去,便是知道他身后有一尊神灵,也不给他好脸色了。 随后,十号召集火灵儿,九头狮子,紫雕等人,与他们交谈,告知了事态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大劫随时会降临。 这几人都心头紧张,无心在此当个,都想立刻回到族中去送信,做好英杰的准备,一场天大的风暴将至。 你不离开荒域。 九头狮子诧异的看着十号,他与火鸭等已做决定,反正族中无尊者,便不走了。 因为,天人,金鹏,真吼等无不是天阶生灵的后代,若与他们共同跨界,没有尊者领军的话,实在太危险。 十号点头,道,对,我不想离开,我的父母还有亲人都没有找到,他们不走,我也不能走。 你,不走。 火灵儿明眸如水,看着他。 十号点头,他已做了决定。 火灵儿漠然,境况不同,火族有极强大的人物,比如说当世人皇,法力通天,在大劫中十分危险。 到底如何选择? 也许只能走这座太古法阵。 可是,若踏上这座法阵,他多半也要跟随,将就此离开荒域,进入上界。 那可能是一场大机缘,可是为何不舍? 也许是因为,有些人,有些事,注定难以忘记。 山上,一座传颂阵浮现霞光,一头金翅大棚凌空而出,降落在地,迅速化成人参,在他的手中有一个石匣,贴着封条。 多谢鹏族前辈。 十号屁颠颠颠的跑了过去,看着他殷勤而腼腆的样子,来人想将石匣盖在他的脸上。 这熊孩子,剑小子太可恶了,这是每一个鹏族成员的心声。 十号揭开封条,一串符号亮起,迅速燃烧,发黄的纸张烧成灰烬,秘咒失效。 他小心的打开石匣,心中颇为激动,这是第三根了,已经得到青鸾真语,还有朱雀真语,距离目标越来越近。 一抹亮光冲起,而后漫天都是金匣,犹若开启了一座宝藏,绚丽之极,令人不可直视,十分晃眼。 这是一根金色的鹏羽,一米长,黄灯灯,神秘符号隐于羽内,流转出惊人的波动,若隐若现间有鹏孝镇长空。 十号抽出这根真语,轻轻一化,虚空抖动,发出乌乌声,漫天黄金碎霞若星辰点点,击向四方,害人之极。 并且,伴随着一道粗大的金色神芒,犹若剑气,又似电芒,攻击力惊逝,尽显鹏足的灵力与强大。 好东西呀。 十号自语,这不弱于原始浮古,单单这样使用,也是极为乐德的兵器,就更不要说炼成上古传说中的五秦山了。 不光是他,便是金鹏自己族内,以及天人,真吼族的强者都眼红,这东西准会外转。 一般都是留在族中炼制秘宝。 十号和尚石霞,将他收了起来,非常满意,日后多半真能炼出一件震动天下的法器来。 那种宝扇一出,轻轻一挥,山脉成灰,江河蒸干,灰能无匹。 恐求己回归,不知道与云梦兰谈了什么,两人站在一起,有一种经历磨难后的甜蛋,多年后重逢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想留下来。 二秃子说出这样一句话。 十号愕然,道,你不知道情况如何的严峻吗? 当年的孔雀尊者,而今的二秃子点了点头,看了一眼云梦兰,显然是要与他在一起,生死与共。 你要知道,上界以及未来充满了未知,急凶难料。 十号提醒。 不知道何为,柳神似乎很愿成全他们,递出一枚特别的柳叶,成淡金色,并非碧绿,落在二秃子的手中。 在开启法阵前,你有一次机会,可以带着一个人,回归石村。 孔雀尊者顿时动容,而后无比感激,对着虚空行大礼,别人听不到,看不到,但是却猜到一定是那位神圣显灵了。 孟兰,我曾替这小子提过亲。 二秃子指向十号,又看向不远处的芸汐。 孟兰与芸汐低语,非常反感当年父兄的安排,导致他与孔球分开,此生险些再难相见,故此他插手进来,询问芸汐。 什么,你的灵溪最早就给他了。 云孟兰亚然。 不是的,是那小肥抢去的。 云季有些慌乱。 天人族皆经,因为成年后都明白,天人族的女子有灵溪耳坠,一般为定情信物,云季的灵溪坠在数年前就给了十号。 我明白了,这件事我替你做主。 云孟兰点头。 祖姑母,不是你想的那样。 云季解释,可是又怎能说清。 当年被那熊孩子一口要在晶莹的耳垂上,是那样丢失的,可这些事无论如何也无法开口。 更何况,当年他还不慎知晓,近年才得熙,灵溪坠事关重大。 兄长,你也听到了,数年前灵溪坠就被熙儿送人,我相信你这次不会再难为两个年轻人吧? 云孟兰看是大凶。 云沧海苦笑,他听孙女简单的说过,灵溪坠丢了,觉得并非是主动送人。 可现在云孟兰这样说了,显然还有怨气,记恨当年的事,这是有心结呀,怎能再拒绝。 嗨,他干渴。 好,就这样了,少年你既然已得到灵溪坠,日后尽可来提亲。 云孟兰很果断的说道。 啊? 十号挠了挠头,这也太干脆了,那是信物。 娶媳妇这种事情,怎么能被人架空,直接被拍板了? 至于金鹏,青鸾,真吼族的修饰更是恶然,这样便为太古神山最富盛名的神女云西定亲了。 也太草率了。 尤其是一群年轻人,皆不经哀嚎,那目光简直能杀人,全都恶狠狠的盯着十号,恨不得一起扑上去。 你们瞪我干嘛,我又不去上界,到时候指不定是谁家媳妇呢,上界的混账天才不会少吧。 十号工农 你说啥? 云沧海斜眼看这小子。 没啥,老爷子既然是一家人,再送我一堆材料吧,除却神料外,我还需要各种饱料去修补村子的法阵呢。 十号说道,早就想开了,别说是神女,就是女天神又如何,分隔在两界,有什么用? 总不能现在直接扛走吧。 或者她自愿留下,不去上界。 天晓得上界是怎样一个神秘地方,不用想也知道,有各种古老的辉煌祖门,估计以云西的才貌是最理想的对外联姻对象。 你这小子。 云沧海听到她嘀咕咕咕,一甩袍袖离去,但最终还是给她弄了一堆宝料,这引得天人族内部很多人眼热,不少人醋眉。 各位前辈谁还有神料,或者送我一根原始真语,我让孔雀尊者传授你们阵图,此后谁都可以修补此阵。 十号再抛条件。 不过,这个时候几族强者都只是磨牙,根本不理她,十几种神料她收走了小半,还想剥削,门都没有。 十号善善的,一抱拳,以江湖话告别,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你我上界相见,媳妇好好养胎呀。 去死。 最终,十号他们一行人启程,借助这里的法阵分别上路,九头狮子,火鸭等护道珍重,各反自己的足地。 以柳神的大神通,自然无需走神山法阵,直接开启一条通道,就此离去,惹得几族强者骇然失色。 忽然,虚空有居,通道不稳,这自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毕竟柳神在此,是他开辟出的通道。 轰。 一种躁动,一股彪悍的气息,似乎震裂了虚空。 霞光一闪,他们从通道走出,见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画面,一只巨大的爪子从地下探出,拍散了天上的云朵。 他粗大而古朴,像是被埋在地下无尽岁月了,那找指尖还有尼壳,不曾去掉,带着岁月的沧桑。 刚才便是他影响了通道的稳定,而此时距离石村还有数千里。 十号当时就是一惊,这个大爪子可以覆盖苍穹,他曾经看到过,当年独自离开石村,前往石国西江历练时, 骑着独角兽曾经见这恐怖巨爪。 与此同时,天穹上有刺目的光滑过,那是虚空缝隙,上界有人在尝试破开戒壁。 第442章 至尊神葬 这爪子也太大的了,青灰色,覆盖苍穹,积伞云朵,整片原始山脉都在抖动,大地崩裂,烟尘冲天。 柳神这是什么? 十号问道 一股莫名的气息一出,若洪荒巨兽苏醒,这一刻整片大荒都寂静了,所有飞禽走兽,甚至乙虫都在颤立。 天地尖死一般的宁静,宛若陷入太古摩渊,什么声音都消失了,一股难言的压抑席卷苍茫山林。 这东西还活着。 小塔自语,像是很疑惑。 柳神严肃,盯着看了很长时间。 相隔无尽远,那头巨兽若是出世,比成片的山岳合在一起都巨大。 要知道这是真身,并非法香,他若是展开法身的话,让人怀疑这天地是否能容得下他。 柳神,十号再次询问。 至尊神葬 柳神答道,话语缥缈,宛若从九天传来,他整个人都有一种莫名的空灵气韵, 想是在沉思。 十号震惊,师生喊了出来,容不得他不惊,因为在他有幼小时组长时云峰就跟他讲过这些故事。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听到传闻,甚至引来域外强者觊觎,比如那拥有混沌法盘的神秘男子曾来此寻觅。 而大红鸟,二秃子,毛球,青林英大神,这些年来更是费尽心力在这片山川中寻找,几次见到踪迹,结果又失去踪影。 至尊神藏会移动,在地下穿行,这是组长说的,而当年他更是有幸踏进门内,在最外围区域得到过一些古书。 而这些年来,小西天更是对此至尊宝藏一直寻觅,多次确定其位置,就要出手了,结果还是功败垂成。 他会动,原来是一头洪荒神兽。 十号惊悚的同时也充满了不解,这到底是什么兽类。 他们站在高空,向下俯视,无论是柳神还是小塔都掩具了气息,因为这关乎甚大,上界在试探,不断在这片区域撕开虚空,出现裂纹,刺目的光不时划过。 他什么凶兽? 十号认真请教,心中充满了好奇。 理应是一头老龟,大到无边的恐怖存在。 小塔说道。 一头龟,沉眠地下。 十号洞容,这也太了不得了,那龟的多么巨大,从未听闻有如此庞然大物,挑战人的想象。 龟爪相对自身来说很短,可他探找就能撑裂山川,将天空的云朵震伞,其体积简直难以想象,震动人心。 至尊神葬溅在他的背上,被他驮着而行,从一个地狱到另一个地狱,只要他醒来,始终在动。 小塔道。 这就是至尊神藏的秘密吗? 他何以可以移动,是因为坐落在一头巨龟的身上。 不见得为真。 柳神清语,他早在很多年前就感应到了巨龟的气息,那时仅有一根柳条,一直不曾妄动。 而今,随着道横逐渐恢复,越来越高深,他洞悉了更多的秘密,反而更镇定了,不曾出手。 至尊神葬还能是假的。 十号吃惊。 荒域的确有一座至尊宝藏以及一头恐怖道令诸神都挡含的巨龟,但是却不见得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个。 依照柳神所说,这很有可能是假的,甚至那龟都不见得是活物,而是一种法阵在催动,故意表现出生机。 这等诡异说法,令十号相当的不解。 小塔也怀疑,有些难以相信。 多半是个局,为上古某位大人物故意留下的,目的不是为尹荒域的生灵进去,而是为上界的至强存在所设。 听到柳神这个解释,十号惊异,这得是多么恐怖的存在不下的,为了射局,竟然贯穿了上古,提前那么漫长的岁月布置,太可怕了。 便是小塔闻言后也是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这也推黑了,肯定是想坑杀一个有天大来头的存在。 那人太狠了吧,竟能自上古隐忍到现在,只为了那关键一刻的到来。 十号发毛,觉得那种极数的存在,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 与这样的人为敌,当真是一生难安,反正十号心有巨异,虽未设身其中,但也觉得身上有一股凉意。 若非柳神观察多年,一直不曾出手,旨在默默的注视,多半也难以发掘此忠密,可见那布局人用心之身。 难道是荒域的一位上古高人要对付上界的存在? 十号问道。 处在他这个层次,对那种争斗一点也不了解,今日所闻所见,实在让他有点肉跳心颤,一切都超乎想象。 小塔道,不,多半也是上界的家伙设下的局,在上古年间做好,竟等这一世的到来,而后发动。 十号漠然,忽然发现,荒域的争端相对大人物来说,只能算是小打小闹,难怪他们可以在上界俯视,通过他们对抗的手段与设局的心机等,可以看出,下面的人不够看。 像是知晓他心中忌惮,小塔道,你也不想一想,有能力设局的是何等存在,活了漫长岁月,屹立在巅峰,若没有这等心机手段,能爬到那个高度吗? 十号点头,这倒是实话,那是从无尽修士中脱颖而出,最终崛起的少数存在,自然经历过最残酷的斗争。 他哀声叹气,道,哎,有这种人存在,大乱将棋,我是不是赶紧把自己埋起来,免得被他盯上,那可就不妙了。 小塔失笑,道,你这样的草芥,便是站在人家的身前,使劲叫嚣,多半都不搭理你。 胡说,十号不愤。 想入那等人物法眼,最起码你也得成为尊者。 小塔打击道。 十号,炯。 至尊宝藏要离开这片大荒了,将前往其他地狱。 柳神道。 他们无声无息的退走,并未惊动那头巨龟,直接出现在石村,柳神归位,身体没入那碧绿的大树中。 村头,十号将乾坤带打开,倒出一堆东西,灿烂夺目,让村人眼花缭乱,一群孩子更是直接扑到了上面。 此时此际,十号的眼睛也有点发直,认真点述这些神料,足有十几种啊,平日根本不可见,那种色彩如梦幻般。 火红的龙血土,璀璨的太阳石,晶莹透亮并散发汪洋气息的蓝海钻,五光石色,绚丽夺目,祥和弥漫,笼罩大半个村子。 毛球被醒了,青林英大婶被惊动了,满村子的人都凑了过来,这种东西一生能见到一种就了不得了。 隐约间,仿佛有吞口水的声音发出,十号的发丝中,小塔摇摇晃晃,自己脱落下来,一头扎进神料堆中。 我不换。 十号制止,义正言辞。 就在这时,他的发丝中,另一块晶莹的石头也大叫,大哥,你洗劫了一位天神吗,给我一些呀。 打神石一直在沉睡,今日也复苏了,嗷嗷叫着,坠落在地上,连滚带爬,冲向神料,结果被十号按住了。 十号斜着眼睛看小塔,在考虑如何交换,使利益最大化,至于坑货古塔也在组织语言,寻寻善诱。 你做得不错,大劫将至,石村的确需要布置一番,我准备刻下一座大阵,正好需要用到这些神料。 突然间,柳神开口,垂落下十几根晶莹的柳条,将十几种神料都卷起,仔细观察。 啊? 十号傻眼? 小塔愤然,隐约间冒出一缕缕混沌气。 十号发呆,东西若是被小塔劫走,他一定要会跳脚,说什么也不干。 可是柳神出手,将这些神料收起,让他难以反驳,无论如何也得给。 这东西是我的。 小塔弥漫出一缕缕混沌气,整座塔身都朦胧了,十分飘渺,但却有一种恐怖气息将扩散。 柳神不理会,认真思索。 我的,送给柳神了。 十号鲜明的表达立场,并且将其他保料也都从乾坤带中道出。 你,王我帮你。 小塔泄气,收敛混沌。 那是交易。 你总是坑我,柳神才是真正对我好。 十号反驳。 小塔哑口无言,感觉理亏,不再坑声。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柳神一边琢磨一边步伐阵,这是一种悬而又悬的大阵,每次有神料落下,埋入石村时都会有诵经声响起。 这让十号震惊,布阵还有这等声音,这暗和天地大道吗? 在此过程中,打神石嗷嗷怪叫,幸福的快要晕过去了,因为各种天才地宝总能会剩下一些边角料,全被他给吃了。 原本,一些神料也有残料剩下,虽然很少,但也不容小觑,可小塔爱惜面子,眼睁睁地看着那块石头蹦打。 打神石浑身发光,越发晶莹,显然他肯定又要发生难以想象的蜕变了,他自己也知道,故此对柳神顶礼膜拜,狂拍马屁。 九日后,柳神一声轻斥,合阵。 天地变幻,莫名气机牵引,宛若勾动了日月星河,无尽精气自勇,大道傲义浮现虚空中,符号无穷,有诸神虚影排列,在这里叩首。 一股浩大的宋经声刚要响起,便被柳神生生压制了,笼罩在内,没有传到天穷,不曾波及到外界。 大阵已成,博天地造化,即防御,进攻,传送于一体,堪称一座无上大阵,最起码连小塔都直犯迪固。 过了几日,遥远的天际尽头,轰隆一声巨响,震动了苍茫大地,让群山都摇动了起来。 来了吗? 十号悚然。 这一声响,以及巨大的波动,不再局限于小塔这等存在才能感应了,连一般的修饰也能感知。 要到了。 小塔震动。 在那天际尽头,神光横空,那虚空大裂缝在蔓延,隐约间有一道门户在成形,在被铸造。 第443章天变 一道诡异的波动散开,那苍穹之门突兀的炸开。 绚丽如烟花,惊艳若朝霞,看起来如此的美丽,五色缤纷,轰然喷发,光雨如允星,划过整片长空。 那座门炸开了,伴着血雨,还有鳞片,从那虚空中湮灭,走向毁灭。 十号看得真真切切,心中冒起一股寒意,想下界这般危险吗,显然有人陨落了,造成了一场神能波动。 唯一庆幸的是,相距足够远,并且是在天上,不然巍峨山月连绵成片也得成为灰尘,不复存在。 怎么暴碎了,他力量不足吗? 十号问道 小塔沉默片刻后冷笑,道,你以为想下来那么容易,不付出代价怎行,这位多半被人算计了。 是一位大人物陨落了吗? 十号问道 大能岂是那么容易死去的,多半是前功尽弃,死了一个得力手下。 按照小塔所说,上界大能手段逆天,很不好杀。 这涉及到了上界的争端,十分凶险,明争暗斗,各种手段进出,一个弄不好就是万劫不复。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远方不时出现神光,那是虚空大裂缝,造成了十分怪异的天象,惊动荒域众多修饰,人心惶惶。 这是大劫的征兆,所有人都知道,一场天大的风暴要开始了。 所有尊者皆失声,或逃向狱外,或折服深渊封印几身,各斩密法,只是为了自保而已。 到底都有哪些存在要下来? 十号问道。 不知。 小塔摇头。 十号醋眉,上界的生灵那么可怕,若是都想下来博弈,那么这片苍茫大地都将倾覆,多半难以持久存在。 小塔轻叹,做了一番解释,言道只是个别人在尝试,想要下来,若是背上戒道则感知,或者背诸多古老的道筒洞西,会严厉约束,震杀成灰。 大道无边,犹若大渊,犹若太虚,凝空不可测,自行运转。 柳神开口。 一般情况下,上界根本难有人下来,受天地道则约束,只有特殊时刻,以诡异密法才能下界。 能下来的自然不是一般的人,都有可怕跟脚。 这一界有什么,值得少数人犯险而下界。 十号问道。 自有好东西,自从有禁忌存在哲允在此界,就更加让人想探究了。 小塔道。 这天地中出现一种晦涩莫名的契机,越发让人心悸,人们知道,该来的终究是要来了,所有修士都坠坠不安。 这数日来,十号一直在静心,在村中修行,不时请教身边的大能。 柳神,大劫将至,而我也十五岁了,是不是又要进行一次洗礼了? 十号问道。 正常情况下,五岁,十岁,十五岁都要进行洗礼,开启肉身宝藏,为了将来更好的修行,这是必要的助击。 不用,你一直在突破极境,靠自己的能力踏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做得很好,不需要这些了。 柳神说道。 依照他的说法,十号在不断释放极尽潜能,根本就不需要自封于顶中熬练,也不需要柳神再次出手。 若是继续洗礼,颇有些透支自身了,因为他这些年一直在疯狂释放潜能,走到了这条路上的前端。 柳神告诫,顺其自然,他目前的路很好,一切都上了轨道,只需坚定前行就可以,讲究道法自然。 十号打磨己身,精一求精,在石村苦修,连着半个月,也时时在观测天地,见到了许多神秘异象。 他并不心惊,沉下心来,感悟大道,修行法门,更几次尝试开启的自虚神界的那张兽皮,欲修上古大法。 那六道两字,让他心中痒痒,西记早日的剑,修成自己的神通,掌握在手,这样在天地一变时才有安身立命的本钱。 咦,我怎么觉得,远离石村的疆域,冥冥中有什么呼唤? 十号甚是不解。 原本他想蛰伏村中,竟带大捷过去,然而现在却有了这样一种莫名的体悟,让他心中疑惑,觉得十分不妥,像是要错过什么。 你的感应没错,这说明你有道根,抓住了冥冥中的某种法道诡计。 小塔说道,大捷自然十分凶险,但也有莫大机缘。 天地不稳,会有傲益显现,更可能会有大能陨落,于世间化道,若是被人感知,那将是一场天元。 十号纠结,到底要不要出去? 他并非尊者,理应不会被注意,但并不意味着安全,可能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 你自己决定。 柳神清雨。 我想出去,见证这一场大劫,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十号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你要考虑清楚,一旦走出去,可能就再也进不来了,我甚至会带着石村避逝,离开这里。 柳神话语平淡。 显然,他志不在此,要休养生息,不会参与到任何争斗中去,全面封印这片村落,从世间消失。 十号放心了,想来石村一定会安全,让他少了不少忧虑,只要自己在外小心就是了,不用担心村人。 我考虑清楚了。 他这般说道。 你也许一走就是数年,甚至数十上百年,期间难以回来,我在这里传你一法。 柳神说道。 十号文言激动,十分振奋,柳神的强大无虚细说,他的宝树一定正是,自当会成为他护身大神通。 一根晶莹的柳条叹来,碧莹莹,点在他的眉心,发出圣洁光辉,慢慢将他笼罩。 很快,这根柳条不凡了,化成了淡金色,若一条黄金柳枝,十分的神秘,并且有波纹流转,向着他的眉心涌去。 那是一枚又一枚金色的符号,若连一般扩散,且充满了大道气息,金色点点,盈盈朔目,十分的瑰丽与超凡。 十号身心空明,集中精神接受道法,那一枚又一枚符号汇聚在一起,最终化成一个最原始的符文。 这就是柳神的宝树,千万种演化,最终皈依,体现出大道质检。 不过想要参悟,却需要认真去分解,逐步推演,那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柳枝撤去,十号获得睁开了眼睛,他知道眼下多半参悟不了,柳神也说过,让他境界高一些再去误。 道法不同,要求也不同,柳神的道讲究是一种自然,需要与心境契合,眼下的十号显然还不适合。 十号上路,拜别石村,引的男女老少全都出来相送。 再见了。 他消失在茫茫大荒中。 小塔跟来,依旧挂在他的发丝间,依照他的说法,也要去见证大捷,看一看到底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风吹过,原始山脉中原体虎啸,各种凶勤展翅击天,全都在躁动,越发的不安。 因为这些日子来,发生了各种异变,尤其是这天地中不时划出虚空大裂缝,像是有什么庞然大物要降临。 乱世中,白隔蒸流,千帆径发,蒸那一线道远,十号眼望高天,逆风踏出自己的路。 半个月后,十号踏进十国西江,他想去寻找一些故人,同时走遍天下,将这一场大劫看个清楚与明白。 这天地越发的压抑了,有时分明是万里晴空,可是却突然剧烈抖动,传出雷鸣,闪过虚空大裂缝。 终于,这一日到了,一道沉闷的声响过后,世间恍若一阵,而后剧烈无比,仿佛在重开辟天地,众生皆颤。 一声诡异的巨响,那是大道运转轨迹偏移,出现短暂的停顿,这个世界都仿佛僵住了。 而后,所有修士都抬头,眺望高天,全都骇然失色,因为那里在裂开,以不可转移的意志进行。 轰的一声,天穷破开,冲下无量神光,还有浩瀚的神道气息,被无数生灵捕捉到,全都心有所恶。 这大劫将起,可是很多修士净吃了,捕捉到了冥冥中的法则碎片,不属于这个世界,如被醍醐灌顶,竟要顿悟。 那不是一道简单的门户,而像是一座倒置的火山,喷勃锐霞,茫茫无边,太过璀璨夺目了。 当! 一道悠悠钟声,响彻天际,传遍荒域每一个角落,这一遇再大也无法避及,全都被中波抵挡了。 十号心神震动,不可思议的看着天空。 一口大钟缓缓降下,从那倒置的火山口内出现,古朴而自然,轻轻一震,那肉眼可见的中波如涟漪般扩散,席卷无银大荒。 怎么会是它,小塔当时就是一声怪叫,第一时间隐藏自身契机,宛若一块石头斑,没有了一点波动,不再像是法器。 这钟太惊人了,在其周围阴晕霞雾震腾,仙光万道,锐采千条,不断绽放,笼罩苍茫大地,什么也比不上。 钟壁上有一个又一个符号亮起,像是一段记文,随钟波而悠悠响起,在昭告天下,想在众声而耳畔,传到万灵心间。 那灰色深奥的声音,若一位亘古长存的禁忌人物在清语,虽无身影,但是好像有一束目光看遍了整片世界,望穿了时间长河。 既文宏大,有一种古异,更有一种悲凉,这与十号还有小塔早先预料的根本不一样,没有人下来,是一口中。 而显然,这还没有结束,只是开始。 又是一道沉闷的声响,大道鬼祭祀再次偏移,又有一雾落下,从道治的火伤口内出现,喷勃艳艳霞光。 啊,怎么是他,十号震惊,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第四百四十四章大劫 那一物洁白透亮,若扬之美玉刻成,并散发混沌气,缭绕重重宝光,有一种洪荒之气,更有一种古朴的道运流转。 这自然让十号发呆,因为相当的熟悉,无论如何也能认出,此时嘴巴早已张成了O形,觉得不可思议。 小塔,我见到你兄弟了。 十号叫道。 因为,那一物与小塔相似,绝对同源,晶莹闪烁,雪白灿烂,一看就是神圣之物,混沌气一缕缕的扩散,并被最烦傲的道符包裹着。 别叫。 小塔低声喝道,这一切都是暗中传音,没有泄露出来。 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关乎甚大,特别是小塔身体在颤抖,仿佛静巻一般,那时激动也有激动,更有一种巨异。 十号想笑却笑不出,因为小塔肃穆无比,在装死,演具了所有契机,生怕暴露在世间,他十分紧张。 那是我丢掉的部分塔身。 只有这样一道落寞的声音,小塔通体暗淡,化成一块丸石,隐于世间。 他此时的塔身为四层,光泽皆失,仿佛从天地间除名了,归于平凡。 而天空中的塔身有两层,璀璨夺目,雪白透彻,神霞战战,像是一轮圣洁的神阳悬挂,缭绕着一道又一道符号神练。 这一刻,十号漠然,想打去小塔的心情瞬间消失,转而凝重,无比肃目。 这是何等的神威,小塔曾经断过,那两层塔身在此出现,有何意义? 小塔自己竟不敢去相认,不能重组在一起。 当然,那两层塔身可不是寸许高,现在宛若能镇压天地气韵,高如山岳,白光硕硕,贯通天上地下。 嗡的一声,他轻轻一抖,洒落下属不清的符文,扩洒向四方,干扰了天地虚空的稳固,这荒域都仿佛要崩塌了。 不过,他并未伤及无辜,只是在扫视,在迪当,像是在寻觅着神吗? 这,他轻轻一颤,为何感觉像是在开天,这是为何? 十号悚然,这是小塔的威能吗? 他平日不显,这两层塔倒显示出了部分威能。 为何没有人下界,而出现两件法器,一件完整一件有缺,这当中有什么因故? 十号看不透。 这个时候,不要说是他,便是全天下修士都紧张无比,盯着天空,不知道将要产生怎样的变化。 当然,也有很多人默默体悟,因为两件法器出现,这天地中的道运越发的浓了,感受到不同的傲义。 哄。 一声巨响,天地摇动,仿佛要轻负,那道致的火伤口内再次降下一物,混沌气弥漫,令人心惊肉跳。 那是一件法器,但残缺的厉害,丢失了三分之二,而今只有小部分,蒙蒙混沌蒸腾,让看起来神秘莫测。 壮若神盘,构建出一枚枚奇异的符号,缭绕在周围,仿佛可以让乾坤倒转,令日月星河与万物踏进轮回中。 是那件东西。 十号眼皮一跳,再次感觉眼熟,曾经在虚神界见到过,更是曾与其对峙,进行征伐。 那个身处火光中,十分神秘的男子扬言要收月禅仙子为女人,更曾与十号大战,便曾掌握有这样的混沌神盘。 这件法器在线,显然不是那神秘男子所持的那块,而是另一部分,居然从上界降临,显化于此。 这残缺的混沌盘一线,整个世界都不同了,所有人的精神都波动了起来,并且十分剧烈,竟要踏进轮回中。 人们清楚的知道发生了什么,无比骇然。 天地往复,自身踏入幽冥,时间更迭,岁月变迁,仅这一瞬间而已,众多生灵像是经历数世那么久远。 好恐怖! 十号暗叹,连他都差点心神失守,内心竟有一种惶恐,不过他没有抵抗,不想与众不同,而是随大流而动,眼神迷离,神识模糊。 仅三剑法器而已,便震撼世间。 那天穷破裂,三雾摇动,洒落下的涟漪,纠缠在一起,向外扩散,仿佛禁固了整片荒域大世界。 天变! 这绝对是一场巨大的变故,一般的人还难以推测这是要针对什么,但十号却隐约间猜测到了,这不是要对付他们,而是在探查神圣。 小塔折服,一言不发,这就是很好的证据,那天空中三大法器横梗,这是巡视与探查这一遇的超然存在。 这种感觉很不好,十号心中惊计,总觉得像是一柄神剑悬在头顶,随时会展落下来,将万劫不复。 大劫到来,果然恐怖,充满危机,让他身体冰凉,小塔若是被发掘,多半将是一场大祸,他必会被牵连。 当! 大钟悠悠,涟漪扩散,天地间大道轰鸣,犹若一篇记文在送出,庄严而肃目。 十号之道,他要震慑的是神明。 两层的雪白塔身,以及残缺的混沌盘,一散发神威,遮盖了这片乾坤,这是一种大概的探测,也是一种粗略的排除。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散发的符文才内敛,归于平静,但依旧悬空,横在那里。 直到这一刻,十号的发丝间,小塔才暗中一声怪叫,道,这是什么节? 无声无息,十号所得到世界饱和浮现,这块青铜亮起,而后打开,小塔冲进那个小世界,将自己阵锋。 没有生灵降临,而是三大法器出现,更加让人不安,我要避开,就此沉眠,掩去一切气息,莫要惊扰。 这是小塔的叮嘱。 等一等,你能说得清楚一些吗,给我讲一讲这些东西。 十号疑惑。 没有生灵下界,但却一样有大节,很不一般,一会儿就要开始了。 小塔怪叫,彻底没有了声音。 轰。 突然,天摇地动,整片荒域都在抖。 大节开启了。 这一刻,一个声音响起,像是源自天穷上的三大法器,又像是从那火山口内传出。 十号紧张地盯着,这一刻寒毛倒数,觉得有些梦浪了,这样独自走出石村对吗? 这些事情偏离了轨道,与以往的大节不同啊。 隐约间可见,那三大法器分开,各主一方,彼此对峙,这是代表了三种道统对立,要降临世间吗? 温聋一声,下一刻,三件法器模糊了,而这朗朗乾坤,在这白日间,竟映现出满天星动,清晰无比,一颗又一颗大星转动,仿佛近在咫尺。 白日要星辰,这是一种诡异而妖孽的天地异象,据传每一次出现都要死很多人,意味着天大的劫难开启了。 难道这次不是人为干预,而只是自然运生的一场大劫? 十号疑惑。 下一刻,他震撼,满脸不可思议之色,双目睁得很大,不光是他,诸多修士都黄聚。 这天地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血光冲消,那漫天星斗竟全部坠落下来,砸向这苍茫大地,轰隆隆作响。 这是要灭是吗? 所有人都绝望了,人力如何去抗衡,就是诸神复生,也不见得能够全部接下吧。 星斗旗下,若太古时凶咆哮,那种威势,害人心神,让人膽破欲裂,那巨大的阴影,燃烧出无尽的火光,从天外冲来。 恍惚间,已经感觉到了那种炽热以及莫大的压力,如此威势,这片大地都将被砸翻,彻底毁灭呀。 在古代时,曾有禁忌大能批落下星辰,用以纪炼兵器,但现在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是末日浩劫。 十号头皮发麻,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过,会有这种景象出现,怎么会发生了这样的祸事? 无人能相抗。 他心如古明,在惊颤中,也有无尽的愤怒,这是要绝灭世间,根本没有办法抗衡。 同时,他也有惊疑,这是何等的存在发动的攻击? 竟然召唤下漫天星辰,奇奇坠落,未免强大的离谱,古代传说中都没有这样的生灵吧? 一线生机,唯有向天冲,逃向狱外。 十号咬牙,在最可怕的境况中,腾空而起,迎着大星而去。 他的速度达到了极致,快到不可思议,迅速远离了大地,希望能冲到狱外,尽管这种机会忽略到不可计算,但他还是不想放弃。 然而,到了空中后,他又惊悚,与他有同样念头的太多了,而且都是非凡人物。 他看到了一位尊者,那是一头赤龙,通体赤红,熠熠生辉,他昂首笑天,充满了悲愤,逃向狱外。 穷徒末路,没有死于人手,却要灭亡在这样的天崩地裂下,他实在是不甘。 嗯? 十号一惊,他见到一副惊人的画面。 那条赤龙逃得极快,躲避允星,逃向狱外时,一道粗大的秩序神链从虚空中出现,突兀无比,当场将他锁住。 吼! 另一边,一声不甘的怒吼发出,一头闭暗,浑身散发黄金光,形似猛虎,头生龙脚,释放最强宝术,攻击虚空。 但是,依旧无用,也有一道粗大的秩序神链降落,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就此掳走。 十号看的通体冰凉,逃向狱外这条路也不通,才刚起步,月上高天,就有这等道则法链降落,直接秦下。 这一狱要灭掉了吗? 他充满了不甘。 第四百四十五章 神圣如草剑 大星若雨点,噼里啪啦的坠落,一颗又一颗巨大的星体从狱外撞击而来,摩擦出滔天的火光,涌动无量威力。 神圣如草剑,不在值钱。 便是那尊者也在被捆腹,被秩序神链拿下。 人们看得心胆欲裂,这果然是大劫,这一欲都要被灭吗? 根本无法逃生,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下都是死地。 十号心中满是阴霾,这还怎么度,看着星体逼近,几位尊者遭劫,身上发凉,真的是没有一点办法。 咻! 他看到了一头年轻的金屋,拥有急速,带着离火神光,穿云破雾。 腾上九天,十分的规律。 这是一个年轻的猎阵净强者,并非尊者,他的速度比之十号不会弱上多少,转眼就逃向苍穹外。 这世间果然有蛰伏的天纵奇才,不被世人知,最起码这头金屋就了不得。 咦,没有捉他。 十号露出异色,他原本都停了下来,不想被那规则神殿锁住,现在脸上献出金融。 这难道就是大道所留下的一线生机,任一些修士逃出漠视,冲向狱外。 隐约间,十号心中灵光一线,像是抓到了什么。 破空声不绝于耳,又有一些天阶凶兽与神秦的后代冲起,逃向狱外,若浮光斑,迅速到极致。 当发现异常后,十号心中空灵,让自己镇静,努力观察,他见到了那口法中在震动,有涟漪扩散,扫中那些人。 吃! 秩序神殿出现,再次锁住一位尊者,任年轻的强者逃离,只捉拿荒域中的那种巅峰修士。 十号不紧不慢,并未出阁,也在腾空,但并未在那前列,依旧随大流,他眸光闪动,静静体悟着一切。 那三大法器并未消失,只不过模糊了,依旧悬在天穹上,弥漫出一道道灰色难明的波动,镇压万物。 尊者腾空后一个也没有逃掉。 十号凛然,那规则降下,像是天网灰灰疏而不漏,让人惊悚。 还只是这片天雨而已,便有几位尊者被捆,可见其他大荒与神山多半也都如此。 轰! 就在这时,远方腾起一片赤霞,喷出无尽西光,如一股洪流汹涌,正断了那炼条。 一条束缚,冲向玉外。 吃! 可惜,大劫无穷,一柄神刃落下,晶莹透亮,直接斩向那片炫光,断其生路。 在铿锵声中,那里腾起无尽的符纹,一个巨大的法箱出现,顶天立地,宏大无边,散发出一股神圣气息。 天哪,那是一尊神明! 便是在这末日,也有诸多生灵惊悍,大呼出声,这太让人悚然了,在大劫中,连神明都逃脱不了吗? 那里赤光旋转,若蛟龙昂首,化成密密麻麻的符号,冲向晶莹神刃,对抗这天地规则。 怒吼声响起,宋经阴震天,那法相跃发的宏大,清晰可见,他怒目而争,让南方的诸多生灵骇然,隐约间记得这是南方某一座古庙中的神像。 扑! 血光一闪,那硕大的头颅被规则神刃斩落,神明法像如一座山般倒了下去,鲜血染红长空,符纹溃散。 这是怎样一种场景? 十号震撼莫名。 众生皆颤,许多人跪倒在地,充满无助,在这大劫中连神明都不能自保吗?就此陨落,让人悲寒。 伪神尔,不过初点神火,也敢称神。 冥冥中,像是有一道声音响起,在那九天上传来,这山川都在跟着轰鸣。 无论如何,修士皆挡寒,真的英言了,神圣如草芥,在大劫来临后落得这般光景,连那种极数的存在都将陨落。 十号紧张而沉默,这是怎样的结束? 他看着天地间,一道又一道光冲起,但凡有能力的修士都驾驭着宝具,开始向遇外逃,想要留下一命。 说起来繁复,事实上这才刚开始,时间不过流逝瞬间而已。 周围尽是身影,众人惶恐,到处都是喊声,亡命而逃,所有强大的修士都惶俱了,大兴逼来,滚滚而震,神圣扶珠,惊悚人心。 修士在哭嚎,一种惶恐在弥漫,末世到来的刹那,众生像分成,所有强者都疯狂了。 十号家在人群中,也在项羽外逃,看到众生像,他有恐惧到麻木,再到沉默与宁静,直至后来觉得不对。 三大法器坚守,横在高空中。 狱外,大兴威压迫人,越来越大,摩擦出火光,挤满了苍穹,仿佛烧塌了虚空,越发强势与恐怖,可终究是一直未落下。 嗯? 十号眸子中金光一闪,他因绝望而放开心怀,最后反倒宁静下来,捕捉到了这丝异常。 虽说时间还短,但是有的大兴应该坠落下来了才对,但终究是没有蔑视。 他不理会,继续腾空,随着密密麻麻的修饰上升,最后终还是迎上几颗坠落下的大兴,那种威势无以伦比。 十号阵战,这星辰太大了,根本必无可避啊,虽然到了云霄上,将置身欲外,但此时还是难逃一劫。 不对。 终于,他知道了异常,那颗大兴直接越过,像是泡影一般,并未伤及他们,砸向大地。 轰的一声,下方腾起无尽的霞光,一片大地像是被砸沉了,仿佛有无尽恐怖波动激荡,席卷苍茫乾坤。 然而,十号却是一脸,并未相信自己的眼睛,心中生起不可思议的念头。 假的,这末日景象是假的,或许说这诸天星辰其陨落的景象并非为真。 接着,一颗又一颗大兴冲了下去,带着滔天火光,烧得苍羽沸腾,宛若一片末日火浆,撒遍人间。 这一刻,十号又见到了尊者,自下方冲起,此外还有一尊巨大的法像,那属于另一尊神明,逃向域外。 身在劫中,哪里能够镇定,再者那大兴如此真实,谁能分辨清,裹藏的至强生灵皆惊起,秩序神恋一扫而过,捆了个结石。 十号心中发寒,这是怎样的一股意志。 玩弄朱强鱼掌指尖,如此真实的末日虚景,逼得尊者等主动冲向天空,而后被俘。 这种手段,让人从头凉到脚。 如何去对抗?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大兴终是不见了,那无量星辰化成虚影,恐怖波动溃灭,下方还是那片伤盒,并未毁灭。 抬头望去,最早逃顿的那批生灵被上界所降下的那口大钟罩住,悠悠一阵,他们通体皆盈,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这是在探查。 十号几倍冒含气。 那批人不是尊者,而是最早冲起,逃向域外的杰出之势,在被那口大钟审视,内外皆被看了个透彻。 十号一探,他若非心有模糊警觉,随大流而逃,也将被看个通透。 近在鼓掌间,逃脱不了。 假的,那是虚幻场景,灾难并没有发生,不是末日浩劫。 尊者被捆腹,没有逃过,但这不是冲着我等来的,这天地依旧朗朗。 这一刻,举世欢呼,所有修士都被冷汗打湿了衣衫,经过这样的虚惊后,无比激动,庆祝还活着。 所有的陨星都是假的,是被一种道则演化的,现在迷雾破开,举世欢腾。 只有少部分人沉默,他们越发感觉发冷,凉如谷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 那种意志与力量刚才欺骗了整片荒域,再欺世。 众多修士向大地降落,十号也在人群中,沉默着,落在一座山峰上。 众人都在庆祝节后余生,他却阵阵寒冷。 逃向天外的修士全都回来了,不过落在大地上后却分散开了,数百上千里或许能碰上一两个。 终是逃过一劫,此生应是无恙了。 在十号所在的山峰上,还有一个老者出现,拄着一根青壁竹杖,发丝灰白,眸子深邃。 十号一惊,这是一个尊者,与他这么近,情况不妙。 在老者身边还有一个少女,谈不上貌美,但很文静,一身血衣,眼睛清澈中带着不安,他扶着老者,一副节后余生的样子。 忽然,这天地中刮起一阵阴风,一道流光从天穷冲来,那是一杠黑色的毛,不是很长,但是风锐逼人。 怎么回事? 老者变色,转身就走,利用大法力,想要横移而去。 然而还是晚了,扑的一声,黑色的毛速度太快了,直接将老者刺透,盯着他,带起一股狂暴的风远去。 啊! 惨叫声并非尊者发出,而是那血衣少女,他只是扶着老者而已,但是却承受不住那黑毛的力量波动,被钢风擦过后,形体暴碎。 十号从头梁到脚,而后隐隐有一股愤怒腾起。 一切尽在掌控中,终是逃不过这一劫。 呜呜的风声响起,这天地中有一道又一道流光冲过,席卷八荒,掠过山河,所有的一切尽在俯视中。 十号看着,神色渐冷,这不是幻觉,大劫开始席卷天地了,不曾结束。 他伸出手,那壁上还有一滩血迹,那是少女被震碎时溅起的血花,落在了他的身上,触目惊心。 这劫,灭视众生,冷漠无情。 十号愤恨的说道。 呵呵呵。 模糊间,他听到了呜呜风声之上,有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在笑,漫不惊心,没有什么情绪波动,似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 无始大帝,应该是我写的人物中极具人气的角色之一,大家想看的话去加我,还是原来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图。 第446章引道入体 十号心头当时就是一梁,那模糊的冷笑是如此的不屑,充满蔑视,高高在上的姿态仿佛透过大姐显化出来。 这是在蔑视荒域吗? 大姐在继续,十号落在山头,并未妄动,而是静心凝神,盘坐在一块大石上,抛却愤问与杂念,让自己空明起来。 呼呼风声如雷,天地间有各种光飞舞,那是规则化成的神剑,斩杀石方,还有黑色的战矛,洞穿一切。 敢有阻抗者,杀无射。 天地裸网张开,不想放过一个神圣,这是扫荡,若有漏网之余,以战矛钉穿,带象苍穹,确保不被遗漏。 真相很残酷,若然洞悉,莫不挡寒,身体冰凉,强大如尊者,以及残喘活下来的神明也被掳走,这是何其疯狂。 但在大劫中也孕育道元,有莫大的机会。 大道偏移,上界洞开,有符文坠落,有道则显化,莫名傲义浮现世间,谁若有准备,便可逆天而行,在此危局中采摘。 十号放开思绪,让自己空明,便是为了争那造化,夺自己的道元,捕捉那莫名的诡计,窥探秩序傲义。 风很大,这天地燃血,犹若红毛旋风,悲艳着,凄厉无比。 但凡修士,这一日都心中惶恐,本以为允心为虚,大劫已过,不曾想到这才是开始,这天地一想震慑人心。 凡人呢? 有人心颤,在这样神鬼尽出,天地更别的特别时刻,常人还不被吓死。 这世间注定要大乱。 然而,成国依旧,凡人无感,竟看不到这种种鬼神怪象。 这是何等的手段,只针对修士,不对凡人显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慈悲,残忍的慈悲,十分矛盾。 许多心思敏捷之辈,窥出端倪。 修士揣摩符文,观天地五行,看规则变化,自然有特别之处。 一些人跳脱出来,以凡人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而后反而推演,竟也琢磨出大劫中的一些道理,开始领悟。 十号盘坐大石上,在大道偏移,乾坤轻浮的特别时刻,陷入深层次的入境中,捕捉那道则碎片。 虽身处结中,但是他浑身却盈盈透亮,眸子不时开合,望前虚空中有诸多符号闪烁,显出锐光。 这便是机缘,十号万我,只知道窥探那种难得在世间显化的傲益,不计其他,那是大道的边角,那是他在化形。 他投入进来,用心去揣摩,用神去锤炼,自身越发晶莹,竟散发出一种香气。 这不是境界的提升,而是自身顶炉的塑造与再炼,十号引道痕入体,洗尽尘气,熬炼真身。 正如柳神所说,大劫中亦有新生,更有大造化。 若是能捕捉到,自然是一场天元,对日后的修行有莫大的好处,这是在筑击,以最坚固的神石筑成不朽的道基。 世间不少人觉察到了,但凡精彩绝验者,莫不再出手,再捕捉大道诡计,引起有形之体与己身共鸣。 特别的时刻,大道于世间显化,捉到一临半爪,对于朱强来说便是一场天大的造化,将受益终生。 十号盘坐,一股白气绕身而行,带着清香,洗尽烟尘,让他空灵若神若胜,不沾染人间烟火气,越发洁净。 他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眸自开河,那是一种本能,捕捉道则,探究本源,万物在心中浮沉,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体悟。 轰隆。 他被一股道气托起,在山巅沉浮,游若海中的小粥,起起伏伏,要争渡到彼岸,跨越人道苦海。 然而,也有激浪,也有飓风,随时会将他掀翻。 那便是大道,太过磅礴,凡人怎能驾驭,动辄会传翻神灭。 十号依旧在争渡,并未行转,最后甚至踏出小船,徜徉海中,沐浴无尽浪涛。 这是十分危险的举动,与无穷大道相容,个人实在太渺小,随时会被拍翻,化成鸡粉,万事不存。 表现在现实中便是,十号将虚空中密密麻麻的符号全部引导向体内,与肉身宝藏相合,再铸就肉壳宝传。 这是在机市,造就大道根基,只为了来日海阔平渔月,天高任鸟飞,这是在开辟自己的无银天地。 引道入体,借无尽符纹洗礼自身,这是铸就不朽体壳,积蓄自身的潜能,只待他日冲天,将会跃起得更高。 甚至,那可能是鲤鱼一跃,化龙成风,就此质变,脱胎而得正己身之道。 大劫四日,十号盘坐虚空中,被一片符纹环绕,将它包裹,身体内外皆如此,最终那些符号凝聚,化成一道火,灼烧崎岖。 这是淬炼,引道敖身。 最后,甚至化形,那些大道碎片所显化的符号已经连在一起,构建成一个顶炉,将它装在当中,烈焰腾腾,炼其真身。 轰。 最终,当蓄日东升时,这一切散开,天地恢复晴朗。 这已经是第五日的清晨,十号睁开了眼睛,感觉到了不同,自身内外带着一股如蓝四射的清香,这是身体尽道,已然有成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来说,便是尊者都断无这种成就,当中的个别人除外。 昔日,他的肉身坚固,可比肩西方焦的金刚不坏身,而金又与道亲近,容易在体内构建符纹,体壳与法道同进。 修道路艰难,越道后面越不易,随时会传毁神迹。 而金,他多了一种宝杖,肉身宝传坚固,并运有道光,时时护持,运养精气神,这是体壳宝传与精气神共挤并进的结果。 十号抓住了机缘,在大劫中注下了自己的大道根基,静待他日生根发芽,耸入高天,遮蔽苍羽。 风指了,漫天流光消失,没有了血光,也没有了沙节。 抬望眼,那天空中朗朗,三大法器消失,早已不见踪影,世间没有了沙法器,一切都很祥和。 四天四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十号轻雨,他下山走向远方。 凭着感觉,他知道,这世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也许举事都在颤立与宣沸。 大劫就这样过去了吗? 十号不知,他这皱着眉头,认为绝不可能这么简简单单。 因为,他呼唤小塔,他却依旧不言不动,显然还有危机。 最后,他强行开启世界宝盒,逼迫他讲解,他才复苏,很是无奈,告诫他,暂时安全了,但大劫没那么简单。 对你来说,应该无大问题,但与我来说,依旧充满了未知,不要饶我。 小塔很郑重,告诉他暂时不要与他联系,无论如何,便是十号遇险,他也只能折服,不能出手。 第一波也许结束,想打开剑门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便是上界巨头也难以连续开启,据等待时机才行。 十号走出大山,前往有人烟的地方,这片地域属于石国,因为他是从西江入内的,自然身在石国境中。 一日后,他进入一座巨城,听到了诸多消息,一时间被惊悍,心中震动不已。 四天四夜,阴风怒号,规则神剑与战矛横空,擒杀尊者,横扫荒域,简直不可想象,那种杀机与战役,令修士现在想来还发毛。 一时间,所有尊者销声匿迹,不知是不是全被擒杀了,谁也说不清是否有人躲避过大劫,活了下来。 毕竟,人们在四天四夜的鬼哭神嚎中,还见到了天地异象,有神明被斩杀,血光冲销,久久不散。 各地发生了太多的异事,难以禁数。 最为令人吃惊的是,火国皇都惊变,而今那里半毁,半座都城成为废墟,另外半座内滚滚黑云伴着血光,滔天而上。 什么,火国皇都遭遇大劫,就此除名了吗? 十号震动,他不知道火灵儿与其父是否逃过一劫,希望他们先移步去了天神山。 不然,这何其惨烈? 那留下的半座城内,一株倒下的古树根部,喷薄雾矮,一片浩大的战场显化,曾对抗高天上的意志。 有人轻语。 十号一阵,果然那里有古怪,火国曾经的祭灵神术下封印有了不得的东西。 那里有上古神枯之音,大劫都不曾将那里毁掉,遗漏了下来。 十号很想去走上一遭,奈何而今身在十国,距离那里还很远。 大劫才结束,所传来的消息也只局限在十国与火国内发生的事,其他更远的地方还没有消息,十号决定先前往十国皇都看一看。 这一路上,他听到了很多消息,甚至有一则京士传闻。 这下界有东西,吸引着上界,必须要下来探查,仔细寻找,千古莱莫不如是,只是一直不曾被得手。 只是,不知道这则消息是谁透露出来的,无论如何,敢这般说,能透出这样的大秘者,都了不得。 显然有漏网之余,而且还是了解大劫部分秘心的人。 只是想要下来谈何容易,必要遭反事,纵然是博弈的上界巨头也可能遇险,需假手他人,代为寻找。 这样的消息不知源头,若隐若无,在一些修士间传出,令人凛然,心中惶恐。 还不曾到十国皇都,十号又听到了另外一些消息,补天阁,布老山,西天教等都有人在迅速赶来,要入十国皇都。 嗯,何意? 十号不解,问同在路上的一名修士。 据传,这是要谋国,十皇消失,天下不稳,这些大教驾临,要扶植傀儡,甚至直接自己主掌。 十号震怒,虽说他对五王府等没有好感,但毕竟也姓时,有同一个祖先,十国基业怎能旁落。 上界的人想寻找东西,但自身下不来,自要借下方的力量。 同路的修士探道。 虽说这是密文,可是却被一些修士传开了,无需多想,这时间有了解密心的人活着。 月蝉仙子,不老山的一人等街带着成批的强者到了,很可能要推选他人,掌控石国。 听闻到这些话,十号已经能确定,域外的不朽大教与上界关系不一般,也许就是代言人也说不定。 你们下不来,为了一己之私,敢这样逆天行事? 十号眼望高天,他知道这是大姐的一部分阴犹,但足以让他愤怒了。 要谋石国,痴心妄想,那东西你们别想得到。 十号冷笑。 第447章 仙子论节 十国皇都,宏伟依旧,城墙巍峨,若一条壮阔的山岭横跟。 神灵法阵开启,但却被击破了。 十号来了,站在城前,默默的看了很长时间。 城墙若黑色金属,闪烁冰冷的光泽,分明是符文的力量体现,只是可惜,曾被击溃,而今只剩残余法阵痕迹。 城门开阔,人来人往,摩肩接踵,进出的生灵很多,城中依旧很繁华与热闹。 再次到来,十号感受颇为不同,当年性冲冲而至,为了寻找祖父,结果他在这里大战羽族,五王府,宁洞十都。 而今的城中,暗流涌动,十皇失踪,城内杀鸡四伏,域外大叫插手,这次再临此地也许会更为危险。 上界无情,蔑视下方所有生灵,生杀与夺尽在一面间。 而在这下界,与他们有关联的道统接洞,若虎狼扑来。 十号进城,一路向前,不曾停留,他的目标是皇宫,人皇失踪,那里到底留下了什么? 他赶进城,自是有底气,在这尊者惶惶,连神明都被斩的大环境下,他已算步入世间最强的一列人类。 当然,危险还是有的,不知那上界还有什么布置,还有那域外大叫都来了一些什么人。 在来时兜前,十号不顾小塔诅咒,将他唤醒,请教了一番,因为这关乎甚大,动辄就会决出生死。 他唯一能确定的是,现在是一个空白期,对他来说,最无危险。 大劫刚退,见门关闭,而早先潜入荒域的几大道统所留之人想让他行神俱灭,还不行。 街上人很多,往里如水流,路旁的商家与店铺林立,叫卖叫卖声不绝于耳,滚滚红尘气迎面扑来。 人皇失踪,还仅是修士间的传闻,凡人不知。 十号清雨,不然这都城可能会气氛紧张与肃杀无比。 他平静迈步,转眼间行出十几里,行人虽多,步伐修士,但却无人关注,主要是实力达到这一步,若不想引人注意,便是相逢一步时。 忽然,天地寂静,整条街道都像是被分离了出来,幽静而深邃,行人分向两旁,竟露出一个空旷之地。 街上的人不自知,像是根本没有看到这一景象。 十号驻族,就在前方有一个女子,空明出尘,宁静而立,眼角眉梢带着会光,挡在前方。 她身段修长,十分美好,若一珠神帘绽放,神霞流转,于这万丈红尘中释放圣洁气息。 月缠仙子 她出现了,而且这么快,自十号进城到现在没有过去多长时间,她就来了,以路而立,平静地看来。 一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这条街空旷无比,行人无知无觉中绕道而行,被一股强大的场域干扰,自身不知。 到了后来,整条街道上只剩下他们两人,遥遥相对,久久不语。 何必呢? 月缠打破宁静,声音带着一股雌性,动人心神,她的美超越凡俗,根本不像是这一界的人。 机体盈盈发光,雪白衣裙飘舞,由若药化仙而去,灵动中带着超然,伴着神光。 你认为我会败亡? 不见得。 十号沉声道。 她眉清目秀,而今更是在大劫中蜕变,整个人越发的出世,似一尊折仙临晨,带着圣光,衣媚飘起,气质出众。 若是别人见到,一定会十分的吃惊,这一对男女过于出众,皆不染沉湿气息,宛若一对神仙眷侣。 以你一己之力,能抗衡的过这个大事吗? 月缠仙子倾起红唇,声音悠悠动人,眸子如水,青丝光亮,这种美举世罕见。 十号承认,月缠的容貌的确过于完美,难以寻觅比肩者,也许只有魔女还有那上古的灰衣女子可媲美。 错,应是我问你们,想抗击这一大事吗? 与全天下人为敌,十号神色严肃,折仙生目,显化神威。 大事,亦可称大事,你现在还不明白吗? 月缠声音柔和,月发的美丽的出尘,雪白的肌肤,盈盈发光的俏脸,令百花失色。 十号不言不语,但目光却越发破人,像两道闪电般,落在这个女子的身上,带动出一股沉闷的雷声,虚空声辉,噼啪作响。 十兄,豪本领,以你之姿若顺势而行,这天地何其广阔,任你扶摇直上九重天。 月缠仙子带着温和的笑容。 我没有当别人奴仆的念头,劝我加入补天教,而后登天门,那就免了。 十号冷雨 街道寂静,远处行人密集,车水马龙,而这里却一片空气,偌大的街道再无第三人,两者对峙,接步后退。 十号之道,如果说在这世上还有谁能威胁到他,那么一定有这个月缠仙子,他连当年的时意都无惧,怎会怕他。 这是一个天纵神资的女子,一旦开战,熟弱熟强,一时间难以绝出。 看似清灵,出尘绝力,但此女真的太强了,可以僻逆不同大狱,纵横同代中,难以找到抗守。 你我也算是故事,可否一嫁一叙。 月缠仙子开口,拢了拢额前的绣发,静静而立,飘渺而圣洁。 十号无惧,点了点头。 瞬间,街道恢复了喧哗,人们疑惑,为何这里空出这么一大块地方,全都在绕着行走。 不过很快这里就被密集的人影填充上了。 十号与月缠仙子并肩而行,他们皆气质出众,宛若一对必人,男子超臣脱俗,女子空灵若仙,尘埃必退,不染宝衣。 咦,那是小时,他,回来了,在这十兜中,不认识十号的修士真的不多,因为他在这里曾搅起无边风波。 昔日一战,似乎就在昨日,若非大劫刚过,他的出现必然要引发轩然大波。 便是如此,也有很多修士露出异色,因为这个时间段太敏感,小时回来,会发生什么? 让不少人心中砰砰锯跳。 烟雨楼,一座富有盛名的古楼,建立在一座灵泉畔,中年烟雨迷蒙。 这里很特别,灵泉鼓鼓,蒸腾水气,将这块区域笼罩,可自行降雨,违反天象常理。 丝丝水雾飘开,带着彩霞,将整座楼阁衬托的越发神圣,充满了一种非凡的气韵,似神界保楼坠落在人间。 两人登楼,选了一个雅间,推开窗,一缕缕灵气涌来,让人心神宁静。 不错,这水若是长期饮用,可颜年益寿,对修饰更是大有益处,不愧灵泉之名。 有其他客人赞叹。 大劫刚过,能有这份闲情的修饰自不是一般人。 十号,月蝉都没有理会,隔着檀木桌,相对而坐。 可以闻到一股如蓝四射的味道迎面样来,浑着体香,更有一种大道的气韵,这让十号惊异,此女果然了不得,在大劫中也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就如同他,若非可以收敛气息,也会有一种清香,飘散开来,这是肉身尽道的体现。 月蝉仙子以玉手轻轻一画,一片蒙蒙光辉洒落,笼罩这座雅间,暂时与外界隔绝。 你了解大劫吗? 十号闻听后摇了摇头,虽知晓一些,但终究是不透彻,无论是柳神还是小塔都没有细讲。 而他知道,补天教一定了解,自古不朽,若说与上界没有关联,谁都不信。 还是顺势而行吧,这是一个机会。 月蝉仙子平和的说道。 十号沉默,平静的坐着。 忽然,月蝉仙子似笑非笑,道,你现在想出手。 但我敢肯定,你现在擒杀不了我,而且会瞬间惊动所有人。 十号漠然,暗暗思量后没有动。 何必呢,最终你会看到,你的所谓只是徒劳的挣扎。 月蝉仙子道,透过蒙蒙清晖,看向窗外,道,尊者以上被擒杀,而凡人无恙那是不够资格,有弱种子,等待生长,这一遇生灵你觉得像什么? 药田理论竟然未真。 十号轻语,而后心中腾起一股怒咽,这若是真的,何其残酷。 不完全对,我刚才说所的秦沙尊者以上的生灵,只是大劫的一个小阴游,顺带而为,并非起劫的根本所在。 月蝉仙子说道,目中有惊人的光彩闪过。 十号簇眉,道,这一界有什么东西? 他们未免肆无忌惮了,这样不将下界生灵当成一回事,何其残忍。 想了解,想知道,便彻底超脱出去,不就什么都懂了。 月蝉说道,他并未放弃,依旧在轻语相劝,这样的绝带美人相伴,若是常人必然早已如沐春风。 十号一探,他知道这下界终是了不得,到底有什么东西,需要他们如此费心,这是想让他掌控十国,而后听从命令,举国供出,去寻密码。 两个人都是聪明人,许多事不用说透,就知意欲何为。 说了那么多,你依旧没有看清大事吗? 月蝉仙子神色温婉,越发出沉灵洞。 最后,他想了想,道,那我再说一些秘心吧,你觉得荒域怎样,其他奇遇又如何? 有的犹若洪荒时代,有的人节地灵,有的已不适合生灵居住,将化成死地,十号皱着眉说道,再思量他要说什么? 你觉得这发育够大吗? 月蝉问道。 大道无边,广袤无疆,对应诸天星辰,光以地界而论,我觉得也许不会比上面小多少。 十号用手指了指那九天之上。 月蝉轻轻叹息,而后笑了,那种光彩明媚而绝世,便是十号也差点恍惚,那容颜美丽而神圣的令人心颤。 便让我来告诉你真相,这八玉到底是怎样的地方。 第四百四十八章 八玉真相 十号眸子一宁,盘坐在紫檀木桌后,静静地看着他,究竟要道出怎样一段秘心。 月蝉仙子迎白的脸上带着一种莫名的韵味,光泽晶莹,拢了拢秀发,道,你听了也许会很吃惊。 我什么事没经历过,你便到来。 十号说道。 你可能听说过,荒玉释放逐地,但并不确切,仅是冰山一角。 月蝉仙子轻语,透过封印雅间的青灰,望向窗外,眼神有些飘忽。 你说? 十号默然道。 你觉得八玉浩大无边,广袤无银,是无量大世界对吗? 月蝉回过头来,看向他,这般问道。 难道不是吗? 十号反问。 月蝉摇头,平静而祥和,道,我如果告诉你,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仅仅是八座监狱,你相信吗? 十号静坐不动,但是双眸中已经射出惊人的光束,照亮了整座雅间,这消息未免太惊人了,让人难以接受。 很难接受是吗? 这就是事实。 月蝉轻语道,说吧,引进夜光杯中的美酒,盯得一声放在桌面上。 十号沉默,这消息绝对足以震视,是真的吗? 他心中波澜起伏,不敢相信。 八玉,何其浩大,无穷无尽,居然只是八座监狱,这是何人所为,手比未免太大了一些。 一时间,他想到了太多,脑中浮现出各种讯息,依旧是难以置信。 心中有仪式吗? 月蝉仙子问道,见他没有说话,再次开口,道,偌大的世界,浩瀚无尽,却只是八座牢笼而已,的确会让人怀疑。 十号不语,用自己的心去判断,以前他遇到魔女时,曾听他道出过一些秘心,远没有这么彻底。 仔细思索,一番思量后,十号心中虽然震撼,但却有点相信了,月蝉仙子纵然心怀不轨,也没有必要以这种事框他。 你不信吗? 月蝉仙子问道。 十号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眼神有点破人,虚空声出道符,隆隆而明,这是一种事,随十号心绪而动,随时可镇压而下。 无论是谁第一次听到,都很难接受。 不过你觉得想对我出手,能一击功成吗? 月蝉仙子带着淡淡的笑意,十分镇定,感觉十号可能要发难。 便是八座监牢又如何,我生长在这里,谁能说我是犯人,十号盘坐那里,话语带着一股杀气。 透过八座监狱,你可以想象,外面的天地得有多么大,何其的精彩,你甘心一生一世都在牢笼中度过吗? 月蝉仙子问道。 若是一般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定会无比的沮丧,泱泱巴欲,浩若神徒,多少英杰一生都难以走遍一遇,结果却被告知,这是八个囚笼。 这简直是一种天大的讽刺,让人愤怒,令人疯狂。 便是尊者听到,也得怒发冲冠,对天大吼,这是为什么? 自出生来,八玉生灵谁会想到,为囚徒后代。 他们自诞生在八玉后,早已被打上了烙印,并非自由身,而只是阶下囚,是罪人的后代,难以脱困。 以你的说法来论,你也身在狱中,自己亦是女囚。 十号盯着他说道,而后话语严厉,贺道,身为八玉子民,甘愿相助上界,你这算是狱贼。 师兄,你扣了一顶好大的帽子,我可承受不起。 月蝉仙子摇头,并不动怒,脸上依旧带着淡笑。 身在囚龙中,任何生灵都有权追求自由,希望脱困,逃出这监狱可耻吗? 月蝉仙子问道。 那就意味着你可以投靠上界。 十号冷声问道。 所谓罪人,自是犯下大过,被囚于此地的大凶大恶的生灵。 上界主掌光明,进行审判,下界生灵若有悔意,并得到认可,自可解脱。 这有什么不对吗? 难道要背负一生罪责,老死囚龙中才算对吗? 月蝉仙反问。 我有罪吗,便是你说的八座监牢为真,那也是我的祖先犯过的错。 况且,根本不一定是祖先有错,真相早饮。 可是,这一切与我何干,难道还诸连,罪则道后事,代代皆为罪人? 十号臣下脸说道。 他心中有一股怒火,难以熄灭,生长的土地竟然是罪徒,自身被打上烙印,号称罪人后代,这是什么道理? 他恨不得一口气捅破高天,打到上界去,闹个天翻地覆。 对于月蝉的话,他自然不认可,什么囚徒,什么罪人,统统是乱语,他生于荒域,长于荒域,在这里崛起,并不觉得耻辱。 看你怒发冲冠,心绪难平,激怒难消,我便知道,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 月蝉仙子轻叹,通体灿盈盈,无尘无垢,带着清香,微微醋眉,道,你便是不愤又如何,不若挣脱出去,洞西各究竟。 而想出去,自是要认清大事。 你闭嘴。 十号鹤道,温龙一声,这虚空中降下浮光,若一片宝云,流动瑞霞,向月蝉仙子笼罩,进行镇压。 月蝉不惊,洁白玉体上飞出一道道炫光,化成一片符纹,抵住这片流光,而后身体向外飘去,与它拉开距离。 轰。 十号周围,石口洞天浮现,便要开启场域,封住这片小天地,让一切静止。 月蝉仙子开口,道,我亦有道果,你这样做也难以留下我,短时间内难分胜负,这样争杀无益。 你身为八玉子民,自认为是罪人后代,投靠上界,相助他们对付下界生灵,很有成就感吗? 十号冷言说道,我并未说祖先若是大凶,后人也有罪,这只是当年定下的规矩。 我稀才,想让你得到一个机会,挣脱出牢笼。 月蝉探道,说到这里,他十分平静,没有任何一点贵色,十分坦然,道,而且,我也不是在八玉出生,终究是要回上界。 十号眸子一致,心中震动,他是上界人。 第一次听闻,也是头一次明晓在与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灵打交道。 他眸孔发出点点神光,犹若一片碎金,在虚空中绽放,像是可以看穿一切,仔细打量前方这个完美无瑕的女子。 这样看来,有些事便能说通了,该不会整个补天教以及布老山等都是如此吧? 想到这些可能,十号心头巨震,上界的人常驻八玉,这是在图谋什么,那东西真的如此重要吗? 我想你应该猜到了一些,有些道统便是上界留下的,并非都是罪人。 月蝉仙子道。 不对。 十号迅速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从上界下来很不易,补天阁,布老山等地的弟子门徒不可能都是上界的,应是自八玉招募。 而这月蝉仙子可能是特例,自上界而来,一直不被人知。 我是幼时下来的,近期才知晓,这是一种最严厉的魔力,日后回归。 他淡然无比。 想不到啊,我在面对一位上界仙子,让我这个罪人真荣幸之志。 十号嘲讽,但心中却难以平静。 此时此际,他想到了太多,若八玉为囚牢,那自古以来的天骄人物又是如何定位的? 比如说,那头太古昆鹏,以及那陨落的真黄,这时凶是从上界下来,恰好陨落,还是有着什么秘密? 还是说,上界来人也可能便是寻与这有关的东西,宝树等。 一时间,十号心头震战,八玉为牢笼,这个说法一出,影响太大了,涉及到了诸多天骄英杰,而首当其冲便是石兄等,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时间,十号的眸子明灭不定,整个人气息如海,越发强盛。 我说了这么多,你真的不想脱离囚龙,就此正开束缚,进入真正的大世界吗? 这里不过是监狱,是残缺的空间。 月缠仙子说道。 承受不起,我是罪人,体内流淌着祖先的罪血,高攀不上,不过我若是想去上界,一定会自己杀上去。 十号眸光射人 月缠仙子急速倒退,爆发无量神光。 轰的一声,这个雅间暴碎,并且整栋烟与楼浮光冲销,这座楼不是繁品,密布有诸多法阵,结果此时全部瓦解。 十号与月缠仙子冲天而上,激烈大战,迅速交手,成片的符号出现,密密麻麻,透出最为神秘与玄傲的道运。 一战惊四方,很多人侧目,而后震惊,那战气太强了,滔天而上,宛若尊者征战。 可是战斗才开启,又马上熄灭了,月缠仙子手持一柄御剑,轻轻一化,破开一片场域,正拖出静止的空间。 与此同时,十号皱眉,眺望皇宫方向,那里龙气滔滔,一条龙在盘旋,浩荡出无边威压,宛若真龙复生。 黄道气息,石黄留下的东西。 十号自语,而后转身就走,不再去对付月缠仙子,而是冲向皇宫那里。 我去拦他片刻。 月缠仙子身后,出现几人,其中一个紫衣青年说道。 不必了,当事就目前来说,只有我与另外三两人可挡他,你们上去,十分危险。 月缠仙子开口。 投入补天窖,寸功未利,怎能还这样窃敌? 紫衣青年说道,寄出一件宝具,直接攻向十号后背。 事实上,他是不服,身为一欲天才,被月缠仙子极为看重,请入补天窖,怎会承认比他人差? 要知道,当年他与月缠仙子也曾激战,表现出了极其强势与可怕的一面。 十号回眸,目射紫金闪电,轰得一声击在那件宝具上,令他坠地,而后转身离去,继续奔向皇宫。 石皇留下了什么,他很想知道。 第449章 硬闯 洛日元,通红如血。 长街上,少年狂奔,一个人闯向十国皇宫,发丝倒卷,形体若蛟龙,划破空气,发出轰鸣声。 是他回来了。 有人低语,面色潮红,双拳紧握,有大恨也有忌惮,更有一种含义。 小时回归,究竟要惹出怎样的风浪,石国谁将继承大统。 亦有人震动,望向长街。 十号回来,引起很多修士注意,事实上烟雨楼短暂一站,便迅速传播开来。 像他这样的人只要一出现,想不引起关注都不行。 有敌对的羽族,也有强悍的其他亲王等,这一刻石头气氛紧张,众人都预感到将再起波澜。 皇宫方向,龙气征腾,宛若皇主出事,一条真龙盘旋,惊动皇族所有人。 吃! 一片紫语洒落,痴痴作响,漫天紫气缭绕,带动着一股山月压顶般的威势,将十号笼罩在下方。 十号用手一点,漫天紫色光雨炸碎,逆冲向天,不能阻挡他的脚步。 道友请留步。 一声呼喝传来,一个中年道士出现,正是他出手,阻挡十号前路。 十号神色冷漠,而金皇宫有意变,此人挡他去路,其心可诛,显然不想让他在这关键时刻进入那敏感之地。 闪开。 短短两个字,透发出无尽杀意,虽然还是一个少年,但是十号不怒而微,给人一种压迫感。 小有西目,何必杀气腾腾,坐下来,贫道与你述说一二。 他盘坐虚空中,宝箱庄严,开始诵经。 哗啦啦。 在其头顶上方,有一本紫色的道书出现,自主翻动,页面划过一道又一道流光,晶莹灿烂,流转大道气息。 十号觉得那皇宫内的龙器与他有关,自他进城后便开始浮现,石皇有通天彻地的手段,疑似点燃神火,也许为他留下了什么。 现在被人故意阻拦,他自然腾腺冷意,虽清秀绝伦,带有折仙气质,但是杀气一放,历时化成了杀神。 小有稍安勿躁,还请静心。 贫道想与你坐而论道。 道士开口,眸子中紫光点点,额头上竟浮现一只独角,与那道书和名。 你为补天教效力,还是来自布老山,亦或是西天教。 十号并指如箭,根本不当个时间,在说话时便已出手。 枪。 粗大的剑气罐冲高天,盈盈灿烂,犀利破人,这是他而今的最强宝术之一,从兽皮卷上所误的一株草的剑意。 一株草可斩落日月星辰。 这是兽皮卷上描写的强度,也是十号努力的目标,抬手间可披下宇宙中的大兴来,这才是大气魄。 闻。 道士变色,他的来历可不一般,远超同阶人物,不然何以能作为护法,维护山门荣耀。 他感觉到了一道僧寒的杀意,那道剑气太过可怕,不仅破向肉身,还威压灵魂。 在其头顶上方,道书翻动,紫气磅礴,腾起成片的符号,构建出一个巨大的法阵,向着十号镇压。 争,争。 剑明惊天,十号的剑气当即震破一片符纹,斩落了下去,不过这道书很不一般,迅速翻动,法阵符号密集了十倍不止。 轰。 终于,大阵构建完毕,将十号锁在当中。 而道士盘坐在那里,眉心独角发光,与那道书呼应。 道友还不坐下。 道士开口,催动道书,一股磅礴仔细弥漫,向前压迫,要将十号压倒在地上。 蒙蒙紫气流动,犹若一片汗海。 远方,有王者心惊,这力量好强大,而法器更为惊人。 修得无礼,当我荒天侯府无人吗? 一群年老的修士绿人赶来,那是十五爷的那群老兄弟,德西十号出现,迅速支援。 因为,他们也预感到,皇宫中的异象可能与十号有关,关乎他的前程与未来。 嗡的一声,一杆青色的绽毛飞来,散发宝光,然而刚一临近, 净寸寸断裂,被子气化掉了。 好强,给我破。 又有人出手,寄出一枚铜印,迅速放大,如一座小山似的,这是王级的法宝。 令人吃惊的是,那铜印刚一落下,对入的法阵中刹那,就被紫色道书扫出一道光滑,发出咔嚓脆响。 最后,轰的一声,王级法器碎裂,爆发出一团光芒,成为鸡粉。 长街上所有人都心惊,这道书比想象的还厉害,居然能迅速瓦解王级法宝,可见当中的小时承受了怎样的压力。 各位书爷都请退开,无需你们出手。 十号开口 自一开始见到这个道人,他便没有小觑,因为以他而今的威名,一般的人岂敢出手,敢这样做的人必有过人之处。 身在阵中,十号感觉到了一种压力,源自那道书,这东西非同小可,若只是这道士本身,根本拦不住他。 开 十号一声大喝,浑身发光,每一寸机体都流淌剑气,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景象。 他的毛孔张开,全身上下都在散发剑气,若一轮赤胜的太阳般,他离地而起,竟直冲撞向那道书。 这是什么宝树? 所有人都惊异。 十号通体流淌剑气,散发神光,剑芒全部扫向那宝书。 在铿锵声中,他破道进前,剑气如虹,接机在道书上,将他震得飞了起来。 道士大惊,那道书不受控制,竟要离体而去,让他刹那变色。 定!他咬破舌尖,喷出一口惊血,催动紫色道书,让他重新降落,镇压十号。 神光燃烧,仔细征腾,这道书突然变强,压力数已十倍增加,强大如十号被震得坠落,肉身如此强横,都差点暴碎。 山神道书 有人惊呼。 补天教外,有一山神成道,留下胎衣,化成道书,居然被带到了荒域。 域外的人了解真相,皆吃惊。 在补天教外有一座紫山,中年被那里的灵气滋养,最终通灵,在补天教外聆听到了该教经义,慢慢修出了大神通。 最后,他成为山神,更是以胎衣迹炼成一本宝书,传了下来。 山神离去,最后在数十万里外开派,收了一群道士为徒,并未入补天教,但却也相当尊敬该教。 虽非补天教,但也算是他们守护山门的人。 众人知晓了道士的身份。 不对,仅是山神道书防品,不是真正的神灵法器,嗯? 运有部分神灵契机。 有人看出究竟。 越是如此,人们越是惊讶,十号和其强大,竟能挡住这样的道书。 吃! 一道乌光发出,十号手持断剑,催动剑意,精子加持,威力倍增,将那紫色道书震飞。 扑! 抬手间,他的左手划过,道士人头滚落,鲜血冲击很高。 人们发呆,这可是一个王者,就这样被杀,对于小时来说似乎根本不费力气,他所忌惮的只是那道书。 赤霞冲起,道士被杀后,精血全部蒸腾而上,没入道书内,他没有退走,竟散发出一缕缕神灵气息。 不好! 荒天后府的人都心惊,这是被神灵法器加持后拥有了神能的防品,或许能发出真正的神威。 十号无据,赶来皇都,他岂会没有准备。 然而,为等他出手,皇宫方向,突然出现一股龙气,飞快扑来,扑的一声将此道书化成了鸡粉。 经过神灵法器加持的道书居然被击碎了,皇宫中果然留有了不得的东西。 许多人心惊的同时,眼中迅速火热。 远处,月蝉仙子开口道你们都看到了,他已成了气候,尊者消声匿气候,这世间没有几人可压制他。 在他身边,几名来自不同大域,号称奇才的年轻人都神色郑重,点了点头。 十号像是心有所感,回过头来,看向这个方向,道,我身边缺一个使唤丫头,就是你了。 众人发呆,这是在对月蝉仙子讲吗? 太过胆大包天,这时间有几人敢谢独捕天骄的绝代仙子。 他竟要,收为侍女。 便是月蝉仙子也愕然,而后冷淡的笑了笑,道,你行吗? 日后便知。 十号开口,转身离去。 他们彼此知道,自这一日后便再也难以善了,不可能有举杯的时候了,再次相见唯有一战,生死相向,除非一方败亡或被俘。 这一路上,十号又遭遇四次阻击,都是极其强大的王侯,手持诡异法器,挡他道路。 不知属于什么势力,结果全被斩杀,十号冷酷出手,将四位王者的头颅丢在地上,让所有修士尽若寒蝉。 皇宫就在眼前,十分宏伟,里面有一条真笼状的云气盘舞,带着恐怖的威压,令所有人都战战兢兢。 来人止步。 城墙上有人喝道,皇宫禁地不得擅闯。 我听闻,陛下留有诏书,一旦十号出现,立刻让他进攻,你等为何阻拦,荒天后府的几位老人大喝? 什么诏书,没听说过。 城墙上的一名战将阴沉着脸,命令所有人弯弓搭剑,那是一根又一根法剑,是专门为对付修为高深的人所祭练的。 同时,城墙上有符号亮起,那是大阵在开启,要阵杀十号。 大阵有损,在浩劫中被破了。 十号眸光闪动,即便如此,他也感觉到了一股莫大的压力。 荒天后府的人皆怒,他们的确听闻有这样的诏书,只不过似乎被一些人压制了,不曾传出来。 退下,陛下诏书在此。 突然,一个老侍卫登临城墙,当众宣读。 那位战将眸子阴冷,便要出手,但似乎听到了召唤,转身离去,带着众人退向皇宫深处。 大门敞开,十号大步入内,今日既然来了,他便没有打算善了,大不了杀个血流成河,绝不能容忍十国基业旁落,不能被域外大教掌控。 第四百五十章 荒天后神威 墙体高大,橙淡金色,皇家悬料时很讲究,不仅要坚固,还要有祥和与威压气象。 楼雀雄伟,全都是琉璃瓦,在夕阳下闪烁出一层神圣光彩。 十号大步而行,早已从城门楼入内,来到了这皇家禁地中,平日间一般的人根本不能踏足半步。 隐约间,他感受到了一种压抑,整片皇宫十分浩大,殿雨成片,金碧辉煌,有一种肃穆,更有一种黄道威压。 实力越强大的人感受越明显,当存敬畏。 举国气韵尽会于此,可以说这是石国的心脏,是最重要之地,自上古传承至今,这里有着太多的神迹。 红伟天鹊横更,自然有多众,十号踏进城门后不过是第一众而已,刚一进来有领略到了肃杀之气。 刚才城墙上的战将已经站在第二重宫阙前,带领大批修士,神色冷酷,看着这边,杀气阵阵,不断腾起。 一群老人拥促着石号,有荒天后府的,还有皇宫内的老侍卫,一个个神色严肃,跟着石号共同前进。 你们这是何意,屡次阻挡荒天后入宫,想谋反吗,一个老侍卫大喝。 我等只是禁止守护皇宫,不能让闲杂人等闯入。 战将抱拳,不音不扬的说道。 显然,他早有立场,有人先进去了,他已投靠,并不认可石号,甚至要违逆石皇所留下的遗诏。 十五爷的老兄弟文言皆露出怒涩,皇宫内的几名老侍卫也瞪眼,喝道,你们不要忘记,这个国姓石,而非域外之大姓。 我等自然之道。 战将不为所动,眼神冰冷。 石号向前迈步,没有片刻停留,道,若围攻,我欣赏你。 若是投敌,卑躬屈膝,出卖石国,今日我必轰杀你。 他只有十五岁,年龄不大,并且十分清秀,可在说这些话时却有一种大威严,让那些修士不禁倒退。 荒天后,好大的威风,但你要记住,这里是皇宫。 战将阴沉着脸,冷笑连连。 石号前行,根本就没有理会他,穿过宫阙门,静直向着皇宫深处进发,让这些人一退再退,终是没敢阻止。 守住这里,一旦有动静,立刻封闭皇宫,将进去的人斩杀干净。 战将低声鹤令,让其他兵士脸色一变。 十号连过四重宫阙群,来到一片十分广阔之地,马上就快到中央天宫了,而在这里他见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 一个年轻的男子,年龄不大,也许不足二十岁,身穿紫衣,拥有一双凤幕,看其气质贵不可言。 他站在御池畔,那水中有成片的莲花,伴着蒸腾的灵雾,让他整个人很非凡,宛若仙神临世。 人们心头一领,便是十号也眯起了眼睛,这个人很不一般,虽然很俊美,但是却让人觉得这是一头折眠的凶兽,一旦发狂,将十分恐怖。 十兄我等你多时了。 他开口。 他来自布老山。 一个老侍卫低语,向十号禀告。 十号文言点头,暗中问道,十皇曾留下诏书让我进宫,可曾也叫过此人。 怎么可能? 老侍卫摇头。 十号文言,心中腾起一股怒火,御外大娇的爪子伸得太长了,肆无忌惮,就这样直接闯了进来,这还是一国皇宫吗? 这是要谋窜皇位,想必已选好了傀儡。 他一句话没有说,转身向回走,气息强盛,若一座火山将喷发。 这紫衣男子再次开口,道,师兄这是为何,怎么一语不发,就这样退走。 十号没有理会,重归第二重宫雀群,看到了那批封锁在此的兵士。 眸子冰寒无比。 那名战将心头一跳,脸色一沉,带着杀气,可是跟十号一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对方那种气势压得他要窒息。 你这狗才,竟敢放外人进皇宫禁地,当杀。 十号声音冷漠,早先不杀他,是不想给人以示杀的错觉,因为现在皇城内外各方势力都极为敏感。 他宁可废些周折,这样返回,很需要这个立威的机会,同时不至于招致摇摆不定的那些势力的恐惧与反感。 你说什么,锁镇,诛杀他。 战将鹤道,这是彻底叛逆了,早已投靠御外大教,他掌控诸多兵士。 退走的,我既往不救,留下的全部杀镜。 十号森冷地说道。 众人面色,当即就有部分人急速后退,身毁卷入这场风波中来,便是有欲外大教主导又如何? 这终究是十国,未来千夫所指,恶名在身,如何度过? 战将虽有巨异,但是却没有后退,一声凝啸,寄出一个血葫芦,拧开葫芦塞的刹那,一道剑光喷勃出来,只斩十号头颅。 圣人法器 几名老侍卫大惊失色,便要挡在十号身前,他们被石黄秘罩,十分忠心。 荒天后府的人也冲向前来,拼命出手,可是面对那种恐怖波动,让人绝望。 退开 十号轻贺道 难怪敢对付他,在这大劫刚过,神圣巨消散的时刻,能危害到他的自然是这种大杀气,但是他并不惧怕。 轰 滔天神光腾起,从十号的身前背后冲销而上,宛若一片抵天神剑,绽放光滑,淹没这片宫缺,所有人都看不清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这仅是掩饰。 十号的胸口在发光,他要立威,要速战速决,直接动用了至尊谷,这是他最大的底牌,不然何以敢一人独自入十都。 一年半的修行,他进入猎阵王境,那块骨自然也在复苏,虽没有彻底掌握,但是也能动用部分威势。 一道光扫过,血葫芦冲出的剑芒直接被打了回去,并且整件宝具都被裹住,被夺了过来,而后被阵锋。 锐光在闪,十号以至尊谷计练了这件兵器,抹去了葫芦内原主人的印记,丢给荒天后府的一位老人。 失了一件王级兵器,换件盛器,不亏。 下一刻,所有光芒都消失,这天地恢复清明,十号面见冷色,抬手间,一道粗大的剑气斩出,扑得一声将战将拦腰斩断。 任他刚才躲避,发出宝树,都根本无用,所有符号都被剑芒劈碎,直接将他劈杀。 鲜血鼓鼓,他在地上哀嚎,眼中写满了绝望,还有无尽的恐惧,直至到最后睁着眼睛而亡,充满悔意。 那是什么手段? 圣人法器都失效了,一个照面就被夺,这荒天后到底多么可怕? 剩下的兵是毛骨悚然。 十号冷漠无情,通体绽放剑气,痴痴声不绝于耳,一颗又一颗人头滚落,满地都是血,似笔无比。 啊,不,我是被逼的,荒天后手下留情。 可惜,十号无动于衷,刚才已经给过机会,让他们退出,很多人照做,但依旧有部分人想变天。 这是一场杀戮,任这些人寄出宝具,施展神通,但是全都难挡十号一击,鲲鹏法展开,他化成一道金芒,俯冲而行,横空而过,地上浮尸一片。 十号一不染血,清秀绝伦,踏过尸体,转身再次向皇宫深处进发,离开血尸,又若折仙。 留下的人守住此地。 十号的声音远远传来,剩下的人浸若寒蝉,全都照做。 石兄你又回来了? 紫衣青年还在,感觉到了他的杀气,心中一震,究竟还是小去了小时,他之身一人便赶进皇都,还赶在这里大开杀戒。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这是我十足皇宫禁地,倒是你如何进来的,想夺我十国大业吗? 十号冷漠地问道。 呵呵,石兄你或许不知道,你我可能有些血缘关系,我来自布老山。 紫衣人笑着说道,而后自我介绍,他明秦勇。 十号没有说话,凭着感觉他知道此人极其强大,多半是布老山这一代的头面人物,不说最强,也快差不多了。 石兄,只要你愿意,我等可助你成为新皇。 秦勇说道。 让我成傀儡皇。 十号冷着脸看他。 何出此言,只需为布老山出一些力而已,其他不会干涉你。 秦勇说道。 等我震杀你,还是你自己逃命。 十号打断了他的话,强势无比。 石兄,你真以为靠你自己便能扫平一切吗? 秦勇依旧带着淡淡的笑意。 十号没有说话,一招手,身后族人手中的血葫芦落在他的手里,这是一件盛气,他直接催动,向前震杀。 秦勇当即变色,他为天纵奇才,号称布老山年轻一代中最强三杰之一,可是此刻却心头凛然,那可是盛气,他身上也带了,但还不想这样血拼与死战。 当下,他转身就走,道,好,我暂且退出。 他十分痛快,直接倒飞,面对这个清秀的少年,他有一种错觉,像是面对太古师兄的亲子,令人忌惮。 这出乎众人预料,竟没有大战。 十号大步前行,终于到了中央天宫前,天上有一条真龙翻腾,为皇宫龙器所化,发出阵阵龙吟,震动九天。 这里有不少人,有域外的强者,也有十国皇兜的各路王侯,气氛诡异。 十号在一群老侍卫的拥促下,迈步而来,僻逆四方,目光冷漠无比,而这个时候所有人也都看向他。 域外来人,立刻退出我十国皇家禁地,否则杀无赦。 到了这里后,这是十号的第一句话,强势无比。 头身域外,想颠倒乾坤,希望变天的王侯,我给你机会,迷途知返,否则杀无赦。 这是十号的第二句,刚进皇宫而已,就是这般的果断,冷酷无情。 其声音宛若渐明,争争作响,震动苍天,让所有人都变色,心中振战。 第四百五十一章 威压诸王 十号扫事在场所有人,不缺锐气,亦有一种蔑视,还有一种洒脱,霸气外露,替逆所有人。 这两句话一出,让中央天宫前顿时寂静,所有人都心头惧跳不已,小时归来,表现得太强势了。 呵呵,有人笑了,意味深长,眼中带着漠然,没有说什么,只是退后,要作弊上官。 荒天后好霸气呀,呼喝我们所有人,当真是要以一人之威敌当今大事吗? 又有人暗中传音,音策策。 中央天宫通体都成金色,盈盈发光,这是黄金炎筑成的宫殿,不仅坚固不朽,可以矗立万古,还能聚集天地凌锐。 这里气象万千,整片电雨都被龙气缭绕,一片神圣与语祥和,宛若神界的主攻降落在人间,镇压八方气韵。 十号面无表情,神色冷而平静,犹若此地之主,一步一步登临台阶,来到中央天宫高处,回首向下望去,道,我说话算话。 此语一出。 像是有一股无形的压力,迅速扩散向四方,无论是域外的强者还是黄兜的各路王侯都神色一宁。 不管怀着什么样的心思,都得考虑小时的威势,他一旦发狂,绝对是一场不小的浩劫,会嚼起一片血雨腥风。 自他出世以来,不曾败过,避重铜者,狄越禅仙子,横推同境界王侯,威名赫赫,实际战绩摆在那里,水与争雄。 巍峨的宫殿前,有玉池发光,水中有一些灵药,土匣战锐,此地越发显得朦胧,宛若来到了神人居所。 在皇宫上方,那条由锐光凝聚成的青龙汲取龙器,不断盘旋,昂首而银,轻烈而幽远,传到了九霄上。 远方还有一些灵秦,不过都不敢靠近,都是养在皇宫中的锐鸟,而今战战兢兢。 荒天后,你未免过于盛气凌人,这是皇宫,不是你的侯府。 有人不阴不阳的说道,怎么甘心就此退出呢? 错,陛下已将侯府改成王府,只要小时归来,便可立即成为荒天王。 有人开口,是一位王爷。 众人一惊,竟是战王,一个十分强大的王侯,现在这样表态,显然十分倾向于刚刚归来的小时。 现在的皇都一片纷乱,不要说御外大叫,便是十足本身也在内斗,都想继承大统,这样一个强势王侯初步表态,让气氛更加紧张。 不错,可以称之为荒天王。 几名老侍卫站出,表明了立场。 嘿,好大的一个封号,荒域这么大,以他带入封号中,又称天王,这是要压盖成片荒域吗? 不知是否名副其实。 一个很冷很阴柔的声音传出,忽左忽右,让人难以分辨方位。 此时此际还没有人愿意直接跳出,正面与小时针锋相对,谁都不愿打头阵,只是这样暗中挑拨与蔑视。 十号以灯临台阶高处,立身在宏伟的宫阙前,看向一方,一声冷哼,道,藏头鹿尾的东西,没资格站在这里。 他一甩袍袖,一片黄金光若一座金山般压落,随意一击,轰得一声将天宫前一个青衣人笼罩,让他面现惊恐,没有想到直接暴露了。 不要!他紧来得及发出这样一声大叫,而后便扑得一声炸开,在那片如山岳般压落的金光下暴碎,成为一片血雾。 这是一位域外的强者,不用多想,肯定来自无上大叫,刚挑衅一句而已,便被十号果断而无情的震杀。 这便是小石的威势,便是面对群雄,独队诸多王侯级人物,也是如此的灵力与刚猛,霸气尽险。 十号静静而立,一味斩动,他没有再说话,看似出尘而灵动,但此时却有一种大威严,如一座大山压在人们心头。 众人莫不凛然,眼皮直跳,小石果然不是在说笑,抬手就镇杀狱外大娇的人,根本就没有打算善了。 十号站在场中,冷冷的扫过每一个人,心中有怒也有叹,石皇一去,果然是彻底大乱,动荡不已。 这里不仅有域外的大叫人马,肆无忌惮,直入皇宫内,根本就没有将一国皇权放在眼中,静止就要扶植傀儡,怎一个强横了得。 还有石国本土的人马,王侯都来了,精卫分明,属于不同阵营,有的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要支持某一继承者,还有一批则投向欲外,引狼入室。 十号,你当自己是什么人了? 不过是个王侯,凭什么要这样之杀伐,要敢杀我等? 一个战将开口,显然有王侯受益。 终是有人跳了出来,宁面上与他理论,因为十号一人这般强势而临,让很多人心中不甘与不愤,不想放手。 是啊,十国生变,我等作为客人来此观礼,待新皇继位,又有何不可? 域外一个大娇的强者站出,一冷声质疑。 十号的目光自这些人身上一一看过,神色漠然,看不出喜怒哀乐,只是那种压迫的气息令人心惊肉跳。 我没当自己是什么人,十皇留下法旨,传我入宫,我应召而来。 而你作为守护皇宫的战将之一,却不尽责职守,引外人入宫,要变天吗? 我来问你,可知当诸二字怎样写,十号盯着那名战将? 说吧,他抬手间,一道赤红剑气崩出,让虚空都在颤,披向那名战将。 有宝具横空,不仅战将自己出手防御,还有他人干预,想要让十号一击落空,这样也算扫他的面子,瓦解他这种凌厉的气势。 咔嚓! 两剑强大的法器都被切开,赤红剑气落下,当场将那名战将力劈,扑得一声鲜血窜起很高,肉身裂为两半,死在当场。 同一时间,十号再次阵止,一道特别的紫金电芒飞出,不是很粗,但是却让虚空都在颤抖,将一人笼罩。 一声闷响传来,刚才出手干预的狱外修士,虽然很强,但依旧被击穿护体符纹,当场惨叫,化成一具漆黑的交叹。 来此官礼,谁请你们了? 这是皇宫禁地,你们当是自家后花园吗? 十号杀完这名狱外的修士后,这般说道。 现场可不只是一只大骄的人马,有补天教,有布老山,还有西天教等,更是有真正的杰出人物坐镇。 十号看着他们,而后又看向十国的本土势力,一一扫过,目光犀利。 羽族,昆王,蓝王,你们想遵从狱外大教之令吗?以他们为主。 十号问道,声音平静,但是眼中寒光却很盛烈。 他对于那些支持十国不同继承人的王侯,只是一扫而过,可是对那些引狼入室的王侯,则心有无尽杀伐意。 你我同为王侯,你有何资格质问我等,未免自食过高。 昆王晨声道。 十号,你休要霸道,这十国不属于你,而今你与诸位王侯平等,同为吴皇时代的决策者,但这里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羽族的代表开口,他们来了一批人,因为与王被大魔神十五爷打谈,并未亲身露面。 我非十国之主,诞生为十族子孙,更列为荒天王,自有资格对于谋逆者出手,你们隐喻外大教入主皇宫,要颠覆十国吗? 还配称王侯吗? 也配为十国子民吗? 全部当诸。 十号森然说道。 而今天下已乱,浩劫已成,局限一国不限时,我等也是为了自保,更是为了护持十国基业,免得毁于天罚下。 昆王说道。 不错,引捕天教,布老山,西方教等共同护佑我十国,有何不对,这基业终究还是我们的。 羽族代表也大声辩解。 引狼入室,也敢说的冠冕堂皇,都族中大监,位辱国之贼,全都当杀。 十号寒声道。 你凭什么,当真以为这天下无人能治得了你妈,羽族代表贺道,昆王,蓝王等以一脸色阴沉。 十号浑身发光,战气澎湃,向前迈步,逼向那些挑头,正面与他争执的几大王侯,便要出手。 道有且慢。 一个青年沉声道,迈步走出,手持一柄金简,竟是盛气,散发出一缕缕白雾,十分可怖。 众人一喜,这是补天教的人,是一个强大的后起奇才,虽不如月蝉仙子那般富有盛名,但也十分了得,喊逢对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年轻人走出,穿着灰布衣,头发只有一寸长,机体呈土黄色,手持一个波鱼,意识盛气,散发出一缕缕紫气,挡在前方。 这是西天教的人,虽然不知其名头,但是显而易见,也是了不得的强者,因为他的体表有弹金色光芒隐没,说明不坏金刚身练到了极致。 十号笑了,但却带着一股冷意,扫视他们,道,我倒要看一看,谁能走脱,我要杀的人一个也跑不了。 你这是何必呢,天下大势已现,朗朗而分明,你觉得自己能扭转这乾坤吗,还是退下吧。 西天教的短发男子说道。 补天教的青年也手持盛气,阻在前方,做好了一战的准备,道,敬你天赋了德,威士经同辈,但不要自悟。 十号大笑后,神色突然转冷。 道,敢敢出手拦我,皆斩个干净,管你来自美一角。 我此前说的话算数,现在不撤离的御外修士,皆杀。 轰得一声,小时出手了,以一己之力,要挑杀群王。 第452章 水与英风 十号脚步落下后,半生出一朵又一朵金莲,十分惊人,让很多人眼睛射出金光,心中大震不已。 唯有造诣高深,肉身尽道者,在施展法时才会半生异象,这个少年才多大年岁,便是尊者也不能有这样的表现吧。 这是天地共鸣,异想自勇的结果,金莲绽放,霞光阴晕,金雾迷蒙,伴着他一同而行,一朱又一朱的出现,惊得人张口结舌。 现场出现一股清香,令人心神跟着鸣颤。 不好。 羽族众人倒退,昆王,蓝王等也急速向后躲避,十号是冲着他们来的,虽肉身尽道,但杀伐气意同样惊人。 扑。 在十号抬手的刹那,羽族的代表想躲避时已经晚了,那赤红的剑气宛若血光扫过,将他斩成数段。 在鲜血绽放中,这个代表惨忽,倒在血泊中,充满了恐惧,死不瞑目。 这实在太快了,小石之强超乎想象,才一个照面而已,当着这么多王者的面就开了杀戒,无人能挡。 虚空抖动,一片灿灿金光出现,补天骄的青年出手,眉头伸锁,寄出那柄金简,这是盛气,白雾涌动,威势害人。 与此同时,西方骄的短发年轻人出手,手中的波鱼发光,紫雾弥漫,那波鱼如一口黑洞般,深不可测,吞那十方。 十号掌心血光浮现,一个赤色的小葫芦发光,而后迅速变大,轰然一声撞向前去,竟以一剑盛气对抗两剑。 他以松手,血葫芦喷勃剑光,阻挡那两剑强大的盛气,一时间保光朔朔,三者纠缠在一起。 青香扑鼻,十号向前冲去,步步生连,这是金色的稻连,是大道交感的产物,便使尊者也难以展现。 传说,若是到了更高境界,这便不是异象了,而是可以化作战斗力量,那时一连绽放,虚空同济。 不! 十号用手一点,十星连珠,贯穿神日,那是璀璨的球状闪电,十颗连在一起,与一颗更大的电球相撞,轰然爆发。 退! 所有人都大呼,这种电芒威势太盛,便使列阵境的王者也能以抗衡,昆王张口吐出一块玉牌,这是祖传的法器,纪练多年,与他心神相通。 然而,此时却轰然爆碎,那是十星贯日所发出的雷光,无以伦比,紫茫茫一片,将玉牌阵的裂痕密布,成为积粉。 小时无敌,同境界的人根本拦不住,上来就被毁最强法器,并且浑身胶着,险些陨落。 在这一击中,昆王受创击中,通体骄黑,不断净乱。 众人看得心惊,这还如何争斗,小时便是一个人,也如虎入羊群,水雨争风。 羞得逞凶。 补天骄的青年轻斥,他祭出盛气后,扑向十号,阻挡他的无敌威势。 如梦似幻,一头大龙扑来,探出一只巨大的爪子。 威猛滔天,这是引龙手,为真龙宝树的残缺仪式。 十号凛然,但凡与真龙,神皇有关的宝树等,便是残缺的,也得注意,有时候可以发挥出极其恐怖的战力。 甚至,虽说残缺,但偶尔能爆发出无穷力量,只不过对自身也有害而已。 轰隆。 十号翻手,这是一记混合宝树,为融合所创,大手遮天,他宛若一个盖世神军,刺演化一方小世界,在当中密布无尽剑气。 纵横激荡。 捕天骄的青年变色,他被笼罩在下,若非那引龙手出奇,横贯天空上,他直接就被剑气埋上了。 吃,吃。 剑气不绝,大手落下,覆盖那条真龙,在那剑气激荡间,将龙体瓦解,斩成树石段。 捕天骄的奇才骇然,急速倒退。 十号伸手一点,一头金棚自他指端飞出,迅速放大,急速追了上去,像是浮光,实在太快了。 捕天骄的青年脸色凝重,浑身俱阵,停在那里,双手急速结印,口中念诵咒语,轰得一声,通体被金光笼罩。 万法不侵,道中护体。 有人轻忽,认出这是捕天骄的一种了不得的宝树,这实在与天地相合,凝结虚空符文,构建道中。 但凡能施展这一宝树的弟子,都十分惊艳,因为已经摆脱古文的桎固,初步超脱出来,自己开始研法。 这个青年很非凡,比不上月蝉仙子,但在捕天骄的地位绝对很超然,不然何以能有如此手段。 当 一声钟鸣,那金色的天鹏冲击在道中上,神音阵势,整片黄色的天鹏。 神弓都在抖动,无比的剧烈。 有些本事。 十号点头,若是一般的王侯,遭遇昆鹏法一击,早已是暴碎,怎能还活下来。 他实力大尽后,目光已不在这尘世,而是早已将上界生灵作为假想敌。 青年未卜天教奇才,便是如此,遭遇这一击后也非常难受,脸色发白,不断抖动,而道中更是咔嚓一声碎掉了。 十号大袖一展,直接就要将他生擒。 青年咬牙,身子虚弹,化成一缕青烟,而后组成一条银蛇,急速顿了出去。 腾蛇 十号精益,这手段果然不凡,有些修士选择的道路不同,到了一定境界后,可模拟凶兽与神琴,使自身化之。 扑 腾蛇虽然顿走,但还是被大袖扫中,血肉模糊,在远处一阵哀鸣,横在一座宫殿上,几乎失去战力。 这次交手十分快,很短暂,让群雄看得眼花缭乱,没有人取笑补天骄的奇才,便失败了,也值得自傲了。 因为刚才小时太可怕了,攻击力无匹,散发出的波动让所有王者都惊颤,非尊者不可匹敌。 他越来越强大,让众人心中生寒,若是在这样成长先去,谁还能制衡? 十号没有去斩银蛇,而是继续向前迈步,要阵沙兰王,坤王等,同时也对令西方娇的短发年轻人出手了。 扑 大袖一挥,羽族剩下的那些人全部扫中,在扑扑声中,十几人皆化成血雾,难以承受十号权力一击。 他故意如此,出手毫不保留,这是一种极大的震慑,让十国皇兜的王侯明白,纵然是域外的大叫也无法护住他们。 通体骄黑的坤王,以及脸色惨白的蓝王,全都惊退,心中惶恐无比,同为王侯,他们差得远了。 道兄,你杀心太重,当度化心魔。 那短发青年开口,眸子开合间,有一种特别的道运,与此同时他身体发出土黄色的光芒。 十号笑了,这个人体树精士,十分强悍,那肉身内蕴含的力量仿佛一座火山喷发,朝着他而来。 很少有人敢这般,以体树跟他争锋,那短发青年通体发光,土色进去,化成了金身,且体型再拔高。 最后,西方的骄的青年,通体金黄,高达一丈,宝箱庄严,有一种可怕的事,镇压而来。 不光是十号洞容,便是其他人也都震惊。 这是西方骄的大神通,这种金刚不坏身,最完美的形态是转变为杖六金身,不高也不低,那时才会威力最强。 他在这个年龄段,鱼猎镇静,拥有一丈金身,可以说已经是十分惊人了,绝对是该叫有数几个天才之一。 砰! 那金色大手拍落,与十号的拳头撞在一起,发出沉闷的声响,让这片虚空轰鸣不止,猛烈颤抖。 若非中央天宫有大阵守护,绝对要报岁。 而其他王者都倒退,脸色发白,那只是肉身的碰撞而已,就震得他们神魂悸动,着实是一场大恐怖。 两人在快速动作,展现体数,双腿碰撞在一起,长指翻飞,不断交击。 扑的一声,西方娇的短发青年张口咳了一口血,横飞了出去,在数十次碰撞中,他终于不敌,肉身金光溃散,被击飞。 不简单。 这是十号的评价,在同街中,有人跟他肉身碰撞这么多次,能不死的屈指可数。 十号迈步,一步一金莲,轻香阵阵,宛若道体天成,伴着那金色神莲,整个人飘渺而灵动,出沉若折仙。 扑! 他十分果断与干脆,大袖一展,将一片修士全部化成灰烬。 昆王,蓝王脸色苍白如雪,他们的带来的人都死了,脸上带着恐惧,向补天教还有西方教求助。 他们自身都难保,还会救你们。 十号冷宇,掌心发出一道雷光,轰隆一声,将他们覆盖,炸成飞灰。 现场鸦雀无声,什么是无敌威势? 小时给予了最好的权势,同境界水与鹰风。 望遍十方,难逢对手。 轰! 虚空中传来鸣颤,三剑圣气碰撞,其中两剑不再蒸伐,落到下方,要果带着各自的主人逃走。 因为主人神石衰弱后,影响到了他们,想破空而去。 十号冷亨,赤色葫芦摇动,喷薄剑气,横扫天空,斩断那两剑圣气与下方的联系。 他身若昆鹏,动用了最极限的速度,一冲而过,探出大手,当场将重伤的西方教青年还有补天骄的奇才化成的银蛇一同镇压。 现场鸦雀无声,西方教,补天骄的人都糟勤了,剩下的人一个个振战不已,还如何去对抗? 令十号遗憾的是,两剑盛起顿走,冲出皇宫外,他看了一眼那个方向,知道有人接引,倒也没在意。 赤霞流转,他以红葫芦将两个域外的大娇的奇才收了进去,阵风在内。 猪王头皮发麻,见十号转过身来,一个个都十分不自然,其中投向域外大娇的一些王侯,全都倒退。 我等知错。 有人开口。 十号冷笑,高举右手,一头鲲鹏飞出,轰得一声遮盖天地,将其中三人击中,轰然暴碎。 三位王侯,当场陨落,留下一地血块。 口中说错,眼神凶利,留你们作甚。 他轻语道,听得一干人悚然。 我等一定退出。 投向域外大娇的王侯还有一批,此时皆真心怕了,心中有悔意。 至于其他王侯,并未与域外勾结的人还算坦然,沉默不语,在这里静静地看着。 十号转身,向中央天宫走去,因为他感觉到了一种呼唤,这应该是石黄留下的东西在与他共鸣。 猪王敬畏,无人敢挡,看着他走向金色天宫。 后方,出现几道身影,补天骄的月蝉仙子,西方骄一个蚂蚁青年,布老山的青年连昧而至,这天地都仿佛变得不同了。 十号在进入天宫前,回头冷冷一瞥,战意腾腾,通体圣霞闪烁,看了那三人一眼,步入黄金天宫内。 第453章 中央天宫 巍峨天宫,盈盈光泽流动,宏大而雄伟,以不朽的黄金炎铸成,黄黄大气,举国气运尽会于此。 这是十国一族的精神圣地,一位又一位人黄街坐镇在此,俯视天下,气吞伤和,自古至今,寄托了该族的信念。 十号走了进来,迎面看到十二根石柱,粗大而古朴,像是在支撑着高天,雕刻着鲲鹏,宁刻着真龙。 宫内十分广阔,不像是建筑,恍若置身在一片小世界内,雾海流淌,一片迷蒙。 哒,哒。 唯有十号的脚步声,在殿中传得格外幽远,十分的空旷,他举目四望,这里庄严而神圣,承载了一国红运。 十号站在这里,觉得很宁静,深与心空明,他听到了一阵阵的祭祀音,仿佛从那上古跨越时空而至。 并非错觉,这是十足祖先历代祭天时汇聚而来的龙器,运在殿中,在此和明,若是有心,认真聆听,可以模糊地感应到。 真龙天子,为天地交感,万民称颂,大势加身所致,这里便是一个运龙之地。 十号静力,一时间与这天宫相合,一股磅礴龙气涌来,十国气韵聚集向身,有一种君临天下之感。 沉默片刻,他向前走去,因为觉得这殿中还有人。 他没有隐藏行踪,平稳迈步,在空旷的殿宇中声音很空洞,到了天宫较深处,见到了一道身影。 是你。 这是一个白衣男子,年龄不大,十分年轻,有一种超凡英气,目光深邃,头角争容。 竟是十皇第十九子,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人物,十号上次大闹黄都时曾见到过,也听别人讲述过,甚至看到他与月蝉仙子走得很近。 十虫,平日很低调,上过百族战场,曾连斩四十九名生灵。 当时这个战绩传回来,在十族中引起震动,并非杀身过多,而是他未尝一败,以连胜的姿态的退出战场。 十号 十九皇子十虫也看到了他,眸光一闪,露出异色,对小时了解甚多,深知他的可怕。 十号一看着他,这是一个非凡的男子,为十皇子女中的佼佼者。 赶上百族战场,必是英才。 十号对于百族战场听得太多了,祖父的一条手臂就是因在那里杀一头皮修而尸,引来皮修尊者疯狂追杀。 你来此与我争皇位吗? 十虫问道,神色已恢复平静,看着眼前这个比他要小上几岁的少年。 十皇有诏,我只是来看一看,不希望我足基业旁落狱外大叫手中。 十号很清楚,十九皇子仰慕月缠仙子,莫要迷雾才好。 十虫眼睛深邃,沉默良久,道,若是父皇将皇位传给你,你将怎样取舍? 便是如此,我也不见得会继承,但有一点我不能容忍,谁当想遇外那些道统的傀儡,我必斩杀。 十号回应。 十虫一声叹息,神色复杂,像是在挣扎,好长时间后双目中陡然射出战战神光,长出了一口气,道,好,十足基业不能旁落。 他向前走来,静自出手,毫不留情,道,我想看一看,你究竟有多强? 十九皇子一声断喝后,眉心发光,扑出一头弊暗,绽放金光,他行似猛虎,诞生有一对晶莹龙脚,习体不仅有斑纹,还有鳞片。 太古凶兽的神通,十号一惊,这绝非一种所传,竟是纯血宝术,气息恐怖。 弊暗咆哮,金霞点点,竟影响到了虚空的稳定,他恐无有力,十分的凶狂,在凶兽中属于力大无穷的种族。 砰!十号探出一只手,与那只金色的大爪子撞在一起,轰隆一声,整座大殿都在摇动,不过并未崩毁,因为刻有上古法阵。 好强! 他有点惊异。 十虫虽有些威名,但是身为皇子,平日不可能总与人争战,故此其威名不曾远传,外人很难了解。 呼! 碧暗白尾,如一条金色的鞭子抽来,竟是一条龙尾,带着密密麻麻的符纹,横扫千军。 十号凛然,抬手一点,砰得一声纸端抵住那条金尾,发生剧烈轰鸣声,磨灭符纹,阵的闭暗倒退。 十虫目光深邃,心中大受触动,这纯血宝术为十族最高傲益之一,乃是镇国之宝,他自幼修行,十分精通,不曾想根本奈何不了那个少年分毫。 十号比他还精益,对于人族来说,一个年轻人能有这般成就,足可以阵势,修行到这一步,太难得了。 不愧为人皇之子,虽威名不显,但着实惊艳。 这是十号的评价。 十虫一声大喝,天灵盖中冲出很多枚原始符号,而后绽放,孕育出几头凶兽神琴,有金乌,大棚,皮修等,凌身尽险,向前冲杀。 碧暗居中,吞吐虚空之力,最后影响到了此地的平衡,爆发出一团恐怖的气息,向着十号风去。 碧暗,天生具有封印之力,民间多将它刻在玉门上,用以震守。 轰。 十号爆发,昆鹏泉进展,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族强者,他也不想轻视,认真对待。 碧暗被俘,接连碰撞,十虫最终翻飞了出去,口中躺血,轻叹一声,道,我败了,终究比不过你。 而今,能与十号对决几十招,绝对是一个强者,比之纯血生灵还厉害,不愧是人皇子四。 十号没有说话,因为不知道此人何意。 天宫外传来脚步上,十二根石柱那里出现三道身影,女子不识人间烟火,美丽的近乎梦幻,正是月蝉仙子,另外两人一气息恐怖。 一看就不是常人。 其中一个一身紫衣,气质超尘,剑眉星目,拥有一种盖世英气,与十号见到的秦勇有点像,但明显不是。 秦伦 他自曝姓名 第三人机体呈淡金色,头发很短,脑后声有西方教独有的光盘,若天神转生,他很年轻,看起来也很朴实,但是十号却感觉,此人极度危险。 他以自曝姓名,道,杖六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在西方教内,最高成就是修成杖六金身,不能太高,也不能过矮,他以此为名,可见其心智。 补天教,布老山,西方教的最强传人道了,对于十号来说,这绝对是大敌,三人若同时出手,难以善了。 显然,若有一战,必将躺屑,十分危险。 但是,十号并不惧怕,反而笑了,带着一股怒气,堂堂十国皇宫,本是禁地,可却任人闯来,竟无人抵挡。 他眸光冷烈,首先就看向了十虫,身为皇子,就没有一点表示吗? 想必月蝉仙子代表的补天教能进攻,就与他有关。 疼 突然,金色烈焰燃烧,从十二根石柱上疼起,火光剧烈,熊熊赤圣,映照得电雨一片通明,散发出神明气息。 月蝉,你们止步吧,这皇位,我不适合。 十虫轻语,是他开启了殿中的神灵法阵,阻挡三大高手。 你是皇子,十族内血统最高贵者,且你修为足够。 月蝉仙子开口,青丝如铺,眼若秋水,红唇闪动鲜润的光泽,声音柔和。 月蝉,我真的不适合。 再说这些话时,十虫眼中没有其他,只有补天教的仙子。 大殿寂静,三大强者没有强闯,因为有神灵法阵守护,凭他们根本进不去,一时间陷入了寂静中。 原本,他们等待十号来此,要一起出手,将他镇压,可是现在看来,一时间难以成形。 十号看了一眼十虫,点了点头,但并没有说什么,静止向前走去。 随着十号迈步,这皇宫内龙气阴晕,竟沸腾了起来,像是感受到了他的气息,隆隆震动。 吃,吃。 地面上,一道又一道盛光腾起,宛若一条又一条大龙冲销,头上尾下,直立着躯体,爆发无量光。 后方的人街变色,被阻挡了视线,便是有强大的神石也难以看穿里面的情况。 石黄果然是在等他。 秦伦说道。 其他人沉默,他们进来几次了,但都没有寻到什么,现在小石一来便有这等异象,生出感应。 石虫,你可以开启神灵法阵,将它炼化,这是你的机会。 石二根石柱后,又来了一些人,为玉外大交的长老。 石浩听到了,但是并未止步,赶来此地,自有准备,他不会莽撞的让自己陷入危局中。 晚了。 这是石虫的回应。 石浩灯临人黄宝座,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破碎的大印,瞳孔极咒收缩,这是代表异国气韵的玉玺,竟然碎掉了。 他静静观看,这里有最强大的神灵法阵,也被破开了,除此之外,还有战矛刺透墙壁的孔洞,以及数百上千道剑痕。 大劫来临时,这里遭受了最为恐怖的攻击。 石皇何在? 石浩问道。 父皇失踪,也许,被擒走了。 石虫在远处痛苦的回应,猛力扯住了自己的头发。 石二根石柱外,人越来越多,补天窖,布老山,西方礁的强者皆赶到了,要围杀石浩,不让他走脱。 石浩站在最高处,最后沉默地坐在了那个宝座上。 龙气阴晕,盛光万众,让这里与外界隔绝,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石浩漠然,静静思索,若是离开,必有一场流血大战,可能是他自出世以来所经历的最可怕的一战。 毕竟,除却一个月蝉仙子外,还有秦伦,还有杖六,都是大敌。 莫得,一点西光绽放,从虚空中出现,而后光源放大,一个世界之门浮现,流动锐霞,呈现在石浩眼前。 第454章 人黄石浩 连一点点,西光喷勃,像是银色的河流在躺,虚空破开,在这里化生出一道门户,流转莫名气机。 小世界 石浩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空间。 从早先的摆断山到后来的世界宝盒,或大或小,都自成一方小世界。 他双目射出战战神光,盯着里面,确信这不是月蝉等部下的陷阱,当即迈步而入,来到了一片昏暗之地。 这里很估计,像是一片废土,没有一点生机,地狱倒也不算小,方圆能有数十里。 这是被人遗弃的空间,近期遭过劫难,几乎粉碎。 石浩自语,认真观看。 这个小世界十分的昏暗,缺少光线,带转雾海缭绕,地面军裂,犹若诸网般蔓延向远方。 不仅如此,虚空亦如是,随时会瓦解。 这是石黄的小世界。 石浩带着异色。 还能有谁,在近期被毁小世界,不得已舍弃,并且在皇宫宝座前,多半就是那人皇所留。 天宫外,诸王沉默,一群王侯在此,都一句话也不说,竟等结果。 战王发怒,道,耻辱,我十足立国以来从未有之奇耻大辱,堂堂皇宫禁地,任由外人登临,却无人阻挡。 他刚才出手了,结果不敌三教高手,至于更多的王侯则坚默,没有人表态,面对布老山,补天教,皆生出无力感。 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这些道统与上界有关,得罪他们,便背离大势。 不然,一群王侯在此守护,任三教强势,也不可能这样随意出入,毕竟而今尊者不显,王侯就是绝顶战力。 耻辱啊! 另一位王侯也大呼。 天宫前已被戒严,却不是十国人,而是三教高手,不允许其他人踏入,他们封堵在地,要困杀小石。 小世界内,十号漫步,认真感应,仔细寻找。 石皇到底留下了什么? 嗡! 突然,整片小世界一颤,一枚晶莹透亮的小印出现,绽放灿烂霞光,如一轮小太阳般,从地底深处升起。 咦,这是什么? 十号惊异! 这枚印不大,只有核桃那么大,剔透而归美,缭绕无尽隆气,更有一种神秘契机,随着它的冲起,锐光瞬间澎湃,挤压满了整片小世界。 好厉害的宝贝! 无需细想,仅是这种光彩可以挤满整片小世界,充满祥和与神圣的气息,便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一件重宝。 该不会是类似翻天印类的上古之宝吧? 十号心中砰砰直跳。 这件法印低溜溜旋转,洒下的光辉更柔和了,并且神秘气机越发浓烈,它冲了过来,悬在十号的头顶上方。 一道道瀑布垂落,将十号笼罩在下方,如同一道道帘子,将它遮得严严实实,守护在内。 这让它心惊,这些瀑布都是锐气所化,身在宝印下方,浑身舒泰,宛若要举霞飞升,这是什么宝贝? 尤其是,十号呼吸间,与这宝印共鸣,引发神秘气机涌来,还有龙气绕体,令它更加觉得非凡了。 有一股至强的力量运在宝印内,隐约间像是能引进我的躯体,这就是石黄所留下的东西。 十号惊疑不定。 宝印沉浮,虽然只有核桃大,但是垂落的龙气还有神秘力量却磅礴如海,不然怎能让十号震撼。 突然,十号发丝间,黄盈盈的打神石嗷嗷怪叫不已,震动而下,跳起来,向着那宝印冲去。 砰! 可惜,它直接就被击飞,一缕黄道气息将它打入小世界最深处,昏头转向。 气煞我也,同族相见,竟敢如此对我,哥跟你拼了。 打神石去而复返,急速冲撞而来。 当! 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又被撞飞,没入废土深处。 十号吃惊,这是另一块打神石。 它相当的愕然,而后仔细盯着,要看个通透与明白。 相传,十国第一代祭灵便是一块打神石,最终通灵,修成神明。 十号再也难以保持平静,这难道是十国祭灵,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有点害人心神。 打神石哼哼唧唧,颤颤巍巍,从远处滚了过来,愤愤无比,道,欺负同族,你这白眼狼。 不得无礼,这可能是一位神明,为十国祭祭灵。 十号郑重说道。 啥,等一等,我好像明白了。 打神石惊醒,他腾空,悬在那里,仔细地盯着宝印,而后看了个明白。 他是一退,为我族一位前辈成神后弃下的石胎。 打神石怪叫,连呼难怪如此,目前这仅是一块宝印,并非他的族人了。 自古以来,这种其实也只出了鸡块而已,号称人间至宝,上古圣人,神人炼祭,都莫不想得到,可遇不可求。 你怎么知道? 十号问他。 总共就几个族人,我怎会不明白,应该是十国的祖祭灵。 打神石自语,看了很长时间,道,那头祖祭灵应该死去了。 他透过这块石头,能看出不少端倪,甚至断言,成神的那个祭灵早已逝去多年。 十号一探,传言果然非虚,十国的上古祭灵早死了,早先还有些期盼,结果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下一刻,青铜块内的小塔也惊醒了,一旦有天才地宝,他必会冲出,要与十号进行交易。 出乎十号意料,小塔从世界宝盒脱困后,见到这枚法印枚之声,似乎很严肃,与他料想的不同。 你不想要吗? 十号问他,因为深知这货很坑,一向占他便宜,现在怎么老实了? 异国气运所在,举国同济之物,因果太大,这东西不简单呢。 小塔叹道。 十号一惊,定惊观看宝印,而后尝试将他从头顶上方摘了下来,认真看了两久,心中震动,这是十国玉玺,仁皇印。 他不是碎在外面了吗? 看来那是赝品,这才是国宝。 小塔所说不错,举国同济,仁皇,纪灵共享那种神性力量,可以迅速修行,除他们外,自然还有国之重器,仁皇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梅宝印所凝聚的气韵,比之仁皇还有历代祭灵都要多,更为磅礴,因为自上古至今,他一直在被十国叩首,祭祀。 心灵之力,寄托着一种信仰,全部汇聚在此印当中,这是十国绵绵悠长气韵的祭存法器。 小塔惊叹。 他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力量,自古至今,不断被人膜拜,种种蜜力,无尽气韵,皆汇聚在这枚宝印内。 你如果想成为尊者的话,有这枚宝印在,几乎可以立即成功。 小塔道。 十号一正,这是何等的力量,当场就能造就出一位尊者。 宝印未免太逆天了。 你看到了吗,依旧有丝丝缕缕的蜜力聚集像这宝印,因为十国人只要祭祀,那种蜜力就会涌来,聚集在他身上。 小塔解说。 旁边,打神石口水哗哗的流,恨不得抱住这块宝印使劲肯。 说他是法器,不见得,但绝对是十国第一宝,这是国运根本,所有蜜力全部聚集像他,是一国气韵所在。 小塔说道。 他本在折服沉眠,被惊动后,见到这块奇印忍不住说了又说,很是在意。 纪灵,仁皇依靠举国共济的蜜力修行,修为增长极快,而今这宝印内蕴有上古至今的蜜力,若是十号汲取出部分,自可以迅速成为尊者。 我不敢用。 十号摇头,因为他请教过柳神,得到过答复,纪灵,仁皇等修行迅速,但若是坏了国土根基,也许会断了根本。 小塔点头,道。 用来增加修为,确实属于下诚,不过很多强大的人物都聚集这种气韵,可以他用,能守护己身,永不坠结。 那十皇。 十号心头一跳。 他不见得死了,有此宝印守护,致多重伤吧,只是多半不再荒域了。 小塔做出推论。 这块宝印如此厉害。 十号发呆。 你以为呢,不然为何有那么多忌灵,还不是为收集这种秘力? 小塔道。 突然,宝印一颤,越发晶莹剔透了,而后开始喷薄瑞霞,笼罩了十号全身,他被无量光彩环绕,宛若少年帝皇。 这时,他感觉举手投足间都有一种天地大事,仿佛抬手就可以移山到海,震杀四方生灵。 虽然如此,但是他却有点紧张。 不用担心,只要你不练化这种秘力,就没问题,而且可以用此宝印收语放。 小塔道,撇了撇嘴,接着道,这是要让你坐实国人皇,传位于你。 怎么会? 十号不解。 不然这宝印的种种秘力为何加持在你身上,举国同计,你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小塔道。 不久后,十号走出小世界,此戒本就要破碎了,取走人皇印后,他自行瓦解,归于虚无中。 中央天宫外,三轿强者云聚,以月禅仙子,秦伦,杖六为首,部下杀局,准备镇压十号。 十号,你能躲到几时,还不出来吗? 一位长老冷笑。 轰。 突然,整座中央天宫一阵,那朦朦胧气,还有无尽的锐光全部脸去,巨宫深处的景象可见了。 所有人都看到,在那最高宝座上,十号微然而坐,俯视下方,通体像是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仿佛秉承天地大气韵而生,有一种气吞伤和的气概。 分明是一个少年,可是高座在上,却给人以无尽的压迫感,让众人震惊,心中凛然。 十号你想谋夺皇位吗,好大的胆子,竟敢坐在仁皇位上,大逆不道。 一位王侯喝道,因为三教高手在此,一些人无所畏惧了。 我等被邀而来,将注使国力新皇。 狱外大交一位长老说道,冠冕堂皇,与其说是相助,不如说是要力傀儡君。 他们这样闯到一国皇宫来,实在是盛气凌人,过于霸道。 十号冷冷地看着他们,身上的气息越发强盛了,仿佛天地间的气韵都聚集像他一人,要化身成天地一般。 轰。 突然,这大殿发光,冲起无尽金匣,一道巨大的法指冲起,映照在苍穹上,伴着宏大的道音。 传位十号 所有人阵战,十皇立下一兆,而今显现,传位十号。 第四百五十五章 黄道大统 这道法指金黄耀眼,横贯天空中,它巨大无比,流动金色光辉,十分璀璨,十兜所有人都能见到。 伴着宏大的声音,进行传承,传位十号,这些话语若雷鸣般,轰隆隆作响,天地共振,响在众人的耳畔。 是十皇,其音如雷,亲口传指,留下烙印,于青天白日下显化。 阵阵惊呼声传来。 黄兜内,很多百姓跪拜,因为仁皇在他们心中尽若神明,剑指击败,伴着轰鸣声,法指越发璀璨,凝聚魅力。 十号为新皇。 有人大呼,若一道惊雷,在时兜内激荡,而空中法指更为绚烂,金色的纸面蒸腾起龙气,金黄透亮,贯冲九重天。 仁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人朝拜,共济老黄,呼唤新皇。 这是一股浩大的声音,响彻了天上地下,朕的人神魂不稳,便是强大的修士也都变色,这是心灵秘力,共同和明,至强无比。 每一个人都有无穷潜力,若是开启肉身宝藏,会喷博出无量神力,全都可修成一方大修士。 凡人不曾开启,却有这种潜力,透过话语以及心灵共鸣,能转化出一种神圣的秘力,此时浩荡长空下。 肉眼可以看到,一丝丝神性力量汇聚而来,向着十号涌去,加持在他的身上,形成黄道龙气柱等。 这便是黄兜众人揭法指后共鸣的结果,呼唤其名,秉承天地气韵,十号高座人皇位上,承接了一种秘力。 当然,他并没有引进体内,只是任由这种契机包裹肉身,守护在外,这是一国的部分气韵,保他不坠结。 在他身上,还有那人皇宝印与之共鸣,更多的秘力流淌而来,加持在身,一时间十号变得深不可测,被一团朦胧的光淹没。 中央天宫前,诸王心中大震,这才开始而已,小时便有如此意象,难道真是人皇不二人选吧? 四方气韵汇聚而来,都涌向他一人。 三角强者云集,很多人都守在天宫外,要困杀十号,此时见到这种景象皆变色。 尤其是一些长老,修有特别的神通,睁开灵眼,仔细凝望,全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脊背有些发凉。 天龙俯冲,绕体而吟,还真有人皇位格。 一个老者忍不住惊呼。 天眼难成,但是一些强者的灵眼却早已开启,闻言都凝神,默默注视,刹那间脸上变色。 中央天宫内,纳至高宝座上,十号窥然不动,仿佛万古前就已坐在那里,说不出的稳重与镇定,那一双眸光冰冷无比,扫视所有人。 在其身外,一条又一条天龙盘绕,粗大无比,挤压满了空间,昂首而吟。 龙弃万道,黄道气息破人,全都集中在一个少年身上,尽显人皇大气象,惊得每一个人都震战。 十号,你好大的胆子,强登人皇位,蒙蔽世人,乃窃国之贼。 补天骄一位长老大声呵斥,言语激烈,因为他知道,在这样下去很不妙,新皇继位,将成为正统,最为主要的是对方身上的黄道龙气越来越盛,他想打断这种变化。 然而,任他大声呵吼,声音如雷,依旧难以传荡出去,全都被天空中那金色的法指压盖了。 诸位,还等什么,这是谋窜,强夺人皇位,我等皆不能允许他这样做。 在那长老身边,又有一些人开口,大声喊道。 必须要阻止,不能让十号成为正统,不然的话这是一个不可控的变数,他少年得志,强大无匹,谁也能不能他屈从,这不是域外大教所需要的人皇。 中央天宫,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上,十号的目光越发冷漠,俯视着他们,真如君临天下的至尊般,冷冷开口,道,跳梁小丑。 其音如雷,震动整片皇宫,伴着龙气,让所有金色电宇都在震战,真像是一位天地下界,道出真言。 虽然只有几个字,但是却雷神之锤,敲在那些人的心头,让他们勃然变色,有怒更有一种隐隐的巨义。 拿下他,这是谋逆者,不配为人皇,将他斩杀。 那位长老还有一群人喝道。 轰。 十号躯体不动,只是抬起一只手,猛地向前按去,黄道龙气迸发,天地轰鸣,这种大气象震动所有人。 在温龙声中,那只手掌变大,缭绕着一条条天龙,穿过神灵法阵,若垂天之云,笼罩而下,气息恐怖。 退。 那名长老大叫,因为这只手气息太强,正冲着他们而来。 这些人施展宝树,祭出法器,霞光腾起,符号密布,所有人都承受了一种巨大的压力,都急速倒退。 然而,这只手十分惊人,流动土黄色气柱,波动如狂涛,伴着龙吟声,将他们全都覆盖了。 轰隆。 以这名长老为首,十几人惨叫,脸上没有血色,苍白无比,都被大手遮在下方,那些宝具军裂,那些神通溃散,自身更是速速颤抖。 月蝉仙子,秦伦,杖六等其他天骄强者想抢救都不能,这一切太快了,天龙和鸣,大手遮天,瞬间镇压而下。 噗,噗。 伴着血光,这些人的肉体全都裂开,跟那些法器一般,在虚空中解体,哀鸣声止住,空留下一缕缕血雾。 刚才呵斥的人都死了,没有一个活下来。 大手消失,黄道龙气腾腾,那中央天宫中,十号稳若磐石,端坐在那里,目光深邃,俯瞰群雄。 所有人都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这就是新皇吗? 才一继位,就有莫名气韵加身,与这片皇宫相合,道法惊人。 这是一种大事,引导他而行,像是运转天地的无上伟力,举重若倾,轻轻一波,便造成可怕的后果。 他画出的那只土黄色大手,穿透了神灵法阵,这说明,他与这天宫交感了吗? 诸王心中凛然,这个少年强者英姿舍人,成功得到皇道龙气的认可,继位成功了,令很多人不安。 众人皆心中一颤。 小时之身一人来到皇都,成功继承大统,这可真是可怕,靠一己之力要独对所有人不成。 师兄非凡,从容的大宝,令人钦佩,只是,而今天下大事已成,你能走到哪一步呢? 便是今日登位,又能端坐几天。 月蝉仙子开口,话语轻柔,他眉目如画,带着灵气,红唇鲜艳,雪白背齿晶莹,美丽的不可放物。 十号高坐在上,沉稳而平静,这样气度的少年令所有人都神色凝重,小小年纪却有了一种大威严。 他眸自中幻灭不定,在认真体味这种龙气绕体,黄道加深的感觉,魅力自转,这不是修为,而是一种天地果位,是一种大事。 人黄,十号自语,整个人被雾海笼罩,更加神秘莫测了,双目中有七彩光芒流动。 而后,他盯住月蝉仙子,道,什么是大事,你能懂几分,妄论天地? 却有姿色,还是去相夫教子吧,本分一些。 众人发症,这是小时说的吗,还真是不留情面,居然敢这般作论,堂堂补天教一代仙子,居然被这样批驳。 这话语含义明显,斥责无上大娇的圣女,只谈其姿色,不论其才情与其他等,这是最直接的俯视。 分明是一个少年,却这样均临天下,以这种口吻对人间最富盛名的仙子点评,令人发呆,不知说什么。 石崇木然,站在那里,张了张嘴,回首看了一眼十号,又看了看那白衣圣雪的仙子,终是沉默了下来。 月蝉仙子神色田径,十分圣洁与祥和,并没有一点怒意。 最后美丽无暇的面孔上绽放出淡淡笑意,让百花失色,日月都仿佛暗淡了。 石兄,口舌犀利,说这些有用吗,能改变的了什么? 他迎白的脸庞上散发着惊人的光彩,鲜红嘴角微瞧,宁媚动人。 有用,想告诉你,我这里缺个侍女。 十号开口。 众人恶然,他气度不凡,十分威严,竟莫名道出这样一句话,令人觉得与此前的种种黄道肃木气息不符。 哈哈,中央天宫外,战王大笑不已,神武破人,道,正该如此。 域外大教又能怎样,真的以为可以统帅一切,驾临我族之上吗? 新皇就该有这种大气魄,一叫仙子又如何,捉来做侍女,这才是我族人皇应有之风骨,如此才算气吞伤和,俯瞰天下。 众人错愕。 月蝉仙子神色平静,圣洁气息不减,通体笼罩淡淡光运,洁白机体盈盈发光,没有丝毫烟火气。 可他身边一些长老却沉下了脸,神色难看,便是布老山,西方骄的长老等也都不渝,目光冷烈。 我等来此,必将主持公道,不会容忍你谋夺皇位,一介伟皇,岂能让你得记大统。 十号文言,神色平静,没有一点波动,双目深邃无比,霞光流转, 伴着日月星辰转动的可怕景象。 还要脸吗? 这是他冷漠的话语,高座宝座上,看着三教强者,道,十国皇宫岂是你等随意进出之地,还妄谈什么皇道大统,这与你等何干? 干我国运者,统统震杀。 与此之际,天上的金黄法指与他共鸣,传位十号之音隆隆作响,整座石兜内的人共败,大声呼喊。 人皇万岁。 经此加持,十号身上一条又一条天龙引线,那种蜜力越发强盛了,他冷冷的看着所有人。 隐约间,他与这天的大势相合,将阵四方强者。 第456章 皇宫大战 十国都城巨大,气势巍峨,当中声音宣废,皆在宋人皇二字。 至此,三教强者都生出一股良意,这已经无法阻止了,十号继承大统成为定局,他身上的天龙凝炼而真实,便是凡人来此都能见到。 一条又一条天龙挤压满虚空,昂首而银,皇道龙气万道,加持在十号的身上,让他看起来气势磅礴,宛若神君屁靡天下。 虽然年少,但是他气度沉稳,与其年龄不相符,眸自深邃,浮现日月星辰,冷冷地俯视着所有人。 不用他人说,他大势已成,积聚皇气于一身,更有那国宝神印加持,秉承天地大气韵登临皇位。 十号动了,长身而起,从那宝座上沿着玉石台阶走了下来,有龙虎之姿,有神魔态势,十分涉人。 刚才还在呵斥的人,竟不由自主倒退,心中生出一股大剧,感觉到一股沉闷的压抑,几乎要窒息。 一个人独队三教高手,竟然是这般的从容不迫,让在场的人间心头震动。 十号举手投足间,有一种大气势,仿佛在挥动着一方天道,强大的压迫感澎湃而至,重于万军。 怕他作甚,一个人而已,这是机会,伟皇若敢踏出天宫,我等立即将他击毙。 一位长老说道。 在中央天宫内,十二根粗大的石柱间有一座神灵法阵,外面的人无法攻进去,这是止步在外的原因。 脚步声清晰,在中央天宫中回荡,十号一步一步走来,神色肃穆,通体都是龙器,半塌而澎湃。 他竟踏入神灵法阵,朝着殿外走来,面对所有人。 还真赶出来,还等什么,死乃国贼,立刻杀之。 一位王侯开口,因为他知道自己早已没有退路,此前就曾大呼过,曾被十号以冰冷的眸光注视过。 我等被邀,来此官礼,自不会袖手旁观,礼当驻石国则出真正的新皇。 三角中一位长老及人物附和。 轰。 十号踏出天宫,带着一个强大的气息,这最终一步落下,让整片电雨都一阵剧烈颤抖。 忘记我的话了吗,当作耳旁风了吗? 他轻语,但是神色无比严肃,眸子中金光一闪,浑身爆发赤盛光芒。 出手。 有人喝道,既然十号出来了,再无顾忌,全都寄出法器,攻向这个少年。 他们不怕,因为月缠仙子、秦伦、杖六这三大高手在此,若是对比,任何一人都有与小时争雄的实力。 而今,三角最强传人同线,就是要阵杀他,若没有奇迹,他会陨落。 轰。 法器破空,宝树绽放,这个地方一片绚烂,所有攻击都集中向前方,打向刚继承皇位的少年强者。 十号屹立原地,眸子中光芒暴涨,满头黑发飞舞,身上的天龙十字画,昂首长鸣,生动整座皇都。 这一刻,天地寂静,这是一种奇怪的景象,明明龙银大作,但是其他声音皆消失,给人以十分空旷的死记感。 此时,唯有龙银洞九天。 在十号身上,腾起一条又一条古朴的天龙,冲向前方,攻向三角强者,有一股惊天的波动扩散。 不好。 秦伦变色,口中大喝,急忙出手,阻挡十号。 因为,这黄道气息太盛了,一般的人绝对挡不住,便是那列镇静的长老也不行,在天龙化形,显出踪迹的刹那,也会被压制。 肌肤成淡金色的杖六也动了,若一尊金刚菩萨,他捏其一拳印,向前击来,带着一股至强的气息。 唯有月蝉仙子未动,但是他却激活了一座法阵,符文滔滔,犹若火山喷发,鲜红的印记在虚中绽放,要镇压十号。 然而,这一切都有些慢,十号毅力场中,体表清香,脚下金色道连无边,异象惊事,他早已全面爆发了。 天龙横空,俯冲朱迪。 咔嚓。 法器被击中,鱼须空中碎裂,天龙冲过,无坚不摧。 扑。 血肉破开的声音很惊人,伴着血花,有修饰躯体断裂,倒在血泊中,挡不住那天龙的俯冲之力。 这一切太快了,刚才还在呼喝,大喊着要击毙伟皇的那些人,脸色苍白,因为就在这顷刻间,已有数十人浮湿。 这是一场惊变,才一开始而已,十号就斩杀了这么多高手,当中不乏长老,有猎镇镜的王者在内。 他们的命如此的不值钱,小时一怒,流血冲空,天宫前死了一片高手,星红刺目,染得石阶血淋淋。 这让人震惊,小时比人们所了解到的还要强大很多。 一些长老倒吸冷气,颤声道,人皇果位,皇道法力,这是举国气韵加深的初步体现,留他不得。 要知道,这才开始而已,十号刚登上皇位就有如此魅力笼罩在身,化成天龙,护佑他不坠结,若是给他时间,必会成大患。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电火石花间,说起来慢,其实都是刹那间的事。 轰。 秦伦杀到了,一道宝树绽放,流淌五色霞光,一头巨大的孔雀压落,震向十号。 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宝树,威名洞千古,为太古孔雀王的大神通,当年曾横扫天下,在一个时代都无敌。 来自布老山,这自然不是一种所传,而是该族阵较大神通之一,为纯血生灵所留,完美无瑕。 十号眸光战战,面对这等级树的强者,他并为小觑,没有以气韵加深时的天龙去对抗,而是动用自己的宝树。 赤刚智阳,十号上来就动用攻击力无双的鲲鹏法,斩向这位对手,一道金光喷勃,一头神琴展翅击天,迎向大孔雀。 嗯?秦伦眸光一凝,刚一出手就知道,小时名不虚传,甚至比传说还可怕,太强势了,上来就要镇压他。 轰!孔雀展翅,化出五色神光,以巧劲破解鲲鹏法,化解纳智刚智阳的攻击,这虚空在不断轰鸣,震耳欲聋。 秦伦自然不怕,他心中有无敌信念,因为他来自布老山,历代最强传人都无惧巴欲的少年至尊。 他有这种自信,虽说小时斩了重铜,击败神话,但是他依旧相信布老山传承最强,自己在同辈中不弱任何人。 不过,这短暂的交手却是让他眉头一皱再皱,小时的力量太强了,他即便卸开对方的神力,但依旧震得他体内道骨铭响。 与此同时,杖六道了,手捏拳印,同样治刚治阳,肉身之力让虚空颤抖,他如一轮金色的大日斑,降临而下,横击十号。 小时惊艳,同捏拳印,轰隆一声,与他硬汗了一记,而后抬手间一株草的痕迹浮出,吃得一声斩出。 这不仅是一道剑光,还浮现一个小剑,浑弱天成,笼罩这里,带动起蒙蒙剑狱之力,震慑当场。 一些大叫有掌中视剑,也有空间之力等,而他一剑之威竟意如此,浮现如此神通,化生剑剑,令人惊叹。 杖六醋眉,面带苦涩,虽不惧怕,但是却倍感吃力,竭尽所能去抗击,再便全印,轰的一声迎上了剑剑。 这里当即炸开,附近一些修饰惨忽,被这种力量震得横飞,不少人当场毕命,令三角人马大聚。 嗯,不对。 杖六一林,迅速演化全印,施展出无量神通,撑起一片介域,急速放大,针对剑剑。 这一刻,他深刻体会到了小时的可怕,那一剑之威超脱了剑意本身,竟有一杀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之真意。 太过可怕,神威精士,逼得他不得不演化师门最高法。 全力抗击。 精彩绝艳,小时手段通神。 这是杖六内心的评价,不得不叹,小时超凡脱俗,竟有如此手段,以剑化剑,演绎西方教最擅长的世界神通,以此针锋相对。 接连碰撞,杖六横移,通体发出金黄色,以不坏身硬抗了几次冲击,进展大神通。 灿烂的符号闪耀,虚空中像是有一片星辰,密密麻麻降落,冲向十号,这是月蝉仙子的法阵生效了。 显然,这是世间的极致杀阵,对付小时一般的手段本行,唯有最强浮纹才行。 看到这片阵纹出现,三角修士都长出了一口气,因为这法阵力量太强了,纵然小时这个等强人近距,也得遭创。 所有人都对这法阵抱有极大的信心,认为大事已定,这是终极杀手锏。 然而,真相长宇猜测向背,最被人看好的攻击手段此刻无效,十号眉心发光,一念间中央天宫轰鸣,各座电宇发光,但金色冲销。 这个地方像是与他凝结为一体,共同磨灭虚空中的符纹,破灭法阵。 他继承大统,成为新皇,这片宫阙通灵,已认可了他,并为他所用,被其黄道气息所积,磨灭沙阵符纹。 有人看出真相。 同时,不少人心头凛然,这所谓通灵宫却是因为致强者曾经布下过阵文所致。 不管怎样,月蝉仙子,秦伦,杖六三大高手在此,有他们坐镇,连妹出手,小时他还能逆天不成,有人喝道。 任何一人出击,都将是十号的劲敌,何况三人同出,三教修士相信他早晚会败亡。 嗡! 虚空剧烈摇动,月蝉仙子出手,法阵无效,他捏宝印,长指迎白。 晶莹透亮,杀向前方的少年。 他偏然若先,角色惊世,一旦出手却是如此的可怕,不带烟火气,却杀势暗运,神威滔天。 砰! 十号捏拳印,斩动昆蓬法,金光澎湃,与他对了一拳,这虚空中像是披过一道金色闪电,璀璨夺目。 他便要继续冲击,可是秦伦,杖六杀志,与他大战。 十号一人独占三大高手,震动四方,所有人都吃惊,虽然觉得他早晚要败王,可还是心惊肉跳。 终究要死。 一些人低语,嘴角擒着冷笑。 是我震杀你等,谁能伤我? 十号像是明白他们所想,冷漠开口,沉稳无比,有一种大威严。 便是面对三大高手,他也表现得很从容,一一对抗,不断爆发轰鸣声。 轰! 下一刻,黄道龙气爆发,数十条天空腾起,冲向八法,这种景象十分恐怖,宛若天地出行,龙蛇并起,为其开路。 扑! 一片惨叫声,血液四溅,当场又有数十人被轰杀,陨落在中央天空前。 小石成为人皇,亲自出手,威势动天,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 第四百五十七章 黄道威严 苍角地天,身若蹒跚,数十条天龙横更虚空中,周围灰蒙蒙,带着一种晦涩的奥义,杀伐阵势。 怎么会这样强? 一些人脸色苍白。 国运绵绵悠长,黄道法力尽显了吗? 现在便如此,日后塌缓了的。 一些长老脸上阴云密布。 对于十号来说,这是一种辉煌战技。 小石强势,以一己之力对抗他们,在三大高手的围攻下,依旧在此开杀戒,令他们生出一种巨异。 初登大宝,身为人皇,小石亲自出手,永不可挡。 这一刻,天龙绕体,一条条巨龙盘卧在长空下,让十号看了起来若一头神魔,有一种君临天下之大气概。 轰。 一拳轰出,四方接阵,十号与西方交的杖六肉身相搏,全印砸在一起,四两座大跃碰撞,神力澎湃,气息恐怖。 他腾空而起,张口一笑,一头火红的朱雀从口中飞出,带着赤红的离火,迎上了不老山的秦伦。 五行气沸腾,那是元素之力,秦伦周身有五种宝光缭绕,与朱雀交击,身体不断发光,扫出五行符纹。 月蝉仙子秀发飘舞,机体晶莹,迎白翘脸上写满凝重,眸子内神侠点点,他素手玉龙,施展出一种恐怖的神通。 玉龙术 远处,有人惊呼,露出不可死的神色,这属于真龙宝树之列,虽只是截取的一部分,但是微能惊视。 三教修士皆变色,一直有传说,称补天教得到过一条真龙的肉身,以逆天守法还原,得到了残缺的宝树。 难道是真的? 许多人一直有这样的疑惑。 世人知道,该教有引龙手,至于玉龙术却只曾听闻,不见人施展,现在却在这里见到,莫不心中忌惮。 十号神色不变,掌心发光,一株碧绿的小草钻出,绽放耀眼光芒,越发的晶莹,而后粗大的剑气暴射。 枪的一声,剑芒洞天,劈在那条真龙上,发出震天巨响,这片虚空不断落下电芒,剧烈的晃动。 这是一株草的剑道奥义,与最强横的生物,龙,进行了一场大对抗,最柔弱的草,最强横的龙,这是两个极端,但却势均力敌。 我等不能杠看着,也要出手,供服此聊。 一位老者说道,中央皇宫与小石共鸣,无法在这里刻下法阵,不然我等可将阵盘祭出,将他阵杀。 西方交一人低语。 尊者不出时,想要灭掉小石这等绝艳的天骄,自然是以上股法阵困杀最好,可是这座皇宫有古怪,难以布下。 场中,十号独占三大高手,自然十分的凶险,任何一人跳出,都将是他的境地。 无论是月蝉,还是秦伦与杖六,每一个人都可以称雄一遇,为同辈中的翘楚,难以寻到一个真正的对手。 现在这样的经验修士,联手攻击,大战十号,自然让他十分被动,陷入了一场最为凶险的苦战中。 不过这等人物交手,很难被杀死,便是三大年轻至尊同出,一起镇压十号。 短时间内也难以凑效。 十号这等人物若是一心想走,便是同阶天骄来上几位,也很难真正留下他,故此三大高手皆小心翼翼,注意封锁路线。 我有义法,可以拜他。 就在这时,十国一位王侯暗中传音。 肃王,你有何话说? 补天骄的一位强者一动,向他询问。 我与一些王侯知晓部分皇宫法阵图,若与他们联手,能破开一些,可将这里一小块区域化为返土。 肃王暗中说道。 他已经没有退路,此前觉得十号会被困杀在中央天宫内,便投向三角,所作所为进入小石眼中。 十号若不死,必会与他们清算。 哦,你懂这些。 西方交一位长老惊讶。 是。 肃王点头,因为他祖辈也算是十足嫡系,自然对皇宫有一定的了解,类似的王侯还有几位。 好,你们联手,我等相助。 西方交一位长老点头,这若是成功,便可以从容不下杀阵,将十号阵杀。 几位,我们没有退路了。 肃王看向另外几人。 好,拼了。 另外几人点头,都是一方强者,在时国威名赫赫,几人凑到一起,认真研究,仔细琢磨。 三角修士将他们包围在中央,进行配合,依照他们的指点,要开始破坏皇宫内的符文。 好胆,你们要做什么? 战王赫道,目光冷冽,对于这些人深恶痛绝,不指他们为人。 大杰已道,上界神人将显化,我等不能逆大势,只是要顺应天地,做出应有的选择。 肃王开口。 挡住他们。 战王赫道,在其身旁也有一些王侯,一直在与肃王等对峙,现在上前就要出手。 此外,还有皇宫中的一些侍卫等,以及荒天王府的人,现在全都迈步,要与这些人决战。 不过三角来人很多,瞬间就将他们包围了,早先时就有一群人一直在盯着他们,进行威慑与对峙。 谁怕谁? 战王冷笑,带着那些王侯向前逼去。 三角修士变色,纵然域外大叫强势,但是也不愿倾起战端,毕竟这些都是王侯,代表了目前最顶级的战力。 一场可怕的大混战急要爆发。 战场中心风雷阵阵,闪电披舞,十号如一尊神魔,举手投足间都让这乾坤变色,一个人独占三大强者。 他将这一期看在眼中,目光冰冷,愤恨那些头像域外大娇的王侯,若是他们与战王等并肩站在一起,便是三角修士来得再多,也得发出。 战王你们都退下。 十号声音不是很高,但却有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 战王等一惊,让新皇一个人独占三角修士,他们怎能这样选择,都不想他只身犯险。 退下。 十号说道,声音变高,不容抗拒。 战王一叹,他也是一代强势王侯,但依旧点了点头,十号刚继承皇位,其威信不能动摇,虽然觉得不妥,但还是退后了。 嘿。 三角人马一起,这是好的开始,赶忙请肃王等出手,让他们画出阵图,迅速在这里清出一块净土,用以百杀阵。 到了这一刻,肃王等也不掩饰了,一起破解,要寻出阵文走向。 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皆当诛。 十号声音冰冷,对他们之恨更胜过三角。 这些人有异性王侯,可当中却也有十足嫡系,竟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在令人心寒与不耻,恨不得斩尽杀绝。 这一次,不会再给你机会。 一位长老贺道,三角修士倒退,并且有数剑圣气腾起,守护在半空中,防备十号再次施展可怕杀伐手段。 与此同时,月蝉仙子,秦伦,丈六也都谋战神盲,发动了最为灵力的攻击,趁其分心,要震杀十号。 不要放走他。 后方的长老贺道。 不错,要堵住御华门。 肃王开口,进行指点,那是自皇宫逃走的一条捷径与生路。 十号冷漠,事实上他并未打算逃,这样的战斗虽然极度危险,动辄就可能陨落,但是他却可支撑住。 一是他足够强大,底气十足,二是他渴望这一战,借此魔力,不然平日怎能遇到这样的对手。 他根本无据,越战越勇,很适合这样的战斗。 不对。 秦伦皱眉,竟有些吃力,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正常情况下来说,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与十号征战都会打个鬼哭神嚎,注定是一场难以预料的血战。 三人同出,理应可以将他震杀才对。 这一刻,小时越发的沉稳了,有一种大威严,像是要均临天下般。 他举手投足,都与这片天地相合,在其周围,雾海弥漫,有一种晦瑟纳明的奥义浮现,笼罩了他的躯体。 黄道气运加深,他引动了这种大势,这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源源不竭,从国运中抽取而出。 战六露出凝重之色。 所有人闻听,都是一惊。 轰。 十号出手时,大开大河,中正平和,越发的大气,真如一位黄道至尊一般,僻逆四方。 在其体表外,黄道气息越来越浓郁,这天地中有丝丝缕缕的神秘之力流淌而来,将他包裹,随着他发威,带动了这片天地。 这一刻,他像是在挥动一方天道,以天地大势阵杀十方敌。 那是举国共济的秘力,他继承皇位,随着时间推移,一丝丝一缕缕正式向他的身上涌来,除此之外,他怀中的宝印,也在释放这种秘力。 轰。 十号捏拳印,平和斩出,一下子将帐六阵飞出去很远,让他面陷苦涩,这样的权力太重了,帐六聚阵不已。 众人相顾骇然,现在可以清晰的见到,一层厚厚的阴晕之气将十号笼罩,颇有万法不侵之神威。 黄道果位,绵绵悠长气韵加深,万法不侵,永不坠洁,现在就体现了出来,一味长老变色。 而肃王等更是心惊肉跳,难道连三大强者都拦不住他吗? 任何一人就足以与他血战,争雄到底,而现在三劫同出,这天地间不可能有人可以活下来。 一味长老不相信,忍不住叫道。 吃。 十号与月蝉仙子交手,剑气纵横,碧绿草叶浮现,斩下月蝉仙子颈盼一柳秀发,被他抓在手中。 众人大害,便是月蝉仙子的美眸中也是神光引线,刚才只差那么一点,那一剑就斩中了他血白的景象。 情况不妙,秦伦,帐六,月蝉三大人杰联手,竟越发觉得压力大了,那十号的身上有一层厚厚的阴晕之气,难以破开。 而对方的攻击力却如山在叠加斑,压力倍增,让他们都心头悸动。 杀。 十号大喝,黄道龙气汹涌,他振开了三大高手,如虎入狼群,冲向三教修士与肃王等人。 十国皇宫注定要血流成河。 第四百五十八章 三教大败 十号如井中困龙,中的机会,脱困而出,气息暴涨,振开三大强者后直接杀入那人群中。 在可怕的轰鸣声中,他如一头人形的鲲鹏,符纹闪耀,通体金黄,横扫千军,动用了最强大的力量。 扑的一声,紧在这一接触间,当场就有二十几人横飞,被他震得肉身破烂,在半空中炸开。 众人骇然失色,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三教修士来自狱外,有几个示弱者。 结果遭遇这样的恨祸。 面对十号,犹若绵羊与雄狮对决,完全是一面倒的局势,双方刚一接触就发生了这样可怕的后果。 既盛气。 一位长老大喝,这般的勇者让他挡寒。 虚空中,一柄金简浮现,白雾涌动,并流动蒙蒙光辉,威势骇人。 他晶莹灿烂,当中浮现出一头黄龙,扑向十号。 并且,这片虚空中,伴着一阵雷鸣,金色电芒如潮,踢趴落下,璀璨金光爆发。 另一边,一个波鱼浮现,紫雾弥漫,它像是一个无底黑洞,吞那四方精气,爆发剧烈的波动。 这两剑圣气十号都曾见到过,此前更是交手,不过他擒住了这两剑兵器的持长者,却不曾禁锢兵器,他们都顿走了。 此时,两剑圣气再现,一群人共同祭出,要镇压十号。 嗡! 赤霞滔天,十号并没有任何的犹豫,抬手间,掌心腾起一片恐怖的红光,一个葫芦腾起,向外喷勃剑芒,对抗两剑圣气。 并且,红葫芦一颤,扑得一声,血光闪烁,两具尸体落下,正是此前收进去的那两名俘虏。 既然杀到了这份光景,十号也没有什么在乎的了,三轿攻入中央皇宫,他还留对方的弟子作慎。 直接震杀。 杀! 另一股波动传出,一把有黑的大伞浮现,依旧流动圣光,透出无以伦比的力量,又是一剑圣气。 这样三剑圣气同出,在诸多强者的催动下,一起震杀十号,终于是让他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他寄出的赤色葫芦滴溜溜转动,被阻挡住了。 抵住他,我们前后夹击,将之震杀。 有人呼喝,同时为三大高手争取时间。 然而,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刹那而已,众人神识一空,全都巨震,感觉要与那圣气失去联系。 这个时候,十号通体发光,充分调动自身优势,黄道龙气沸腾,与整片皇宫和明,一座又一座宝殿发光,隐约间要透发出符文来。 这些殿羽也是法器。 众人预感不妙,那三件圣气在抖动,竟要被那些殿羽截断与众人的联系。 给我破。 这一刻,十号突然大喝,没有再与这皇宫共鸣,稍微干扰圣气后,突然爆发了自己的力量。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他竟然多了一对拳头,也在演化鲲鹏法,共有四只手臂,一起结印,爆发开来。 轰。 赤葫芦开道,阻挡圣气,而他自己则击穿光幕。 杀到众人进前,这简直是一场大灾难。 十号发威,四条手臂,轮动开来,简直是在横推,当即有四名强大的修士暴碎,他们身后的许多人更是被震的飞起,在虚空中炸开。 这太威猛了,如一头人形暴龙,碾压而过,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毫无疑问,这是宝树的叠加,他动用了鲲鹏法,攻击力无匹,再加上朱焱一族的神通,多了一对手臂,战力激增。 杀呀。 有人大叫,不甘遭劫,拼了命的还击,浮光流转,各种符纹喷勃而起,一片的绚烂。 然而,十号万法不侵,在他的体表外一层厚厚的阴晕光雾笼罩,令他神秘而强大,攻来的所有符纹都被磨灭。 他大步而行,有龙虎之姿,抬手间鲲鹏展翅,金色霞光澎湃,将前方淹没。 噗! 这一次,足有四十几位高手陨落,那里血雾蒸腾,看不到人影,这些人当场就被化掉了。 那些飞快倒退的人脸色苍白,这太可怕了,人力简直难以对抗,刚才他们若是慢上一步,也步了后尘。 肃王恐惧,他与那几名王侯全都脸色煞白,心中惶恐,强大如他们,经历那么多事,在这一刻也毛骨发寒,对这位新皇说不出的害怕。 如此少年,才不过十五岁,便以这般逆天,将来会有怎样的成就? 三大高手都没有拦住他,这足以说明了问题。 轰! 在十号冲向前去大开杀戒时,月蝉仙子,秦伦,丈六也终于在出手,化成三道神光俯冲而来。 十号末的回头,这一次的变化吓了所有人一跳,浑身发光,直接多出两颗头颅,强者波动惊人,手臂也多了。 三头六臂,他竟修出了朱燕的大神通。 一群人惊叫。 刚才多了一双手臂也就罢了,可以动用一些特别的秘法实现,而现在却一下子化成三颗头颅,六条手臂,这就不一般了。 现在像是有三个十号出现,那种波动也是如此叠加的,神力提升了一大截,是朱燕族的镇族宝术。 这一刻,十号获得冲向三大强者,主动与他们进行了最为激烈的一次碰撞。 轰! 天地茫茫,各种符号晶莹透亮,神光淹没了此地,仿佛有无尽的大星坠落,乾坤不稳,一片模糊。 三大高手变色,全都被崩飞,这一次不同以往,十号更强了,同时与他们碰撞,并非如早先那般利用急速分别对决。 最强硬的碰撞,导致三人肉身剧痛,再次脱离中心战场。 十号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但是有黄道龙器,阴晕光雾护体,难以坠截,他并无大碍,反而借助这股距力飞向肃王那里。 事实上,几大王猴早就动了,见到十号杀来时就已准备逃生。 可惜,再快也没有鲲鹏法厉害,这时世间急速,一道金光横空,追上了肃王,十号冷漠无情,点出一指。 肃王大叫,心胆皆寒,竭尽所能出手,进行抗衡。 咔! 护在他身前的一面青铜盾炸碎,而后接连两件强大的法器军裂,十号那一指已不可阻挡之势按在了他的眉心上。 扑! 肃王脸色僵固,那种惊恐凝结,而后他眉心躺屑,仰躺了下去,触地的刹那整具躯体灰飞烟灭。 这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十号三头六臂,施展各种宝术,进行叠加,如入无人之境,强大如王者也挡不住。 让人怀疑,他踏进了尊者境。 去封锁城门,开启护城大阵。 十号传音,命令丈王等退走,锁住皇都,他准备困住所有人。 丈王等王侯全都目瞪口呆,新皇这才多大年纪,竟然如此可怕,要以一己之力横扫三教修士吗? 他们震撼,从十号给他们下的命令就可知,新皇无惧这些人,想关门打狗,让他们去守住门户,以护城大阵所困。 丈王兴奋,骨子里有一种桀骜,无比好战,这样的场面与结果让他热血澎湃,新皇一个人便有如此威势,要在这里大开杀戒,让他共鸣。 他激动到颤抖,转身就走。 其他没有妄动的王侯也都惊颤,得到命令后一句话不说,冲向皇宫外。 十号大开杀戒,先针对几位反王,宿王死后,还有几位王侯也相继毙命。 这些人在死前都经历了莫大的恐惧,眼中有哀求,可是十号并不留情,冷漠出手,全都格杀。 在其脚下,浮尸一片,而更多的人都只是化成血雾,三教修士倒退,被杀的七零八落,全都恐惧无比。 月缠仙子,秦伦,杖六再次冲来,这次完全不同了,三人像是三轮小太阳般,璀璨夺目,体外神艳熊熊燃烧。 十号冷漠,他知道,直到这一刻三人才爆发,现出最强战力,但是已经晚了,难以扭转乾坤。 的确如此,早先三人虽然联手,但也相互忌惮,最初时都戒备,留了一手,不曾展现最强的神通。 这一刻,补天树横空,光辉灿烂,并且当中夹着一柄玉剑,展向十号景象。 这十分恐怖,补天树一出,可以有悔,补救施法者。 另一边,秦伦的五行神通展现,颠倒乾坤,混乱天地,几乎演化出混沌。 杖六通体金黄,他一下子化生出十八条手臂,更是展现世界神通,全力镇压十号。 可惜,终究是难以压制小时。 在这一刻,他勇猛无敌,左手昆蓬树,右手一株草,渐气茫茫,再加上三头六臂,以此叠加,简直有天下无敌之势。 这一次的大碰撞,秦伦可写。 十号皇道气息爆发,数十条天龙绕体而明,更为强大了,那笼罩他的阴暈侠物越来越浓郁,磨灭各种攻击。 他知道,这三人便是吃亏了,一时间也难以斩杀,不如先杀他们带来的那些人。 皇宫内,尸体一句又一句,三教修士被杀得崩溃,全都亡命而逃,奈何新皇太强,横扫他们。 而这一刻,整片皇宫都在发光,自主与十号产生了某种联系,仿佛有了生命。 怎么会这样,补天交一位长老悲呼。 甚至,还有一些人大哭,这一意太惨了,三教修士丢下数百具尸体,被杀得惶惶不可终日,彻底溃散。 三大高手脸色难看,他们可以立敌十号,却难以阻挡这一切,小时得皇到果位,变得太强,不能镇压。 三人一叹,大势已去,这次灾了,再这样下去的话带来的人非被杀光不可。 他们倒也干脆,迅速退出这片镇纹将复苏的皇宫,守护几方人马,逃向远方。 这一意,震惊皇都,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着,也不知道有多少大势力在等待,结果却是这样一个结局。 三教大败,这简直不可想象。 小时一个人而已,横推朱雄。 而这一战还没有结束,三教分开后,十号邪无上皇到威严,先追西方教,在赶布老山,杀得他们几乎全部败亡,只有主要人物顿走。 最后,他更是追着补天教而去,直击月蝉仙子等,要将他们勤杀。 第459章 陆神阵 龙银阵阵,大气磅礴,以十号为中心,数十条天龙腾起,震动虚空,而后全都抱起, 俯冲向前而去。 这一刻,那一群人充满了绝望,纷纷祭出法器以及宝树,进行最后的抵挡,不甘就这样结束生命。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改变什么,真龙横行,穿透那些宝具,积散那成片的神通符文,碾压这些修士。 扑,扑。 二十几人全都被击穿,化成血鱼骨,集体凋零,令他们恐惧,不甘,前路再往,很快就要冲出石兜了,结果却被小石追上。 已到城墙前,甚至不少人腾空,月上有黑而冰冷的墙体,就要施展秘法,穿透护城浮沫,就这样离去。 可惜终究是差了最后一步,让他们绝望,眼睁睁的看着小石展开灵力手段,横扫他们,难以抗衡。 这是补天骄的人马,在城中就剩下这么一群人了,结果小石一路追来,死死的咬着他们,不肯放过,进行了一场绝杀。 哪里走? 十号鹤道,黄道龙器并起,数十条大龙腾空,一起扑向城墙上一个雪衣女子,进行绝杀。 月蝉回眸,若星河炸开,美丽的瞳孔中射出一片符文,伴着丝丝缕缕的白雾,竟有湮灭虚空之势。 咦?十号吃了一惊,此女不简单,这种神通此弦不曾展现过,她的美丽瞳孔中坠出一片星河。 那里白茫茫一片,将数十条大龙阻止,并且星光流转,竟要炼化。 不过,她并未炼战,速手抬起,猛力切开护城的光幕,整个人纵身一跃,脱离这座上谷就存在的浩大城池。 城墙上有许多军士,恰好战王也巡视到此,见到这一净狂全都一探,护城大阵能拦住一半。 一般的修饰,但绝对阻不住这个女子。 十号自然不会止步,双臂一斩,金色霞光若神雨漫天,她展开鲲棚法,化成一道流光,击穿光幕,追出城外。 在他们离去时,皇城已沸腾,这一战太惊人,新皇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杀得三教大败,全都溃逃,令人难以置信。 狱外大教和其强盛,自古不朽,而荒域的皇朝却已更迭很多此了,一般情况下来说后者难以比肩前者。 可是,今日一个少年人皇,展现出与他年龄不相符的霸气,催枯拉朽,横扫千军,杀得无上大教溃败。 昆王,蓝王,肃王,皆被当着三教的面诛面,全都为新皇一人亲自出手,一个都没有活下来。 皇宫战局刚定,这些消息传出,引发了一场大波澜,压得人们透不过气,这极有效的震慑了城中一些墙头草。 如此辉煌战绩一出,再无人敢轻举妄动,而一些鼓噪,原本投降域外的王侯家族,也都浸若寒蝉。 想走,不可能,仁皇有令,都城四壁,而你等更是要进封府中,不得外出。 战王等一些强大的王侯亲自巡视,免得城中起乱,此时新皇追杀出城外,也许会让一些人起别的心思,趁乱而发难。 毕竟,有些战将也投降了域外,而今还没有被擒拿。 这一刻街道上有一股洪流奔涌,诸多军士在出动,身穿黑色甲皱,闪动乌光,手持战戈,铁剑等,杀气腾腾。 今日,全城戒严,充满杀鸡,各座城门楼上人影晃动,街道等主要路口全是假式,到处都是强者。 整座巨城十分紧张,一片肃穆,庄严中带着淋淋战气,腾腾而上。 这注定是一场巨变,必将要载入史册中,小时即位,大杀四方,追击三轿强者,将震动天下各方。 城外,十号追击,通体被阴晕光雾裹着,双臂一阵,虚空轰鸣,他的速度太快了, 若一颗金色大星横过平原,略过山地。 这一追忆陶间,他们已经远离黄兜八百多里,身边各种风软谷地等飞退,古墓参天,大河滔滔。 缩地成寸大法。 十号双目中流动精芒,难怪一时间难以追上月禅仙子,对方也掌握有一种神形之法。 这种大神通是人族一位前辈开创的,号称天涯可化咫尺远,一步迈出,星河倒转,若是实力足够强大,直接就能步入星空中。 缩地成寸,并不是虚言,可以化千里,万里甚至更远的距离为一寸,比肩昆蓬神速,只要掌握,便可以横行天下。 即便是遇上大敌,也能逃走,可以说这是一种保命大法,让天下修士都眼红。 同时,他也是攻击法门,速度提升上来了,出手自会如电,进退自如,在对决中便等若提升了战力。 很可惜,一般人根本没有机会学,在补天教中,这也是镇教神通之一,只有少数几人可观月子宝典。 前方,一座大湖十分清澈,灵气一缕缕散出,而附近古树很多,瑞兽出没,一看便是一处修行宝地。 月缠仙子停步,一口气奔行三千里,令他也迎白得额头也见汗了,自进入荒域后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 十号也停下,挡在前方,与他相聚不过数十步,缓缓抬手,捏拳印,准备进行最后的雷霆攻击。 月缠仙子摇头,虽然一路逃来,但是并不紧张,美眸如水,鲜艳红唇清起,声音有一股雌性,十分动听,道,你留不下我。 你太自信了。 十号冷笑,不过却也是一阵醋眉,感觉到了什么。 离开黄都,你身上龙气渐薄,不可能还依旧万法不侵,毕竟你才继位,根基目前也只现在十兜。 月缠仙子淡淡的说道,青丝披散,光滑的如绸缎子似的,一双灵动的眸子中辖光流转。 十号眉头微挑,他自然感应到了,远离黄都后,那丝丝缕缕而来的黄道气息变弱了。 这个女子这样一路飞顿,便是想摆脱那种国运的压制,想冲到一个崭新的地方,不受局限,避过一劫。 十号省效,便是离开黄都,他怀中还有一块宝印,一样可以汲取那种黄道宝气,加持在身,依旧可以法部灵体,节部加身。 不过,他倒也不至于非要倚靠这块玉玺的力量,他有自己的神通,一样可以镇压各路王侯级强者。 到了而今,十号有一种大威严,坚信自己,战斗中不败。 或许在敌人看来,这是一种自负,但他就是有这般感觉,相信自己可以胜过所有对手。 这种无敌的事,对于修士来说十分重要,小时一路走来,横扫朱笛,击碎众同不败的神话,今日更是大败三教强者,将这种事推向了顶峰。 月缠仙子感觉到了这种事,修长玉体横移,臂其锋芒,全身上下都发光,迎白肌肤像是变成了阳之玉,他在施展一种特别的法。 十号精益,他的身上竟也出现一股龙气,机体摆动,横在虚空中,满头羞发披散,姿态豁人至极。 他自然不会认为月缠仙子要诱惑他,这等仙子高傲而自信,怎会出这等下策。 果然,才一开始,月缠仙子就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波动,施展出一种智强宝术,他变化,修长机体宛若白玉龙区。 依旧是人形,但是却在模仿真龙,横在空中,有些怪异,可那股霸道之极的力量却足以震惊世人。 真龙宝术 十号吓了一跳,那种波动太剧烈了,而且与传说很像,傲视当事。 吃! 月缠仙子冲了过来,如一头美女蛇般,机体洁白,衣卫飘舞,满头绣发向后飞,露出一张俏脸,双手捏龙印,鸡向十号。 这太快了。 一道白光充滞,月缠仙子此时气质与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别样的美感,矫健与力量并存,若一条洁白的真龙俯冲。 轰! 十号一施展昆蓬法,自身宛若一头金色的蓬鸟,展翅鸡九天,他探出一双手,急速放大,显化出一对金黄色的蓬爪,抓向那条洁白的美女龙。 剧烈的碰撞,两人全都倒飞,都吃了一惊。 好长时间后十号才点头,可以确认,这真龙宝树有问题,不然月缠仙子也不用模仿真龙形体,此处有瑕疵。 不过这种宝树威力惊人,若是换了旁人,绝对在十号全力运转昆蓬法时,遭受重伤,甚至爆碎。 月缠仙子胸不起伏,刚才这一击消耗很大,他露出异样之色,小时没有动用黄道龙气孩这般难缠,果然是劲敌。 很快,他平静了下来,血衣飘舞,精致的面孔完美无瑕,灵谋闪烁,露出一缕杀意。 嗯? 十号心头一领,感觉不对,分明是他占据上风,为何心中激动,感觉很危险。 他低头一看,就在两人碰撞之处,竟有一个六芒星浮亮起,是他与月缠的激烈冲击导致的。 陆神阵,开启。 月缠仙子轻斥,既然对方已觉察,就不用掩饰了。 十号寒毛倒数,急速倒退,他终于明白月缠仙子方才为何施展那真龙宝树,且如此吃力了,最主要是要开启这座法阵。 这是什么时候布下的? 应是很久前,这个女子不简单,便是三较强势而尽,共乱十国皇都时,她也没有大意,早就提前留下后手。 十号急速倒退,但是却已来不及,这片灵湖以及周围的山川窑洞,这是一座巨大的法阵,通体发光。 山风与大湖等光芒冲销,竟搅动了天上的风云。 轰。 一道粗大的闪电落下,劈向十号,粗大的银色电芒骇人心神,难以对抗。 十号寄出一件上古法器,当即被震裂,银芒一闪,电光开始吞噬那法器碎片,融入阵中。 晚了,想走已不及。 月缠仙子立身在远处,脸上带着淡笑。 十号施法,身体模糊,从原地消失,因为证明陆神,足以说明了问题,威力强决,他若是硬抗多半会陨落。 障眼法嘛,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大阵。 月缠仙子平静的说道,眼中有会光,全力开启法阵。 这一刻,电芒交织,神光披舞,将此地淹没。 整整一个时辰,这里全都是雷暴,强到极致,足以将尊者活活劈死。 陆神阵,曾震动天上地下,以月缠的修为以及所动用的材料肯定不能不出,他只是布下了陆神阵的雷布符文,便是如此,也能斩天下至强者。 整整一个时辰,银色电芒狂暴无匹,将这里粉碎。 过了很久,月缠仙子才踏进这片焦黑的截土中,猝着眉头,感觉不到十号的气息,自语道,便是来一群尊者,都将会被斩杀,化成劫灰,他应是陨落了吧。 闻,一块青铜,月缠仙子惊讶,在大劫中还有一物留下。 吃。 突然,这个青铜快发光,出现一条金色的通道,直通他身前。 砰。 一直大手探出,急速放大,一把抓住了他的小蛮腰,拎了过去。 第四百六十章 锦拿仙子 月缠仙子原本嘴角擒着淡淡的笑意,笑脸晶莹,以为战斗结束,不曾想发生这等变故,笑容凝固。 太突然了,偌大的山地与湖泊化成截土,一片焦黑,谁能想到十号再现,一把抓住他仙柔的柳妖。 吃。 他反应迅疾,双眸中发光,灿烂无比,一片星河落下。 荧光耀眼,璀璨无边,全部打在那只大手上。 这是什么宝树,十号不知,感觉手掌剧痛,若非肉身足够强大,换作他人,这只手掌便被击碎了。 刹那间,十号的手掌发光,金黄中带着黑色帆纹,演化鲲棚法,大手握在那小蛮腰上,感觉到了一阵柔软。 但是,紧接着一股距离用来,对方那圆润晶莹的小腹若龙身一般,猛力震动,差点就摆脱出去。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电火石花间,两人激烈对抗。 大手牢牢的抓住细腰不放,将月蝉仙子向那金色通道中拽去,要将他镇压。 他很难逆转,毕竟已落下风,十分危险。 十号催动掌力,因为便是攥住了月蝉仙子也感觉不稳妥,对方是一个强者,机体看似晶莹雪白,但是十分强大,很难镇裂。 在这一瞬间,他甚至觉得,月蝉仙子的肉身比西方焦的杖刘还厉害,特别是他催动真龙宝术后就更可怕了。 这一刻,他通体盈盈发光,若一条美女龙再翻腾,想从十号的掌中挣脱出去。 轰! 十号毫不留情,掌指尖喷勃无尽霞光,他动用了志强的力量,要震裂起小腹,不然的话他多半会逃脱,有着变数。 一声叹息,月蝉仙子美丽的面孔发光,竟有些模糊了,他没有恐惧,没有惊叫,有的只是宁静。 闻! 十号眉头俱跳,分明握住了这个仙子的机体,触到了那种柔韧与晶莹的肌肤,怎么会这般? 补天术! 很快,他明白了,对方施展了这种大神通,让一切都有悔过的机会,整片时空都紊乱了,这里流光溢彩。 时间仿佛在倒流,虚空仿佛在扭曲,月蝉仙子挣扎,小蛮腰扭动,如水蛇一般,修长妙体横移,如梦似幻,脱离了十号的手掌。 十号升起一股诡异的感觉,空空落落,为什么会这样? 补天术太奇异了,让他中招,没能捉住月蝉。 他不得不叹,这种宝树神奇,不愧为补天教第一神术,无以伦比,实在是逆天之极。 都到了这份光景,十号原本掌握主动,即将镇压月蝉仙子,可结果硬是让他翻盘,挣脱了出去。 而且那补天术一出,无迹可寻,奥妙无比,超凡绝俗,比之当初十亿施展也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并非众统者天赋不成,主要是他那时境界低,且修行补天术也没有多久。 月蝉仙子就不同了,而今在王境,并且自幼就开始接触补天术,早已精通圆满,没有瑕疵。 故此,在他施展下,便是十号都没能捉住,让他如一条滑溜的鱼儿般,正拖入水。 月蝉倒退,站在安全区域,虽然面色平静了下来,但还是轻轻出了一口气,刚才太惊险了。 只差一点而已。 他便被十号镇压。 便是如此,他的小腹处也露出一片晶莹的雪白,那里有枝掌印,镇碎雪衣,若非补天术,他绝对被击穿了小腹。 地上的青铜块,光辉收敛,金色通道消失,而十号已经跃了出来。 这是世界宝盒,内蕴小世界,是太古时期的天神存放最西珍宝物的盒子,自然坚固无比,当时难见。 一般的人不懂此核秘咒,根本无法开启。 这一次,若非有此宝盒在,十号将十分危险,可能会被无尽雷电击穿,毕竟这是陆神阵的雷布符文,可以灭尽天下至强者。 若非躲进天神宝盒内,后果不堪设想。 十号看着这个白衣女子,她圣洁而美丽,看似田径无害,但着实危险,只差一点就将她困杀大阵中。 你心思倒是不少,在近黄兜前,占据绝对主动与强势的情况下,还布下这样一座法阵,留作后手。 十号说道,这个女人心机很深,容貌完美,宛若天仙,还有这等手段,差点将她置于死地。 错过了机会。 月蝉仙子一叹,明知美玉般的肌肤流动光泽,小腹血白裸露,却并不在意,带着一种遗憾,看着前方的少年。 十号磨牙,对方还在遗憾没有灭掉她,可她却愤懑,只差那么一点就将这个世人眼中的仙子生禽活捉了。 现在分开后,她没有十足把握捉住了,毕竟同级术的强者,一方若是想逃,不见得能留下。 况且对方掌握有缩的成寸大神通,代表了天下急速。 虽然有点难度,但是我发誓,今日要将你拿下。 十号说道。 月蝉仙子调整心绪,嘴角露出一缕淡笑,像是自负,又像是嘲弄,与她平日端庄圣洁的样子有点不同。 显然,她虽然在控制心绪,但依旧有些脑溢,毕竟刚才被钻到小蛮腰,且小腹裸露,差点被击穿。 她身围捕天教仙子,号称圣洁少女,再怎么非凡,面对这种情况,心中还是会有波动的。 小时,今日你捉不到我,她日会付出代价的。 月蝉仙子嘲弄。 你失去了从容,居然会说出这种话,看来你要败了。 十号笑道。 是吗,你来试试看。 月蝉仙子轻丝飞舞,如瀑布般,她旋转身体,腾空而起,洒落下无尽的光辉。 她主动发动了攻击,一片剑气交织,从她手中的玉剑画出,赤剩无比。 与此同时,她的双眸灿灿,银色星河再次坠落,从眼中映照而出,拥有一种极大的压力,令人身体颤抖。 十号心头一领,她觉得月蝉仙子气息强大了一截,真是有点看不透,比之在皇宫时要厉害很多。 她言语不紧,这是故意的,让我误以为她心绪不稳,有机可衬。 十号心头一动。 吃。 她爆发了,在绝对强大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虚的,她有信心迎战任何一位对手,无尽剑芒冲起。 这是一株草的剑道奥义。 在铿锵声中,十号与月蝉激烈大战,杀得日月无光,天地失色,转眼就是上百回合。 月蝉仙子气机一变,背后浮现一头真龙,威猛无比,将她衬托得如女帝,相伴着真龙,屁腻人间。 她那种超尘脱俗的气质尽显,令她看起来越发的不凡。 并且,这没有结束,赤霞冲起,在她的身后,竟又浮现一只亮丽的神皇,羽翼仙凉,霞光澎湃,火光腾腾。 这是,十号大吃了一惊。 她知道,无论是这真龙宝树,还是那神皇宝树,都是残缺的,不然石胸中的两种一起出世,绝对要吓死人。 她却也明白,这样两种有缺的宝树合在一起会多么的恐怖。 因为世间一直有传言,龙皇相合,天地和明,那种伪力无以伦比,不说天下无敌也差不多了。 十号没有犹豫,一头昆蓬浮现,半塌而明,气息恐怖,随着塌而气息暴涨,强大到极致。 同一时间,漫天都有陛霞闪烁,一株又一株草扎根虚空中,全都在冥冻蒸蒸剑气,震慑人的魂魄。 杀! 这一刻,惊世大战爆发,关乎生死,月缠仙子不可能再保留,动用所有手段,不选择完整宝树,而是用这种组合,当真是精神气仙。 这一战,杀得昏天暗地,日月无光,鬼哭神嚎,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 可以说,相当的惊人,最起码十号出世以来,一直是横扫朱迪,可现在却陷入这班苦战中,浑身是汗。 你的黄道容器不管用了,该我请你了。 月缠仙子也语 十号没有动用宝印,但却直接环以颜色,漫天草叶飞舞,其中一道剑光刺一珠草上亮起,几乎斩中月缠仙子的眉心,纵然如此,也让其眉心间出现几滴血珠。 这一战十分激烈,当持续一个多时辰后,两人都疲累了,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战斗,都在动用极尽手段,潜能尽出。 看你如何逃。 十号冷笑,探出大手,这一次开始强强试震杀。 召唤诸天星辰。 蝉仙子嘴角露出一缕淡笑。 下一刻,十号发呆,只见虚空中密密麻麻,成片的陨石砸落而下,燃烧火光,向着他震杀。 这丫头逆天了吗? 十号震动,这可是通神手段啊,召唤允星,他怎么可能? 妈的! 忽然,十号感觉到了什么,忍不住诅咒。 这个地方符纹闪烁,早先陆神阵耗损后,残余阵纹竟变了,演化成另一种法阵,能召唤附近的石山,一起从虚空中砸来。 月蝉仙子所布下的法阵,竟有另一种变化,陆神阵废,还有演化的可能,化成另一种杀阵。 虽然陨石威力不如从前,可是现在十号也很疲累了,这样无边的陨石砸来,对任何修士来说都是一场噩梦。 轰! 这一刻,他毫不掩饰,胸口发光,至尊谷复苏,动用自己的极尽力量,让虚空有蛆,天地轰鸣。 像是一个巨人在摇树,这乾坤都颤,那漫天陨石居然在暴碎,如烟花一片灿烂。 月蝉仙子变色,被挖走至尊谷后,再次涅槃而生,这种谷最是可怕,孕育出的力量难以想象。 他想都没有想,仅一瞬间而已,就祭出十种宝树,这个地方沸腾了。 这是一场惊世大战,他们在神光中仿佛永生,成为天地间最绚烂的风景,大战激烈无比。 奈何,月蝉仙子将各种宝树斩进,补天树用了一次又一次,最终还是没有改变结局。 他终是被擒住了,十号以胸部发出的光,将他钉住,一把抓到手中,而后封印,直接扔进了世界宝核内,不可能逃脱了。 扑! 十号可写,这至尊谷涅槃再生,威力让他自己都有些震动,可是却也消耗太大了,伤人之时也伤了自身。 第461章 挖坑 十号伤得相当的重,胸部有一些裂痕,鲜血鼓鼓唐落,他运转鼓纹,迅速止血并封住伤口。 至尊谷虽然初步复苏,但属于涅槃新生,终究还是没有被悟透,还未摸索出其究极傲益,故此很难掌握住其可怕的规则神力。 很长时间后,十号才长出一口气,精气流转,向着他的体壳内涌动,修补其伤痕。 他没有想到,在皇宫大战三教最强传人,独队各方高手都没有受伤,强势横扫所有人修饰,可却在这里流血,伤势不轻。 月缠仙子的实力超乎想象,在皇都时并未真正全部爆发,而且在这里留下这么多的后手,那大阵足以灭杀天下至强者。 若是稍微疏忽,这次就可能身死了,想一想,十号都觉得有点良意,横扫三教修饰后在此却吃了一个亏。 不过很快他又笑了,嘴角微瞧,带着一些欢愉,带着一些冷意,补天骄的圣洁仙子被他擒住了,这若是传出去,一定会震惊天下。 无论怎样说,这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会让巴欲震动,各方瞩目,造成一场轩然大波。 月缠,号称仙子,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殊荣,在这世间有几人可以被这样称呼,并且得到认可呢? 他的名字传遍各教,在年轻一代人眼中他高不可攀,圣洁无瑕,在老辈人中他的天赋无以伦比,难有人比肩。 在补天教中难以寻出第二人,并且他自身实力足够强大,在这尊者蛰伏的年代,绝对是巴欲最强的几人之一。 这样一个天纵之姿的仙子,而今被人捉住,造成的风波多半会比十号想象的还要惊人,他摸了摸鼻子,站起身来,暂时丢开了这些念头。 他开始全力修复伤势,运转各种神侠与符文,每一寸血肉都发光,吸引天地精华,不断流转,弥补其肉身伤口。 天色已黑,星光洒落,可以看到诸天星辰的银灰落下,被十号的血窍不断吸收,他整个人都变成了一个银简。 他全力运转,吞吐十方天经,伤势恢复得极快,原本至尊骨这种逆天的东西造成的伤害很难在短时间内痊愈,但现在却在好转。 银灰如铺,洗礼血肉,炼化伤痕,终于是让他的体内重新充满了勃勃生机。 在此过程中十号又饮了一些猴耳酒,吃了几株灵药,终于让伤势好的七七八八,恢复了旺盛的血气与神力。 此时,早已是深夜,十号停止运转,因为不需要了,剩下的伤势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自动愈合。 毕竟,他的体质超凡脱俗,肉身强大无匹,自愈能力极强,可以清除坏血,再阻血肉与骨骼等。 夜里,十号一个人在这片焦黑的截土中行走,眼睛清亮,认真观看了这片山川地形,嘴角露出一缕冷笑。 这月缠仙子还真是厉害,布下这样的后手,差点将他绝杀在此,显而又显逃过一劫。 来而不枉非离也。 月缠仙子虽被擒住了,但是补天教还有高手,有隐服的尊者甚至更强的人,也许现在还不会出现,但过段时间说不定就会跨欲而来。 他若是扣下月缠仙子,补天教肯定会乱,必会寻找这位天女,怀疑各种可能的情况。 月缠天赋惊世,并且世上戒人,想来在补天教中有非凡的地位,该教寻觅时可定会非常细致,多半会来辞找线索。 小塔帮我布下一座杀阵,能斩制强者,管他尊者等甚至更强的人,来多少全部绝杀此地。 十号说道 因果太大,多准备点天才地宝。 小塔老神在在地说道 这你也要打劫,我只是请教你阵法,又没让你出手。 十号瞪眼 一般情况下来说,我不理会红尘中事。 小塔回应 你,十号就知道,这家伙很黑很坑,想了想,不打算用他了,跟他交易太吃亏。 他决定立刻返回皇宫,说不定那宝库中便有神阵,可以在此步出,斩杀近来此寻觅的尊者等。 大哥,你求我呀,我也能帮忙。 就在这时,他发丝中的打神石开口,带着蛊惑的味道。 就凭你也想敲诈我。 十号被极乐了,怎么竟遇上这种家伙,还都被他挂在发丝上,一个个亮晶晶,结果全都又黑又贪婪。 不敢,大哥你误会了。 打神石相当的低调,口中称大哥,有些不好意思,道,我只有一个条件,把我放在那块玉玺旁,我便告诉你一个法阵,保管能收拾那些对头。 十号文言觉得还算不错,便是将他放在保印旁,料想这家伙也难以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不过他还是邪逆打神石,道,记得最初见到你到时候,你说偶背点话,原先不过是一块完石,现在怎么越来越成精了。 人总会变,石头会越来越圆,我这是在进行人生的蜕变,进行有意义的改变。 他显然是在湖州。 十号也没有深究,因为他知道,这家伙绝不简单,也许是上古的某块极富盛名的打神石避难在百断山也说不定,这一事随他而出。 很快,打神石便传下一幅阵图,十号认真琢磨两久,不禁吃惊,这家伙肚子里真有料,这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杀阵。 越是研究,他眼皮越跳得厉害,这座法阵多半能对付上古大能吧? 可是,他也发现所需材料太多了,甚至还需要一些神料,在此挖坑,用来对付补天教寻来的人,有点过于挥霍与浪费呀。 不用布下完整的法阵,只需部分就行,来多少人镇压多少。 打神石得意洋洋。 十号点了点头,过于珍惜的材料不能用来布置在此,而今的皇宫也很需要,他要张开大口袋,等着三教强者来反击呢。 有个问题,若是一般的人在此探寻,我希望他不能让大阵启动,唯有尊者级以上的修饰来此才能处发,不然太浪费。 十号说道 大哥你真狠,要杀就杀大哥的,我喜欢。 打神石一听就兴奋了,点头道,我布下的法阵绝对没问题,甚至可以将人心考虑进去,越是补天教重要人物越是在此用心,大能发动时越爆裂。 小塔听的不是滋味,冷淡的开口,道,你这块丸石也算是不错的保料,我觉得,若是吞下去会很不错。 大哥,我无意与你为敌,不抢你生意,只这一次而已。 打神石急忙嗷嗷怪叫,称小塔为大哥。 十号横空而过,在夜空中若一颗金色的大星,十分璀璨,惊得山林中的各种凶琴猛兽都一阵发抖,因为那种气息太强了。 他没有在此多停留,因为身上不可能有很多布阵的材料,此时天地依旧很黑暗,但却已经尽黎明。 星辰,当一缕金色的招霞射出,洒落在十国黄兜时,十号出现在地平线上,他赶了回来。 这一夜,整座黄兜气氛紧张,压抑到了极点,几乎所有大势力的人马都彻夜难眠,都在等待消息。 小时强势无比,一人横扫三角,辉黄之姿震惊当事。 可是他之身一人追杀出城外,却一去不返,整整一夜了,让城中气氛越来越僵尘。 那是,新皇。 城门楼上,一名战将眼尖,一眼看到了地平线上的小时,忍不住惊呼出声。 这一嗓子过后,顿时引发一片喧哗,消息传向远方,刹那沸腾。 小时回来了。 城中一些大实力暗叹,觉得更加压抑了。 而另外一些人则欢呼,发自真心的喜悦,让城中一片嘈杂,喊声震天。 最起码,认真守城的兵士全都沸腾,举起手中的战戈,铁剑等,冲天而击,大声呼唤人皇二字。 许多人来了,迎接新皇入城,尤其是战王等分外振奋。 旭日东升,朝霞绚烂,洒落在十号的身上,他从地平线走来,整个人都被霞光笼罩,有一层淡金色的光辉,看起来无比的神圣。 尤其是在看城中众人的眼里,这个年少的人皇气象非凡,迎着朝霞,若一尊金黄的神人下界,鹦鹉过人。 人皇万岁。 在十号进城时,许多人大呼,跪倒一片,可以看到竟有阵阵龙气蒸腾而起,没入十号那里,将他笼罩。 这领他多了一种名物,这便是仁皇果位吗,气韵加深,因此而来,他觉得自己进入皇都后,越发有种万法不沾身的感觉了,永不坠结。 仁皇,战王等迎了上来,十分激动,昨日一战,他们震撼而又欣慰。 一个少年而已,只手遮天,击溃三教修士,古来能有几人比。 月缠仙子他,一位王侯小心询问,因为十号就是追杀他而去,如今新皇一个人回来,血气鼎盛。 似乎遇事了什么? 伦? 十号伦了一声,他现在还不能说,任由外界疑神疑鬼去,随意的问道,我的布置执行了吗? 执行了,那几家的修士都被封在府中,由我等亲自坐镇,不容许逃走。 一位王侯答道。 皇宫的宝库被击毁了部分,但还有剩余,也被封住了。 战王上前禀报。 好。 十号点头,吩咐各路王侯,继续戒备,而后让战王带路,进入皇宫宝库区域。 事实上,十号十分激动,这里可能有智强宝术,有异国阵教神通,以及无上法器等。 你去帮我取一些材料。 十号暗中传音,吩咐战王,列出所需。 不久后,他收到了一个大包裹,他身影模糊,从虚空中引去,离去前告诉战王,别人若是问起,只回答他进入了宝库。 下一刻,他如风四殿,离开石都,再次返回数千里外的那片截土中,而后小心翼翼的布阵。 若是不给我坑杀掉补天骄的尊者等,实在对不起我,枉我这么认真。 十号自语。 半日后,抹去了不该有的痕迹,留下了一些指引真相的线索,而后化成金棚般的赤膝,回归黄都。 第462章 皇家宝藏 石都巍峨,新皇继位,龙器蒸腾,但凡强大的修士都能感受到,十分震惊。 人黄万岁万万岁。 街道上有人在呼喊,声音十分宏大,许多百姓跟着大喊,引发共鸣,这便是黄道龙器产生的根本所在,源自这些人。 一队又一队的士兵从主街道上走过,依旧在戒严,因为城中紧张气氛未减,新皇初登大宝,便横扫三轿修士,接下来有许多事要部署。 皇宫主要建筑群通体都是用黄金岩铸成的,流动弹金色光辉,整体看起来宏伟而神圣,有一种大威严。 十号回来了,行走在皇宫中,感受着这种大气以及沧桑,在这座古老的宫阙群中能更清晰的体悟到皇道力量。 陛下! 战王来了,这种称呼让令这个老王自己都有些怪异,当年他十分欣赏十子灵,也就是十号的父亲。 不曾想,有朝一日,十子灵的子嗣竟成为了人皇。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而已,在他眼中还是一个孩子,却这般强大,创造了一个奇迹。 战王不必多礼。 十号说道。 七八年前,他一把火烧掉第二祖地,导致羽族的人在西江十分被动,战王前去调查,直接斩了羽蒙,天坦十号这一脉十分明显。 后来,十号知道了这些事,心中自有一份感激。 不知那月禅仙子,战王暗中传音,进行密语,这件事他也很好奇,同时无比担忧。 这个女子太不一般了,若是真被斩杀,必然会引发补天叫震怒,不惜破坏一切规则,进行疯狂的报复。 十号笑了,很阳光也很灿烂,历经昨日的厮杀,在许多人眼中他虽年少,但是威严而强大,现在这般的柔和与光灿,令人惊异。 他嘴角擒着一丝笑意,暗中传音,道,他决定在我身边做一个侍女。 啊?战王十分神武,年岁不算小了,但是依旧黑发披散,显得血气旺盛,并且通体都有一层神灰,若一轮太阳似的。 这一刻,他着实被惊住了,这则消息具有颠覆性,让他这等人物都有点发傻。 很快他就醒悟了,瞪大眼睛,这消息有点吓人,万一传出去,天下都将沸腾。 强大如补天阁,他们最圣洁的仙子怎么可能会做别人的侍女? 这是要引发跨欲大战的。 陛下,您还年轻,天下总能寻出几个角色,莫要与他,战王组织语言,但依旧有点不知道如何劝说。 在得到消息后,他心中翻腾,觉得这样做会让补天叫疯狂,将是一场大祸。 十号笑了笑,自然知道他的想法,更明白战王是怕他沉迷女色中,最终两悟,难以自保。 这个侍女,还不错。 十号回应。 战王一听便有点焦急,月缠仙子国色天香,这样的女子过于美丽,而新皇还年少,若贪恋美色不太好。 战王也是年轻走过来的,自然明白这等少年俊杰的胸怀,多以罪卧美人兮行长天下权为斗志,可这样成为人皇,终究是不妥。 我连三教修士都杀了一片,便是放回去月缠仙子,好言解说也没用,与其如此不如将他留下来。 这样啊,战王脸上发目,他十分头疼,硬着头皮,道,陛下,若是墙留下也可以,但是千万不要侧封为皇妃,也不要暴露其真身,不然不光是补天教,还有其他教年轻一代所有人都会对我识国人皇敌事。 十号哭笑不得,战王还真将他当成孩子了,以为他沉迷美色中会晤式,令他苦笑摇头,不知道说什么好。 嗯,短时间内我不会让他出现皇宫中,战王请放心。 十号很随意的说道,并无心黄威严。 角色虽好,但陛下一定要注意修行,莫要沉迷。 战王说道。 十号额头青筋跳了又跳,最后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了。 事实上,战王听到他的话语后,额头上的青筋也跳了又跳,这个少年仁皇还真要收月禅为其女人呢,这是大了。 补天教得罪也就罢了,可消息若是传出去,天下各教诸多的年轻俊杰恐怕都要哀嚎,震怒,出击。 在战王的陪同下,十号迅速在皇宫转了一圈,眉头不禁皱了起来,因为在大劫中,这片浩大的宫殿群虽易力不到,但受损严重。 宫殿无恙,但是部下的大阵却被毁了不少吗? 战王叹道。 毫无疑问,皇宫中部下了上古神阵,威力强大无匹,但是依旧被击破了,中央天宫那里的法阵更是残缺的厉害。 据宫中一位老侍卫说,十皇在大劫中为了避难,引动了所有后手与力量,以无尽国运还有上古神阵对抗,终是活了下来。 而今,十皇去了哪里,若是活着怎不现身,十号醋眉。 可能去上界了。 一位老侍卫说道,隐约间曾看到一条通道,击穿虚空,十皇与侍卫同领就此消失。 希望陛下无恙,有朝一日能大闹上界,斩杀那些自以为是的生灵。 战王说道。 十号一路观看皇宫,他觉得法阵被毁大半,这是最大的损失,毕竟那可是神灵法阵,绝对能阵杀尊者等。 无论如何也要修补上,甚至进一步完善,如此才能张开口袋,等待三教修士报复,一头扎进来。 可是,想到那所需要的无尽材料,十号一阵肉疼,那皇家宝库该不会因此而空掉了吧。 清香阵阵,药草发光,不知不觉间他们穿过御花园,来到了皇宫内的灵耀田区域,芬芳扑鼻,十分罪人。 怎么如此之少? 十号愕然,堂堂皇宫灵耀田,占地很广,这且土壤很特别,并以灵权浇灌,绝对可以成片的栽种灵耀。 可惜,耀田中植株稀疏,与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他最期待的就是在这里见到大片的灵耀,熬练几身,早日再做突破,可现在看到后十分的失望。 大劫发生后,三教修士闯入宫中,采摘走很多上了年份的灵耀。 一位老侍卫说道。 不仅如此,他隐约透露,还有皇子,公主以及王侯等参与当中,有人自己采摘,还有的勾结域外大教人马,希望扶持几身登基。 三教修士,真是当杀。 十号冷声说道,这太嚣张了,一国皇宫所在地,灵耀田居然被人这样洗劫,也太不将十国荡一回事了。 此外,有几位皇子,公主以及王侯等也不是省油的灯,造成破坏很不小,趁火劫掠。 陛下放心,那些过分的王侯族人都被勒令待在府中,不准离开皇都。 湛王道。 好,这一次有些人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十号冷冰冰的说道,一些王侯大逆不道,还有一些战将投向欲外,这次必须要雷霆出手,进行处理。 这宝库,刚一踏进宝库,十号再次震怒,心中一颤,整整一座宝库都空了,没有剩下多少材料。 有部分被陛下挥霍掉了,大劫时,他取出无尽材料,炼化惊天法阵,对抗天罚。 湛王说道,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件事。 还有一大部分的确是被别人洗劫走了,参与者还是皇子,三教修士等。 老侍卫补充。 十号哀叹,这宝库中的材料若是堆积起来,也还是有些的,可与想象的珠光扑面,宝气沸腾的景象完全不同。 这如何去修复皇宫内的各座上古神灵大阵? 陛下莫及,这是外裤,还有一座内裤,不比这座宝库的材料少。 一位老侍卫说道。 十号文言大喜,心中总算平衡了不少。 他们向前走去,一座巨大的石门挡在那里,根本汗之不动。 必须要有人黄印才能打开此宝库。 老侍卫一叹。 十号心头一动,看了一眼湛王,又看了一眼这名老侍卫,觉得这两人忠心耿耿,十分可信。 他便没有隐瞒,取出那块晶莹透亮的法印,按在石门上。 下一刻,石门发光,符纹闪了又闪,足有密密麻麻数以万计的符号,这么复杂与可怕的法阵还是头刺剑道,让十号则舌。 随后,他进一步石化,门中金色锐气蒸腾,宝光万道,阴晕彩雾弥漫,这简直是一片神藏地,太惊人了。 这比他早先头脑中想象的皇宫宝藏还甚。 仅一会功夫而已,他就已经看到了两种神料,要知道他才刚踏进这座内裤中而已,还有神物等待发掘。 这里不仅有各种材料,还有法器,皇家一些重宝等也都封印在这里,今日得以重见天光。 这是,四柄神灵法剑,十号震惊了,接连看到四柄古朴的剑,仔细感应,气机精适,风锐无比。 他们样式不同,年代不同,但都违剑,背后是人收藏在此,并摆在了一起。 好惊人宝库。 十号都忍不住惊叹了,最后道,这四柄神剑若是悬在皇宫寺门前,并步下一座与之对应的超级法阵,结果会十分惊人。 当退出内裤时,十号依旧晕晕乎乎,刚才见到了太多的好东西,他背上就背着一杆战戟,据传来历极大。 这是上古年间一位大能仿昆鹏的天荒大戟而继承的一件神灵法器。 战王与老侍卫的话语还想在十号的耳畔。 这感大戟十分古朴,整体又黑,暗淡无光泽,可若是催动起来时,黄金气冲销,恐怖无比。 陛下,耳畔传来战王的呼声,十号终于平复了心绪,清醒过来,主要是这次见到的内裤,各种材料太惊人了。 怎么了?十号问道。 现在带陛下去经文楼,保树点去看一看。 战王道。 十号闻言,顿时睁大了眼睛,心脏剧烈跳动不已,相比较而言,这才是他最关注与渴望的地方。 第463章点庙 皇宫很大,一般人走进来十分容易迷路,因为一些区域等同于小世界,布下了空间法阵,超乎想象的广袤。 此时,十号他们踏进一片草木稀疏之地,一眼望不到边,前方土地城池红色,沙粒遍地,宛若一片戈壁。 还好走出去一段距离后终于到了目的地,这里有一座古庙,在朝霞中流动光彩,神圣而又祥和。 这便是皇族最重要之地,典庙。 它若是细分的话,有经文楼与宝树殿等,但整体就是一座古庙,庄严而肃穆,在阳光下那些瓦片流动但金色,虽然有古朴苍苍气,但亦显皇家威严。 这座古庙承载了太多,自上古至今一直屹立不到,皇家所有秘点都存放在这里,乃是国之大道根基所在。 十号接近这里心怀激动,比不久前见到内裤中的各种神料还有法器还要振奋,这是他最为渴望之地。 四野寂静,十分空旷,古庙前只有一株老松树,十分的苍静,树皮开裂,像是一条老龙盘卧在此。 除此之外,居然连一名士兵都没有,无人守护,令这里显得十分的宁静,缺少人气。 大劫来临前,这里有皇族尊者坐镇,本就是在皇宫内,因此顾若金汤,可是,湛王一声叹息。 大劫来临,尊者皆拜王,从天地中消失,此地也只留下几滩血迹而已。 咦? 十号惊讶,登临点庙的台阶时,竟感觉到了一种难以言语的道运,令他有点恍惚。 湛王惊讶,旁边的老侍卫也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又赶紧闭口了,怕惊扰十号。 这点庙很不一般,无尽岁月来,也不知道有多少位仁皇在此研究典籍,自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大道气息,久而久之,这点庙都仿佛通灵了。 漫长时间来,偶尔有人在此陷入悟道境,不借助典籍,不翻阅经文,只是因这座古庙而起,但人数极少。 十号第一次来这里,根本不曾在此观过古书。 直接就触到了道,在此共鸣,陷入悟道中,自然令人惊讶。 一瞬间而已,庙门前遍地金莲生根,将十号淹没,他屹立中央,金色连半绽放,吐出一道道金匣,环绕在他的身上。 他自身也发盈盈宝光,而且弥漫出一股清香,这是肉身浸道的体现,与天地共鸣,与大道共存。 了不得呀,后生可畏。 战王轻叹,不是不知道小时天赋绝世,但亲眼所见,还是十分的感慨。 老侍卫也点头,道,这般的天资,便是上界也罕见吧,真希望新皇有朝一日打上去,将那些自以为是的生灵全部镇压。 半个时辰后,十号行转,心中空明,在大劫中所得到的感悟在此全部凝炼,巩固,进一步升华。 这一刻,他的肉身更加有灵性,不仅坚固不朽,还与道亲和,容易明刻符文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比进阶更重要,因为这是在积殿潜能,拓展自身的无尽的宝藏,早晚会打开肉身神库,亦飞冲天。 从此以后,十号的修行将更加顺利,因为身心皆空灵,与道相容。 十号眼睛清亮,终于踏进点庙中,这里也并非无守护者,竟有几个战偶,极其强大,而今用来守护古庙。 走进庙宇中,感受到了一种宏大与神圣的气息,更有一种黄道威严,这里十分的肃穆与庄严。 然而,十号当即就促起了眉头,这殿宇中有一些白玉桌,可是上面的古书明显少了很多,被人搬走了。 战王也皱眉,有些愤懑与无奈,解释道,大劫过后,一些皇子与公主以及皇叔等曾闯入此地,带走了一部分典籍。 十号的眉毛跳了又跳,又是这群人,与狱外大叫勾结,想要登基成新皇,还这样大肆搜刮,劫掠,令他不喜。 原本这里有一张金翅大棚冲销图,是一门极其宝贵的道图,刻有金棚族的真意。 老侍卫手指一面墙壁,那里已空旷。 十号心头一跳,金翅大棚族的宝树,便是一种所留,那也价值连城,若非他早已掌握真正的昆棚法,一定会愤懵无比。 这里有一幅酸泥系天图,斜万丈雷电,冲上九霄,轰击上仓。 老侍卫继续指点,那里也是空白一片。 这一次十号不淡定了,他修有雷法,精通酸泥宝树,但毕竟是一种所留,十分渴望得到该族更完善的法,此图若是不失,可以让他相互印证。 可知这张图被谁夺走了? 十号沉申问道。 陛下无须动怒,酸泥系天图虽然丢失,但这门宝树老臣却精通,可以献出。 战王忽然开口。 哦! 十号惊讶,而后露出喜色。 十族王侯当年都是由皇族分出去的,只不过多年过后,便只能称为王族了,他们自然也掌握一些十分重要的皇族宝树。 老侍卫笑了,道,事实上,陛下不用担心,我十国共有两种镇国神通,都为太古天阶凶兽的宝树,其中一种便是酸泥法。 言下之意,这酸泥系天图所记不过是一种宝树,还有真正的纯血神通,不用太在意。 战王闻言,摇了摇头,道,我等已在此找过,并没有发现。 不用担心,这两种宝树不会失传的,必为人皇所长,应该记载于别处。 老侍卫听到过一些秘心。 两种镇国神通,一种为碧暗树,一种为酸泥法,事实上在漫长岁月前,还有第三种法,是纪灵传下来的,可惜在一次动乱中真正失传了。 我听闻,碧暗法看似完整,其实也有缺失了一部分,真正无缺的只有酸泥宝树了。 战王醋眉。 的确有这种说法,碧暗神通在一次动摇国运的大乱中遗失了一些符文,看似辉煌,但已不完整。 老侍卫叹道。 十号闻言,心中震动不已,上古年间十国荡真是鼎盛到了极致,原本有三种镇式宝树,皆为天阶,那是何等的经验。 可惜了,一种彻底失传,一种有缺,而今只剩下了酸泥法,但还得要他自己来找。 不过,他也相当的满意了,本就修有雷电神通,而今若是得到纯血天阶凶兽的传承,那就彻底完满了,正好弥补他所缺的。 他们继续向前走去,古书不少,记载了不少修行法门,十号一路翻看,虽然无法与原始真解相比,但也能受到启发。 可惜,一些玉古块,银色秘点等重要古书都不见了,被人带走,令这里显得多少有些失色。 这里曾有一张孔雀图,五色神光裂天,十分奥妙。 听到这样的介绍后后,十号脸色发黑,因为但凡异常珍贵的宝树都被人盗走了,没有留下什么。 战王笑了,道,无妨,陛下若是想修这些宝树,我可以召集各路王侯,讨要这些宝树,毕竟是从皇族分家出来时,各大王侯的祖上当年都修有一些皇族大神通。 可以吗? 十号一动,露出喜色。 没问题。 战王点头。 十号当即放松了,点妙中古书丢失严重,但只要能追回来一些重要的法门,那也算是惊喜了。 随后,他一路上听老侍卫介绍,细数各种神通奥妙,内心一片火热,不管丢失与否,只要能再次得到,那就是一场大收获。 十号心绪难平,没有想到继承皇位后会有如此逆天的好处,宝库就不去说了,光是这点妙,若是宝树不失,绝对会让人疯狂。 戏想来也该如此,毕竟是异国大道根基地,无论是神料,法器,还是神通,自然阵势,一般的大教都远无法与之相比。 举国之资源,皆为我用,这样修行若不能力压当事,那也枉为少年至尊名了。 十号自语。 他盘坐在一个蒲团上,这是点庙中的一间静室,专为人皇翻阅点击时所见,他想试一试能否再次陷入悟道境。 战王与老侍卫退出去了,在点庙门口守护。 酸泥大法究竟在什么地方? 十号轻语,而后他心中一动,将人黄印取出,仔细观看,并尝试运转。 嗡! 突然,整座时事都是一颤,而后仔细东来,金色闪电交织,让这里化成一片雷霆。 在那墙壁上,出现一头巨大的酸泥,金色中带着紫色的条纹,猙獰而凶猛,恐怖无比,仿佛要透过石壁扑出来。 酸泥宝树。 十号惊呼,而后忍不住大笑,还真的与人黄印有关,居然这样便得到了。 这次的收获实在巨大,一种天阶凶兽的志强宝树到手,比什么都重要,毫无疑问,自此以后他的战力又要突飞猛进了。 雷电,乃是世间最可怕的一种力量,酸泥大法出世,十号必将更加神勇无敌。 现在还不是研究的时候,那些有问题的战将,王侯等都要去处理。 十号轻语,他将那酸泥印记牢牢记在了心中。 闻,还有一个美丽的俘虏。 十号说道,取出一枚青铜块,再掌心绽放霞光,开启出一条金色通道。 月蝉仙子被俘后,一直被关押在小世界里面。